龙王传说第一,138-1232章,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会求订阅。 第一,1138章一元莫兰 所以他才渐渐出现了酗酒的问题,却没想到,会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再次碰到了他。 他在明兜,他在明兜啊。 明兜虽大,却也没有斗罗大陆那么大海捞针,更何况,在明兜,沈家的地位足以让自己发动很多力量去寻找了。 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 想到这里,这些日子以来,沈兴第一次感觉到了强烈的振奋。 一定要抓住那个家伙,让他在自己面前求饶,然后,然后。 然后怎么样,他一时间还没有想好,此时此刻,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个可恶的家伙。 梳拢了一下湿漉漉的长发,沈兴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对于唐武林来说,碰到沈兴只不过是个小插曲罢了,回到酒店,直接回房开始冥想。 每天的修炼对他来说总是最美好的时光,不只是因为现在每次修炼都会有突飞猛进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在修炼的过程中,他的精神才能最大的放松,更好的去感受外界的一切。 今天的锻造,带给了他不少新的感觉,对于灵欲镜精神力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灵欲镜,对于魂师们来说,几乎就已经到了极限了,甚至没有人能够准确的说清楚灵欲镜的精神力上限在什么层次,大家都只是知道,想要从灵欲镜更进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是极限斗罗也无法做到。 恐怕只有真正成神,才能摸到神圆镜的门槛吧。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唐武林将自己的存钱卡交给了龙鱼血,让他给大家购置一些必需品。 有这么一位副团长在,他确实是要省心许多。 对于后续,唐武林已经有了一些计划,在明都联络过墨兰之后,他就会带着众人尽快离开,先返回到史莱克城原址附近去,毫无疑问,在史莱克城附近,包括天窦城在内,这些地方受到当初史莱克学院的影响最大,也最有利于他寻找史莱克学院的支持者。 吃过早饭,唐武林早早就来到了和墨兰约定的咖啡馆附近,没有进入咖啡馆,而是在周围转了一圈,他今天没有化妆,但却特意戴了一顶帽子,宽大的帽颜遮掩着他的面颊。 简单的观察了一圈,再用精神力感受了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这才在街道旁边的角落处站定,默默的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 小心使得万年传,这是老魔鬼们教导他的,任何时候的一丝大意,都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性命。 唐武林知道自己肩上责任重大,而且现在能够依靠的更是只有自己,因此,他无时无刻都在处于小心谨慎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现什么不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安全的方式。 先生,您要买点香烟吗? 一名推着烟滩的小商贩从唐武林身边路过。 唐武林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 小摊贩推车而去。 正在这时,唐武林远远的,已经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的身材依旧窈窕,一身黑色的职业装,看上去十分干练,利落。 可是,从他那原本温柔美丽的娇颜上,唐武林却看到了风霜之色。 短短几年时间,他却像是足足老了十岁一般。 在他身后不远处,还跟着一名少女。 少女身材修长,鲜瘦。 大约有一米七高,一身十分简单的白色运动装,奇异的是,他的头发也是白色的,只有一双眼睛是蓝色,看上去明显有些怪异。 从他身上,唐武林甚至都能感受到一丝威胁的味道,可见这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少女,绝对是一名强者,不可多得的强者。 二女先后走进了咖啡馆,唐武林这才再次观察了四周后,向咖啡馆走去,推门而入。 墨兰已经在约定的位置坐下,而跟随在他身后的少女,却在临桌一边。 服务生正在向墨兰说着什么。 唐武林控制了一下自己有些激荡的情绪,这才大步走向墨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看到他,墨兰身体明显一阵,当他看到唐武林摘下帽子露出本来容貌的时候,耳边服务生的声音就像是瞬间被隔绝了,一双带着几分沧桑味道的美眸之中,刹那间水雾弥漫。 白发少女有些好奇地看向唐武林,但他的侨臀却已经有些微微地离开了座椅,就像是一只随时叙事呆发的母豹子一般,做好了铺鸡的准备。 姐,唐武林轻声呼唤。 墨兰眼中的泪水再也止不住,瞬间喷泊而出,一把抓住唐武林的手,弟弟,弟弟,他已是气不成声。 服务生还算有眼力,看到这一幕赶忙退去了。 只留下唐武林和墨兰四目相对。 墨兰的泪水怎么都止不住? 无论他多么坚强,如何的不断告诉自己坚强,当他再次见到唐武林,这个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弟弟时,内心中的闸门也不禁随之开启,痛哭失声。 唐武林反握住他的手,此时此刻,千言万语也无法讲述他们彼此过往经历的种种。 墨兰家破人亡,而对于唐武林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白发少女看着墨兰哭得如此伤心,先是惊讶,很快就皱起了眉头,走到墨兰身边,将纸巾递给他。 墨兰结果纸巾,擦了擦泪水,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些。 真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见到你。 简单的一句话之中,却充斥着无尽的苦涩。 唐武林没有吭声,只是握紧了他的手。 墨兰此时才能仔细的打量他。 和当初相比,现在的唐武林明显更加高大,英俊了。 身形挺拔,已是成年人模样。 但让墨兰心疼的是,唐武林身上流露出的沉稳,远非同龄人所能相比,再想想他有可能经历的那些事,毫无疑问,他所承受的痛苦,一定不比自己小。 身为天窦城执政官的女儿,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作为史莱克学院学员的唐武林。 三年失踪在兴罗大陆,返回后很快就成为了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这些外人很难得知的消息墨兰却都知道。 他们分开差不多五年多的时间,唐武林长大了。 可是,他却也少了当初的朝气,有了如今的沉稳。 这是多少精力才能磨练而成的呀。 我已为你一惊,墨兰眼眸中又有水雾浮现。 唐武林此时才道,我还活着,姐,你放心,活很好。 嗯嗯嗯?墨兰连续点头,泪水却不禁又一次的满意而出。 唐武林轻轻的晃了晃他的手,姐,既然我们都活着, 那些人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整个人类。 听了他这句话,墨兰眼中的泪水几乎是疏然而止, 枯骨铭心的仇恨几乎是从双眸之中喷泊而出。 就连自己的指甲陷入唐武林掌心都不自觉。 是的,他们一定要付出代价。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弟弟,你跟我来。 一边说着,墨兰拉着唐武林站起身就向外走去。 第1139章军方要抓谁? 而也就在这时,唐武林和那白发少女却都是神情微动,目光朝着咖啡馆大门处看去。 啪! 咖啡馆大门被猛地推开,十几名身穿制服,手持浑倒射线枪的士兵从外面冲了进来, 箱口对准咖啡馆内的客人,一时间,激起一片惊呼。 唐武林双眼微眯,眼神明显有些凝质。 从这些士兵的装束和装备来看,显然是军方的,军方的人突然出现在这里,难道是为了墨兰姐而来? 十几名士兵当然不算什么,但这里是明兜,有着最精锐的军队驻扎。 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就是大麻烦。 就算自己个人实力再强,一旦军方下定决心要对付墨兰姐,想要把她从这里救出去也不容易。 军方公干,所有人双手抱头不许动。 搜索嫌疑犯。 咖啡店本来就不大,冲进来十几名士兵,基本就已经将里面装满了。 唐武林眼神近乎凝质地注视着面前这些人,表情沉宁。 他此时心念电转,难道是唐门的人走漏的消息? 记其那边? 还是说墨兰姐那边的人? 住手! 正在这时,墨兰突然娇喝一声,喝止了那些正准备在客人中搜索的士兵。 他眼含怒气,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谁允许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搜捕嫌疑犯,搜捕批文呢? 在哪里? 拿来我看。 唐武林就站在墨兰身边,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姐姐真的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他,坚强勇敢,有大无畏精神,为了保护乘客,不惜牺牲自己。 但那时候的他,却绝无眼前这份气势。 单是气场,连自己都不禁有种被威慑的感觉。 正准备行动的士兵们听到他的声音顿时迟疑了一下,唐武林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挡在墨兰身边,为他遮挡住指过来的浑倒射线枪。 我们是哪个部分的,你有什么资格问? 为首一名挂着少尉军衔的军官冷声说道,给我搜,走了嫌疑犯,谁也负不起责任。 墨兰怒哼一声,我看谁敢。 军方,就是这么任性而为的吗? 你们拿着联邦的俸禄,享受着百姓们的共享,不是让你们在民众们面前作威作福的。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放肆。 小白,打电话给明兜警务署,通报这里的情况。 武林,把这些人缴歇,一个都不能放走,军方不给个说法,这件事没完。 墨兰的强势令那名稍微脸色一变,如果说刚才他还认为墨兰是瑟利内忍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如果只是瑟利内忍,怎么可能如此的强势? 都不许动。 他赶忙怒吼一声,必须先要控制住局面才行。 但就在这时,唐武林却已经动了,就像昨天控制住那几个小流氓一样,他只是右脚在地面上轻轻一踩,凭借着超强的精神力,精准无比的将金龙汉帝的攻击力精准无比的送到了十几名士兵脚下。 为首少尉的声音嘎然而止。 下一刻,唐武林双手一圈,这十几名士兵就在控鹤秦龙的作用下被席卷到了一起,坐倒在咖啡店地上。 唐武林这才走过去,湿湿然的将他们手中的魂倒射线枪没收,再分别补上一掌,封住他们的血脉。 当他完成这个过程的时候,被莫兰称作小白的白发少女,甚至还没拨出号码。 莫兰一直都知道唐武林的实力不俗,当初正是唐武林出手,才救了整列列车。 何况他后来还成为了当代史莱克七怪。 但就算如此,莫兰也没想到,现在的唐武林,竟然已经强大到如此程度了。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回过身,向莫兰点了点头。 小白的电话已经打了出去,莫兰此时才向咖啡厅内的客人道,大家不用惊慌,请耐心等待一下,我是联邦议员莫兰,我向大家保证,你们一定是安全的。 对于刚刚大家受到军方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定让官方给予说法。 我代表联邦,向大家说一声抱歉。 一边说着,莫兰主动向众人鞠躬行礼。 莫兰 听到这个名字,原本惊恐中的咖啡店客人们情绪顿时平复了许多,有些人更是开始议论起来。 很显然,他们都听过莫兰这个名字。 莫兰安抚了客人们,小白的电话也打完了。 而就在这时,外面却传来了低沉的轰鸣声。 以唐武林对于现代化武器的熟悉,自然分辨得出,这是来自于机甲降落时发出的声音。 经过刚才的过程,唐武林首先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刚刚这些士兵,应该不是冲着莫兰姐来的,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被莫兰姐所威慑。 不是针对莫兰姐,那会是谁? 他之前就观察过,在这咖啡厅之中,除了他和小白之外,并没有任何一名魂师了。 难道是针对自己? 正在这时,外面已经传来声音,里面的人注意了,鉴于你们之中有联邦重犯,下面,请你们双手抱头从里面走出来。 你们只有三十秒,三十秒不开始走出,就为机甲将展开进攻。 未免自悟,立刻双手抱头出来。 莫兰木急反笑,好,很好。 我倒要看看,这次究竟是谁,竟敢调动军队做出这等事情。 我先出去。 一边说着,他大步就向外走去。 小白不敢怠慢,赶忙跟着他一起向外走,莫兰只是普通人,万一被机甲攻击,那绝无性理,在向外走之前,他还狠狠地瞪了唐武林一眼,如果不是这个家伙,莫兰姐怎么会面对这样危险的局面? 不过,当他瞪是唐武林的时候,也不禁愣了愣神,之前他一直在侧面,没有看到唐武林摘下帽子之后的正脸,此时才看得清楚。 这家伙,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就算是身为女人,小白都不禁有些嫉妒了,一个男人,长那么好看干什么? 唐武林自然跟在莫兰另一边,跟着他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咖啡厅,在咖啡厅门外,四台机甲已经手持武器对准了咖啡厅的方向。 其中两台是黄色机甲,还有两台居然都是紫色机甲。 双手抱头。 粗暴的声音从机甲内传出。 莫兰却是怡然不惧,怒喝道,机甲乃军方重器,就是让你们来威胁民众的吗? 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医院弹劾你们,小白,记下他们的机甲编号。 所有军方机甲,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机甲编号,以便于军方进行统一管理。 让你们双手抱头,听到没有。 机甲师的地位远非普通士兵所能相比,显然,这几位机甲师并没有被莫兰威慑住。 正在这时,刺耳的警笛声在街道上响起,而且是络绎不绝,全都朝着这个方向而来。 警方的人来了。 坐在紫棘机甲之中,唐紫豪脸色微微一变,军方虽然不怕警方,甚至远远凌驾于警方之上,可这里是明兜,按照联邦法规,城市内部的治安是警方负责的。 他们今天接到命令来抓一个人,如果迅速解决当然没什么问题,可要是和警方产生一些交集的话,虽然上面不怕,但终究还是有些麻烦的。 更重要的是,人还没抓到。 第1140章就是他 队长,就是他 正在这时,另一台紫棘机甲突然抬起手来,指向了唐武林的方向。 唐紫豪当机立断,大喝一声,拿下。 在他旁边的紫棘机甲手中浑倒炮一扬,猛得依旧是一炮轰出,一团光芒在从炮口喷出后,迅速炸开,化为一张如同电网般的攻击,直奔唐武林笼罩而来。 唐武林跨前一步,把墨兰挡在身后,果然是冲自己来的。 自己这才刚到明兜,究竟是谁? 不会是唐门的问题了,如果是唐门出了内鬼,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和联邦议员在一起,绝不会这样贸然调动军队。 不是唐门出问题,难道说是? 在他脑海中,迅速出现了昨晚那个湿漉漉的身影。 一拳轰出。 简单直接 空气中顿时响起一声低沉的轰鸣,没有使用什么技能,就是那么简单直接的一拳而已。 也就在那低沉的轰鸣声中,电网就像遭遇到了一层屏障,瞬间被挡住,削米。 你们敢动手。 墨兰惊怒交加,怒喝出声。 小白没有动,他的任务是保护墨兰,而不是其他人,更何况,他也想看看,之前在咖啡店内那么轻易就解决了一群士兵的唐武林,究竟有什么本事。 两柄巨大的重箭几乎同时从两侧展出,目标同样是唐武林,两台黄级机甲出手了。 唐紫豪手中的魂倒炮也对准了唐武林的方向。 唐紫豪心中的想法很清晰,在最短时间内把唐武林抓住,然后回去复命,至于后续的一切,上面自然会处理好的。 一瞬间,四台机甲就形成了对唐武林的远近攻击之势,能够在明兜内部执行任务,无疑都是军方中精锐中的精锐战士,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战斗技巧,都极为强悍。 比同级别的机甲师明显强出一个档次。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 星斗战网拳联邦挑战赛第一届大赛双冠王,有黄金龙王之称,被誉为年轻一代第一强者,更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的唐武林啊。 坑坑。 当两柄重剑斩落的下一瞬,空气仿佛就凝固了,包括唐紫豪在内,四台机甲中的机甲师们,无不瞠目结舌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面对两柄重剑的斩击,唐武林并没有释放武魂,也没有窦凯或者是机甲的应对方式,更没有闪避,他只是做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来应对。 双臂抬起,双手伸出。 然后那一双重剑,就斩在了他那张开的双掌之上。 或者反过来说,是他伸出双手,将那两柄带着灰红气势,瞬间爆发力绝对超过十吨的机甲重剑抓在手中。 两名黄疾机甲师只觉得自己斩中的不是人体,而是一块再坚硬无比的金属。 两柄机甲重剑嘎然而止,在他们脑海中,同时浮现出同样的念头。 怎么可能? 以人类的身躯,在没有动用武魂和任何武器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机甲的攻击啊? 这,这还是人吗? 他们在发愣,唐武林却没有,下一瞬,他双手猛的一抖,两台黄疾机甲瞬间脱离了机甲师的控制,直接荡了起来,再狠狠的砸在地面上。 与此同时,两柄重剑脱手,唐武林徒手甩出两柄重剑,刚好切在两台子疾机甲的混倒炮上,硬生生的把他们的混倒炮打得转向空中,炮弹升空,如同璀璨烟花,却没能对唐武林造成任何伤害。 哪怕是先前一直神情冰冷的小白,看着唐武林的目光也不禁变得呆滞了。 这,这真的还是人吗? 在他眼中,这唐武林简直就像是一头人形暴龙一般。 徒手啊! 那可是徒手,他根本就没有没有感觉到唐武林身上有半点魂力释放出来。 就那么凭借着双手的力量,硬生生的击溃两台机甲,挡住两台机甲。 不是人哪! 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哪! 与此同时,唐武林已经腾身而起,几乎只是摇身一晃,就到了唐子豪的机甲前方,脚尖在机甲的膝盖上一点。 那么庞大而强悍的子疾机甲,膝关节迸发出刺耳的暴鸣声,直接破碎,唐武林借是弹身而起,一拳轰击在子疾机甲腰间。 轰! 唐子豪一边感受着自己心爱的机甲倾倒,一边听着刺耳的警报声,他此时甚至还处于半呆滞的状态中。 能够成为明都卫戍区机甲师的一名中队长,他的战斗经验也可以算得上是相当丰富了,可是,却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啊。 这真的是人类吗? 此时此刻,唐子豪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 下一瞬,他的机甲就已经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与此同时,唐武林身在空中,悍然变相,在他的意念之中,风属性元素凝聚而来,承托着他的身体,表面看上去完全违背了物理的折像,扑向最后一台子疾机甲。 轰,魂倒炮终于发射了,硕大的炮弹瞬间就要将唐武林的身体吞噬。 莫兰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无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他强势了多少,他终究也只是一个女人呢。 没有武魂作为后盾,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此时就算呼喊小白去帮忙也来不及了。 但就在下一瞬,担忧变成了吃惊。 从莫兰的角度看,那吞噬了唐武林身体的混倒炮弹就像是在虚余之间消失了似的,刹那间失去了一切踪迹。 唐武林就那么从炮弹的余波中传出,如同流星一般射向那紫色机甲。 机甲护照全开,同时左拳挥出。 这名紫机甲师的反应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所做的一切却都是徒劳。 轰,唐武林看上去迎白如玉的拳头上,却迸发出如鸢如玉的恐怖爆炸力。 紫机甲的护照轰然破碎,连带着金属拳头都被砸碎,带动他那庞大的身体后仰。 唐武林左拳挥出,当他这一拳挥动的时候,能够明显看到,在拳头周围的空气被无形力量压榨,形成一层扭曲的光运,然后一声刺耳的气爆声随之响起,紫机机甲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命中在胸前,被炸得直接倒飞而出,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空气炮 唐武林当然不会圆恩叶辉的魂迹,他这完全是凭借着纯粹的力量来模仿圆恩叶辉的能力挥出的这一拳。 一对四,面对四台机甲。 从始至终,他凭借的都只有自己纯粹的力量以及精神力对于战场的掌控。 这就是真正强悍的实力。 飘然落地,四台机甲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而也就在这时,一辆辆拉响着刺耳警报声的警车们呼啸而至,迅速将现场围住。 莫兰忍不住道,警车永远都是晚来一步。 说完这句话,他还瞪了身边的小白一眼,似乎是在责问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帮忙。 小白的表情却有些无奈,看着唐武林的眼神更是和之前的冰冷截然不同。 那是一种狂热,一种对于对手的狂热。 第1141章 联邦中央警卫局 虽然他还看不出唐武林具体是什么修为,但是,单凭肉身力量就能够战胜四台机甲,无论他的武魂是什么,都绝对不可小视。 莫兰很清楚唐武林现在身份的微妙,所以,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唐武林乃是史莱克学院弟子的身份,所以小白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知道,面前这个家伙很强,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是个不错的对手。 唐武林很自然的回到莫兰身边,向他笑了笑,然后就在他身后站定,仿佛之前的事情根本都不是他做的事的。 警察们蜂拥而至,和士兵相比,他们的装备就要简陋得多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代表着整个明兜的治安力量。 当一众警察们看到四台军方机甲倒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 很快,为首的一名高级警官目光就落在了莫兰身上,快步跑了过来。 莫兰议员,您没事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 莫兰冷冷的看着他,一脸怒容的道,光天化日之下,军方竟然在没有任何搜捕令的情况下,擅自在咖啡馆抓人,并且用军用制式武器威胁普通民众。 最后甚至不惜触动机甲。 我想问问,这是谁赋予他们的权利? 难道说,纳税人的钱武装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反过来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吗? 军方如此嚣张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整个联邦的安定团结,我要求你们必须彻查。 高级警官额头上顿时有汗水冒出,一看眼前的场面就不是小事情,听了莫兰的话,更绝头疼。 他当然知道,面前这位莫兰议员乃是鸽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年轻,但在鸽派之中呼声很高,尤其是新幻界之后,他因为公正联名,再加上家庭被圣灵叫迫害,导致自己截然一身,毫无后顾之忧,在几次和鹰派的碰撞中,都是站在最前面,得到了新老鸽派议员的大力支持。 可是,另一边他也得罪不起啊。 那边可是军方。 军方的力量是他们小小警察能够碰撞的吗? 一个不好,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心念电转之下,他立刻回应道,莫兰议员,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目前先将这些军人都带回警署。 莫兰点了点头,后续情况我会一直跟进,请你们随时将情况告诉我。 是。 高级警官向他行了个礼,立刻带领着警务人员们去处理这些士兵了。 同时开始对先前咖啡店内的民众们录制笔录,以确认之前的具体情况。 被抓起的士兵们全都是一副煎末不严的情况,但从民众们口中,警察还是很快理清了情况。 无疑,这次绝对是军方不占领的,他们私自抓人,而且是在没有抓捕令的情况下。 这些士兵和机甲都是属于明兜卫戍区的,卫戍区负责明兜防务,但私自调动军队抓人,这事儿就是可大可小了。 从番号上,很容易就查出这些军队隶属情况。 士兵们不说话,很显然是等着军方上面来处理这件事,这个时候,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口的。 唐武林一直在墨兰身边冷眼旁观,警察们处理得还算妥当,四台机甲内的机甲师都被请了出来,暂时看守,在咖啡厅内的士兵也是如此。 然后分别进行询问。 就在警察准备将这些士兵押回警署的时候,突然间,一辆军方车辆快速驶来。 看到这辆车,唐子豪明显松了口气,有上面的人来了,这事儿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事实上,以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真要追求起来,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呀。 军车迅速停下,从上面下来一名挂着忠孝军衔的军官,身边还跟着两名少校。 等一下,那名忠孝大步来到之前那名高级警官面前,抬手阻止他们继续将士兵们带上警车。 我们是卫戍区击查大队的。 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们的士兵汇报说,和你们警方有些误会。 从级别上来说,高级警官并不逊色于对方,沉生道,刚刚发生了一起冲突。 这些卫戍区士兵不知道接到了谁的命令,擅自用军方制式武器威胁普通民众,又拿不出搜捕令。 甚至还动用了机甲,对普通人进行攻击。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也好对民众们有个交代。 所以,这些人我们要先带回去,让他们继续配合调查。 不行。 我们军方的人自然会由我们军方处置。 与你们无关。 这件事就请你移交给我们吧,有了进一步消息, 我们会通知你们。 一边说着,忠孝一挥手,从军方车辆上下来十几名鹤枪实弹的士兵,就拦住了警察们的去路。 无疑,警察的数量会更多一些,可是,要论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他们和这些真正的战士相比,可就差得远了。 很好。 莫兰冷冷的道,这就是军方的强势。 真是见识了。 你是谁? 忠孝瞥了他一眼,就没说到。 莫兰淡淡的道,我不是谁,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民众。 怎么? 难道就不能说句真话吗? 忠孝冷声道,军方公干,不相干人等立刻离开,否则,已挑唆军政关系论处。 莫兰笑了,这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他正愁找不到军方的把柄来制衡这些鹰派的家伙呢。 小白抬着手臂,一直用自己的浑倒通讯器拍摄着眼前这一幕。 你在干什么? 不许拍摄。 忠孝的反应还是很敏锐的,迅速就发现了小白的行动。 一名少校一个剑步就到了小白面前,抬手向他的手臂抓去。 小白冷哼一声,左手闪电般挥出,那少校闷哼一声,后退几步,低头看向自己的掌心,只见掌心之中已经被烙印了一个印记。 印记上是一个个凹陷的小字,仔细辨别时会发现,这些字写的是,联邦中央警卫局。 看到这几个字,少校顿时脸色大变。 联邦中央警卫局是干什么的他在清楚不过,这可是负责联邦政府重要官员防卫的高精坚强者。 想要进入联邦中央警卫局,至少都是五环魂王以上的修为,同时至少是一名子籍以上的机甲师,当然,也可以是窦凯师。 联邦中央警卫局的人出现在这里,可见刚刚开口的中年女子是什么身份了。 好啊! 你们挡赶袭击军方! 那名中校只是看到同伴被小白击退,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刚要发作。 那名少校却很机灵,迅速回身来到他身边,将手掌递到他面前。 看到他掌心的字样,这位中校也是脸色大变。 这下可麻烦了。 联邦中央警卫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联邦议员,也只有联邦议员才有资格被他们所保护。 还不是所有议员都有这样的资格。 毫无疑问,面前这中年女子应该是一位议员,并且,从对方的态度就能看出,这一定不是和军方关系良好的议员。 别看现在鹰派占据上风,但实际上,真正到大选和决定大事的时候,是要进行全民公投的。 今天这事而处理不好,恐怕会对军方的形象有很大影响。 原本只是一件不大的小事,却没想到会进展到这种程度,他的脸色也不禁变得难看起来。 莫兰淡淡的道,怎么? 是不是也想把我一起带走啊? 我看谁敢阻拦警方公务? 那名忠孝脸色连变,眼前的事情已经非常不好处理了,真要让他们把人带走那可就不好处理了,哪怕是军方高层,也不敢在这种事情上过于草率。 毕竟,斗罗联邦还是民主的。 先把人带回去再说。 忠孝当机立断,一挥手,下达命令的同时,他也大步来到了小白面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小白的拍摄角度。 他看都不看莫兰一眼,装作根本没有认出莫兰的身份,只是冷静地看着小白,这位姑娘,请你不要继续拍摄了。 这件事情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一个面子,日后必有后报。 第1142章 支持歌派的军方家族 小白眼神微动,让开。 忠孝冷冷地看着他,却是分毫不动。 小白向旁边跨出一步,他也立刻跟上一步。 小白眉头微醋,扭头看向莫兰。 作为联邦中央警卫局的人,他在莫兰有威胁的时候可以便宜行事,处理各种情况。 但面前毕竟是一名军官,他还是有所顾忌的。 除非莫兰下达命令。 军方就可以欺负人了吗? 就可以任意行事。 正在这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紧接着,那位忠孝肩膀上就多了一只手。 忠孝扭头看去,看到的,是一张英俊的面旁。 就在他看向对方的时候,他突然悍然发现,对方的瞳孔居然树立了起来,刹那间,以他六环魂地层次的修为,也感觉到一种汗毛倒数的强烈恐惧。 然后,他就被拉扯到了一旁,甚至连反抗都做不到。 法子内心的站立,让这位忠孝全身都出现了轻微的颤抖,唐武林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明明没有发力,却让他不敢有任何动作。 小白依旧在拍摄,而警察方面却已经和军方的人对峙上了。 换了平时,高级警官或许也就顺水推舟的让军方把人带走了,可今天不行啊。 今天当着莫兰的面,如果他让军方把人带走了,那明天他估计就要脱了这身警服。 谁也不许动。 高级警官挡住了士兵们的去路。 但这些士兵只听自己长官的命令,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士兵,抬起自己的浑倒射线枪,就是一枪拖朝着这位高级警官砸了过去。 先抢人再说,顾步的其他。 高级警官能够坐到这个位置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身上光芒一闪,四圈浑环升腾而起,一只手抓住浑倒射线枪,直接将这名士兵甩了出去。 顿时,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全都对准了他这边,一时间,整个场面似乎都有失控的危险。 住手! 正在这时,一声浇喝响起。 一个人从远处快步跑了过来。 果然是他。 看到这个人,唐武林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和昨天晚上的狼狈相比,今天的沈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身戎装的他显得英姿萨爽,肩膀上是两杠两星的忠孝军衔。 在他这个年纪能够在军队中达到这样的军衔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唐武林冷冷地看着他,毫无疑问,今天这一出好戏,全都是他造成的了。 他就是要将自己抓回去,却闹得如此之大。 但也可见,他背后的势力相当强大,否则也不敢轻易在明兜调动军方势力。 沈兴快步走到高级警官面前,有些欠然地道,抱歉,请您稍等。 先不要抓我们的人。 说完这句之后,他快步来到墨兰面前,然后在唐武林目瞪口呆的注视中,宛如小鸟依人一般,给了墨兰一个大大的拥抱。 墨兰姐,您怎么在这儿啊? 墨兰看到他,也不禁一愣,小心,你这是。 沈兴翘翘脸一行,凑到墨兰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听了他的话,墨兰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胡闹,军队乃是国之重器,怎能因为你的私人之事擅自调动? 要是伤了普通人怎么办? 沈兴低着头,一副做错了事的小女儿壮,好姐姐,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和姐姐,不然我麻烦可就大了。 这件事情要是上年知道了,我,我就完了呀。 好姐姐,求求你了好不好。 唐武林在旁边都已经看傻了,别的不说,刚刚沈兴对墨兰说的悄悄话声音虽小,可身为一名魂圣级别强者的他,又怎么可能听不到呢? 他对墨兰说的是,唐武林是他的男朋友,两个人闹了别扭,他气不过,就想要把他抓回去说清楚。 所以在一怒之下才私自调动了军队。 这事而着实是让唐武林有些无语,这不是扯淡吗? 自己什么时候成了他男朋友了? 但是,从墨兰的表情上,唐武林却也看出一些味道。 无疑,身为割派代表人物的他,肯定对军方是十分不喜的,可从他对沈兴的态度就能看出,沈兴的身份不一般,背后的势力应该不是让墨兰忌惮,就是他不得不与之缓和的存在。 否则的话,墨兰的态度不会是这样。 墨兰扭过头,看向唐武林。 唐武林没吭声,这种时候,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 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但这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姐姐。 你父亲那里,你就要求他帮你隐瞒吧。 墨兰美好气的道。 谢谢姐。 姐,你真好。 沈兴大喜,一把搂住墨兰的手臂,晃了又晃。 墨兰有些无奈的道,你这丫头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 可惜了,他这句可惜,显然是针对这次的事情。 墨兰同意低调处理,剩余的事情自然就好办多了。 警方吧不得不要得罪军方呢,军方这边也用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迅速远离。 沈兴站在墨兰身边,看着唐武林,一脸气哼哼的模样,心中暗想,都怪这个家伙,只要有他在,总是没好事。 这次竟然被墨兰姐抓了个现行,简直是太可气了。 唐武林之所以被发现,问题还是出在之前咖啡店门口那名买烟的小贩身上。 沈兴背后的家族掌控着非常庞大的情报网络,这情报网包括范夫走族全都囊括在内。 唐武林的样貌被沈兴发在内部情报网络上,在明都进行搜寻。 小贩发现他后,立刻进行了通报。 所以才有之后的事情发生。 沈兴其实已经来了一会儿了,原本是希望能够把唐武林先抓回去再说,却没想到唐武林在徒手面对四台机甲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如此轻易的化解,再然后他就看到了墨兰,他当然知道墨兰和军方之间的问题。 眼看事情要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这才赶快出来,缓和了事情。 都怪你。 沈兴向唐武林做出无声的控诉。 看着他的口形,唐武林别过头去,头上已经带回了自己的帽子,理都不理他。 沈兴顿时气劫,这家伙,别让他落在我手里。 只是,他这本来相貌,似乎比当初更好看了呢,好像更多了一些什么。 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的他,对军人的气息十分敏感,从唐武林身上,他似乎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就像是父亲,爷爷他们身上所拥有的。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却明白,在自己心中,这家伙的身影已经变得更加清晰了。 你先回去吧。 以后不可再这样任性而为了。 墨兰有些无奈的向沈兴说道。 沈兴吐了吐舌头,指了指唐武林,道,姐,那能不能让我把他也带回去? 我,说到这里,他不禁又羞红了脸。 这演技可以啊。 难道他也去过魔鬼岛? 唐武林看着沈兴的样子,不禁一阵无语。 第1143章原来是春心。 墨兰看看他,再看看唐武林,心中不禁有些疑惑,对于沈兴的话,他当然是不信的,唐武林这才刚刚来到这边,怎么可能会是沈兴的男朋友呢? 但这种时候他也不好当面拆穿。 唐武林身份敏感,更不可能让沈兴带走了。 他是我弟弟,你们的事情以后你们自己解决,我今天找他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说到最后,墨兰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沈兴不敢再说,吐了吐舌头,再恶狠狠的瞪了唐武林一眼,这才有些不甘心的转身而去。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唐武林刚要说什么,却被墨兰用手势止住了,小白把墨兰的车开了过来,一辆很朴素的混倒汽车。 唐武林立刻会议,两人上了车,小白就是司机,驾驶着车辆向市中心而去。 路上,墨兰什么都没说,似乎一直是在思索着什么,唐武林也就没有再开口,只是静静的跟在他身边。 时间不长,小白将车开到了一座大楼的地下车库。 三人下车,乘坐电梯。 电梯一直来到顶层,墨兰向小白道,小白,你先回去吧。 今天的事情不要进行记录了。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明白吗? 是,我明白。 小白有些好奇的看了唐武林一眼,这才乘坐电梯而去。 墨兰带着唐武林走进一个房间,房间很大,足有近两百平米,里面的布置却很朴素。 因为是顶楼,落地玻璃的景色很好,能够看出很远,外面的车水马龙,钢铁森林无不映入眼帘。 墨兰打开灯,拉下窗帘,然后再按动一个按钮。 唐武林敏锐的感觉立刻发现,整个房间似乎都被一层能量罩包付住了,外面的一切探测都无法探查到这里的情况。 好了,现在可以随便说话了。 武林,看来你已经遇到麻烦了。 你和沈兴是怎么回事? 墨兰一直忍到现在才问,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认识他,只是个巧合,说来话长。 当初,他简单的将当初自己接受军训任务前往魔鬼岛,并且在北海军团遇到沈兴并将他劫持的事情说了一遍,也包括这次相遇加上自己的一些判断都讲了。 墨兰很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眉头紧促,但渐渐的,他的表情开始放松下来,到了最后,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已经流露出似笑非笑的挪娱味道。 姐,事情就是这样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唐武林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墨兰扑哧一笑,我原本还以为你已经被军方盯上了,暴露了身份。 却没想到,是沈兴那丫头动了春心了。 也是,我这弟弟长得如此英俊,又有本事。 哪家的姑娘不会为你动心呢? 要不,你就从了人家算了。 沈兴这丫头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出身名门,却从来都没有什么绯闻,家教很严,今天这种事情,以前应该从来都没发生过,可见你对他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了。 唐武林一脸无奈的道,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跟他怎么可能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对了,看您的意思,似乎是和他的家族有些关系。 墨兰点了点头,轻叹一声,我反而有些希望今天碰到的是别的方面的人。 那样的话,这个机会足以让我们在民间发起一场反对军方的活动。 起码要让军方的影响力下降一部分。 但沈家不行。 事实上,军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家族的势力对军方渗透非常厉害。 也就在联邦中形成了多个大区域。 几大家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区域。 这些区域中他们的力量已经是根深蒂固,想要动摇很难,哪怕是联邦政府也不敢轻易去碰触。 毕竟,任何政客想要上位,都需要这些家族的支持。 唐武林心中一动,您的意思是说,沈家和鸽派有关。 墨兰点了点头,军方中有五大家族,沈家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支持我们鸽派的。 身家当代的组长,也就是沈兴的爷爷,乃是联邦军方总参谋长,大将军衔。 乃是联邦军方三巨头之一。 与联邦总司令,联邦总装备部长并列。 沈家的势力范围,主要包括北海军团以及明兜卫戍区。 实力非常强。 可以说是坐镇中枢。 我们鸽派在当初强势的时期,能够平安无事,不被鹰派用台下手段针对,多亏了沈家。 沈家立身很正,主张和平发展,与我们的理念十分一致。 而且沈家背后还有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影子。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遇到今天这种事,也不得不放过去。 否则的话,沈家一旦遭到打击,对于我们整体来说,都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唐武林这才恍然,难怪墨兰会放过沈兴,更不惜放过这次机会。 那另外四个军方的大家族都是支持鹰派的吗? 唐武林问道。 墨兰摇摇头,有三个家族是支持鹰派的,以千古家为首。 另外南方军团的乐家,则是支持中立派的。 是我们能够争取的。 乐家。 那不就是乐正宇他们家吗? 唐武林松了口气,五大家族有两个不支持鹰派的,情况似乎还不算太糟糕,难怪鸽派还能维持着现在的局面。 但却依旧不乐观。 墨兰叹息一声,自从千古东风成为了传灵塔塔主之后,千古家的发展就可谓是一日千里,他们多年隐忍,一遭出手,就占据了非常庞大的势力。 有传灵塔在背后支持,现在千古家已经十分不可控了。 就算是议院内部,被他们直接,间接控制的席位都达到了五分之一以上。 这是联邦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唐武林悚然一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难道就没有什么应对措施? 就让他们这样一家独大下去吗? 继续如此的话,未来的千古家族岂不是要独裁? 墨兰沉声道,针对这件事,我们已经发起了多次讨论。 但千古家族非常的狡猾,他们明面上控制的席位很少,我们就算攻击,也没有任何作用。 很多明显是他们那边的人,在表面上却显得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唐武林眉头紧簇,姐,那你说,当初史莱克城遭遇的袭击,是不是和他们有关? 墨兰看了他一眼,这种事我不好下结论,但我能说的是,很有可能。 千古家族十分低调,如果不是有千古东风这个传灵塔塔主在,他们甚至一直都不险山露水。 谁也不知道千古家族背后势力庞大到什么程度。 但这个家族由来已久,底蕴非常深厚。 史莱克学院作为大陆第一学院,中立派背后最强大的支柱,再加上中立派另一大支柱唐门的存在。 任何势力都不敢小看他们。 当初史莱克学院和唐门都在的时候,无论是哥派还是鹰派占据上风,都不敢做得太过分,就是怕中立派干涉。 中立派表面看上去最弱小,可史莱克学院和唐门这两个传承了两万年以上的存在底蕴太深厚了。 尤其是史莱克学院,无论那一派别之中,都有从史莱克学院出来的精英,对于学院都有着极强的归属感。 所以,在某些人眼中,史莱克学院必然是如同眼中钉,肉中刺一般的存在。 学院遭受到的突然袭击,肯定不是一天两天计划就能完成的。 说到这里,莫兰停顿了一下,武林,未来你打算如何? 你想恢复学院的话,千万不要。 为什么? 唐武林道。 莫兰苦笑道,太难了。 想要恢复史莱克学院,你首先就会站在所有大家族的对立面。 包括沈家和乐家,都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史莱克再次出现的。 因为史莱克学院的存在,是对于所有家族的压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1144章 沉重的局势 唐武林眼神一宁,您的意思是说,当初针对史莱克的行动,五大家族都有份。 莫兰摇摇头,那也并不是。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但从利益上分析,一个强大的史莱克学院,镇压着所有宗门、宗族。 才让大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保持和平。 你以为鹰派想要对兴罗帝国动手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吗? 早在联邦成立的时候,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发动战争了。 一直都是因为有史莱克学院的居中调停,镇压,这才没有让战争发生。 现在,战争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 我们就算是竭尽全力都没办法阻止。 就是因为失去了史莱克这个中流砥柱。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会有谁愿意看到一个全新的史莱克重新出现吗? 那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重建史莱克,那么,你将要面对的就是五大家族,传灵塔,还有隐藏在暗处的圣灵教。 这些对手,任何一个都能让你粉身碎骨。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小弟,我知道你的心思,作为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这是你的责任,你也择无旁贷。 但至少在你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绝对不要轻举妄动好吗?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亲人,我不想以后连你也看不到啊。 说到这里,墨兰的眼圈不禁再次红了起来,真情流露。 唐武林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恢复史莱克学院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但也没想到,会艰难到这种程度。 是的,正如墨兰所说的那样,一旦他想要重建史莱克,将要面对的甚至是整个斗罗联邦中所有的大势力。 这些大势力全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史莱克重新出现,这就是他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所在。 可是,艰难就不去做吗? 身为史莱克奇怪,无论怎样,他都要将这条路走出来。 但墨兰的话至少提醒了他,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哪怕是联邦对斗灵帝国,兴罗帝国发起战争,也不适合自己立刻就让史莱克重建的消息暴露出来,还是要在暗处多做准备才行。 姐,你放心,在没有把握之前,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我也会加快成长。 唐武林握住墨兰的手,看着他垂泪的样子,心中不禁一阵脚痛。 曾几何时,墨兰姐还有一个幸福的家,现在却已经变成了这种样子。 自己的思路必须要重新整理,但暗中积蓄力量也是必须的。 只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才能在重建史莱克的那一刻,站稳脚跟。 唐武林又向墨兰请教了一些当前大陆的政局,尤其是目前军方针对于要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 墨兰对军方的情况还是十分了解的,目前菊芳在北海军团驻地,东海军团驻地,正在集结兵力。 毫无疑问,在魂岛武器方面,斗罗联邦是最先进的。 随着魂岛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战斗已经不是谁人多谁就能够占据上风了。 同时,联邦现在也在加紧赶制巨型战舰。 虽然魂岛战机已经可以进行远程战斗,但补给线太长。 而巨型战舰已经达到了能够承载战机,并且进行补给的程度。 这将是未来直接对斗灵帝国,星罗帝国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武器。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按照墨兰的推测,大约一年左右,一切准备停荡之后,战争就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墨兰姐,就算联邦想要发动战争,难道就不打算先肃清内部吗? 圣灵教的问题不解决,一旦战争开始,圣灵教在联邦内部作乱怎么办? 墨兰苦笑道,你这个问题也是目前我们针对鹰派最重要的攻击手段。 但是,圣灵教太过狡猾和隐秘。 在没有确切信息的情况下,根本无从下手。 鹰派的意见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一个圣灵教就影响了整个联邦的战略。 鹰派现在转而支持对于宇宙探索的研究,对于宇航飞机的研究他们也表示大力支持。 但在支持之后,却提出,想要大力发展宇宙探索,寻找到同样也适合我们人类生存的星球,那么,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 而现在,全大陆的资源都在匮乏。 满足联邦基本运行之后,根本没有过多的资源用来研究了。 而星罗大陆,斗灵大陆尚资源丰富。 为了全人类的发展,战争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两个帝国不可能将自身资源交给我们。 只有统一整个斗罗星,才能更好的发展浑倒科技,从而向征服宇宙去迈进。 唐武林一阵无语,但他心中也不得不承认,鹰派这样的说法是能站得住脚的。 只是,一旦战争开始,那么,首先受难的就是普通民众啊。 斗灵帝国,星罗帝国,也都是从当初斗罗大陆这边走出去的人类,也同样是同胞。 残害他们,于心何忍? 莫兰苦笑道,鹰派的回旋得到了一些中立派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毕竟,这样的战争并不是发生在我们大陆上。 远在异国他乡,又不会给我们的民众造成太大的损失,这是他们愿意接受的重要原因。 唐武林眉头紧簇,战争都是相互的,这简直是鼠目寸光。 圣灵教能够毁灭史莱克城,就有可能毁灭我们任何一座城市。 如此大敌不先解决,反而只想着侵略。 真是。 莫兰叹息一声,利益动人心啊。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基本上已经不可逆转这场战争的发生。 鹰派表示,战神殿将和传灵塔合作,镇守联邦,随时准备应对圣灵教。 而且他们表示非常有信心,如果再次出现圣灵教的大屠杀,他们愿意承担责任。 这也堵住了我们的嘴。 唐武林道,那鸽派方面,有什么后续手段来针对鹰派吗? 莫兰摇摇头,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突破口,只能是尽可能的维护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沈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让步的原因。 武林,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就算你未来能够成长为当事顶级强者,你也终究只有一个人。 千万不要冲动。 唐武林默默的点了点头,我明白,您放心,我不会冲动行事的。 我有分寸。 而且,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切。 姐,那我先回去了。 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莫兰一直将他送出大楼,看着唐武林上了一辆出租车,目送着他远去,心中暗叹一声,这个弟弟,小小年纪,身上背负的东西却已经是太多了。 只是,就算是自己,现在也帮不上他太多。 回到住处,唐武林直接开始冥想,他要把自己的思路重新进行梳理。 原本的一些计划都要进行一定的改善了。 史莱克学院当然要重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自己原本的想法却不太可能实现。 这不是登高一呼,召唤了史莱克学院支持者们就能重建学院的情况。 第1145章 沈星的执着 如莫兰所说,史莱克学院如果重建,那么,将要面对的就几乎是全大陆所有大势力。 那么,在没有充足准备和把握的情况下,学院就不能在明面上出现。 明面上不行,那么,地下呢? 虽然从墨栏口中得到的消息都不怎么乐观,但对唐武林的谋划还是有不小帮助的,至少让他会变得更加小心的去面对一切,更不容易冲动。 一抹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让他整个人的表情都随之变得丰富起来。 圣灵教都能够把自己隐藏得那么好,自己背后还有唐门的支持,为什么就不能将史莱克也隐藏起来呢? 无论如何,都要先回到史莱克城那边去看看。 这次前来明都,想要知道的消息基本都已经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去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 第二天一早,唐武林就带着龙与雪等人,分开乘坐浑倒列车,直奔史莱克城就职而去。 二十七人,分在五节车厢之中。 唐武林和龙与雪走在一起,装扮成一对情侣。 除了唐武林自己完成化妆,用的假身份证明龙月之外,其他人都是本来面目是人。 他们的身份都不敏感。 坐在浑倒列车上,看着窗外不断飞速流逝的景色,唐武林心中不急升起一片感触。 他现在反而有些期待着,如果能再出现圣灵教劫持列车的事情,自己也能先为史莱克学院死难的师长,同学们复仇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教已经很久没有在大陆上明面出现,发起恐怖袭击了。 只是在血神军团那边出现过一次。 他们并没有遭受到什么毁灭性的打击,突然消失的这么彻底,着实令人疑惑。 唐武林甚至感觉,圣灵教这是故意在淡化自己的存在感,以推动战争发生似的。 战争一旦发生,联邦内部的兵力部署必然空虚,那时候,一旦圣灵教再次发动恐怖袭击,造成的灾难只会更严重。 想要重建史莱克,不只是要平衡外部的各方势力,让他们相互制约,无法干扰学院恢复,同时,更要将圣灵教这个手恶毁灭才行。 万事开头难,无疑,现在对于唐武林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但他的思路已经渐渐理顺。 尤其是和墨兰交流之后,他更加明白,目前的情况自己绝不能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只会起到反作用。 史莱克学院就剩下他们这些火种了,容不得再有半点损失。 宁可谨慎小心,宁可十年磨一剑,也绝不盲目冒险。 毕竟,自己和伙伴们现在还远远算不上强大。 就在唐武林乔庄改办,带着血龙小队离开明兜的同时,沈兴正一脸郁闷的坐在自己的房间中。 消失了。 那个坏家伙竟然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怎么可能? 那天和墨兰分开之后,他就暗中部署了人手,等着唐武林的出现,可事与愿违的是,唐武林离开墨兰所在办公楼的时候,他的人还跟上了,但唐武林半路下车,经过一家商场之后,人就红飞明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那天酒醉时遇到唐武林时,他就明白,这家伙是很会化妆的,所以,这寻找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 不行,好不容易有了他的消息,绝不能就让他这样从自己的眼前溜走。 思前想后之下,沈兴决定去找墨兰问个清楚。 墨兰姐 推门而入,沈兴一脸笑容的来到墨兰的办公桌前。 怎么又是你这丫头? 找我有什么事? 哦,对了,那天的事,我还忘了跟你姐姐说呢,正好你来了提醒了我,我现在给他播个通讯。 一边说着,他就要播通混岛通讯。 身形赶忙绕过办公桌,抓住他的手,别压解,既然都已经忘了,那就让他随风去吧。 嘻嘻 好姐姐了,人家来找你,是有事向求的。 墨兰偏了他一眼,道,什么事? 说吧。 沈兴一脸哀怨的道,还不是那个冤家,闹了点别扭就不见踪影了,要不然那天我怎会如此冲动的调动军方的力量去抓他呢? 姐,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吗? 我找他找的都要急死了。 墨兰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他真的是你的男朋友吗? 兴儿,你是个好姑娘,我们两家也算是试交了,你跟姐姐说实话,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就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他是谁吗? 沈兴愣了一下,狠狠的道,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呀。 我当然知道了。 姐,你,他心中微动,隐约猜到,墨兰和唐武林的关系恐怕很不一般。 墨兰轻叹一声,兴儿,有些人是你不应该去接触的。 我看得出,你是喜欢他的,但是,你可知道,喜欢上他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而且必然是负面影响。 就算是你家里,也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 你不会不知道史莱克学院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为了他好,那么,你最好不要将见到他的事情说出去,他的身份非常敏感,甚至现在很多人都在找他。 沈兴眉头微醋,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墨兰叹息一声,我不能说得太清楚,只能告诉你,他不适合你。 喜欢他,对你来说就像是飞蛾扑火,很有可能粉身碎骨或者是化为灰烬。 这不是你应该走的路。 不,我不信。 而且,而且我也没有真的喜欢他,我只是,说到这里,沈兴猛的一跺脚,瞠怒道,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墨兰目光灼灼的看着他,你说呢? 沈兴气接得道,他在哪里? 我要见他,当面质问他。 他? 看着他的样子,墨兰的眸光变得柔和,站起身,摸了摸沈兴的头,傻丫头,姐姐是过来人,怎会看不出你的心思? 你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但是,忘了他吧? 对你来说,他就像是毒药瓦。 史莱克学院被毁之后,你可知道,身为学院的一员,他肩负着怎样重大的责任? 但是这份责任就已经让他喘不过气来了,又怎可能与你儿女情长? 更何况你身份敏感,一旦和他有了什么,你如何面对你爷爷,你父亲,姐姐? 沈家如果有一个嫡女与史莱克学院的人联姻,你可知道,你们家族将很有可能承受毁灭性的打击。 这背后的东西,是何等的沉重? 绝非你一个小女孩儿所能面对的。 所以,放弃吧。 你跟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忘了他,过你自己的日子。 不。 沈兴突然大叫一声,被齿咬着下唇,不知什么时候,双眸已经有泪光闪烁。 我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那个坏蛋,我要杀了他,要报复他,我,我,一边说着,他一步步后退,然后猛的转身跑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莫兰无奈的摇了摇头,自己这个弟弟啊。 哪怕没有做什么,也依旧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啊。 是啊。 如果自己年轻十岁的话,又何尝不会被他吸引呢? 无论品貌还是能力,无不对异性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但他说自己已经有了心爱的人,不知道是谁。 算了,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告诉沈月一声。 他和沈月从小就是闺蜜,两家更是通家之好,后来年纪大了,分别走了不同的路。 无疑,年轻时的沈月更加优秀,可却始终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沈星当作妹妹看待的原因了。 沈月,是我。 有点是我要跟你说一下,关于星儿的。 明都未数区,司令部。 挂断电话,沈月的脸色有些难看。 实际上,他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现。 妹妹的情况有些不正常。 当初还在北海军团的时候就是如此,回来之后,似乎愈演愈烈了。 他怎能不知道沈星酗酒的事情呢? 为此,他甚至还曾经骂过沈星多次,可是,沈星却哭着对他说,自己晚上睡不了觉,严重失眠,不依靠究竟,就无法入眠,人都要崩溃了。 第1146章我回来了。 无奈之下,他也就只能由着妹妹了。 毕竟,沈星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经过了北海军团的历练之后,现在也越发出色了。 更是达到了五环魂王层次。 以他的修为,就算是喝多了酒,也很难受到什么威胁。 墨兰的电话他自然是深信不疑的。 难道说,妹妹的严重失眠,就是因为那个小子。 在沈月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相貌英俊,有着一双明亮眼眸的青年,哪怕是面对北海军团的千军万马,他都显得从容不迫。 沈星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沈月却在事后调查过,尽管墨兰刚刚没有说,但在沈月脑海中却还是浮现出一个名字。 唐武林,那个家伙应该是叫唐武林吧。 史莱克学院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 他竟然没有死。 没有在那场大爆炸中死去。 而根据消息,当时他应该是在史莱克学院之中的呀。 连墨兰都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已经向好闺蜜暴露了唐武林还活着的事实。 正是因为知道唐武林的身份,沈月的脸色才更加难看,自己这个妹妹呀。 可真是喜欢上了一个不得了的家伙。 那唐武林来明都做什么? 他之后又要做什么? 以他在史莱克学院的重要性,他未来的目的可想而知。 不行,绝不能让小妹参与进去。 尤其不能被他所获。 来人! 把沈兴忠孝给我请来,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见到他的人。 绝不能让这丫头乱来,这件事,事关重大。 趁着还没发生什么,必须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浑倒高速列车不愧是正规途径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一路平安,唐武林带着伙伴们一直乘车来到了天窦城。 是的,只能做到天窦城了。 原本的史莱克城交通枢纽已经跟随史莱克城一起,被炸毁。 也没有任何人有重建的意思。 天窦城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元气,依然如故,古香古色,展现着斗罗大陆上古时期的众多特征。 血神军团的战士们对这里好奇心明显很足。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来过内陆。 更没看到过这种古香古色的城市,包括龙雨雪在内,好奇的目光不时打量着四周。 唐武林让大家分散开来,保持一定距离行进,以免引人注意。 他对天窦城还是非常熟悉的,更何况,现在的锻造师协会总部就在这里。 先找地方住下。 雨雪,交给你了,大哥,你对天窦城熟悉。 唐武林向阿儒恒问道。 阿儒恒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还行吧,有些印象。 唐武林道,那你帮帮雨雪,他没来过这边,我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稍后我们混到通讯器联系。 说完,他转身就走。 江五月忍不住抱怨道,这家伙,越来越不负责任了,整天的见不到人。 闭嘴。 龙雨雪瞪了他一眼。 江五月耸了耸肩膀,叹息一声,真是不公平待遇呀。 龙雨雪没再理他,和阿儒恒商量了一下后,带着众人向天窦城内部而去。 唐武林上了一辆出租车,轻车熟路的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拨通魂岛通讯器上的号码,很快,另一边接通。 武林。 振华的声音响起。 师伯,是我,我回来了,您在总部吗? 唐武林言简意该的表达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振华沉默了一下,你上来吧。 我在。 走后门。 五分钟后,唐武林已经出现在了振华的办公室之中,一进办公室,他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不只是振华,还有自己的牧尘老师。 老师,师伯。 唐武林上前两步,就要下拜。 却被牧尘起身拦住了。 好小子,那参加星斗展望全联邦挑战赛的金龙王是你吧? 牧尘笑道。 唐武林点点头。 牧尘道,不错,没给我丢人。 你这一身修为,老师已经快不是你的对手了。 不过,你这锻造有没有落下? 振华呵呵一笑,这个问题我替他回答你,没有落下。 而且同样也快超过你了。 哦! 你怎么知道? 牧尘好奇的道。 振华笑道,昨天要零那老家伙还给我打来通讯,埋怨我有这么个出色的关门弟子都不告诉他。 我这个关门弟子的名字叫古月,展现出了已经要进入八级圣将门槛的锻造水平。 你说说,他这不是要清出于蓝了吗? 八级? 你摸到八级的门槛了? 牧尘大吃一惊。 他自己就是八级圣将,当然知道要晋升成为八级圣将有多么困难。 听说唐武林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层次,怎么能不吃惊? 唐武林道,才刚刚有一点感觉吧。 我的精神力最近又有所突破,所以对金属的感悟清晰了一些。 他心中其实是有些惭愧的,事实上,在血神军团这些日子里,他在锻造方面下的功夫着实是不算多。 锻造水平之所以能够进步,除了精神力提升到灵御境的原因之外,也是因为他受到整个斗罗大陆未面的眷顾,对一些天地治理的理解已经有了初步感受,反馈在锻造上,这才有着一日千里的进步速度。 而他想要真正达到八级层次,还需要扎扎实实的通过锻造去打磨。 无论怎样,这都是大好事。 没看错你。 二十多岁的八级圣将,哈哈哈哈,会长大人,你服不服。 哪怕以牧尘的沉稳,此时也不禁露出得意之色。 振华美好气的道,武林能够达到这个层次,难道就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你没看他跟耀灵说的,是我徒弟吗? 提都没提你。 唐武林大炯,他当时说是振华的弟子,主要是为了让耀灵更容易接受。 你少挑拨离剑,没用的。 我的弟子就是我的,你眼馋去吧。 牧尘却不上当。 振华哼了一声,看向唐武林,道,武林,你怎么回来了? 不要因为刚刚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满。 你应该知道,你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绝非你现在这点修为就能够应对的。 唐武林点点头,我明白的师伯。 但我确实需要开始准备了。 我没想过现在就重建史莱克学院,但也要先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更了解大陆上的一切,包括各大势力的情况,以及我们史莱克究竟还有多少力量可以调动,再加上唐门的情况也要熟悉,这都需要时间。 所以,我先回来了。 之后我打算去一趟史莱克成员址,先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不禁暗淡下来。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当初晴天斗罗最后时刻为了保护他们爆发时的景象。 振华点点头,今时不同往日,你必须要小心再小心才行。 哪怕是咱们协会,都不是完全安全的。 去过史莱克成之后呢? 我想听听你的打算。 唐武林道,接下来就以提升自我和联络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主。 您放心,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如果有什么大的动作,一定会先通知您。 第1147章 金水向寒 振华道,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无论是我们,或者是唐门还有其他想要支持你的力量,如果是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恐怕谁都不会出手。 你明白吗? 不只是因为明哲保身,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代表着自己。 我明白。 唐武林点点头。 振华道,如果是万年前,个人实力的强大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会建议你先努力提升到至少封号斗罗以上层次,甚至是修炼到极限斗罗在考虑复兴时来客。 可随着魂倒科技的进步,哪怕是极限斗罗现在也并不是无敌的存在了,否则,根本就没有人可能毁灭的了史莱克学院。 所以,军方的态度很重要,你要尽可能的争取到更多军方的支持。 同时,要小心传灵塔。 千古东风那个家伙野心很大,这次史莱克学院被毁之后,千古家族的祸益可以说是最大的。 传灵塔更是发布了人造黑级魂灵,大幅度降低人造紫级魂灵的价格,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现在绝不是冒险和他们碰撞的好时机。 牧尘伸了个懒腰,武林,锻造方面,如果有需要,无论是我还是你师伯,都会对你有所支持的。 你应该已经到了可以承受三字斗凯的境界了吧。 早些完成自己的三字斗凯。 未来只要你达到封号斗罗层次,不要勉强自己,先让你师伯给你打造一套天断金属凑合用着,等你自己的本事够了,再自己重新打造。 振华文言不禁气节,什么叫凑合用着? 我的天断就那么不值钱。 牧尘一脸不屑的道,也就那样吧。 要不是当初你狗使运,哪能达到天断层次。 看着老师和师伯斗嘴,唐武林心中不禁一片温暖,这种温馨的感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到了呀。 好了,先不说这些。 武林,你既然摸到了八级的门槛,离开之前,锻造一次给我们看看。 振华向唐武林说道。 无疑,他是要指点唐武林一下。 摸到八级门槛和真正进入八级,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八级的基础打得好,未来冲击神将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别看唐武林二十几岁就已经成就圣将,但无论是牧尘还是振华,却都没有说他就一定能够成为神将。 神将那个层次,对于圣将来说就是一道巨大的天倩,如果不是运气绝佳,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跨出这一步的。 牧尘就困在这个门槛已经二十年了,却始终没能迈出。 唐武林的机会比他大得多,但谁也不敢说,他就一定能够达到那个层次。 是。 振华专属的锻造工作室,无疑是全联邦最高端的,对外完全隔绝,只有在工作室内,才能听到锻造的声音。 防护方面也是最高层级。 这里可以说是唐武林最喜欢的地方,单是两边墙壁上摆放着的整墙稀有金属,就让他眼馋不已。 有些稀有金属除了在振华这儿之外,他甚至只是在一些图片上才见过。 都是有价无事的稀释珍宝。 也只有振华这神将层次,才有办法弄得到。 看着唐武林灼热的目光,振华微微一笑,如果你能突破神将层次,我这里的东西,就都归你所有,整个工作室。 如何? 真的。 唐武林双眸大量,作为一个资深的守财奴,能获得这么多好东西,这简直是天上吊馅饼一般。 而且,这些稀有金属可是有钱都买不到嘛。 更别说振华的这个锻造台,本身就是混缎金属构造,表面一层,更是有一层天锻金属。 哪怕是极限斗罗全力攻击,都未必能够将它击毁。 用这个锻造台锻造,对于中低级锻造师来说,和普通锻造台并没有什么区别,可对于圣将以上层次的锻造师来说,成功率至少能够提升一成以上。 振华几乎所有天锻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可想而知,这个锻造工作室的价值有多大了? 那根本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别上当。 他要是把这里给了你,他的责任也就都归你了。 这是属于锻造师协会的,可不是他自己的。 牧尘在旁边适时提醒了一句。 振华有些羞脑的瞪了他一眼,多什么嘴你,你又不要? 还不让别人要吗? 牧尘微微一笑,我已经得到了最想要的。 当初选择了,就别后悔了。 振华苦笑道,我已经后悔了几十年了。 可后悔又有什么用? 我们也回不到当初。 而且,就算让我再选择一次,恐怕我也依旧会如此选择吧。 性格如此,屠乎奈何。 唐武林挠挠头,道,师伯,我要接收了您这里,就要做锻造师协会会长吗? 振华微微一笑,怎么? 你不觉得师伯也该是给自己找一个继承人的时候了吗? 我知道你事情多,放心,不会把你绑死在咱们协会的,但挂名还是必须的。 毕竟,如果你能够接收我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神将了。 协会总需要有一名神将来坐镇。 好,我答应您。 唐武林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下来。 牧尘和振华都有些惊讶。 他们很了解唐武林,虽然他年纪小,但遇到事情绝不是冲动的人。 虽说振华这里好东西很多,但身为圣将,唐武林真的有心去收集这些稀有金属的话,也不是做不到。 唐武林看到老师和师伯惊讶的表情,展颜一笑,我能有今天,都是老师和师伯教导友方,是锻造师协会的培养。 如果未来协会有需要,我怎能袖手呢? 作为弟子,本来就应该给师长分忧。 振华哈哈一笑,好小子。 有你的。 很好,很好。 牧尘却是轻叹一声,武林,你真是长大了。 尽管他知道唐武林说的是心里话,但同样的,他也明白,如此一来,锻造师协会从某种程度上就会和唐武林绑在一起。 未来,当他真的开始重建史莱克的时候,协会又怎能不出一把力呢? 唐武林如此痛快的答应,可谓一举两得。 他真的已经长大了,不再单纯。 唐武林来到锻造台前,师伯,我用什么金属来锻造? 同样是混沌,不同的金属,锻造难度自然也是天差的远。 振华一挥手,一块金属从旁边的架子上飞起,落在锻造台上。 就用它,锻造的好,就送给你了。 如果不能让我满意的话,金属钱你出。 唐武林低头看去,当他看到这块金属的时候,顿时吃了一惊。 再抬起头,吃惊的看向振华,师伯,这,这太珍贵了。 出现在他面前锻造台上的这块金属,单从价值来说,绝对可以在这整个锻造式数百种金属中排名前三,论稀有程度,说是第一也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这种稀有金属对于唐武林来说,确实非常有用。 他给自己制作三次豆楷的金属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差最后和自己现在的二次豆楷融合,塑形,再刻画核心法阵。 而面前这块稀有金属,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媒介使用。 它能够让任何金属彼此之间的亲密度达到最高值,也就是说,同样是有灵合金,有了这种稀有金属的加入,那么,无论有几种金属一起锻造的合金, 其融合度都将达到百分之百。 当然,这是要在熔断成功的前提下。 就算如此,也极大程度的降低了熔断的难度啊。 面前的金属看上去是淡蓝色的,里面却有着一条条如同丝线一般的金色存在。 金丝蓝水,金水相寒。 这就是它的名字,同时具备金元素和水元素,并且将二者完美融合在一起。 它亲和一切其他金属,能够与任何金属相融合,成为其一部分。 但因为它自身太过稀有,本身的价值要超过几乎绝大部分金属。 所以,没有任何人会让它变成其他金属。 第1148章归我了。 经过无数代锻造师的研究,最终才发现,它最大的作用,是在进行熔断的时候作为媒介来使用。 这种金水相寒稀有金属,唐武林也只有在振华这里才见过。 平时,振华自己也根本不舍得用啊。 对于神将来说都是稀释其真的东西,可想而知它的价值有多么高昂了。 就是这么一小块稀有金属,其价值甚至可以和一台神级机甲媲美了。 振华竟然要将它给自己,无疑是要让自己在进行三字窦楷熔断的时候,加入更多种的金属,将三字窦楷提升到更强大的程度。 这是何等的爱护? 师伯,这太珍贵了。 唐武林忍不住说道。 振华美好气得道,怎么,你难道认为它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别想得太美好。 金水相寒做什么层次金属的灵媒,首先就要先把自身锻造到什么层次? 它乃是最千变万化的金属,想要把它完成混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若非它根本不可能被添断成功,你以为我舍得给你呀? 金水相寒不能添断。 这个说法唐武林也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种秘心,恐怕也就只有已经身为神将的师伯才能知道吧? 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用金水相寒来尝试添断。 金水相寒何等珍贵,常人哪怕是得到一丁点也会将其供起来,而想用其添断的人。 吴不是大陆上最顶尖的存在,自然也不会将这个消息放出来而降低金水相寒的价值。 开始吧。 如果你能够将它混沌成功,它就是你的,否则的话,我可就要收回了。 振华正色道。 是。 唐武林没有再多做推辞,它确实极为需要金水相寒,如果有了它的存在,自己原本在三次豆铠时原计划只融合四种金属就可以再增加至少两种,那两种金属的熔断是自己早就想要的了,而六种金属熔断,哪怕是在四次豆铠中都极其罕见,能够极大程度的增强豆铠。 有金水相寒,成功率会极大提高,还能让金属的契合度大幅度上升,打下坚实基础。 只要完成这样的三次豆铠,唐武林有信心自己能够和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一较高下了,哪怕对方也同样是豆铠师的情况下。 将金水相寒扶正,放在锻造台正中央,唐武林没有急着开始锻造,也没有先将它断烧,而是缓缓闭上双眸,用自己的精神力去感知。 到了灵欲镜的精神力,已经犹如实质一般,精神力环绕,覆盖在金水相寒之上,默默地感受着它的金属特性以及自身的活力。 振华和牧尘就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牧尘还好一些,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振华的脸色却是微微一动,一抹震惊之色瞬间从脸上掠过。 身为神将,他虽然在个人战斗力上,修为不能和强大的封号斗罗媲美,可是,在精神力层面,他却绝不逊色于任何封号斗罗。 没有灵欲镜的精神力基础,是不可能完成天断的,他的精神力极具天赋,当初才最终走上了神将的层次。 因此,当唐武林将自身精神力释放出来的那一瞬,振华就感觉到了,那犹如实质的精神力,再加上与外界的完美融合,可不正是灵欲镜的特征吗? 在一定范围内,灵欲镜的精神力能够产生如同灵欲一般的效果,探查到最细微的存在。 好小子,难怪他会突破得如此之快,精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层次,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心中赞叹的同时,振华也不禁暗暗点头,对于唐武林未来能够晋升到神将层次,他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淡淡的微笑在面旁上一闪而过,振华向身边的牧尘比了个手势,刚开始的时候牧尘还不明白,但当振华嘴唇嗡动向他传音了两句之后,他也不禁瞪大了眼睛。 身为八级圣将,他直到现在精神力距离灵欲镜还有很大距离,这也是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晋升到神将层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却没想到,唐武林却已经做到了。 对于振华和牧尘的交流,唐武林没有任何感受,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面前这块金水相含金属之上。 通过精神力去感知,与用肉眼去看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精神力的世界之中,这块金水相含竟然充满了活力。 它本身就是具有生命气息的吗? 也就是说,这块金属原本就有着类似于灵断之后的状态,这怎能不让人吃惊? 仔细去辨别,能够发现,金水相含内部的结构非常稳定,但又非常活跃。 金元素与水元素的完美融合,没有半点的瑕疵,是的,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但金元素却在水元素的包容下不断流淌,变化。 无时无刻都在改变着自己波动的结构。 哪怕是唐武林见过的最不稳定的金属都无法和眼前的这块金水相含相比,金水相含的火星,简直可以用水流来形容。 它就像是自己具有一个独特的小空间,金水元素在里面盘旋往复,流淌变幻。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唐武林嘴角微微上桥,并没有因为锻造它必然会产生的高难度而为难,反而是跃跃欲试。 别人无法把握它的奥妙,以自己精神力的强大,却能够感受到它每时每刻的变化。 毫无疑问,金水相含的变换是不规律的,换了普通锻造师进行锻造的话,根本不可能把握住它的特性,别说是混断了,就算是百断,千段都会无比艰难。 而对于自己就不一样了,既然它是如同生命体一般的元素融合金属,那么,通过自己的精神力,就可以尝试着去控制这些金水元素。 不需要将它们固定下来,只需要帮它们产生自己的运行规律,就足以配合自己的锻造了。 想到这里,唐武林的精神力已经是奔涌而出,围绕着金水相含盘旋往复,将它包覆在内,不断地律动和侵入着,尝试着对它造成一些影响。 而从牧尘和振华的角度就能看到,绚丽的金水相含表面,开始浮现出一层金蓝两色光雾,光雾弥漫,犹如水气,它本身的光运也开始波动起来,不算太剧烈,但却肉眼能见。 好小子。 牧尘心中暗叫一声,他当然也有办法锻造金水相含,但却绝对无法像唐武林这样,直接用精神力去影响这块金属,这已经超越了他能做到的范畴,可唐武林却就那么做到了。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突然间,他睁开了双眸。 两道如同实质的紫色电光骤然从他那双眼眸中喷射而出,正是紫急魔童。 紫急魔童本身就是精神攻击手段,是一种炼眼之法,但同时也是对精神力锻炼的方法。 唐武林本身并没能将紫急魔童修炼到最高境界,但伴随着精神力提升到灵欲境之后,他的紫急魔童也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层境界。 紫急魔童一共四大境界,入微、须弥、戒子、浩瀚。 第1149章 龙威之控 进入第三境界界子之后,唐武林的精神力已经能够控制得如臂食指,同时通过眼力能够看到极其细微的存在。 此时,紫急魔童精神力喷勃而出,几乎是瞬间就笼罩了整块金属,金属表面散发着淡淡的光泽,受到紫急魔童的刺激,金水相寒顿时产生出一声温明。 刹那间,金蓝两色光芒大放,照耀的整个锻造势都被渲染成了铜色。 唐武林双手同时抬起,两柄魂断陈银锤分别落入掌中,这对锻造锤从材质上来说,绝对算不上好。 陈银而已,最普通的稀有金属之一。 但是,这对陈银锤却从他锻造刚刚有成的时候就一直跟随着他,并且进行过血炼之法,可以说与他心灵血脉相通,一步步的将其锻造到了目前的境界,乃是和唐武林最为契合的锻造锤。 双锤表面,散发着柔和的光韵,那陈银似乎活过来了似的。 唐武林根本就没有对金水香寒进行断烧,一双陈银锤就已经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悍然落下。 当,当两声。 陈银锤砸在金水香寒之上,顿时将那金水香寒的金蓝光晕更加激发开来,一时间,金蓝两色光芒乱闪,给人一种迷离的感觉。 唐武林手中的陈银锤也就在碰撞的一瞬间亮了起来,璀璨的荧光耀眼夺目,更有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 从金属本质上来说,陈银和金水香寒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相差甚远。 可唐武林手中的陈银锤,却是早已经完成了混沌的存在,瞬间就完成了对金水香寒的镇压。 一双陈银锤落下有先后,非常巧妙,在那金蓝色光芒飞荡的下一瞬,荧光照耀之下,配合着唐武林的精神力引导,金水香寒散发出的金蓝色光芒略微迟缓了一下。 转 唐武林大喝一声 在他大喝的瞬间,就连郑华和牧尘都感觉到心神一震,仿佛自己体内的血液都剧烈的旋转起来,他们都是有混河的存在,混河周围的魂力猛然剧烈运动,高速旋转,令他们身体表面都泛出魂力光芒。 这是什么能力? 郑华和牧尘都有种目瞪口呆的感觉,他们绝对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但也从未见过这种通过声音就能够影响到他人魂力的情况。 尽管他们没有任何防备,可是,郑华乃是封号斗罗修为,牧尘距离封号斗罗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唐武林在魂力方面显然是不如他们的,但却能够通过简单的一个字来影响到他们,这是何等恐怖的能力啊? 短短几个月不见,毫无疑问,唐武林成长的速度还更超出了他们的判断。 更为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原本迟缓下来的金水香含光芒,伴随着唐武林这一声瞅目大喝,那金蓝色光芒竟然就那么开始了旋转,盘旋得如同漩涡一般。 刚开始的时候,两种颜色光彩还有些不均匀,但很快,他们的运行轨迹就开始缓缓重合,两色光芒彼此叠加,均匀变换。 唐武林这就不是锻造技巧了,而是用的专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能力,龙威。 龙威震慑,本身就包含着强大的精神力。 在唐武林自身达到五魂真身修为,精神力进入灵欲境的同时,属于金龙王的天赋能力也随之觉醒,龙威、龙刚,这两大能力,极大程度的增强着唐武林自身修为。 同时,这两大天赋,也能够融入到他自身任何一种战斗方式之中。 唐武林陈银锤抬起,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锤再次落下,但落下的速度看上去却非常缓慢。 当这一对陈银锤再次砸中金水相寒的时候,一连串密集的敲击声也随之响起,那是层层叠叠的金属碰撞声,哪怕是有叠锤,也不可能一下出现如此众多的碰撞。 震华看得清楚,在那一瞬间,唐武林手腕抖动,完成了三连阵,再加上叠锤效果,就是九次敲击,双锤就是十八次。 三连阵算不上什么特别强悍的手法,一些灵断层次的锻造师也能做到。 但是,面对金水相寒进行三连阵可就很不一般了,这首先就要求锻造师本身对于自身极有信心。 完全摸清了金属特性才行。 就算是牧尘这种层次的锻造水平,都不会轻易对金水相寒用这种手法来锻造,更别说还是在叠锤的情形下了。 牧尘张口欲言,但也就在这时,一道璀璨的光芒骤然迸射而出。 金蓝两色光芒仿佛在瞬间融为一体,化为一道蓝金色光柱冲天而起。 锻造势足够大,也足够高,而这道光芒竟然足足冲起一仗开外,蓝金色光芒无比璀璨,更充满了活力,仿佛要将整个世界称满似的。 千段异品 千段有灵 木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牧尘碰了碰身边的振华,似乎是在问,你行吗?你行吗? 千段异品完成时,光芒升起越高,证明千段品质也越高,有一尺光芒,就可以称得上是千段异品了,而且还是品质相当的。 一般金属,能够有五尺光芒升起,那就是极限了。 毫无疑问,金水香含本身品质绝对够高,可是,他的锻造难度,牧尘和振华都十分清楚。 想要将这充满活性,甚至可以用调皮来形容的金属完成千段异品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别说是生灵一丈了。 振华的表情变得有几分古怪,瞪了牧尘一眼,然后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也可以。 身为神将,他确实是能够做到让金水香含生灵一丈这种壮举,但是,他却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他想要完成一丈生灵的话,需要的前期准备和后面锻造时间,至少是唐武林的两倍。 也就是说,在千段金水香含这方面,哪怕是身为神将的他,也比不上唐武林。 牧尘却不知道振华心中的弯弯绕,脸上流露出杏杏之色,他确实是没这能力的。 自然是有些不爽。 振华目不转睛的看着唐武林,他拿出金水香含固然是为了成全唐武林,但也不无考笑的意思,他也想看看,唐武林现在的锻造水平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对于他未来让唐武林走上怎样的锻造道路,如何去触摸神将层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却没想到,才一上来,唐武林就带给他这么一份大大的惊喜。 无疑,他能够瞬间完成千段,其奥妙就在刚刚那一声大喝之下,通过那声大喝,在精神力的引导下,令金水香含瞬间达到了微妙平衡,内部活性变得有规律,唐武林抓住了这份规律之后,才完成了千段。 无论是在创造规律方面,还是引导金水香含并且抓住时机完成千段,他都做得可以用近乎完美来形容。 一道淡淡的光芒浮现在唐武林的面颊上,身形一闪,他猛然跃起,你一双陈银锤直接砸在了那升腾而起的仗鱼光芒之上。 蓝金色光芒在混沌陈银锤下溃散,化为一圈圈光运向外激荡,一声低沉的龙吟也随之从唐武林口中响起。 龙吟声轻微低沉,却又源源不绝,那溃散的蓝金色光芒像是受到了牵引一般,围绕在金水香含周围盘旋往复,将它自身也渲染成了蓝金色。 固化稳定金属形态。 振华眉毛微挑,还有什么是这小子做不到的吗? 唐武林的陈银锤这时才如同鱼打芭蕉一般落下,口中则是不断响彻着那龙吟之声。 龙吟声源源不绝,并且始终保持在一个阴调范围内,在龙吟声中,那金水香含千段完成时释放出的蓝金色光芒经久不散,就那么围绕着它盘旋。 不让有灵之光回转,就那么持续锻造,这种锻造方式还是振华教给唐武林的。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金属灵性,但锻造起来的难度也是毋庸置疑的。 当初振华就说过,没有足够的精神力不要轻易尝试,就算精神力足够,也要小心。 因为每一次这样的锻造,对精神力消耗都是巨大的,一个不好,就会影响到灵魂之海。 第1150章再次写计 当然,现在的唐武林显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灵玉镜精神力足以支持他进行任何锻造。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旁上,唐武林眼中闪过一道强光,陈银锤落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口中龙吟声也随之变得高亢起来。 他这次用的不是龙威,而是黄金龙吼与龙威的结合。 二者相结合,注入到锻造之中,凭借着龙威和黄金龙吼对金属元素的震慑,让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运行,并且将龙威注入其中,以完成契合。 这块金水香含他谁都不会给,这是自己能够将三字豆铠锤锻造到极致的大好机会呀。 怎能不再锻造他的时候将自己的锻造能力发挥到极致呢? 唐武林现在想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也要把这块金水香含完成混沌,而且还是要尽可能接近完美的混沌。 轰! 十分钟后,当唐武林双锤同时落下,狠狠的砸在金水香含表面的时候。 蓝金色光芒骤然凝致,紧接着,一个蓝金色漩涡就凭空出现在金属周围,疯狂的吸收着空气中的各种天地元素。 灵断成功 尖断有灵,灵断创生 那浓郁的生命气息简直就像是身在森林中一般。 金水香含中迸发出的欢欣雀跃,甚至感染着锻造室内的每一块金属。 一些高品级的金属本身,都响起了细微的嗡名声,回应着它,似乎是在为它祝贺,为它礼赞。 金属创生,这乃是灵断创造的奇迹,而越是高拼接的金属,在灵断的时候无疑也会越发艰难。 蓝金色漩涡剧烈的波动,唐武林后退一步,略微喘息几声。 下一瞬,他的双眸突然再次变得明亮起来,右手中的陈银锤猛然回击,砸在了自己胸口上,发出喷的一声闷响。 剧烈的心跳声随之响起,唐武林一张嘴,一口血剑喷射而出,正好落入那金水香含的漩涡中心。 血迹 这是唐武林有生之年的第二次血迹,第一次血迹,就是用在他手中的这对陈银锤之上。 而第二次血迹,就给了金水香含。 和当年的第一次血迹时相比,这一次的效果强的不可以道理计。 现在的唐武林,金龙王封印已经突破了十一道,他的血,早已经不是人类血液,可以说它已经是半龙族的存在。 这一口金龙王之血,融合着最纯粹的上位者生命气息,其生命能量之浓郁,金龙王血脉之纯正,举世无双。 因此,当这一口鲜血落在金属表面时,整个金水香含瞬间就迸发出一声嘹亮的温鸣声,紧接着,温鸣就化为龙银,蓝金色光韵在空中瞬间化龙,围绕着金水香含欢欣雀跃的盘旋起来。 有着这一次血迹,直接将金水香含的品阶向上提升了一大步,纳蓝金色龙形光影在金水香含上进进出出,不断的改造和洗涤着刚刚产生的生命。 唐武林的脸色略微有些苍白,刚刚这一下,他喷出的可不是普通的血液,而是自己一口鲜血所在。 为了让金水香含的锻造能够达到完美程度,他也算是拼了。 振华眉毛微挑,好小子,真够当机力断的,而且,对自己的信心也真足啊。 浑湿的一口鲜血何等重要,修为越强大的浑湿,鲜血也就越珍贵,因为其中蕴含着自己太多能量,一口鲜血喷出,甚至数月都未必恢复的过来,甚至会让修为为之降低。 唐武林这种举措,可见他对金水香含的重视程度,而且,完成了血迹之后,就算他最后魂断没成功,这块金水香含也不可能给别人用了,都血迹了,烙印上了他的痕迹,就只能属于他,这小子,还真是够守财奴的。 但同样的,这也显现出了唐武林对自己锻造的绝对信心。 他有信心,完成魂断。 否则的话,血迹就实在是太亏了。 体内魂合和龙合同步律动,默默地感受着金水香含与自身血脉融合的亲切感,金龙王血脉和等霸道,几乎是虚余之间,就已经与那金水香含彻底的融为一体了。 一抹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唐武林面颊之上,他能清楚地感受到,在血迹的过程中,金水香含内部最后的杂质彻底被剔除,而且,他已经与自己的精神力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唐武林能够通过灵欲镜精神修为来控制空气中的各种天地原力,天地元素。 但对于固态物质内部,却是不可能直接用精神力去控制的,除非是发动精神攻击。 但经过血迹之后,他却已经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血脉联系,用精神力来掌控这块金水香含。 别看血迹付出代价巨大,但同样的,也为接下来他的魂断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昂,唐武林口中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声,金色鳞片骤然从他皮肤下浮现出来,整个人都拔高了几分,手中一双魂断沉吟锤受到金龙王血脉之力的注入,也化为金色。 此时的他,怎么看都已经不像是人类,身上龙威蹦射,就连牧尘和震华都不禁为之色变,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然后他们就看到,唐武林再次开始了锻造。 这小子已经强大到如此程度了吗? 我怎么感觉,我已经要打不过他了。 牧尘吃惊地向身边的震华传音道。 震华没好气地道,你就是打不过他了呀。 如果我没感觉错的话,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七环魂胜层次了,再加上自身的血脉之力,一对一,你没戏。 嗯,当然,距离我这种层次,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切,你少来。 有本事你不穿四字豆楷试试试,我就不信,不穿四字豆楷,你能打得过他。 神级机甲也不行。 有本事你都不用。 一对一,他也不用豆楷,你有把握吗? 牧尘毫不留情地打击着震华。 震华哼了一声,本座乃是锻造师协会会长,战斗这种事儿,都是野蛮人做的,本座不屑为之。 牧尘哈哈一笑,同时心中也是暗暗吃惊,难道说,连封号斗罗层次的震华,在公平对决的情况下,都没把握能够战胜武林了吗? 这小子现在真的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真是要刮目相看了,难怪他现在就赶回来,果然是已经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底蕴。 两人不再说话,目不转睛地看着唐武林锻造。 从锻造手法上来看,他们当然感觉得到,虽然唐武林已经摸到了八级圣将的门槛,但距离真正的八级层次还有一些差距。 可是,他却在用一些普通圣将根本没有的手段来辅助自己锻造嘛。 那一双陈银锤每一次落下,都带着震耳欲聋的龙银声,这也就是在震华的锻造工作室,如果换了别的地方,这种声浪恐怕早就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人过来了。 龙银声中,每一锤杂落,似乎都有一条金龙注入到那金水香寒之中。 金水香寒本身散发出的蓝金色光芒也变得越来越通透了。 第1151章 混沌 金水香寒 振华嘴角抽搐了一下,向牧尘道,你就是这么叫弟子的。 锻造是艺术,怎能如此粗暴的进行。 牧尘笑了,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这种粗暴的方式效果非常好,不是吗? 技巧和经验不足,就靠自身的优势来弥补,这只能说明我的宝贝徒弟聪明绝顶。 他之前的血迹,就是为了后面的锻造做准备的。 是的,牧尘说的没错,早在唐武林开始血迹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后续锻造的准备,血迹最大的作用,就是给自己后面营造出让自身血脉之力与金水香寒完美融合的机会。 这种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唐武林本身不到八级圣将层次,但通过这种方式,他锻造出的混沌效果,还要远超普通八级圣将。 简单来说,他就是将这块金水香寒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进行锻造,锻造出的金水香寒将和金龙王血脉完美融合,从而产生出一些金龙王血脉的特性。 唐武林在赋予他智慧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部分也赋予给他了。 这样一来,这块金属就会和他越发的契合,当然,也就只有他自己才能使用。 早在看到这块金水香寒的时候,唐武林就有了这样的念头,此事不过是将自己心中所想实现出来罢了。 从开始的疾风骤雨,到渐渐的轻柔落下,伴随着自身金龙王气息的融合,唐武林已经完全沉浸在自身与金水香寒的交流之中。 金水香寒就像是一个刚刚出生却十分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唐武林的锻造和能量注入下,他不断成长,从婴儿成长为孩童,再一步步长大,变成少年,青年。 到了最后时刻,唐武林甚至有种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的感觉。 血脉融合,无分彼此。 身上的鳞片表面渐渐出现变化,点点光芒在各个关节位置浮现出来,唐武林的身体也开始变得更加高大,龙月窦楷浮现,覆盖全身。 他自身气息再次拔生,那宛如凶兽一般的气息波动令振华和牧尘看得不断的深吸气。 这小子,果然已经长大了呀。 终于,一双灿金色的魂断沉吟锤最后落下,耳畔传来一声悦耳的欢呼声,下一瞬,那金水香寒竟然摇身一晃,化为一条金色小龙腾空而起,直接扑到了唐武林面前,钻入到他的窦楷之中。 顿时,唐武林全身窦楷光芒大放,原本就覆盖着龙文的龙月窦楷表面,瞬间多了一层晶莹剔透,宛如幼稚般的光泽,龙文更是栩栩如生,如同活过来一般。 窦楷甚至开始产生出轻微的蠕动感,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没有任何喧赫的气势和光影效果出现,但无论是振华还是牧尘却都明白,唐武林成功了。 混沌完成 那金水香寒甚至在刚刚完成混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和他心意相通的程度,这才能够在第一时间融入到他身体之中,融入到他窦楷之内,做他最需要的事情。 虽然唐武林现在还没有开始锻造三字窦楷,但这金水香寒却已经开始改善他的二字窦楷,让其能够更好地在未来向三字窦楷方向提升。 这种程度的提炼,你做得到吗? 牧尘有些挑衅式的碰了碰振华。 振华冷哼一声,血迹的话,我也可以。 只是没必要罢了。 牧尘哈哈一笑,行了,别嘴硬了,我还不了解你吗? 至少你在八级圣将的时候也做不到这一步吧。 我早就说过,想要成为真正最强的神将,那么,不只是要锻造方面强大,在修为方面也要同样强大才行。 武林的实力优势是你所不具备的,你就等着做那个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吧。 哈哈哈哈。 振华怒道,你得意什么? 金水香寒是我给的,你给什么了? 你这个老师都不合格,我看,武林本来就应该转头到我们下。 恼羞成怒了。 牧尘嘿嘿一笑,那你有本事让他改拜你为师啊? 我绝对不拦着。 但我相信,武林绝对是尊师重道的。 哼,你不过是狗屎运罢了。 懒得理你。 走吧,出去了,让他自己在这里体悟吧。 说完,振华当先走了出去。 牧尘看了一眼站在锻造台前闭合着双目的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这才追着牧尘而去。 唐武林闭合着双目,两耳不闻窗外事,充分地感受着金水香寒融入到自己龙月窦凯之后的变化。 不愧是当时最顶尖的稀有金属,完成混沌之后的他,已经不能用催化剂来形容。 此时的龙月窦凯,具象是当初他刚刚开始生灵时的金语,不断地变化。 提升着。 他的锻造原本就已经融合度很高了,但在金水香寒的影响下,原本一些细微处不契合的地方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善着。 尤其是经过这么多次大战,窦凯上有所破损的地方也都在金水香寒融入之后悄无声息的恢复着。 全身窦凯似乎都软化了,或者说是成为了更好的雏形,只等着下一次进化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身上窦凯停止了变化,但全身龙月窦凯也随之失去了原本的光泽。 就连林片都变得不清晰了。 唐武林睁开双眸,看着自身窦凯的变化不惊反喜,他知道,这是自身窦凯已经做好了向三次窦凯方向迈进的准备。 当然,因为进入到了这种雏形状态,他在完成三次窦凯之前,也不可能再动用他们进行战斗了。 既然如此,索性就一次性完成吧。 魂倒器的发展,固然令个人的能力已经很难影响到整场战争了,但个人强大却是一切的基础。 毕竟,无论魂倒器如何发展,神级机甲师,四次窦凯师这些大陆顶尖的存在,依旧是战略性的。 就像当初的擎天斗罗,如果不是有自己等人的羁绊,他老人家执意想走的话,根本就没人能够阻拦得住。 就算是十二级定装魂倒炮弹,只要不是在爆炸的最核心,他也不至于就那么陨落了。 既然机会到来了,那么,就抓住吧。 唐武林拨通了魂倒通讯。 雨雪,我要在锻造师协会总部闭关一段时间,你带着大家先熟悉一下天斗城以及周边城市的情况。 等我出关。 龙雨雪并没有询问唐武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闭关之类的话,只是淡淡的回答道,好。 唐武林越来越觉得龙雨雪的重要性了,有他在,自己真的省去了很多事情。 雨雪,你请我大师兄也来一趟锻造师协会吧。 唐武林说道。 好。 龙雨雪的回答依旧是那么简单。 唐武林收回窦凯,走出锻造工作室,来到振华的办公室。 感受如何? 振华和牧尘都在等他。 一见他进来,牧尘就不禁面带微笑的问道。 唐武林点点头,道,谢谢师博成全。 金水相寒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 振华哼了一声,给了东西就算了,你这厚脸皮的老师还气我。 武林啊! 你看师博也对你不错,不如,你改换门庭,做我的徒弟算了。 反正到了你这个层次,某些人也教不了你什么了。 还是要跟足够强大的人学习啊。 唐武林脸上顿时流露出尴尬之色,师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 牧尘则是一脸得意的看着振华,服不服。 振华哼了一声,你们这师徒俩呀。 武林,我建议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金水相寒混沌应该带给你不少感受。 但你能够完成它的混沌实际上去取巧了的。 但在取巧的过程中,相信你对混沌也有进一步感悟。 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我和牧尘给你一些指点,我觉得,最多三个月,你就有真正跨入八级的可能。 这个评价已经非常高了。 在看唐武林今天锻造之前,他都还没有这个想法。 但在发现唐武林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灵欲境之后,振华就明白,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唐武林晋升到八级圣将层次。 但这个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 第1152章 魔刀不误砍柴弓 唐武林笑道,我正想跟师伯说,打算在您这里多刀扰一段时间呢。 金水相寒融入到了我的二字豆铠之中,我想趁着这段时间,将三字豆铠的雏形锻造完成。 震华眼神微动,你要晋升三字豆铠师。 嗯,也差不多了。 你应该已经突破到魂圣修位了吧。 唐武林点了点头。 听他亲自承认的感觉,比先前的猜测更加震撼,震华和牧尘对视一眼。 牧尘忍不住道,真不会是史莱克出来的小怪物啊。 我们的判断已经快要跟不上你进步的速度了。 震华道,我也认识几位九级机甲制造师,请他们来帮你完成三字豆铠的制造。 刻画核心法阵,完成最终三字豆铠制造,唐武林才能真正进入到三字豆铠时的层次。 但唐武林却轻轻的摇了摇头,不用麻烦了,我有伙伴是高级机甲制造师,他们会帮我制造完成的。 唐武林的豆铠是古月设计的,制造一直都是元恩叶辉他们来完成。 就像伙伴们的豆铠都是他来锻造的一样。 他们是一个整体,彼此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能更加熟悉对方。 作为队长,唐武林对自己的伙伴们绝对信任,所以,他要将这些都交给伙伴们来完成。 当初,古月帮他将豆铠就是设计到三字豆铠的程度,而更高层次的四字豆铠设计,那时候的古月还无法完成。 未来晋升四字豆铠的路如何走,现在唐武林还没有过多的思考,那至少要到自己修为达到封号豆罗以上层次之后才会去考虑的问题。 但现在,他的豆铠只能是伙伴们帮他来制作。 好。 振华也不强求,他当然知道,都开始都习惯有自己固定的机甲制造师。 这不只是因为熟悉,也是为了保密。 毕竟,每个人的豆铠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特性,尤其是到了三字豆铠这个层次,将拥有领域。 就更不一样了。 牧尘欣慰的道,磨刀不误砍柴弓,闭关也好。 唐武林道,老师,师伯,我本体宗的一位师兄呆惠尔也会过来,我可否把他也留在这里辅助我。 振华道,只要你觉得可以信任就行。 是那个大力王吧? 唐武林微笑汗手。 振华和牧尘对视一眼,两人脸上都流露出了笑容,阿儒恒,他们怎会不认识呢? 当阿儒恒来到锻造师协会的时候,唐武林直接将他逮到了锻造工作室。 师兄,我打算在这边闭关一段时间,完成三字豆铠的基础锻造。 你的豆铠也还是二字吧,我顺便帮你也将豆铠的锻造完成了。 你自己的副职业是什么? 阿儒恒道,我是机甲修理师副职业,不过水平一般般。 你也知道,我修炼咱们本体宗本体秘法,成天就是被折磨了,哪有什么时间修炼副职业呀? 唐武林沉吟了一下,道,那司马金职呢? 他第二职业是什么? 他是机甲制造师。 他豆铠都是他自己制造的。 现在也没完成三字豆铠呢? 把他也叫来。 唐武林心中微动,大师兄,你觉得他值得信任吗? 阿儒恒毫不犹豫的道,可以。 这家伙就是个武痴。 要不是这次你救了我们,他早就找你打一架了。 不如把他也弄来,咱们三个一起闭关好了。 你要是帮他弄好了三字豆铠,他一定会对你感激涕零。 他那实力,也早就该提升到三字豆铠了。 要是咱们三个都成为三字豆铠时,再碰到上次那个什么雄军,也不用怕他。 能够参加星斗展望全联邦挑战赛的他们,显然都不是三字豆铠的修为,阿儒恒和司马金池都是早就可以晋升三字豆铠的底蕴了。 就连马山,现在都已经是三字豆铠时。 也好,那就把司马兄也请过来,我们一起闭关一段时间。 目前大陆局面不明,而且他在明都也很可能暴露了身份,折服一段时间以提升自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司马金池的斩龙刀,阿儒恒的本体秘法,都和唐武林修炼有关。 趁着这次闭关,就一起尝试了。 无数金色光点融入,化作柔和的光运,最后集中在那四片洁白的羽翼之上。 脚下是洁白如玉的祭坛,周围却是无尽虚空,在那黑暗的虚空中,点点星光是光线的来源。 而汇聚到羽翼上的光辉,就是从这些星空而来。 羽翼的主人,身上燃烧着淡金色的火焰,一头金发披散在脑后,皮肤迎白如玉,内部仿佛有金色光运在流转,神圣的犹如天神一般。 当最后一点金光也终于融入到他身体之中,他那一身金色光焰也随之徐徐下降。 低沉的温鸣声从他身上响起,那像是嘹亮的圣歌,悦耳动听。 红尘练心,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能完成二次祭礼,五百年来,你为家族第一人。 很好,很好。 威严的声音在无尽虚空中回荡,直到最后消失。 那站在祭坛上的男子身上骤然亮起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这光柱就像是凭空而来,笼罩在他身上,将所有的一切净化洗涤,下一瞬,他的身影已经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山谷顶端 他默默地盘膝坐在那里,在他的膝盖上,长剑横放。 只是默默地坐着,人却如同岩石,已经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再无分彼此。 远处的山谷中,一条瀑布划过数百米高空,坠入山谷内清澈的湖水之中,隆隆巨响在山谷内回荡出壮阔的回响。 他缓缓睁开了双眸,那是一双倒映着瀑布的眼眸,但在他的眼眸中,似乎还有一些什么。 下一瞬,他动了,一道璀璨的剑芒横空而出,飞展向远方。 那剑芒在空中不断变大,吞噬了他的长剑,也吞噬了他的身体。 剑芒最终化为虚无,消失不见。 而他又重新出现在了山谷的山峰顶端。 依旧是盘膝坐在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数秒后,突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嘎然而止。 从远处眺望,能够骇然看到,那原本奔腾如银河泄落一般的瀑布从中断开,断口齐整。 而也就在他断开的时候,才能看到,在那瀑布地步,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端坐着一人。 他只穿着一条紧身短裤,身体白白胖胖的,但此时却给人一种宝箱庄严的感觉,双手在身前律动,无形中,在他身体周围一层白紫两色相间的光运流淌。 突然间,那白色猛然注入紫色之中,身体周围的光芒也瞬间化为暗紫色。 哪怕只是用眼睛去看,似乎连势力都要被那暗紫色所吞噬。 下一瞬,那白胖的身影做出双掌脱天之势。 刚刚从中断状态重新下落的瀑布之水,冲入那片黑紫色光芒中竟然瞬间泯灭,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那暗紫色光芒更是反卷而上,将整条瀑布吞噬。 第1153章 仙天秘法很简单 虚幻,出现,再虚幻,再出现。 他就像是暗夜中的君王,不断的在黑暗中闪烁,变化。 他喜欢这种犹如穿梭虚空一般的感觉,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翱翔。 是的,他终于突破了,终于到了那个层次,空间再不能将他束缚,他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他要做一个空间的穿梭者,更是空间的守望者。 匕首,只不过是引导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钥匙,他真正的武魂并非是他们,并非是这对匕首。 他是时空之龙,是每一次时空剧烈变换时才会出现的光影重叠之主。 是龙族中最孤单的行者。 是曾经龙神的影子护卫。 虚幻,穿梭。 变化无穷。 而在他的视觉中,却只有那一道身影,一道顶天立地一般的身影。 尽管他已经搅动虚空,但他却始终窥然不动。 他似乎在领悟,在变化,在感受着外界的一切。 他始终都没有出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 他不能轻易靠近,因为他很清楚,他有撕碎空间的能力。 似乎他一直都是他命中的克星,哪怕是能力都是如此。 自从上次之后,他的云窝神拳已经变得越发恐怖了,那似乎是能搅动天地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他身上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幽暗,一旦进入堕落天使状态,他就会进入到远超自身境界的程度。 就这样,他们保持着彼此的状态,谁都没有抢先出手。 他们对彼此实在是太过熟悉,谁都不敢露出破绽给对方。 他的嘴角处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七环之后,他真的变强了。 一道道星光从天而降,宛如流星,照耀在那同一个身躯之上。 他只是站在那里,那一道道星光就照耀在他手中修长的星杖之上。 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有多么久远。 他只是知道,自己的修为已经突破了七环,似乎天空中的星斗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他自身,也早已成为了星光的宠儿。 就连自身第七魂环是如何而来他都不完全清楚。 那突破的那一瞬,他只觉得一股伟力从天而降,然后一声奇异的吼叫在他脑海中浮现而出。 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多了一个头不长得像是狮子,身上却由无数星光组成,看上去虚幻无比的存在。 他在与他的身体融合后,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哪怕是他想要呼唤他也做不到。 只是在自己的脑海深处隐约明白,他进入了沉睡,在自己身体之中沉睡。 星光是如此的动人,每一道星光都有他所遵循的治理。 观星台就像是专门为他度身定做的一般。 美妙的星光,不断的让他的身体与灵魂为之升华。 星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变化,他不再像是实体,而是犹如星光凝聚而成,或长或短,或大或小,他可以是任何形态,他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甚至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颗星。 这不科学。 阿如恒横呆滞的坐在地上,喃喃的念叨着,这不科学,这不科学,这不科学。 砰砰,砰砰,砰砰。 有力的心跳声在他身边不远处响起。 阿如恒有些艰难的扭头看向坐在自己身边的唐武林,哭丧着脸,喃喃的道,这不科学,这不科学呀。 他还清楚的记得,当自己开始教导唐武林本体秘法的时候对他说,本体宗先天秘法最艰难的就是第一步,断体。 先天断体之法,简直就是将人体完全撕碎,再用最佳方式组合起来。 这其中需要无数灵药,还要有无上的意志力才有可能做得到。 唐武林说,他试试。 然后他就试了。 三天后的今天,他告诉阿如恒,自己成功了。 似乎已经达到了断体的层次。 阿如恒当然不信,然后,唐武林就开始修炼先天秘法给他看。 听着那足以令人血脉沸腾的激昂心跳声。 他仿佛回到了自己当初从地狱走出来时的感受。 无数年的折磨,自己终于将体魄锻造到了那个程度,跨出了先天秘法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 不知道多少本体宗先辈,都是折在这一步之上。 可是,三天,小师弟仅仅用了三天时间,竟然就达到了这个层次,这怎么可能? 这完全不科学呀。 这不科学? 没什么可不科学的。 接受现实吧。 狂风刀魔司马金持一脸幸灾乐祸地说道。 实际上,他的感受比阿如恒也好不了多少。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的斩龙刀乃是当时最强大的器物魂。 直到碰到了唐武林的黄金龙枪。 三天来,他和唐武林交手数次,终于认清了现实。 斩龙刀和黄金龙枪殊途同归,都可以算得上是神器。 只不过唐武林的黄金龙枪只是他的武器,而斩龙刀是自己的武魂。 而哪怕同样是神器,也有高下之分,相对来说,斩龙刀就像是黄金龙枪的魔枪时,每一次碰撞,都会让黄金龙枪变得更加锋锐。 虽然斩龙刀也同样会反向得到好处。 可是,每次打完之后,自己心中都会有种要膜拜的感觉算怎么回事儿。 无论他多么不愿意承认,也明白斩龙刀是在向黄金龙枪沉浮。 唐武林此时完全沉浸在对先天秘法的感悟之中,不得不说,本体宗的先天秘法确实是一种夺天地造化地功法。 其本源奥义,就是以天地之间的伪力贯穿自身,洗涤自身,重塑自身。 这三者合一,就是断体。 以上天来重新锻造自己的身体,借天地之力重塑今生。 这个过程的痛苦可想而知。 唐武林也没有本体宗那么多天才地宝可以利用。 但他有的却是金龙王血脉之力。 经过了十一层金龙王精华的吸收,他所得到的血脉之力早就远远的超过了本体宗百年聚集的天地灵物所能产生的能量。 因此,真正开始修炼这些天秘法之后,唐武林就相当于用金龙王的身体来感受天地之力,并且接受天地之力的重新洗涤,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完美。 断体分为三步,灌体,洗水,重塑,今生四步。 这四步完成,就能够进行本体武魂三次觉醒了。 阿如恒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修炼到了今生这一步。 而这四个层次之中,最痛苦的就是灌体,天地原力灌体,就相当于是把身体完全撕碎,再重新组合。 后面的三个层次虽然也痛苦,但至少还能够承受,当然,也是相对的。 唐武林用三天时间,完成了灌体,通过本体宗的秘法,感悟天地之力对自身的洗涤,重塑。 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感受到了金龙王之力的一些变化。 每一次在突破金龙王封印的时候,他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身体和金龙王是不一样的。 人类和龙族怎么可能相同呢? 而在他进行天地之力灌体的时候,无形中产生了一丝明雾,他隐隐感觉到,自己的人类身体和金龙王的身体似乎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契合的。 第1154章赤色流金 唐武林乃是史莱克学院的顶尖学员,在武魂研究方面,当时都没有能超过史莱克的存在。 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魂兽修炼到凶兽层次,就能化身为人类,那么,在化身成人之后,他们原本庞大的能量不是还能够调动呢? 身体也能够承受得住。 毫无疑问,金龙王应该是远远凌驾于这些魂兽之上的存在,他自然也能够幻化成人形,那么,他在幻化成人形的时候,自身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有了这个想法,唐武林就找打了一线曙光,通过灌体来体会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地承受庞大的外力。 所以,他的骨骼一直在不断地冥想,变化,血肉,经络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善。 通过本体宗先天秘法的修炼方式,将自己的身躯向完美方向去调整。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本体宗这先天秘法对于自己的帮助会如此之大。 大到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程度。 只是第一层灌体如果真正完成自身调整,就能让自己的身体能力再上层楼。 他现在已经能够施展金龙真身了,在幻化成金龙王时,就能熟悉金龙王的身体结构,体悟金龙王真身时如何储存和利用能量,再用本体宗先天秘法为引导进行修炼,对自身的改造无疑是最正确的。 这条路找到之后,实际上,唐武林修炼的先天秘法,就已经不是原本本体宗的先天秘法了,而是专属于他自己的能力。 阿如恒愚问在于,已经可以正常灌体的唐武林,居然没有半点痛苦的样子,脸上还不时浮现出笑容。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呀。 凭什么呀? 就是这样,他们留在这里,时间一天天过去。 唐武林每天上午锻造,下午就修炼本体宗秘法,晚上和阿如恒,司马金直切磋。 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每周会总一下血龙小队在天斗城附近的感受。 他虽然自己没去,但龙与雪却已经去了一趟史莱克城原址,将一些消息和拍摄的图片带了回来。 现在的史莱克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湖泊,比原来的海神湖大了十倍不止,几乎包含了原本史莱克城的所有面积,从远处望去,一望无际。 官方将其命名为海神湖,却不是史莱克湖。 分明就是想要淡化史莱克学院的存在。 尽管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但在各大势力都有着同样想法的情况下,自从史莱克学院被毁之后,各方重建史莱克学院的呼声虽有,却始终没弄出太大的动静来。 毕竟,史莱克当初再怎么强大,他也是学院,毕业的学员们当然都念着史莱克的好,但问题是,他们在毕业之后,也都有自身所属的势力,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能不考虑自己所属势力的反应。 无论心中多么难过,因为各种牵绊,也无法表现得太多。 这也是为什么唐武林一直都知道,想要重建史莱克,必须要有登高一呼的人,唯有如此,才能将史莱克学院散播于大陆各处的毕业生们召唤起来。 但无疑,这登高一呼之人,必然也会成为各大势力的众矢之地。 当! 悠扬的碰撞声响起,一道赤金色光芒冲天而起,金芒闪烁,化为巨龙,在空中盘旋旧旧不去,最终,化为一块铠甲,平静地呈现在锻造台上。 赤色流金,鳞片层叠,古朴而大气又不失归利。 不知道为什么,伴随着修为的提升与融合了金龙王血脉的增多,唐武林现在越来越喜欢华丽的东西了。 或许是受到龙族特性的沾染所致,所以,在他锻造三次窦楷金属的时候,整个窦楷的外形比以前更要华丽的多,每一个龙纹都金雕细琢,在他意念的控制下,根本不需要自己去雕琢,金水相寒自然而然的会带动着合金来完成。 哪怕有金水相寒的帮助,融合六种合金来完成的熔断还是相当艰难的,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基础金属才算是锻造完毕。 期间,唐武林也帮阿儒恒和司马金池完成了他们的三次窦楷熔断,通过锻造师协会这边提供的稀有金属,对他们的窦楷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 所以,虽然这段时间来,司马金池和阿儒恒都有些因为和唐武林的对恋而郁闷,却也是毫无怨言。 毕竟,锻造师协会总部锻造三次窦楷,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美好的事情。 小师弟,好了。 阿儒恒对锻造一直都很感兴趣,所以在唐武林锻造的时候,他经常在旁边看着。 嗯,终于完成了。 就差明刻和心法阵。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笑容,总算是完成了呀。 自己的三次窦楷基础已经成形,现在就差和心法阵制作。 当然,在这之前,他相当于是没有窦楷使用了。 是该叫伙伴们回来的时候了,大家也都该将窦楷提升到三次程度了,金属他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等他们回来,配合他们的窦楷为他们锻造。 到时候,袁恩叶辉他们负责窦楷制作,自己也有事干,一直在计划中最适合自己的机甲,也该开始了。 设计稿早就已经完善了,就差锻造制作。 毕竟,他可不只是窦楷师,现在也是优秀的机甲师啊。 走,那我们接着去切磋,我就不信了。 你这才刚刚灌体完成,身体强度就比我强了。 司马也不服气呢。 当初参加星斗战网拳联邦挑战赛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和唐武林不相上下的水平。 可这几个月来,唐武林的提升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对一的情况下,他跟司马金驰居然都没什么机会,怎能不让二人郁闷。 但他们三人在一起彼此对战,对于实战经验和自我感悟,都有着不小的帮助。 阿儒恒已经顺利突破到了九环封号斗罗层次,实力暴增。 而司马金驰虽然还没突破,但却后机勃发,斩龙刀在黄金龙枪的刺激下,威力不知提升反击。 尤其是,他和唐武林的武魂融合计确实是已经确认完成了。 无论多不爽,司马金驰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 锻造师协会总部,地下有巨大的阎武场,是用来试验各种武器的,以斗铠为主。 振华已经将阎武场的最高权限给了唐武林,这里的防御设施可要比星斗战网里面强多了。 足以承受封号斗罗层次强者的碰撞,当然,三次斗铠也是极限。 当唐武林和阿儒恒来到阎武场的时候,狂风刀魔司马金驰早就在那里了,盘膝坐在角落中,斩龙刀横放在膝盖上,身上八个魂环上下滤动,释放着若隐若现的光芒。 气机感应之下,他睁开双眸,朝着唐武林和阿儒恒方向看来,突然断喝一声,唐武林,接我一刀。 一边说着,他身上气息突然暴涨。 那宛如狂风骤雨一般的庞大气势有形有致的在他身后化为一条巨大的黑龙。 黑龙张牙舞爪,血红色的眼眸中充满了凶恶和恐怖的气息,那巨龙看上去只有十米长短,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足有百米之巨大,浓郁的暗元素波动令整个阎武场内的光线都暗淡了下来。 就在这时,司马金池双膝上横放的斩龙刀突然发出一声温鸣,斩龙刀扶摇直上,也看不到上面是第几个魂环闪耀,那巨大黑龙突然发出一声悲鸣,就如同海纳百川一般,向斩龙刀中融入。 斩龙刀明明还是那么大,但漆黑如烟雾的刀芒却在瞬间暴涨,犹如开天辟地。 刀翼凝聚为刀魂,犹如活过来一般,刀芒闪烁,犹如开天辟地一般,在空中拉拽出一道百米刀芒,直奔唐武林飞斩而来。 大力王阿儒横早就一个闪身跳到了远处,像今天这样的场景,这些日子以来都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了。 第1155章 威鹅法刀 司马金池的斩龙刀碰到唐武林的鹅黄金龙枪之后,可谓一日千里,提升得非常快。 每天几乎都在进步,但他的斩龙刀和唐武林的黄金龙枪感觉也越来越密切了。 面对斩龙刀这裹挟着翼龙之力的恐怖刀芒,唐武林怡然不惧,他的双眸猛的亮了起来,一声断喝从口中响起。 昂,巨大的金色龙头悍然出现,就像他自身已经化为金龙一般,黄金龙吼与龙威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冲击力,瞬间就令那百米刀芒缩小一倍。 紧接着,一道金芒横空出世,天如惊鸿,角若游龙一般电闪而去。 刹那间,千百道璀璨金光融合为一,漆黑的刀芒向内收束,与那金色枪芒悍然碰撞在一起。 丁的一声翠鸣。 震耳欲龙的龙吟声令阎武场内迸发出强烈的能量风暴。 先夫所指早已被唐武林应用的出神入化,当初,星斗战网结束的时候,唐武林就已经领悟了一丝枪魂的意境。 伴随着大战深渊卫面众多强者,在斗罗大陆的卫面之力加持下,他就已经拥有了枪魂,这才能自创王者之路,孤注一致两大神迹。 经过这几个月与阿如恒,司马矜持的切磋,他的枪法已是如深入化,枪魂已成。 先夫所指更是使用的如臂食指,虽然气势上还不如当初老唐教导他那样仿佛能够捅破虚空般恐怖,但也绝对算得上是真正领悟了。 金芒穿刺,刺入黑色刀芒之中,斩龙刀迸发着不断的瘟鸣,那头之前融入刀身中的黑色巨龙被千夫所指的枪魂直接震荡的与斩龙刀就要分离。 就在这时,突然,那黑龙的血色双眸突然变成了金色,斩龙刀的气息也在瞬间大变。 原本充满了血腥气息和力气的神气突然变得平和下来,原本的力气瞬间溃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无上威严。 唐武林和司马金池同时身体一震,唐武林的黄金龙腔发出一声嘹亮而充满欢欣雀跃的温名声,真的化成一条金龙,围绕着停顿在空中的斩龙刀盘旋起来。 而斩龙刀表面,所有的光芒突然溃散,化为一道刺目金芒,冲天而起。 刀身再次变大,而一目奇异的景象也随之出现在唐武林和司马金池中央。 那是一条巨龙,通体散发着九彩色光韵,那横压仪式的气息,令唐武林和司马金池都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司马金池几乎是瞬间就拜伏在了地面上,而唐武林却还站在那里,除了巨大的威压之外,他还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亲切感。 以无知角,化之法之刃。 斩尽一切灭龙,斩尽一切不公。 龙足法刀,今日出城,当以天地为祭礼,开天辟地。 九彩巨龙身形突然收缩,化为一名身穿九彩长袍,却看不清相貌之人,金色巨刀落入他掌中,猛然向天空中划去。 一道金芒冲天而起,刹那间,天空分开两半,一半是日月星辰,一半是晦暗无光。 刹那间,无数生龙吟响彻天地,仿佛有万千巨龙在恭敬的膜拜。 龙脚成刀,立法之源。 万龙沉浮。 龙神,你太万为了。 战天,可是要破神界不成。 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 紧接着,一道墨绿色光影虚空出现,在那九彩身影外不远处。 声音尖锐,令人听起来异常难受。 这乃我龙族之事,鱼汝何干? 龙神冷冷地说道。 墨绿色光影冷笑一声,你虽是龙族之主,却也是神界万寿之尊。 你自创神器,龙脚又可重新生长,神界众多之后,可是想要反出神界不成。 神界委员会派我前来,就是要警告你收敛。 龙神哈哈一笑,我乃万寿之主,神寿之王,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向我指手画脚。 委员会有什么吩咐,诸位神王自然会与我磋商,哪轮到你这小辈在本座面前叫嚣? 再不离开,就以乳之血,记我之法刀。 大胆,龙神,你可不要后悔。 我可是代表神界委员会而来。 那墨绿色身影似乎是愤怒了。 笑话。 神界委员会什么时候让下面神底命令与我? 每次不是神王与我亲自交流。 神底与我神兽一向和平共处,哪轮到你这小小叶叉在这里挑衅? 滚。 龙神一声大喝,那墨绿色光影就像是承受了什么无法抵抗的恐怖力量,瞬间化为一道绿光远盾。 龙神随之举起手中金色巨刀,一切邪恶,一切妄言,一切不忠皆斩之。 九彩身影瞬间变大,仿佛接天连地一般,手中金色巨刀更是光芒璀璨,幻化无尽光辉。 唐武林震撼地看着这一幕,毫无疑问,这必然是龙族秘心,更是斩龙刀城时的景象流影。 当那九彩身影最后支撑天地之时,唐武林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看清对方的眼睛了。 龙神的眼眸,清澈如水,没有半点杂质,内蕴九彩神光,包罗万象。 好强,好强大。 龙神似乎眼寒深意地看了他一眼,所有光影突然崩解,完全向那金色巨刀之中融入而去。 也就在这时,拜伏在地的司马金池突然扬起上身扬天长笑。 一道道金光骤然从他体内迸射而出,璀璨的光芒居然冲破他的皮肤,蹊跷,他整个人的身体在这一瞬似乎都已经崩解了似的。 皮肤不断脱落,衣服化为积粉。 只剩下一个完全呈现未灿金色的身体。 下一瞬,金光闪烁,他整个人向空中飞升而去。 半空中,龙神的身影消失了,万龙膜拜的景象也消失了。 剩余的,就只有那冲天而起的金色身影与巨大的金色斩龙刀融合为一。 整个炎武场上空,就像是突然出现了一颗金色的太阳一般光彩夺目。 而在那金光的照耀之下,唐武林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似乎多了一些什么。 黄金龙腔不断地在震颤中散发出温明,像是在悲戚的痛哭,又像是在欢呼雀跃。 复杂的情绪也渲染着唐武林的心情。 他心中突然有所明悟,当初,龙神带领着神兽一脉与神界众神的那场大战,恐怕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其中很可能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否则的话,为什么神兽会和整个神界作对呢? 以至于神兽一脉到了后来彻底灭绝。 这其中究竟有多少隐情? 阿如恒早已看傻了眼,他看到的和唐武林看到的并不一样,龙神出现的一幕他并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唐武林和司马金驰碰撞之后,那璀璨金芒爆炸开来,斩龙刀在空中变大,然后司马金驰的身体就被金光冲出,化为金人升天而起,与斩龙刀融合为一。 无疑,这是突破的迹象。 可是,他却从未听说过有哪位魂师在突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感觉上,司马金驰就像是献祭了自己似的,来成全斩龙刀。 第1156章 主上 而冥冥之中,唐武林的感觉也有所不同,他自身与那斩龙刀之间,联系明显变得强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清楚。 但那斩龙刀,似乎在这一刻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金芒足足在空中持续了十分钟之久,那巨大的斩龙刀表面,一条条龙蚊材随之收敛,化为一道金光陨落,插在地面之上。 金光收敛,斩龙刀略微扭曲起来,重新化为人类身影。 看着这道身影的出现,唐武林和阿如恒的瞳孔都不禁收缩起来。 这,这还是司马金驰吗? 身影高大,伟岸。 站在那里,宛如天地之核心。 和以前的司马金驰相比,他似乎足足年轻了十几岁,看上去只是三十岁左右的模样,古铜色的肌肤表面有淡淡的金色光芒闪烁,一头金色长发顺着面颊两侧垂下,面容宛如到小浮躁一般,一双眼眸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变成了树瞳。 全身的肌肉充满了丽与美帝质感,他的气势内敛,不再如同往常那样锋锐如刀。 九个魂环从脚下升起,围绕着身体盘旋往复。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第九魂环。 那赫然是一个金色魂环,在他面前,其他八个魂环无不黯然失色,似乎都只是他的陪衬。 我去,司马,你变帅了呀。 这什么情况? 还能如此突破? 阿如恒忍不住有些极度的说道。 司马金池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抬头看向唐武林,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足足持续了数秒之后,他才上前几步,来到唐武林面前,然后单膝跪倒在地,恭敬的道,主上。 唐武林吓了一跳,赶忙向旁边闪开,司马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司马金池是何等骄傲的人,竟然如此呼唤自己,这是什么情况? 司马金池恭敬的道,主上,您不用避让。 我能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您所赐予,日后,我就是您掌中法刀,斩尽世间一切不公,一切不忠,一切邪恶与虚妄。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但隐隐又感觉到,这似乎是和之前看到的龙族秘心有关。 司马金池绝不会无地放使地称呼自己为主上。 但毫无疑问,现在的他,已经突破到了九环修为,乃是一位强大的封号斗罗。 甚至在同层次之中,绝对是最顶端的存在。 当那法刀落下的时候,以唐武林的自信,也能感觉到,自己恐怕已经不是司马金池的对手了。 咦?你叫我小师弟主上,那我是你主上的大师兄?以后请叫我主上师兄。 阿如恒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司马金池站起身,贴了他一眼,一边去。 擦,突破了不起啊。 看不起人了。 来,让我称量称量,你这突破之后,又什么能力? 阿如恒哈哈一笑,抬手就是一拳向司马金池轰去。 两人平时打惯了,一向是谁也不服谁。 阿如恒突破九环之后,实力一直都压了司马金池一头,此时眼看他突破到了九环,怎能不见猎心喜呢? 司马金池身形一闪,肩膀下沉,撞向阿如恒。 当阿如恒的拳头和他的肩膀碰撞一瞬间,突然有种诡异的感觉,仿佛自己轰中的不是一个人类,而是刀锋式的。 本体宗先天秘法爆发,阿如恒拳头骤然变大,轰得一声,两人身影迅速分开,闪电般后退。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好。 再来。 阿如恒打的兴起,猛然深吸口气,身体瞬间膨胀起来,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变得足有十米高。 大光头上泛起金属光泽,九个魂环盘旋而上。 激荡有力的心跳声隆隆作响,震荡血脉,直接就用出了本体武魂的二次觉醒。 司马金驰树铜之中金光一闪,向前跨出一步,背后隐隐有九条巨龙虚影闪烁,巨大的金色长刀横空出世,比之前的斩龙刀足足大了五倍,被他双手抓握着劈斩而出。 坑。 剧烈轰鸣声中,阿如恒全身金光闪烁,居然被硬生生的劈飞了出去。 而司马金驰只是身体晃了晃,倒退了两步。 好刀,再来。 阿如恒爆喝一声,下一瞬,人就如同炮弹一般飞射而毁。 唐武林此时已经退到一旁,看着他们二人彼此碰撞,若有所思。 突破到九环层次的司马金驰,比之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轮年龄,司马金驰比他和阿如恒都大一些。 而且长得又老,原本看上去像是四十多岁的样子,这次突破,不但人变得年轻了,而且整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尤其是在他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一丝类似于龙神的气息。 这种感觉对于唐武林来说是十分奇异的。 因为通过这一丝气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和司马金驰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好像对方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而且,这不是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的那种亲切感,怎么感觉更像是自己和黄金龙枪之间的感觉呢? 无疑,这种感觉有些诡异,但却真实的存在着。 司马金驰的斩龙刀太强大了,分明已是刀魂大成,甚至还触摸到了更高层次的境界。 而阿如恒和他比起来,相对来说正面碰撞居然落了下风。 但他也有他的优势,凭借着本体宗先天秘法的强大,他近乎拥有着不死之身,而且身体的强悍,令他能够更持久的战斗。 司马金驰一次又一次的将阿如恒劈飞,但阿如恒一次又一次的冲回来。 综合看起来,二人还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当然,这是在他们都没有怎么动用自身魂迹的情况下。 其实唐武林很好奇的是,司马金驰的第九魂环,那个金色的存在,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呢? 金色魂环他曾经听说过,那可似乎是代表着百万年的存在呀。 而司马金驰这个魂环明明不是猎杀魂兽得到的,似乎就是斩龙刀自己自带给他的,那么,这个魂环威力如何? 如果真是百万年那种层次的,那么,恐怕只要他激发魂迹,阿如恒就难以抵挡了。 唐武林也很想看看,他这金色魂环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样的。 但两人刀来全网的打了半天,也不见司马金驰催动魂迹,尤其是最后一个魂迹就更没有动用了。 不打了,你这家伙果然变强了,不错,不错,以后总算是有对手了。 哈哈,小师弟,现在你想要战胜我们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吧。 阿如横跳出圈外,大呼痛快。 正所谓对手难得,司马金驰的修为提升,对他来说只有高兴。 司马金驰也收回斩龙刀,他的情绪略微显得有些低沉,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似的,甚至有些心不在焉。 司马大哥,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唐武林向司马金驰说道。 很显然,阿如横刚刚并没有看到龙神那一幕,不然的话,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不问。 既然只有自己和司马金驰看到了,是不是就要探讨一下? 在最终融合斩龙刀的时候,司马金驰分明感受到了什么,所以才会有之后态度的转变。 唐武林很好奇,他感受到的究竟是什么? 好。 司马金驰一口答应。 什么情况你们俩? 小师弟,你不会看他变帅了,就被掰弯了吧? 哈哈哈哈。 司马金驰怒目而是,闭上你的臭嘴,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阿如横哈哈笑道,得了,你这家伙,难道我还看不出你郁闷吗? 你们聊,我先走了。 表面看上去他十分粗豪,可实际上,他却是粗中有戏。 也不多问,大步而去。 阎武场内就只剩下唐武林和司马金驰二人。 司马大哥,刚刚你应该也看到了龙神吧? 你为什么会称呼我主上呢? 唐武林问道。 司马金驰的眼神明显有些复杂,看看唐武林,再看看自己,叹息一声。 第1157章 我就是斩龙刀。 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主上。 说到这里,他嘴角处不禁流露出一丝苦涩的味道。 唐武林愣了一下,我有点不明白。 司马金驰苦笑道,我也不明白。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才能够拥有斩龙刀这么强大的武魂,从而能够在魂世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在我身上有个秘密,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融合过任何魂灵,我的每一个魂环都是在我突破境界之后自行出现在我身上的。 所以我才会认为自己的得天独厚。 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说到这里,他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人类。 啊? 唐武林吃惊的看着他,不是人类。 司马金驰痛苦的闭上双眼,修为的提升本来应该让他欢欣雀跃的,毕竟,在八环巅峰这个地方他已经被卡了太久,太久。 可是,真正突破了,他却后悔了,他宁可自己一直都是以前的司马金驰,因为那样的话,他至少不会知道一些事,不会知道自己竟然不是人类的事实。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终究还是突破了,突破之后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事实上,如果不是碰到唐武林的话,他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突破,无法突破到九环封号斗罗腾次。 今日突破,更多的是因为机缘巧合,而这份机缘就是唐武林带给他的。 我就是斩龙刀。 司马金驰苦涩的说道。 唐武林一头雾水的道,什么意思? 你就是斩龙刀。 司马金驰道,是的,我不是人类,我就是斩龙刀,或者说,我是斩龙刀的刀魂。 刚刚的一幕你也看到了。 斩龙刀乃是龙神用自己的脚制造出来的神迹,乃是龙族法刀,执法龙族,一切龙族在犯错之后,都会受到斩龙刀的监管与约束。 刚刚在与斩龙刀融合的时候,我脑海中多了许多,许多信息。 龙神留在斩龙刀之中的意念传递给我这些信息,才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 这些也都是我要告诉你的。 唐武林吃惊的看着他,心中更是充满了好奇,龙神都告诉了你什么。 司马金驰沉声道,神界大变,龙神带领着神兽和神底大战一场,最终大败亏输。 但直到最后时刻,龙神才明白过来,自己是被小人挑拨离间所致。 龙神原本是一切神兽之王,在神界之中,都是最强大的存在。 一对一的情况下,哪怕是掌管神界的神界委员会五大神王都无法和他相比。 但也正因为自身实力的强大,也让龙神有着自身的骄傲。 后来受到小人的挑拨和陷害,龙神带领神兽和神界神底们大战一场,铸成大错。 人类神底终究数量更多,整体实力更强,最终,龙神陨落。 在陨落之前他才明悟过来。 龙神毕竟是最颠顶的强大神底,哪怕是陨落也不会彻底死亡,他的力量分成了两部分,化为金龙王和银龙王。 而那时的他已经后悔了,因为自己的过度骄傲,导致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出现,更导致了神兽一脉与龙族的衰亡。 在临死之前,他将龙族法刀抛出,带着自己最后的记忆,来到了斗罗大陆上,沉睡多年之后。 法刀本身的力量开始觉醒,在他的气息出现在斗罗大陆上之后龙族法刀开始觉醒,最终凝聚成形,就化成了一个公儿,那个人,就是我。 听了司马金驰的话,唐武林心中很多念头随之浮现而出,龙神的气息,难道是我? 司马金驰继续道,我被养父母收养,六岁时觉醒武魂斩龙刀,先添满魂力。 很快就受到了重视,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的提升修为,凭借着强大的斩龙刀武魂,披荆斩棘。 别人都需要魂灵来提升魂技,而我却从来都不需要,只要修为突破了,我的魂技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这一直都是我最大的优势。 直到我的魂力达到八十九级之后,却怎么也无法再继续提升了。 那时我已经加入了南方军团,就不断的找人切磋,想要在战斗中想办法提升自己。 可是,实战能力是提升了,但境界修为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知道,遇到了你。 虽然司马金驰所说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在唐武林心中却还是相信了。 就像他自己身上出现的金龙王血脉一样,司马金驰是斩龙刀所化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今天我终于突破了,但是,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突破。 因为突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其实只是龙族法刀所诞生的刀魂罢了。 而正是因为你身上所拥有的龙神气息,才能让我的修为提升,在突破封号斗罗境界时知道这一切。 所以,你是我的主上,我就是你的龙族法刀,斩龙。 说到最后,司马金驰长叹一生,整个人的情绪都不禁为之低沉。 他乃是龙脚所化,就像唐武林手中的黄金龙腔,乃是金龙王的肋骨一样,都是神气,他拥有了智慧,化身为人类。 可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人类身份,更希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呀。 但现在看来,这一切却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再是人类,他只是刀魂。 而且是有主人的刀魂。 司马大哥,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劝说你。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在我身上,也同样有着很多问题。 你如此开诚不公,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唐武林真诚的看着司马金驰。 在魔鬼岛的众位老魔教导之下,他很清楚面对什么样的人要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司马金驰此时看上去修为突破了,但因为知道自己并非人类,乃是斩龙刀刀魂这件事之后,令他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而一旦这种感觉持续,那么,很可能会让他陷入低谷。 而面对司马金驰,唐武林也同样有种同病相连的感觉。 就像司马金驰的命运一直受到斩龙刀的操控一样,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和自身的金龙王血脉息息相关呢? 如果没有金龙王血脉,就不会有现在的他,也就更不会有他现在的实力。 但同样的,金龙王血脉也带给了他太多的责任,以及危险。 司马金驰疑惑的看着唐武林,他对唐武林也同样好奇,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是龙神转世不成? 唐武林看出了他心中的念头,向他轻轻的摇了摇头,道,首先,我并不是什么龙神转世,也不是龙神。 龙神应该是真的已经死了,我甚至曾经见到过他的尸骨。 说到这里,唐武林不禁回想起当初在龙骨中看到的一切,后来,龙神的尸体虽然消失了,但他却可以肯定,那龙族目的中,很可能是龙神最后死去的地方。 我只是个普通人类,但和你不同的是,我有爸爸妈妈,我并不是个孤儿。 小的时候,我很普通。 当我六岁觉醒武魂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废武魂蓝银草罢了。 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不可能成为梦想中的魂师,梦想中强大的机甲师了。 唯一幸运的是,伴随着武魂觉醒,我身上有魂力同时出现。 当时就连我的父母都认为,我不可能走魂师这条路,但我却依旧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我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锻造,说来心酸,学习锻造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赚点钱,当魂力修为提升到十级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最便宜的魂领。 唐武林这几句话一说,司马矜持的表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强大的金龙王,在兴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上战无不胜的金龙王,却没想到唐武林还有这样的往事。 和自己相比,他的修炼之路似乎要艰难得多。 你能想象吗? 当我费尽心力,每天拼命努力终于攒够钱的时候,买到的却是一个残次品魂灵。 第1158章 刀神斗罗 哪怕已经过去很多年,可每当唐武林想起当初那一幕的时候,却依旧忍不住心头苦涩。 三年,整整三年。 我每天都在努力的锻造,我手上的茧子起了一层又一层,水泡磨平一个又一个。 才终于攒够了钱。 可换来的,却只是残次品魂灵。 那天我哭得很伤心,无论谁劝我也听不进去。 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平,为什么总是最坏的情况出现在我身上。 哭过了,痛苦过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融合它。 哪怕它只是残次品魂灵,我也绝不放弃,我要成为一名魂师,我要想强者的方向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也在所不惜。 然后我融合了我的第一个魂灵,它很弱小,带给我的也只是最弱小的魂技。 但从那天开始,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魂师。 后来,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体里多了一种力量。 我做了个梦,梦到我身体里有十八层封印,每一层封印后面,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存在。 当第一层封印破开之后,封印之后蕴含的能量与我的身体相结合,那一次,我痛不欲生,险些身体被撑爆,最终,我忍受了下来,我的身体开始有脱胎换骨的感觉,我比别人的力气要大得多,我也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些特殊能力。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来自于金龙王血脉的力量,而我体内的十八道封印,似乎就是封印着金龙王的血脉之力。 龙神当初在神界被斩杀,就是化为了金龙王和银龙王,在我身上,似乎就有着金龙王的力量。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身体里,但他却一直帮我强大,可也同样的一直在威胁着我的生命。 金龙王封印内的能量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加恐怖,更加庞大。 每一次融合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在强大力量的背后,是随时有可能让我崩溃的恐怖。 无时无刻,我都在面对死亡的威胁。 直到现在,我依旧有多层封印未曾突破,而越往后,他带给我的危机感也就越强。 说不定每一天,我就要承受不住,身体就要随之炸碎。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 谁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就算你今天知道自己是斩龙刀的刀魂又如何呢? 你同样也是一个人类。 你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 并没有,你也是按照人类的方式在修炼,也有着人类的身躯。 至少,你没有我这样面对封印随时都会死亡的威胁。 我们只能算是都受到龙神影响,同命相连的伙伴。 不存在什么上下的关系。 所以,司马大哥,你以后也不要叫我什么主上。 我并不是主上,我也同样是龙神力量的获益者,或者说是牺牲者。 既然我们拥有了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就要更好地将这些力量运用。 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只要我们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己心,力量从何而来真的那么重要吗? 唐武林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司马金池的眼睛。 四目相对,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真诚的味道。 听着他的话,司马金池的表情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 对于唐武林,这一路上他也有了一些了解。 不得不说,和自己相比,他所经历的事情和面对的事情确实是要多得多。 他都一步步走过来了,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走过去呢? 是我这项了,确实是突破之后带给我的信息冲击太强。 司马金池叹息一声,你说的对,无论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人类,我们就是人类。 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了。 只是,你想不让我叫你主上恐怕是不行的,斩龙刀乃是法刀,首先就要拷问自心,如果连创造出我的龙神之力都不尊重,那么,我必然会修为大将,甚至有身死盗销的危险。 唐武林道,司马大哥,你可不要骗我呀。 司马金池笑道,主上,你也这像了,一个称呼而已,何必那么在乎呢? 行了,我已经想通了。 至少,我现在已经突破了九环,成为封号斗罗了。 我要给自己想一个好的封号。 总不能像那个臭不要脸的死光头,直接就叫自己本体斗罗吧。 他现在可还不是本体宗宗主呢? 你不是也修炼成了本体宗先天秘法吗? 唐武林师笑道,本体宗宗主未来的位置肯定是大师兄的,他也是目前唯一将先天秘法修炼到顶点的人,叫本体斗罗也是实至名归。 司马大哥,你打算叫自己什么斗罗呢? 司马金池想了想,道,你觉得刀神斗罗这个名字怎么样? 唐武林嘴角抽搐了一下,刚刚还说阿如恒不要脸,您这封号似乎是更不要脸呢。 刀神有自己给自己封的吗? 司马金池嘿嘿一笑,你还别以为我是自大,虽然知道自己是斩龙刀有些不爽,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在刚刚突破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缕刀神的意境。 而且,直到刚刚我才知道,在刀魂之上,还有刀神的存在。 那可是触摸神级门槛的能力。 一旦我能够将刀神修炼成功,那么,我就有冲击成神的能力了。 可惜,现在神界不存,不然的话,说不定我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成神的,哇哈哈哈哈。 唐武林突然有些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司马金池的神经大调程度远超自己判断。 恐怕就算没有自己的眷慰,他也很快能够从郁闷中走出来吧。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感情丰富的。 好吧,那你就叫刀神斗罗吧。 唐武林无奈的道。 司马金池哈哈一笑,我这就告诉那死光头去,刀神斗罗司马金池,可要比他本体斗罗阿如横听上去大气多了。 哈哈哈哈。 唐武林一阵无语,司马大哥你先别走,你刚刚获得的第九魂环,魂迹是什么呀? 我很好奇。 金色魂环能够带来的魂迹是什么呢? 司马金池听他这一问,表情不禁变得有些古怪起来,这个魂迹其实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龙神的。 所以,事实上我根本就用不出来。 这要你来使用才行,但我能感觉到,你现在的修为还不够,只有当你的修为突破到封号斗罗层次,才能调动我这第九魂迹。 当然,在这之前,我们的五魂融合迹肯定会比以前更强。 以后,我就是你的龙族法刀。 而当我们融合的时候,你应该能调动一丝龙神之力了吧? 龙族法刀斩龙。 坦白说,对于和司马金池的五魂融合计,唐武林多少还是有些排斥的。 或许是因为他和古月娜的五魂融合计太美所致。 幸好,跟司马金池五魂融合不需要拥抱之类的,不然的话,他宁可这五魂融合计不存在呀。 第1159章 美女 你的智商呢? 好了,我先去找那死光头,不能让他得意。 主上,你也放松点吧。 这几个月来,你给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太满了。 嗯? 目送着司马金池离去,再加上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唐武林罕见得没有了修炼的心思。 出了阎武场,他心中突然有了个念头,拨通魂岛通讯,于雪,跟我去一趟海神湖吧。 好。 龙于雪自从成为了血龙小队副队长之后,说话就始终保持着严谨一概的特质。 龙于雪开着魂岛汽车来到了锻造师协会门口,接上易容化妆的唐武林,车辆发动,出了天窦城,上高速。 直奔史莱克城原址出发。 史莱克城被炸毁之后,联邦又修建了几条高速公路,围绕在现在的海神湖周围,连接了包括传灵塔总部之内的一些重要地方。 唐武林他们现在走的这条高速公路,就是通往传灵塔方向的。 爸爸,好好吃哦。 你也吃。 味道真不错呢。 爸爸,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耳畔回荡着谷月娜的声音,唐武林遥望着远处已经能够看到的壮观传灵塔总部,真有冲动想要去那里寻找谷月娜。 和司马金池交流之后,他对于当初龙神以及后来的金龙王,银龙王知识感悟也越来越多了。 自己和谷月娜在一起能够施展龙神变,这意味着什么? 自己拥有着属于金龙王的力量和身体能力,而当初的谷月就拥有着各种元素的掌控。 哪怕是后来化身为谷月娜也是如此。 还有纳尔当初的银龙枪,这一切都显示着,谷月娜应该和银龙王有关。 可是,为什么自己和他分明都传承着龙神力量的一部分,他却要刻意疏远自己呢? 传灵塔就那么强大吗? 还是说他舍不得自己在传灵塔的身份地位? 不,谷月娜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有什么不能说的苦衷。 可是,谷月,你为什么不和我分享一切呢? 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共同面对呀。 我再努力变得强大,无论什么,我们都可以去一起面对,一起承受啊。 有你在我身边,我才能更好地去面对这一切。 痛苦之色在唐武林脸上一闪而过,却被开车的龙鱼血顺利地捕捉到了。 事实上,他早就看得出,唐武林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有心事,他和他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但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他什么都不问,他只是守在他身边。 他没有想过要趁虚而入什么的,但他相信,人都是有感情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突然,唐武林身体一震,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双拳紧握。 整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股宛如洪荒的气息。 在这股恐怖气息的影响下,龙鱼血脸色不禁一阵发白,好可怕。 他现在已经强大到如此程度了吗? 唐武林目光近乎凝滞地注视着窗外那一片浩瀚无银。 水是清澈的,湛蓝,湛蓝的,宛如一块有着涟漪的巨大蓝宝石,一望无际。 它很大,很大,就像当初史莱克城的辽阔,它的边缘呈现为弧形,并没有人维护,岸边也没有任何的植被,它虽然那么美,但却依旧空洞。 曾几何时,在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是大陆第一的城市。 在那里,拥有着大陆第一的学院。 整整两万年的时间,这个称号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而现在却只剩下一片汪洋。 海神湖,没有了海神岛的海神湖还是真正的海神湖吗? 没有了史莱克学院的它,只是一片湖水,无论它多么清澈,也只是一片湖水呀。 龙鱼血调整自身气息,驾驶着浑倒汽车下了高速,一直开到湖边停了下来。 湖边杂草丛生,看上去有着几分萧索。 尽管那一望无际的水面很美,很美,却缺少着生机。 耳畔仿佛传来史莱克学院当初一众学员们切磋的呼喝声,又仿佛看到那一座座威严古朴的教学楼。 泪水不受控制的从唐武林双眸之中倾泻而出。 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味道伤心处。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这里,史莱克却已是面目全非,他甚至不敢去回忆曾经史莱克城的圣景。 曾经的一切美好,此时此刻就只剩下此刻的一片汪洋,两万年的积累,就此葬送。 身为史莱克学院,更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的唐武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猛的跨出一步,唐武林高高跃起,直奔海神湖中落去。 跟随在他身边的龙羽雪吓了一跳,急声呼喊道,不要啊。 可惜,为时已晚。 扑通一声,唐武林已经纵身入水,钻入那一片碧蓝之中。 海神湖水冰冷清澈,身体入水,顿时感受到原本感知中的水元素变得无比浓郁,除此之外,其他各种属性的元素都变得稀少了许多。 在精神感知之中,海神湖浩瀚而广袤,湖水极为纯净,但却有着几分诡异的能量波动。 这些能量波动向唐武林的身体钻来,对他来说,这些能量不算太强,但却明显让他感觉到其恶意。 这是 12级定装浑导炮弹遗留下来的辐射吗? 12级定装浑导炮弹如何制造的唐武林并不知道,唯一相关的知识只是让他明白,达到这种层次,真正有弑神能力的恐怖武器,本身绝非简单。 倾尽全联邦之力,也只是制造了三枚而已,仅此,就让斗罗联邦元气大伤,资源匮乏。 可想而知,在制造这12级定装浑导炮弹的时候消耗了多少资源? 整个海神壶内,唐武林感受不到任何生命气息的存在。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这正是因为当初的那场大爆炸也给海神壶遗留下了潜在的问题。 是神级定装浑导炮弹的辐射残留,遍布整个海神壶,任何生命体恐怕都无法在这充满辐射的地方生存。 以唐武林的体魄当然不怕这种层次的辐射,但是,这辐射却源源不绝,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令他不得不运转魂力来对抗。 向下游去,越是海神壶水深处,辐射也就变得越强烈,以至于刺激着唐武林身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金光,将这些辐射隔绝在外。 这应该也是联邦不肯重建史莱克学院的原因之一吧,虽然联邦没有将这边化为禁区,但在这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湖水之中,根本就没办法做什么。 哪怕只是在海神壶周围生活,恐怕都很容易生病。 对于重建史莱克,唐武林早就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问题有很多,却没想到,他要面对的,还不只是明面上那些。 想要在原本史莱克城的地方重建史莱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辐射问题啊。 正在他默默感受辐射,准备进一步探查的时候,突然间,精神世界中感受到了一个慌张的情绪波动。 身体一扭,灵巧的在湖水中转身,迅速向湖面上游去,很快他就看到了那球员的人儿。 龙鱼雪正在海神湖水中剧烈的挣扎着,起起伏伏,哪怕是修为不弱,此时此刻,落入水中的他也不禁一阵慌乱。 唐武林推动水流,几下就来到他身后,双手在他腋下一拖,让他上半身离开水面。 你在干什么? 自杀吗?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说道。 混蛋,你还问我,是你在自杀才对? 龙鱼雪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作为溺水者,突然可以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总算是松了口气。 唐武林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你不会认为我是要跳弧自杀吧? 龙鱼雪抗声道,难道不是吗? 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突然跳弧,不是自杀是什么? 唐武林一脸的无语,美女,你的智商呢? 我可是七环浑圣,就算扔在水里也淹不死啊。 倒是你,你跳下来干什么? 而且还挣扎得像个溺水者。 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吗? 第1160章 近在眼前 你,龙鱼雪大胸,谁吸引你注意了,我,我不会水,可不是吗? 从小在雪峰上长大的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啊。 当时看着唐武林纵身跃入湖中就毫无声息了,心急之下,忘了这一点,他也跳下来了。 直到进入湖水之中,才想起自己根本就不会游泳,这才在水中起起伏伏。 他也试图催动魂力来让自己挣扎出来,渴水有形无知的,越是挣扎,越是无法摆脱。 慌乱之下,他喝了好几口水,越是挣扎越是慌张。 唐武林苦笑道,难道你不是二字窦凯师吗? 你就不会用翅膀飞起来吗? 呃,龙鱼雪一呆,是啊。 自己明明可以从水中飞出来的呀。 智商堪忧啊。 我的副队长。 一边说着,唐武林有些无奈的带着龙鱼雪腾身而起,飞出水面,落在岸边之上。 此时的龙鱼雪,一身衣服早已经湿透,紧贴在身上,显现出曼妙的身材。 他顿时大炯,不许看我。 转过去。 唐武林无奈的一眼转身,心中却琢磨着海神湖的情况。 想要在未来登高一呼,重建史莱克学院,没有什么比在这里更合适的了。 只有在这里,才能更让人有归属感。 但原本的史莱克城变成了一片汪洋,原指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在湖边重建,先不说所需费用问题。 但是这充满辐射的海神湖湖水就是大问题了。 如果不能将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周围的一切水源都会被当初的士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所污染,没有充足的水源,如何重建史莱克。 想到这里,唐武林意念一动,身上粉红色光芒闪烁,一道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他身边,正是幽香起罗仙品。 罗兄! 唐武林向起罗玉金香点了点头。 起罗玉金香道,我感受到你面对的问题了,确实很麻烦。 这湖水中的辐射非常强烈,而且深处似乎还要更强一些。 都是当初的大爆炸残留下来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心中所想的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是什么,但那绝对是十分恐怖的存在。 这里的辐射,恐怕上千年也无法散发完毕,想要在这里生存,必须要主动的去解决这些辐射的问题。 唐武林问道,罗兄,那你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辐射能量的吗? 你的气息能皆百毒,对这辐射有作用吗? 起罗玉金香摇摇头,我不行,我的气息只能解除毒素,但这辐射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十分负面,充满了破坏力。 也就是充满了毁灭的味道。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范畴。 但我不行,但却有一位特别适合应对这种情况的存在。 哦! 唐武林眼睛一亮,是谁? 起罗玉金香微微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哦! 唐武林指着自己,不可思议的看着起罗玉金香,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起罗玉金香道,当然不是你自己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你身上。 你想想,在大陆上,谁能够最大程度的解决环境问题? 唐武林何等聪明,立刻就是眼睛一亮,你是说,生命之种。 生命之种乃斗罗大陆的生命源泉所在,是啊。 如果说谁最能改变自然环境,那么,必然是非他莫属。 当初在雪山之上,他都能够让雪山变绿,那么,海神湖这本来就是他以前生存的地方,是否也能将环境改善呢? 想到这里,唐武林默默地催动精神力,尝试着和自己眉心之中蕴养着的生命之种沟通。 不得不说,精神力的强大在各种方面都有着非常好的帮助作用,很快,他就感受到了生命之种的气息。 一抹淡淡的绿色光纹开始在他的额头上浮现出来,唐武林的七个魂环也随之出现,排在第五位的绿金色魂环光运闪烁。 在吸收了深渊卫面三名深渊王者的卫面之种后,生命之种明显强大了许多,自然之子魂环亮起,唐武林身上顿时释放出浓浓的生命气息。 之前还十分羞窘的龙鱼血也不禁被他所吸引,海神湖水浸润,自然也有辐射浸润他的身体,他可没有唐武林那么强大的体魄。 就算用魂力抵御辐射,但身体多少还有一些不舒服。 但此时,当唐武林身上的生命气息释放出来后,他顿时感觉到全身一阵舒畅,仿佛整个人都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大有几分想要融入他怀中的感觉。 唐武林默默地尝试着和生命之种沟通,很快,他的表情就变得怪异起来。 怎么样? 生命之种应该有回应吧? 启罗欲金香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点了点头。 是的,你说得对,生命之种可以解决这里的问题。 但是,想要化解这里庞大的毁灭之力,就需要庞大的生命能量将其抵消。 两枚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毁灭气息太浓烈了。 想要将其抵消弹何容易? 生命之种需要更多的生命能量才行。 而且,这里有着他的本源根基,他也愿意在这里扎根,生存。 如何给他提供充足的生命能量呢? 身为植物系浑兽,启罗欲金香对于生命之种的生命层次再清楚不过,生命之种所需要的生命能量绝不是简单一些生命体就能够提供的。 唐武林苦笑道,需要非常庞大的生命能,譬如,我们之前击杀的深渊未免王者身上的深渊种子。 或者是,大陆上一些拥有着极其浓郁生命力的存在。 星斗大森林和新圈中央的生命水晶就可以,可是,那地方,似乎不是我们能进去的。 听了这番话,启罗欲金香也是脸色一变,无论是深渊未免还是星斗大森林和新圈,那都不是他们现在能轻易进入的,二者的危险程度也是差相仿佛。 尤其是深渊未免,无疑,那位深渊圣君对于唐武林的存在非常忌惮,一旦他主动进入深渊未免,那和羊入虎口也没什么区别了。 几乎是必死无疑,哪怕是有极为极限斗罗跟着都不行。 毕竟,深渊圣君可是整个深渊未免的主宰。 至于星斗大森林和新圈的大凶之地,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什么地方? 据说,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几大凶兽就生活在那里。 能够在人类魂岛科技发展到如此程度还能顽强或者,没有被传灵塔俘获或者是杀死的凶兽,那要是什么层次啊? 绝非启罗玉金香他们这些植物系魂兽所能比拟。 进入其中,更是九死一生。 据说,有兽神之称的金眼黑龙王,就在星斗大森林和新圈沉睡。 也正是因为这位修为甚至已经接近百万年层次的恐怖魂兽存在,星斗大森林的魂兽才没有真正灭绝。 那现在怎么办? 启罗玉金香向唐武林问道。 第1161章 生命之种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只能先请生命之种开始恢复海神湖了,他告诉我,这里的情况虽然不好,充满毁灭力量。 但正所谓匹吉泰来。 他能够通过自己的生命力量将这些毁灭能量进行转化,花费的能量虽多,但一旦完成转化之后,重新激发的生命能量也会更加庞大,非常有利于他在这里生根发芽。 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得多。 而且他原本的根基在这里,加上这里充沛的水元素中潜藏的生命能,是最适合他重新扎根的地方。 他让我先将他送到湖水最深处去种下,至少在一年之内,他之前所吸收的生命能还能支持。 然后就需要我们将更多的生命能量补充给他了。 不能获得生命水晶或者是未免之种这些,一些其他的生命能量也可以。 但这恐怕却需要的是杀戮或者是其他方式。 启罗玉金香正色道,那也顾不得了。 生命之种关系到整片大陆,甚至是整个斗罗星球的未来安危。 一旦生命之种凋零,整个星球都会逐渐枯萎,那时候,全人类恐怕都要为之灭绝。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帮他生根发芽,重新焕发活力。 好,那我就先帮生命之种在这里扎根。 唐武林向启罗玉金香点点头,然后让龙与雪在这里等他,再次腾身而起,向湖水中落去。 看着唐武林用十分从容潇洒的姿势扎入湖水之中,龙与雪不禁清脆一生,之前真的是白为这个家伙担心了,没想到他游泳的水平这么高。 他哪里知道,唐武林可是在海边长大的呀。 从小就和风浪搏斗,游泳水平自然是相当不俗的。 冰凉的湖水不断有毁灭的辐射能量侵袭着身体,但此时已经与生命能量沟通的唐武林却不受影响。 绿金色光环自然而然的在他身体周围撑起一层淡淡的绿色光照,将外界的辐射能量阻挡在外。 唐武林一直向下潜入,他能明显感觉到,越是水下深处,周围的辐射能量就越是强大。 可见当初那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是何等恐怖的威力了。 这样大破坏力的武器,确实是神体也难以抵挡啊。 人类创造出这样的武器,难道就不怕有一天将自己都彻底毁灭了吗? 起罗玉金香已经融入回唐武林的身体,但也释放着自身淡淡的忧香,虽然不能化解辐射能量,但也对唐武林有着提神醒脑的帮助。 唐武林越前越深,周围的光线也变得越来越暗了,脑海中的生命之种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没有任何生物存在的海神湖,给人一种寂静到恐怖的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空空荡荡的,唐武林体内龙和有力跳动,提供给他足够的养分。 到了魂圣这个层次,实际上早就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长时间潜水不成问题。 大约深入数百米后,唐武林一直向前,幸好有生命之种的指引带动,不然的话,真的想要寻找海神湖的中心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终于,他眉心中的生命之种微微一震,唐武林随之停了下来,控制着自己的身体落入湖底之中。 周围是无尽的水流,他通过精神力甚至能够观察到那些充满毁灭气息的辐射能量是氮子色的,伴随着水流在不断波动。 这样的地方,就算是生命力非常强大的水下浑兽恐怕都很难生存。 眉心处微微一仰,一道碧绿色的光芒射出,落在湖底。 紧接着,一道光影也随之从唐武林的眉心处钻了出来。 那是一根通体呈现为青碧色的藤蔓,他直接钻入湖底,然后就在唐武林的感知中,无穷无尽一般的不断从他眉心处涌出,向湖底钻去。 唐武林顿时有种自身被抽空的感觉,他体内的魂合、龙合都在剧烈的律动着,却不受控制的不断释放出自身最精纯的能量注入到那藤蔓之中。 湖底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伴随着生命之种的入住,深邃的湖底渐渐散发出淡淡的闭光,闭光出现,周围的毁灭能量顿时涌动起来,他们天生的毁灭气息很自然的排斥着生命能量出现。 很快,就在生命之种扎根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深紫色的漩涡。 但是,令人奇异的是,当这深紫色漩涡出现之后,生命之种扎根的湖底反而变得更加碧绿了,那些淡紫色的能量如丝如缕的被吞噬其中,潜移默化的消耗着。 果然,生命之种已经在开始吞噬湖中的毁灭能量了。 唐武林大喜,更是不遗余力的将自身魂力注入,凭借玄天公魂厚的能量辅助生命之种。 渐渐的,它开始产生出虚弱的感觉,但就在这时,海神湖内出现了一片奇异的景象。 在唐武林感知中,那些丰厚的水元素开始波动起来,原本只是精神感知中一个个细小的蓝色光点竟是在开始缓慢凝结,化为一个个较大的蓝色光点,甚至已经到了肉眼可变的程度,然后再朝着生命之种蜂拥而去。 水元素的滋润让生命之种变得越发碧绿了。 突然,唐武林眉心一震,只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挣脱了出去似的,紧接着,它身上排在第五位的绿金色浑环瞬间暗淡下来,变得虚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似的。 而在唐武林的注视下,湖底正中,那片碧绿色突然变得通透起来,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宝石深处,一颗淡金色的种子正在如同心脏一般轻微的绿动着,散发出极为浓郁的生命气息。 每一次生命气息向外绽放,周围的毁灭能量就有大量被吞噬,吸收,然后那壁绿色就变得更加浓郁几分。 扎根成功了。 唐武林心中顿时产生出这样的念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很可能失去第五魂技而沮丧,生命之种的扎根意义重大,可以说,这是重建史莱克学院至关重要的一步,有着生命之种的存在,就相当于史莱克学院有了根基,有了核心。 就像当初黄金古树守护史莱克学院一样,海神格在黄金古树的守护下,不但能够让史莱克诞生更多强者,更是成为最后防御。 没有黄金树,唐武林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只是因为当时的黄金树作为生命之种的延伸,因为大陆生命能量的逐步匮乏,再加上给自己自然之子的启迪,本身变得虚弱,否则的话,应该能保护更多人。 对此,唐武林一直深深的自责,如果不是自己,或许就有更多人能够活下来。 所以,当他眼看着生命之种开始扎根,他的内心情感顿时宛如井喷一般爆发出来。 阁主、师祖、疯子老师、还有伙伴们、史莱克学院的师长们、同学们。 你们在天之灵请保佑我,让生命之种重新发芽,重新绽放。 让我们的史莱克,也能重临整个大陆吧。 唐武林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双手下意识地攥紧拳头,默默地注视着生命之种,不遗余力地将自身能量注入。 哪怕已经出现虚弱的感觉,他也没有半分的停顿。 生命之种的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盛了,渐渐地,种子顶端悄然裂开,一根细小的绿芽从里面钻了出来,破土而出,在众多毁灭能量的环绕下,坚强地钻出泥土,在水波中轻微荡漾。 在他出现的一瞬间,周围百米范围内的所有毁灭能量突然瞬间奔涌而至,向生命之种涌去。 唐武林吓了一跳,想要阻止,却不知道该如何才能阻挡。 就在这时,生命之种上散发出一层绿色光运,这些毁灭能量在接触到绿色光运之后,竟然化为了绿光的一部分,沿着生命之种导入到它的根部,然后钻入泥土深处去了。 这是 生命转化 将毁灭能量转化为生命能量吗? 真不愧是生命之种啊。 而伴随着对这些毁灭能量的吸收,生命之种的成长速度肉眼可见,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变成了一株大约三尺高的小树,上面有七根纸条,每根纸条上有七片叶子,通体清闭通透,蕴含着浓浓的生命能量。 第1162章生命绽放 成了,扎根成功了。 唐武林暗暗的松了口气。 生命之种一直在它体内蕴养,固然带给它众多好处,但它还是更加期待生命之种重新扎根。 它是整个卫面生命能量的代表啊。 现在想想当初它险些被深渊圣君吞噬的场面,唐武林还忍不住会心生后怕,要是生命之种都被吞噬了,那么,几乎就注定了斗罗大陆卫面将会被深渊卫面毁灭。 现在,生命之种终于重新生根发芽,接下来,就是如何将它壮大的问题了。 略微松了口气,眼看着周围的毁灭能量和生命之种的生命能量渐渐形成了平衡的趋势,不断有毁灭能量被转化,再通过生命之种的根部被送入泥土深处,唐武林准备返回水面之上。 正常情况下长时间闭气不算什么,但刚刚它倾尽全力地释放自身一切能量给生命之种,在虚弱的情况下,再加上周围水压的压迫,它就有些承受不住了。 正在这时,生命之种位于最上面的一根枝条突然动了动,紧接着,在那根枝条上就盛开了一朵小花,花是金色的,顿时将周围的湖水完全渲染成了一片金色光韵。花苞开放得很快,转瞬间就变成了盛放。 这一幕奇景不禁让唐武林停顿下来,生命之种开花了。 还没等它更多的惊讶,那一片片金色花瓣突然飘散开来,脱离了本体。 在原本花朵的地方,一枚金色的果实悄然长成。 这枚金色果实直接飞向唐武林的方向,就在它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果实突然炸开,化为一棚金色的液体,顺着它的蹊跷钻入。 顿时,唐武林只觉得一股难以形容的心香突然充斥在全身上下每一处角落。 先前的虚弱与疲惫瞬间荡然无存,甚至还让它有种生命升华的感觉。 就连金龙王最后的七道封印似乎都变得更加稳固了。 这是。 唐武林看着自己变得通透的肌肤,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瞬,就在那枚金色果实爆开的地方,一枚金色种子悄然浮现而出。 和原本的生命之种相比,它看上去要小一些,大约只有原本生命之种三分之一大小,但当它出现后的下一瞬,它就化为一道金光,顺着唐武林的眉心处钻入,悄然消失了。 原本因为生命之种离开的空虚感再次填满,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似的。 去吧,我的孩子! 通过生命连线,你将能随时把生命能量传递给我。 生命的复苏,就要依靠你的力量了。 一股柔和的能量化为金色光运包覆着唐武林的身体,带着它冉冉升起,向湖面上而去。 唐武林此时心中是充满震撼的,这就是生命之种的力量吗? 它能够和自己交流了。 想要和生命之种说什么,但联系却在这时断开,当它离开的时候,伴随着那一颗果实的消失,刚刚生长出的生命之树明显光芒暗淡了几分。 罗兄,刚刚那是。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而此时此刻,在他体内的起罗玉金香声音中却充满了亢奋,生命里赞,那是生命里赞哪。 生命之树的生命里赞? 我们跟你一起离开冰火两一眼,简直是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生命之种的生命里赞,会赋予你近乎不死的能力,它将你的生命特征完全升华,升华到了类似于半神的层次,更让你和它有了最直接的联系。 我明白了。 生命之种是担心自己无法在这存活,如果不能提供给它充足的生命能量,未来它终究还是要凋零的,所以,它不惜代价的诞生了一枚生命果实为你进行生命里赞,让你能够更好地吸收天地间的生命能,生命果实之中的副种也将成为未来的希望,就算生命之种凋零了,也还有机会通过副种重生。 生命之种真是用心良苦。 我们一定要不惜代价帮它找到足够的生命能。 当它真正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生命里赞对你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唐武林虽然并没有完全明白起罗玉金香的话,但它也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 毫无疑问,生命之术乃是整个斗罗星的生命核心,只有给它提供足够的生命能,它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将庞大的生命能量反补斗罗星,从而让星球更充满生命气息与活力。 而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提供给它足够的生命能,绝不能让它再凋零。 唐武林也相信,生命之术一旦成长为曾经的黄金古术,但是凭它的力量,就已经可以很大程度的庇护重建的史莱克学院了。 自己重建学院的目标总算是跨出了一步,而且是坚实的一步。 钻出水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唐武林顿时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在生命里赞的滋润下,它的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了,这可不是来自于龙河的金龙王血脉能量,而完全是属于它自己的能量。 唐武林发现,自己的心脏竟然也变成了金色,而且跳动的力度竟然比龙河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可都是浓浓的生命能量带给自己的呀。 正在他准备向岸边游去的时候,突然,在他的精神感知之中,岸边处似乎有非常强烈的魂力波动出现,而且正是龙羽雪停车的地方。 嗯?羽雪遇到敌人了。 唐武林不敢怠慢,瞬间从水中拔身而起,虽然他现在不能动用豆楷,但他本身也是魂圣修为,踏波而行,急速朝着岸边冲去。 远远的,他就已经看到,一道道魂迹光芒在闪烁,还伴随着一声声娇喝。 魂力波动极为强烈。 龙羽雪的对手竟然比想象中更强,要知道,现在的他也已经是六环魂帝修为,更是血神军团精锐,一般同级别魂师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可此时此刻,龙羽雪面对的对手却更强,在他身边宛如一道幻影一般,而攻击力却又偏偏是大力尘。 每一次碰撞,龙羽雪都会有所吃亏。 若果不是他的冰雪魂迹控场能力不俗,凭借着低温加上海神湖水元素的增幅,恐怕早就已经落败了。 看你还能支撑多久。 虚幻的身影中响起一声娇喝,紧接着,那虚幻身影突然变得凝实,化为一只黑猫,闪电般向龙羽雪扑去。 他的前爪突然变得巨大起来,身体则是瞬间变得透明,避开龙羽雪的一枚叙事冰枪。 巨大的猫爪转瞬间就到了龙羽雪面前,直接向他肩膀处拍击过去。 此时龙羽雪的二次窦凯已经是释放着的,可从那猫爪的力度来看,如果这一击命中,恐怕龙羽雪的窦凯未必能挡得住。 就在这时,金光闪烁之间,一道高大的身影挡在了龙羽雪面前。 砰的一声,猫爪落下,狠狠地拍击在那金色身影之上,但那金色身影却只是身体晃动了一下,就站稳身形,宛如一道屏障一般,挡住了黑猫的去路。 第1163章 幽冥已久 黑猫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四只落地无声,一双分别是蓝色和绿色的眼眸牢牢地盯视着眼前这人,胸光闪烁。 这当然不会是一只真正的猫,几乎没有什么猫类魂兽可以修炼得如此强大。 不是猫当然是人,武魂真身所化。 以七环修为,自然能够压制龙羽雪的六环境界了。 挡在龙羽雪面前的,当然正是唐武林,此时此刻,他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黑猫,双眼微眯,双手在身体两侧展开。 淡淡的金色光韵在身体周围盘绕。 羽雪,你先上车。 唐武林沉声道。 好。 龙羽雪刚刚和这对手交锋,一直都被牢牢压制,而且,这对手的实力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强大,自己都已经释放二次斗铠了,可对方却连斗铠都没释放出来,只是凭借武魂真身就压制的自己毫无办法。 这是何等实力? 要知道,自己六环修为加上二次斗铠,可是相当于八环魂斗罗的战斗力啊。 黑猫只是略微停顿一下,就闪电般的向唐武林扑了过来,两只前爪瞬间幻化出无数找影,唐武林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攻击线路,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完全被对方的攻击笼罩住了。 那猫爪极其风锐。 利刃光芒闪烁。 唐武林低喝一声,左脚跨出一步,右拳轰出。 没有任何技巧,一力降实惠。 面对这种速度奇快无比的闽攻系战魂师,唐武林并没有要和对方比拼速度的意思。 同时他也对自己已经开始领悟本体宗先天秘法的身体非常有信心,硬碰硬,看谁能够伤得了谁。 你有千百爪,我只有一拳。 唐武林这一拳挥出,甚至没有任何喧赫的气势,可在对面黑猫的感知中,这一拳却像是流星一般,恐怖的压迫力甚至令他灵魂都出现了颤抖。 自己的猫爪未必能够真正的击贵对手,但毫无疑问,如果挨上这么一拳的话,自己一定会死得非常难看。 所以,在关键时刻,黑猫伸出的猫爪突然一收,身体在空中极其巧妙而灵活的翻身,一道幽深的光芒出现在唐武林拳头上空,并没有和他碰撞。 但这一道斩击光芒却劈开了唐武林拳头所带来的压迫力,那黑猫身影瞬间变得虚幻,借助那破开的一道缝隙一闪而逝。 下一瞬他就出现在了唐武林身后,双爪同时向唐武林背心抓去。 无论是应变,速度,魂技使用,都可以用妙道豪颠来形容。 凭借着武魂真身的增幅,这一击仿佛要将空气撕裂。 还没命中,唐武林背部肌肉已经有刺痛的感觉了。 唐武林冷哼一声,背部肌肉骤然隆起,一块块菱形鳞片浮现而出。 他根本就没有转身,身体猛然向后靠去。 竟然以身体作为武器直接向对手撞了上去。 这可不是他惯用的手段,而是从阿儒恒那边学来的,本体宗一向以身体为武器,身体任何地方都可以化为武器的一部分。 黑猫显然也没想到唐武林会如此,这次他没有再闪避,他也想看看,这对手凭什么敢于用后背来硬扛自己的攻击。 刺耳的摩擦声在唐武林身后迸发。 他的衣服樱声破碎,露出里面的金色鳞片。 猫爪从鳞片上划过,剑起一片火星,更是在鳞片上留下了一道道白痕。 但令那黑猫震惊的是,自己足以生撕钢铁的利爪,竟然没办法突破唐武林的防御,眼看着,那宽阔的后背就要撞击到自己面前了。 更可怕的是,他背后鳞片竖起,简直就像是钉墙一般,这要是被撞上,肯定是要伸受重创的。 这是什么怪物? 防御力怎会如此之强? 而且,他到现在都还没释放出自身的武魂呢。 不只是后背撞击,唐武林的右肘同时伴随着转身向后挥去。 这一肘挥出,空气中隐隐有龙吟迸发。 那黑猫的反应极快,眼看命中无果之后,双爪改抓围拍,想要凭借对唐武林身体的推力建立后跃。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层筋萌萌的光华骤然从唐武林背部涌出。 黑猫只觉得一股黏性瞬间出现,自己是拍中了唐武林的后背,但却别那股力量牵引住了,眼看着就要被后背撞到,同时唐武林的肘部也到了他头部的位置。 不好。 危急关头,黑猫毫不慌乱,他的身体竟然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原本身长大约在两米开外的硕大黑猫,身体骤然膨胀起来。 黑色毛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身形也在刹那间膨胀到了足有七米身长,力量暴增。 身上的毛发瞬间蒙上一层金光,虎头低下,猛的和唐武林肘部撞击在一起,同时一双虎爪凶狠前拍,和唐武林撞击而来的背部碰撞在一起。 砰,砰两声闷响,已经变成巨大白虎的身体终究还是被唐武林撞击的飞了出去,在力量方面,就算是阿如恒现在都不愿意和唐武林硬碰硬了。 十一层金龙王精华的融入,早已让他的力量达到了足以和成年霸王龙媲美的程度,甚至还要游游过之。 白虎在地面上一个翻滚,重新翻身而起,眼中凶光暴射,但也不无忌惮。 盯视着唐武林,露出责人而适的模样。 唐武林此时已经转过身来,看着那身形巨大的白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而此时此刻,已经回到车上的龙鱼血已经看得完全呆住了。 身为血神军团年轻一代的精英,龙鱼血一直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更是认为血神军团年轻一代的强者在大陆上也足以自傲。 哪怕唐武林的出现,在他看来更多的也只是个案而已,毕竟,唐武林可是当代史莱克学院史莱克七怪之首啊。 当时也就只有一个唐武林而已。 可此时此刻,看着唐武林和那对手交锋,他心中却不自觉的生起沮丧之意。 唐武林没看到这位魂师的本来面貌,他可是看到的呀。 这分明是一位比他年纪还要小的女魂师,可修为方面,却明显要比他强多了。 和唐武林几次碰撞虽然也是吃了亏,但却并没有真的落入下风,而且,现在化身为巨大白虎的他,明显比之前更加强大。 而这些手段,在之前面对自己的时候根本没用。 而且,对方还没有释放豆楷呢。 如此年纪就已经是七环魂圣修为,要说他没有豆楷,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呀。 巨大的白虎下蹲,身体再一次膨胀,变得更加雄壮了,身上的七个魂魂之中,一三五七。 四个魂魂全都闪耀着,单是这同步推动四个魂魂释放魂迹的能力,就远非普通魂师能够比拟。 可就在这时,唐武林突然大喝一声,等一下。 白虎愣了一下,没有在第一时间扑出,冷冷的道,怎么?你怕了? 唐武林的眼神变得极为丰富,有些不敢置信的道,你,你是五思朵。 白虎庞大的身躯明显一僵,但下一刻就立声喝道,你是谁? 唐武林这才记起,自己是改变了形貌的,身上骨骼一阵劈啪作响,重新变得高大挺拔起来,同时双手在脸上抹了抹,露出本来样貌。 当那巨大白虎看到他的本来像貌时,庞大的身体猛然一僵,身上闪耀着的四个魂环几乎是同时光芒暗淡,师生道,唐武林,你,是你吗? 一边说着,那白虎已经人力而起,然后重新幻化成人形,可不正是拥有幽冥灵猫和白虎双生五魂的一代天骄伍斯朵吗? 看到伍斯朵,唐武林简直有种恍如隔世一般的感觉。 从加入史莱克学院的那一天起,他几乎就和伍斯朵难以避免的产生了各种交集。 曾经的他们,是对手。 不断的竞争。 曾经的他们,又是同学,联手带起了史莱克学院的最强班级。 海神员相亲大会上,伍斯朵放下了自己的骄傲,向唐武林主动示爱,却被唐武林万言拒绝,一怒而走。 却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史莱克学院被毁灭一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竟然会在这海神湖畔重逢了。 第1164章避难所 无论是唐武林,还是伍斯朵,都有种宛如身在梦中一般的感受。 一时间,百感交集。 是我。 唐武林的嘴唇微微颤抖着,眼中泪光闪烁,更是充斥着难以形容的喜悦。 是神级定装魂倒炮弹,当初将整个史莱克学院全部毁灭,原本他认为,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都已经死光了,却万万没想到,今天在此时此刻,自己竟然还能见到伍斯朵。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兴奋的事情呢? 伍斯朵还活着,他竟然还活着呀。 而且还成就了七环魂王。 伍斯朵突然大叫一声,身形一闪,猛地扑入唐武林怀中,在一声声尖叫中,用力地抱紧他的脖子,一双长腿更是直接盘绕在了他腰间。 更是粗暴地一口咬住他的肩膀,泪水滂沱而下,大哭起来。 怕自身防御力震伤他的牙齿,唐武林可以控制着自己的肌肉变得柔软,搂住伍斯朵的胶躯,他又何尝不是百感交集呢? 劫后重逢,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了。 而此时此刻,坐在浑倒汽车内的龙鱼血情绪也同样波动得有点厉害。 他眼看着那长腿少女就那么用诡异姿势抱住唐武林的时候,他的心情瞬间就变得不好了。 这分明不是唐武林那个女朋友啊。 在深渊通道处,他虽然只是看到一眼谷月娜的样貌,但却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之中。 还有唐武林画过的谷月。 虽然他没有问过,但他却明白,唐武林的女友肯定是那两个女人之一。 可却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竟然又碰上一个,而且看那亲热尽头,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很是不一般啊。 龙鱼血有些气节,有些愤怒,自己的竞争对手似乎比想象中更多,而且一个比一个优秀。 刚刚这个少女,似乎是双生五魂吧。 他们见面如此激动,他应该也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难道,他也是史莱克七怪之一不成? 唐武林轻轻地拍着伍斯朵的后背,安抚着他的情绪,但伍斯朵却是久久不能自已,狠狠地咬着唐武林肩膀的肌肉,一直到衣服都渗出了血丝还不肯放过他。 唐武林此时心中完全被喜悦所充满,这一点疼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龙鱼雪终于忍不住从车上下来了,站在唐武林身边,没好气地瞪视着他。 被他看得有些尴尬,唐武林这才拉了拉伸上的伍斯朵,好了,别哭了。 先下来吧。 伍斯朵这才有些不甘愿地放下双腿,但却又狠狠地咬了唐武林肩膀一口之后,这才站起身。 已经长成大姑娘的他,身高足足超过一米八,比唐武林也只是矮了小半个头而已,一双长腿有着惊人的长度,身材欠和适度。 看上去有点瘦,但气腰圆臀,身材有着绝佳的吸引力。 此时的他,一头长发披肩,或许是因为刚刚咬过唐武林的原因,全身都散发着几分野性的味道。 看着他红肿的双眸,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充满了丰富情感的笑容,看到你活着,真好。 听了他这句话,伍斯朵忍不住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本来是多么坚强的姑娘啊。 可是,遭逢大难之后,他整个人的情绪都近乎于崩溃了。 此时此刻,更是完全发泄出来。 忍不住再次抱住唐武林。 而这一次,却要温柔得多,只是抱住他。 唐武林任由他抱着,任由他哭泣,只是无声地拍着他的背,安慰着他。 两久,在龙与雪近乎喷火的目光注视下,伍斯朵才有些不甘愿地从唐武林怀中起身,武林,这些日子你都去了什么地方啊? 你可知道,我们找你们找得好苦。 如果不是老师坚定地认为你们没死,我们恐怕都要放弃了。 我们。 听到这两个字,唐武林险些从圆地跳起来,他猛地双手抓住伍斯朵的肩膀,失声道,你说我们。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还活着? 老师,老师他还活着吗? 看着唐武林激动得双眸通红的样子,武斯朵泪中带笑地用力点了点头,是的,他们还活着,武老师还活着,徐渝成,骆桂兴,杨念夏,郑宜然他们都还活着。 你们呢? 你们呢? 当唐武林听到那一个个名字的时候,泪水终于再也忍不住地奔涌而出。 白衣蓝剑,冰天雪寒武长空,自己感情最深刻的老师,更曾经是唐武林儿时的偶像啊。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还有那金雄杨念夏,碧蛇正宜然,禁锢骆桂兴,不死徐渝成,他们都活着,都活着,再加上面前的幽冥武斯朵。 当年班级中最优秀的几人,全都活着呀。 自己还有更多的伙伴,更多的同学们。 在大难之后,得到这样的消息,怎能不让唐武林情绪激荡呢? 活着,他们也都活着。 是阁主保护了我们,保护了我们史莱克七怪都还在。 太好了,这真的是太好了。 唐武林此时又哭又笑,就像是个孩子。 龙雨雪的眼中早已经没有了极度的情绪,他从未见过情感如此释放的唐武林。 在他眼中,他永远都是那么冷静,可此时此刻的他,再也和冷静没有半分关系。 他甚至有些羡慕他们,羡慕他们曾经在史莱克学院学习,能有那么多优秀的同伴,能有那么多共同的经历。 如果自己也能是他们中的一份子,那该有多好。 快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唐武林迫不及待的问道。 武斯多听他询问,笑脸上的表情反而变得暗淡了下来,一抹苦涩随之浮现在嘴角处。 是学院救了我们。 是学院的大阵。 当时我们跟随武老师,在主校区那边辅助外院学弟,学妹们修炼。 你知道的,我们五个都没有离开学院,虽然已经能够毕业了,但我们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我们都已经适应了学院的生活,也喜欢学院之中的一切,并不想离开,就做了武老师的助教。 那天,灾难突然到来。 学院老师们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他们开启了学院的防御大阵。 当那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落下的时候,他们凭借着燃烧自身,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分钟的时间。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在学院地底深处竟然一直都有一处避难所。 你知道吗? 只有一分钟,当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可几乎所有老师们,全都将生的机会给了学生。 避难所内能够容纳的人数有限。 再加上防护照需要足够多的能量。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一位位老师们将自己点燃,燃烧成了火球,他们在火焰中,是笑着催促我们进入避难所的。 那时的我们想要冲过去,却被五老师抓着,一个个都扔进了避难所。 就在他想要从回去辅助其他老师燃烧自己的时候,却被李老一脚踢进了避难所之中。 第1165章 史莱克的精神 你还记得李老吗? 就是当初我们参加入学考试时那位总是笑咪咪的李老。 李老当时只是平静地对我们说,我们还年轻,我们是史莱克的希望。 让我们牢记史莱克的传统,牢记每一个史莱克人的光辉与荣耀。 是老师们,老师们将生的机会给了我们。 他们毫不犹豫的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选择了牺牲自己。 用自己的生命光辉照耀着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史莱克的精神。 他们是真正高贵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火焰照亮了我们的,洗涤了我们的心。 来得及进避难所的,只有216个人,老师,却只有五老师一个。 其他所有老师,还有来不及进避难所,跟我们一起沉入地下的同学们都死了。 和史莱克共存亡。 说到这里,伍斯朵已是气不成声。 一分钟,是啊。 当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可就是在那一分钟的时间内,很多人都做出了选择。 没有一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是怯懦的。 没有一个人去抢学生们的生存空间。 如果不是五常空足够年轻,李老甚至不会阻止他赴死。 这就是史莱克。 天下第一学院的精神。 史莱克的老师们,用自己光辉的生命火焰,点燃了史莱克学院在毁灭前最后的夺目光彩。 哪怕是作为局外人的龙鱼血,此时此刻,在一旁都已经听得完全呆住了。 这就是史莱克,这就是史莱克学院呢。 一直以来,他身边的长辈们无不对史莱克学院推崇被制,而在血神军团之中,也不乏史莱克学院毕业的学员们。 曾经一度,龙鱼血认为,不就是一所学院吗? 再强大又能如何? 可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史莱克早已经不只是一所学院,他更代表着一种精神。 两万年的沉淀,依旧没有让史莱克人失去这份精神,依旧让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抉择。 这就是史莱克,英雄的史莱克。 扑通一声,唐武林朝着海神湖的方向跪倒在地,泪流满面的重重的磕了三个头。 伍斯朵也在他身边跪下,看着面前的海神湖,他们仿佛又看到了曾经史莱克先辈们的英容笑貌。 那些严厉的老师们,那些对他们要求苛刻的尊长们,此时此刻,却都伴随着海神湖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史莱克学院灰飞烟灭。 唐武林还清楚地记得,银月斗罗蔡老当初对他们的为难,可是,现在的蔡老呢? 身为史莱克学院外院院长的他,毫无疑问,承担起了那层护照最核心的能量支持。 那一位为史莱克的强者们,在学员遇到生死危难的关头,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学员们活下来的机会。 他们是笑着离开的,因为他们没有半点玷污史莱克的光辉。 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只是要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用生命去守护自己学生的老师,仅此而已。 史莱克是学院,而他们是老师。 老师要做的,就是对学生们言传深叫。 而在这生死大恐怖到来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给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无比沉重,却又必然会烙印在学生们内心最深处终生的一课。 带我去见他们,去见武老师。 还有大家。 唐武林哽咽着向身边的武思朵说道。 武思朵用力的点了点头,好。 抹了磨脸上的泪水,他的目光却看向了身边的龙鱼雪,他是谁。 唐武林道,是我在军队中的伙伴,是可以完全信任的。 武思朵看了龙鱼雪一眼,龙鱼雪也正在看着他,二女目光接触,隐隐有火花碰撞。 武林,事关重大,外人还是不能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 武思朵向唐武林正色道。 唐武林迟疑了一下,然后才向龙鱼雪道,鱼雪,那你先回去吧。 龙鱼雪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之色,只是点点头,那你也早些回来。 然后就像个听话的小媳妇似的,驾车离去。 目送着他离开,武思朵表情有些怪异的看着唐武林,道,你女人。 唐武林苦笑道,别开玩笑了,我们是同事。 你知道的,我爱的是谁。 武思朵白了他一眼,那他呢? 他为什么不在你身边? 这句话问得唐武林身体一僵,却又无言以对,他是多么希望谷月娜能够在自己身边呢。 可是,现在他却连谷月娜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看出他的尴尬,武思朵不禁惊讶的道,难道你们俩没在一起? 唐武林叹息一声,一言难尽,先去见武老师再说吧。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武长空了。 自从史莱克学院被毁之后,他就一直认为只有自己和伙伴们是史莱克最后的希望了。 直到今天,再见武思朵之后他才知道,学院竟然还有整整216人活了下来。 或许他们之中没有顶级的强者,可这些却真真正正都是史莱克的种子啊。 更何况,还有武长空老师也活了下来。 跟我来。 武思朵没有再问,跑在前面,唐武林紧随其后。 环绕着海神湖朝着一侧方向跑去。 大约绕过了三分之一个海神湖之后,武思朵向唐武林一招手,然后纵身一跃,跳入海神湖之中。 唐武林紧随其后。 游荡在前面的武思朵,就像是美人鱼一般,在水中,更能看清他曼妙的身影。 武思朵向水底深处前去,在他身体周围,闪烁着若隐若现的虚无光芒,正是他幽名灵猫的能力,显然是在阻挡着水中辐射。 这边并不是当初爆炸的核心位置,相对来说辐射会小一些,但也同样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存在。 唐武林跟随着武思朵一直潜入到湖水深处,武思朵身形一转,在湖底站定,略作寻找之后,在一处轻微一暗。 顿时,伴随着一阵嘎嘎声响起,一个奇异的金属架子缓缓升起,里面似乎有气流涌出,竟是冲击的水流无法入内。 伍思朵朝着唐武林招了招手,身上魂力光芒大放,直接钻入那扇门户之中。 唐武林来到门户旁边,这里的水压很大,但对于他这等修为来说,这点水压当然就不算什么了。 紧随其后钻了进去,强烈的气流吹息。 伍思朵按了个按钮,金属门缓缓下沉。 当他完全闭合时,气流自然也就停止了。 门内,竟然没有半点水渍。 光线有些昏暗,墙壁上有浑倒灯,但只是维持着阻微弱的亮度。 伍思朵向唐武林一挥手,率先向深处走去,唐武林带着兴奋的心情紧随其后。 奇怪巴绕,似乎一直是向下方行进的,一边走,唐武林不禁有些好奇的问道,伍思朵,这地下避难所究竟是怎么建成的? 连是神级定装浑倒炮弹的威力都没能覆盖吗? 第1166章白衣蓝剑还在 伍思朵点点头 一边走一边说道,避难所在深达三百米的地下 就是为了预防大威力浑倒器而建造的 是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完成 距离地面大约两百米开始 就有混凝土层和稀有合金层相互叠加,一直叠加数十层 哪怕是再有一枚是神级定装浑倒炮弹,也无法轰击到避难所内部 避难所其实是足够大的 但当时袭击来的实在是太突然,没有老师们主持,防护照无法支撑到我们进入避难所 电梯能够容纳的人数和升降次数也有限 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损失如此惨重 后来,大爆炸结束后,我们并不知道上面的情况,后来是武老师找到了避难所的内部设施,逐渐向上挖掘,才弄出了这个出口 但这不是唯一的出口,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另外的出口 学院的先辈们,早就做了最好的应急准备 一直向下深入,足足深入百余米,地势才变得平缓起来 唐武林已经看到了金属与混凝土的结合层了 不禁探为观止 这等层次的防护力,确实是现代武器也无法毁坏的 史莱克先辈们用他们的高瞻远瞩和智慧,给后辈带来了声的机会 武斯朵 正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唐武林听起来有些熟悉 但那个声音很快就变得警惕起来,还有谁跟你一起来的 怎么是两个脚步声 一边说着,里面明显的魂力波动出现,一柄巨大的漆黑镰刀无声出现 直奔唐武林的方向展出 武斯朵面带微笑,甚至都没有开口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上前一步,右手挥出,金光一闪,黄金龙枪已经落入掌中,钉得一声翠响,挡住了那漆黑的镰刀 徐渝成,是我 熟悉的声音,巨大的镰刀,可不正是有不死之称的徐渝成吗 阴暗的角落中,身影一闪,徐渝成已经出现在唐武林和武斯朵面前,当他看到唐武林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完全呆滞了 然后还用力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一向以冷酷外表示人的他,此时看上去竟然有点萌 此时的徐渝成看起来和一年前相比,多了几分风霜的味道,但也更显冷酷 可面对唐武林,他手中的死神镰刀却在下一瞬就已经收回,失声道,你,你还活着 唐武林用力的点了点头,大步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徐渝成面部肌肉抽搐了几下,目光看向旁边不远处的武斯朵,再看看唐武林,快放开我,我可不喜欢男人的拥抱 唐武林顿时笑了,这家伙,还是以前那样的臭脾气 刚刚,他身上闪耀着的,也是七个魂环,也已经是魂圣了呀 当初一起加入史莱克学院的他们这批学院,在二十岁出头的年龄,都已经到了魂圣这个层次 不得不说,他们绝对是史莱克近千年来最优秀的一批学员 或许这就是上天针对于史莱克这次大难给予的补偿吧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徐渝成看着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道,同样的问题我估计还有很多人感兴趣,走吧,我们去见武老师,我一起说 好 徐渝成用力的点了下头,然后又看了武斯朵一眼 你总看我干什么? 还不在前面带路 武斯朵称道 徐渝成叹息一声,摇了摇头,这才走在前面 唐武林心中微动,大概猜到了一些为什么徐渝成情绪怪异 他和洛贵星一直都很喜欢武斯朵,但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武斯朵却向自己示爱,弄得二人对自己多少都有了几分情敌的味道 时过境迁,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展,但看徐渝成的样子,似乎是发展得不太顺利 否则的话,他看着自己的眼神也不会是像情敌那样了 回想起海神园相亲大会,唐武林心中不禁一阵温馨 如果再回到那时候该多好啊 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说什么也不能让之前那场悲剧重演 深入避难所,唐武林惊讶的发现,这里竟然建造得非常干爽,穹顶有六米高,丝毫不显的压抑 唐武林此时的心情充满了激荡,对于重建史莱克,他早就已经做好了承受巨大压力,面对各种最不好局面的准备 却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能够有柳暗花明 这可是二百多名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呢 虽然他们都只是学员,不可能像老师那样带给自己更大的帮助,可是,有了这二百多颗种子的存在,还有五长空老师在,至少他们就有机会呀 想到这里,唐武林不禁有些心情不能自已,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期待 前方一扇不起眼的石门被徐渔城开启,走进其中后,是一片更加广阔的空间,唐武林甚至感受到了浓郁的魂力波动存在 徐渔城道,大家一直都在这里前修,虽然资源不能跟当初的学员相比,但却众志成成 他一向话不多,能说出这么多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武斯多也笑道,现在有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武老师一定特别高兴 为了保密,再加上这里也没办法受到外面的信号,所以没有任何通讯装置,我去找武老师,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 一边说着,他就如同风驰电掣一般走了 徐渔城的目光一直都跟随着他的身影一起离去,对于武斯多,他心中的执念始终强烈 可无论是他还是洛贵星,却始终都没能打动武斯多的心 相对于唐武林,徐渔城更加了解武斯多,他是高傲的,一直都是,无论什么,他都想要最好的,就像当初挑战唐武林,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最强大的 后来失败了,但无疑,唐武林的强大也征服了他的心,所以,哪怕是在三年多没见的情况下,在海神员相亲大会上,他依旧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唐武林,而不是他和洛贵星 现在唐武林未死,又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虽然徐渔城心中也很清楚,唐武林的回归对于重建史莱克必然有不小的好处,可他却明白,想要获得武斯多的心必然会变得更加艰难了 看着徐渔城有些落寞的表情,唐武林上前一步,搂住他的肩膀,在想什么?是学院未来的重建,还是因为武斯多? 他心思细腻,再加上徐渔城一向都不是一个擅长于隐藏自己心思的人,唐武林怎能看不出他的心情不好? 徐渔城抬头看向他,然后又摇摇头,苦笑道,不怪你 和你没关系 只是我们太弱罢了 好多年没有和你交过手了,有机会,我们切磋一下 武斯多有好胜心,他又何尝没有呢? 从当初入学时候的修为第一,到现在 徐渔城一直都是史莱克学院中极为优秀的弟子 他的魂力等级甚至已经高达七十六级了,还要在武斯多之上 尽管面对唐武林,他依旧明白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胜算,但他着实是有些不甘心的 好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这是对不死徐渔城的尊敬 时间不长,根本没有听到脚步声,眼前几乎是光影一闪,一道白色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唐武林面前 白衣,依旧是一袭白衣,不同的是,他那一头长发之上,已经多了极许苍白,他依旧英俊,依旧冰冷 依旧是那个白衣蓝剑,冰天雪寒 可此时此刻,当唐武林看到他的时候,却看到了他眼眸中的疲惫和难比以前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的坚定 是的,他是武长空 武老师 唐武林几乎是哽咽着呼喊出这三个字,一步上前,就向武长空深深的鞠了一躬 武长空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他的眼神依旧冰冷,但在看到唐武林的那一瞬间,一抹水光瞬间从眼底掠过 他一把抓住唐武林的肩膀,将他的身体扳正,深深的看着他,仿佛要看透他整个人似的 第1167章 活着,就好 足足半赏,他才有些艰难的道,活着,就好 唐武林咬紧牙关,没有让自己的泪水再滑落下来,你们都在,真是太好了 武长空轻轻的点了点头,跟我来 说完,他大步朝着洞窟深处走去 唐武林跟在后面,徐愚成却没有跟上,只是在原地看着唐武林跟随武长空而去,心中暗叹一声,他明白,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在武老师心中,终究都还是不如唐武林的 不只是因为唐武林本身的优秀,更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不只是师生那么简单了 武长空当初一手带着唐武林,谢谢,徐小言和古月四人进入史莱克学院,他们也都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他们是最好的 现在唐武林回来了,武老师虽然什么都没有多说,但徐愚成明白,自己和武四朵等人,再不会是史莱克这些活下来学员们的领袖了 武长空带着唐武林一直向内,穿过一片广场时,唐武林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他都认识,而是因为,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史莱克的校服 武长空没有回头看他,只是一边走一边说道,学院依旧分为内院和外院,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外院的学员,一切规矩如故 想要进入内院,就必须要凭本时才行 就像你们当年一样 大家都很努力 听了这句话,唐武林刚刚好不容易才忍住的泪水终于还是流了下来 内院,外院 这是何等熟悉的名字啊 终于又一次听到了 内院,外院还在 史莱克就从来都没有消亡过,史莱克还在,史莱克的精神也还在 又穿过一条通道,这地下的设施比想象中更多 面积也更大 唐武林跟随着武长空一直来到一间石室 石室内甚至连最简单的布置都没有,只是地上有一个蒲团而已 这是我修炼的地方 武长空转过身,看向唐武林 师徒二人四目相对,看着唐武林眼中流淌出的泪水 武长空深吸口气,勉强的压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活下来的,都有谁? 武长空沉声问道 唐武林哽咽着道:"我们七个都活下来了,还有圣灵斗罗免下。是阁主保护了我们,是他帮我们活下来的。但阁主他却…… 武长空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深吸口气,你们活下来就好。过去的不要多想了,一切都要往前看。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史莱克重新回到地面上去,你明白吗?他们呢?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唐武林这才将当初大爆炸之后,自己和伙伴们经历的一切详细的讲述出来,包括他们都在各大军团学习,提升自己。也包括血神军团的情况,连深渊未面的存在都没有隐瞒。 武长空听得很认真,当他听到唐武林参与了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并且获得了最终冠军的时候,眼神终于变得柔和了几分。 很好,你们都很好,没有忘记学院,也没有忘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我代表学院谢谢你们。唐武林在这一刻,居然在武长空身上看到了一丝软弱,而他身上的疲惫似乎更加沉重了。 是啊。就像自己并不知道武老师他们还在一样,武老师也同样不知道自己等人都还活着,这一年多来,他肩头承受着的责任甚至比自己还要沉重。 他是唯一活下来的老师,更是眼看着那么多老师为了学生们而牺牲,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武老师,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重建史莱克,并且让史莱克变得更加强大。 唐武林用力的挥了挥手拳头。 武长空缓缓的点了点头,史莱克,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唐武林道,武老师,现在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必须要先了解目前这边的状况,武长空和同学们都还在,这当然是好事。 可大家毕竟是学生,史莱克也从来都不是宗门。 大难之后,侥幸生存下来,人之常情都是趋利避害。 所以,他要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愿意为了史莱克的重建而付出。 武长空眼中闪过一抹骄傲,没有一个人离开。 每一个人,都主动发下誓言。 今生今世,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史莱克的。 当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落下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已经死了,是史莱克的光辉,将我们暂时留在这个世间,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史莱克的光辉传递下去,传递给史莱克的后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武林心头大振,没有一个人离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百多名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都为了史莱克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 就像武长空说的那样,那天之后,他们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抛开了与世间的一切联系,他们的未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兴史莱克,让史莱克学院重建天日,让史莱克重铸辉煌。 这一年多来,大家都没日没夜的修炼,事实上,在这里我们也见不到外面的阳光。 除了极少数人会外出采买一些必需品,并且是在极其小心的前提下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虽然和以前相比,资源要匮乏得多,但每个人提升的速度却都要比以前更快。 学院在避难所中留下的各种资源和设备都起到了作用。 可以说,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些孩子们提升速度最快的一段时间。 听他这么一说,唐武林的表情顿时放松了几分,这真是太好了。 有您在,我真是放松了许多。 武长空深深的看着唐武林,我会一直在背后支持你。 但是,武林,你要记住,你才是当代的史莱克七怪之手。 你才是史莱克真正的未来。 明白吗? 唐武林愣了一下,武老师。 武长空挥了挥手,选你做史莱克七怪之手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当初海神阁会议的意思,你可知道,海神阁会议曾经都为了你们的成长而吃惊。 在近千年来,学院从未一次性出过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那时候师长们还在诧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现在我明白了,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正因为史莱克将要遭逢大难,才会有你们的出现,命中注定你们要为了史莱克而力挽狂澜。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狂热,唐武林能看得出,现在的武老师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史莱克学院的被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武林,你后面有什么计划? 在情绪激荡片刻之后,武长空恢复了正常,向唐武林询问道。 唐武林道,积蓄力量,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寻找机会。 武长空点了点头,不能冒进,更不能暴露我们史莱克现在留存的实力。 你们的希望在未来,你们现在还都很年轻。 你现在已经是浑胜了,而你才二十一岁而已。 那么,当你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呢? 又会是怎样的修为? 不只是你,你的同伴们也是如此。 我们有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在为了史莱克的复兴而拼命努力。 不久的将来,你们很可能就会有上百名都开始。 超过十名以上的封号斗罗,甚至是超级斗罗。 到了那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机会。 所以,我要叮嘱你的就是,一定不能过于急切,操之过急。 那只会带来灾难。 是。 是啊。 他们这些学员,每个人都是被史莱克选中的学员,无疑都是当今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又是在史莱克被毁这样的巨大压力和推动力之下,那么,每个人提升的动力都远远不是以前可以比你。 史莱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大陆第一学院当之无愧。 两百多个愿意为了学院而贡献自己一生的天才一旦成长起来,那其中代表的力量又将是何等强大。 第1168章 需要历练 更何况这些人中还包括了当代史莱克七怪,包括伍斯多,徐于成,洛贵星,杨面夏,正宜然他们这些优秀的天才。 他们每个人,在以前都是天之骄子,而现在则都是史莱克未来重建的种子。 唐武林道,武老师,我还有个建议。 哦! 武长空看向他。 唐武林道,既然大家都愿意为了史莱克的未来而奉献一切,那么,我认为,不能一直让大家都在这里。 武长空神情微动,你是什么意思? 唐武林道,单纯的只是在这里,只是修炼而不接触外界,提升的只有修为,而没有其他。 想要未来重建史莱克,并且发挥出我们最大的力量,社会性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心灵的成长。 我觉得,大家同样也需要这些。 甚至是在不久的将来,用各种身份融入到社会中去。 以他们的天赋,很快就能够崭露头角,在各方面获得一些成就。 当史莱克登高一呼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的他们,对学院的重建和复兴,能够起到的作用只会更大。 不行。 武长空断然道,这样不行。 你想过没有,人多嘴杂,就算大家再注意,也有可能说漏嘴。 更何况,一下出现二百多优秀的人才,难道不会引人怀疑吗? 他们原本的身份又都是史莱克的学员。 就这么出去,很容易暴露。 而一旦暴露,被那些针对我们的势力盯上,那还能有作为。 甚至会非常危险。 唐武林点点头,您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继续留在这里修炼,不见天日,对大家的成长影响太大了。 咱们斗罗大陆很大,而且,不久之后还很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 各方势力的注意力都会是集中在这场战争之中。 我们虽然有二百多人,但如果分散到各个地方去,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引人注意。 更何况,他们还可以改头换面,改变身份。 武长空眼神微动,详细说说你的打算。 唐武林这些念头也只是刚刚在脑海中形成的,但他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在思考这些,所以,思路很快就理顺了。 首先,我们要让大家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所以,我建议,分期分批的送他们去魔鬼岛进行学习和军训。 从魔鬼岛顺利归来,他们的生存能力必然会大大加强,同时也能学会易容术,融入社会就容易得多。 至于改变身份这个就更简单了。 唐门虽然被压缩的厉害,但上万年的积累又岂是那么容易消亡的,有唐门的帮助,给他们一些新身份不算困难。 而且会把资料做得完整。 这些我来负责和唐门联系。 在之后,就可以让大家分散开来,融入社会了。 可以参军,可以在各行各业,甚至可以加入一些宗门。 当然,我们也要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 以后,这里就是咱们史莱克复兴的总部,就是临时的史莱克学院。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唐门,再吸收新的学员进来。 而当未来史莱克学院重建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些人,就都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足以支撑起整个学院的架子。 看着唐武林侃侃而谈,武长空的眼神渐渐有些呆滞,他心中是欣慰的,但也略带苦涩。 距离学院被毁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来,他化身为最严苛的教师,督促着二百多名学院努力修炼,学习。 拼命的提升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做斗争。 可是,此时他却发现,自己的思想已经有些固化了,和唐武林相比,自己终究还是老了,而自己这个弟子,却成熟了,他所思考的事和对未来的判断,已经超过了自己。 武老师,您看这样可以吗? 唐武林问道。 武长空轻轻的点了点头,你是对的。 是我太紧张了。 就按你说的来计划吧。 我们进行一份完整的计划,第一批送去魔鬼岛的人,我来挑选。 一定会挑选一些心智和能力都成熟的人。 如此往复。 你的计划很好,具体执行方面,内部有我,外部就要依靠你了。 尤其是各方面联络。 同时,想要大幅度提升这些孩子们的能力,资源必不可少。 尤其是窦凯方面。 你是从当初走过来的,五环修为,就足以拥有一字窦凯了,甚至四环也勉强可以。 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匮乏,稀有金属很难获得,同时,学院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财富。 这些需要你来想办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已经是六级宗将级锻造师了吧? 能不能想办法从锻造师协会那边弄来一些稀有金属,帮大家锻造? 制造窦凯这方面,我们来解决。 唐武林微微汗手,这个没问题,我来解决。 武老师,我现在已经是七级圣将了。 可以制作三级窦凯所需要的金属了。 武斯朵他们,应该都可以配备三级窦凯了吧。 回头我帮他们进行锻造。 武长空一愣,紧接着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圣将,他竟然已经是圣将了。 对于史莱克学院来说,一名圣将的作用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当初,有赤龙斗罗锋无语这一位圣将,就支撑起了整个史莱克锻造方面,而现在,唐武林成就圣将,岂不是意味着他足以接替风无语了吗? 当今魂师界,个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能否成为真正的强者,窦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在这二百多人之中,只有自己一个是三级窦凯师啊? 这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唐武林晋升为圣将,能够进行魂断,这将大幅度的节约未来为大家打造高阶窦凯师的消耗,这绝对是一个大好消息。 你自己呢? 已经是三级窦凯师了吗? 武长空有些期待的看着唐武林。 唐武林道。 我的窦凯雏形都已经打造好了,现在还差最后的制作。 我已经召唤了伙伴们,等他们回来,我应该很快就能够成为三次窦凯师。 您放心好了。 武长空深吸口气,唐武林的到来,就像是点燃了他心中希望的火种。 尽管他之前一直都在拼命的努力,也告诉所有学生们,史莱克必将重建,必将复兴。 可是,他心中很清楚,那会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而唐武林的回归,带来的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啊。 有了希望,那么就一切皆有可能。 想到这里,武长空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浓郁几分。 唐武林道,第一批送去魔鬼岛的人,武思朵他们五个都去吧。 经过魔鬼岛的锻炼,他们会更加成熟。 而且,学院被毁之后,他们也都压抑得太久了,需要出去放松,放松。 说到这里,他心中暗想,去一趟魔鬼岛,相信徐渔成出来后,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情绪如此容易波动的情况了吧。 第1169章 年少时的偶像 徐渔成茫然不知,自己今天过于明显的情绪表现,让唐武林为他担心了,而唐武林这一担心,他将要面对的,会是怎样的一场修炼。 武林,我们切磋一下。 正在这时,武长空突然说道。 嗯? 唐武林惊讶地看向他。 跟我来。 武长空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带着他出了自己的房间。 在武长空的带领下,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厅,当他们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在彼此切磋,练习实战了。 这是唐武林在这避难所中建造的最大区域,大约直径有200米左右,高约30米,穹顶有着完美的圆弧,一看就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能够在地下数百米深的地方建立这样的地方,可想而知,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和时间。 而史莱克学院就是做到了,唐武林暗暗赞叹。 同时他心中也想到,正所谓狡兔三窟,未来就算重建了史莱克,也一定要多方面准备,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史莱克城了。 唐门同样是总部被毁,遭逢大难,也是元气大伤,但至少不像史莱克学院毁灭的这样彻底啊。 他们在星罗帝国还有分布,至少还能够保证唐门的正常运转。 唐门现在还有多少实力,连唐武林都不知道,就不用说外面的那些实力了。 两万年的积累,唐门底蕴深厚,那些实力虽然也想要趁势将他们连根拔起,但谁也不敢先动。 这就是拥有足够实力才能产生的威慑效果。 史莱克学院的情况就要差得多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学院太过单一,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史莱克城。 一旦史莱克城被毁,甚至连后手都没有。 那些暗中操控了这场袭击的敌人,才能如此的肆无忌惮。 啪啪啪。 武长空拍了拍手,将在场正在进行实战练习的学生们视线都吸引到了他身上。 看到武长空,学员们表情都变得恭敬起来,但当他们看到武长空身边的唐武林时,大多数人的表情就变得有些迷茫了。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年轻人,年龄都要比唐武林还小,其中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唐武林。 可对他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陌生人哪。 这还是一年多来,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陌生人。 武长空道,你们可以在远处观战,看我们切磋。 他并没有要介绍唐武林的意思。 既然之后所有人都会外出历练,有关于唐武林的情况,他们现在还是知道的少一点为好。 武长空走向场地一侧,不用他说,唐武林自然走向了另一侧,他明白,这是武老师要测试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程度。 自从唐武林进入内院之后,他们师徒就很久没有交手了。 从武长空身上,唐武林能够感受到他那如冤如玉的气息,这几年来,武老师的修为一定有了长足进步,至少应该也是八环魂斗罗层次的存在了。 更何况武长空出身于史莱克学院,和普通的魂斗罗层次魂师可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武长空冷冷地说道,他那一席白袍无风自动。 唐武林眼神一凝,看着对面的武长空,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自己第一次面对时的他。 白衣蓝剑,冰天雪寒。 尽管现在的唐武林早已经成长到了能和武长空交手的程度,可是,在他脑海之中却永远也忘不了当初武长空的萨爽英姿。 可以说,在唐武林的整个少年时代,天龙兵武长空都是他心中的偶像和模仿的对象。 是的,进入三次斗铠层次之后,武长空的斗铠多了一个龙字,龙兵的龙。 现在他的斗铠全称已经变成了天龙兵。 在唐武林心中,未来的武老师,是必然会进阶到四次斗铠层次的。 双方站定,气息瞬间就变得不一样了。 而先前还在切磋的学员们此时都已经退到了远处,带着惊讶和期待地看着这即将开始的一场切磋。 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唐武林身上,对于武长空的强大,他们早已经知之甚强,可对面这个看上去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的青年,又是谁呢? 他难道竟然能够和武老师较量吗? 武长空的双眸突然变成了冰蓝色,下一瞬,铜色长剑就已经在他掌握之中。 面对唐武林,他率先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然后唐武林就看到,一圈圈魂环从武长空脚下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 当唐武林看到最后一个从武长空身上升起的黑色魂环时,眼瞳瞬间就凝制了。 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有和武长空交过手了,可是,这才过去几年呢? 从自己当初前往星罗帝国开始算起,满打满算也不过就是五年时间吧。 五年前的武老师,应该还是七环不到八环的境界,短短五年,他竟然已经提升到了封号斗罗层次的修为吗? 虽然唐武林对自己很有信心,但哪怕是面对八环魂斗罗层次的天龙兵武长空他都感觉到很有压力,更不用说现在的武老师竟然已经到了九环修为。 一入九环,那可就是封号斗罗层次了,魂师的最高层次代表。 也就是说,自己现在都可以称呼武老师一生勉下了。 除了震惊之外,此时此刻,唐武林心中更是充满了喜悦。 任何一位封号斗罗的存在,对于大实力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消息,对于唐武林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武老师成就封号斗罗,意味着未来的史莱克学院就多了一位封号斗罗呀。 武老师的个人战斗力又那么强大,有他在,史莱克学院就多了一根中流砥柱。 想到这里,唐武林整个人都变得兴奋起来,更是战役高昂。 而就在这时,演武场外,走进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武斯朵,而跟随在武斯朵身后的,可不正是唐武林熟悉的那几位吗? 不死徐愚成,禁锢洛贵星,金雄杨念夏和毕蛇正宜然。 令唐武林有些惊讶的是,杨念夏和正宜然竟然是手牵着手走进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这对老对头竟然走到了一起。 正宜然一如既往,还是脸上带着高傲的表情,似乎永远都不会改变了。 唐武林甚至怀疑,他这表情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杨念夏看上去则更加的憨厚模样,更加的人畜无害。 曾几何时,他那腹黑的行为可是给唐武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到他们,唐武林真的想要高呼一声,大家都还在,真好。 而就在这时,武长空动了。 唐武林的瞬间失神他怎么会看不出? 而他也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的意思。 在真正的战场上,难道敌人会因为你的失神而留守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所以,武长空第一时间就出手了。 他身形宛如闪电,一股极致寒意瞬间蔓延而来。 刹那间,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 哪怕以他的身体强度,都感觉到自己仿佛要被冻僵了似的。 第1170章唐武林vs武长空 好强 现在的武老师,借助天双剑影响天气变化的温度,比以前至少低了一倍吧。 蓝色的天双剑横空出世,没有半点的花哨,一点蓝芒就已经到了唐武林面前。 和以前相比,武长空的攻击更加的简洁,但也明显更加有效。 天双剑还没到,在感觉上,唐武林就有种自己心脏被冰冻了似的感受。 此时,武斯朵他们看到武长空竟然要和唐武林切磋,也不禁全都停下了脚步,眼神凝质地观看着这场比赛。 他们也都想要看看,唐武林现在究竟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五个,可都是唐武林曾经的竞争对手啊。 虽然有一段时间对唐武林已经有些服气了,可是时过境迁,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孰强孰弱可就很难说了。 他们对于自己的提升也都很有信心。 自从史莱克学院被毁之后,他们全身心的都放在了修炼上,几乎每时每刻的都在刻苦努力,他们不信,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追上甚至是超过唐武林吗? 通过武老师和唐武林这场切磋,他们自然就能看出,现在的唐武林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在武老师的压迫下,他的能力必将无所遁形。 唐武林动了,面对五长空的攻击,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脚下一圈圈光环升起,却并非浑环光芒,整整五圈金色浑环从脚下攀升。 与此同时,他身上也迸发出一层金色。 唐武林整个人的身体瞬间膨胀到了两米多高,皮肤表面菱形的金色鳞片覆盖。 而从他身上释放出的那一层金色光芒却犹如实质一般。 五长空的天霜剑刺中那金芒之后,金芒突然变得通透起来,就像是透明的金色水晶一般,泛起一层层涟漪,天霜剑再继续深入,却宛如刺中牛皮,速度骤俭不说,天霜剑本身也显现出来, 那金色光芒涟漪扩散,竟然勉强抵挡住了天霜剑的攻击。 唐武林的右手金龙爪就在这个时候抬了起来,闪电般抓向天霜剑,与此同时,他背后一双金色龙翼就已经舒展开来。 那金光是什么? 郑宜然不禁目瞪口呆地问道,脸上的高傲表情也随之消失了一瞬间。 五长空的天霜剑有多么风锐,他们再清楚不过了,可在这种情况下,唐武林居然挡住了。 而且是用一种类似于护照之类的能力挡住,更看不出他是动用的什么魂迹。 杨念夏注意的却不是这些,他喃喃地道,我记得没错的话,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这和血脉有关的金色魂环只有三个呀。 这才多久,竟然就已经变成五个了吗? 那他的修为? 他们心中都在猜测和疑惑,而就在这时,唐武林和五长空的真正碰撞开始了。 就在唐武林的金龙爪碰触到天霜剑的一瞬间,天霜剑轰然炸开,化为千百道剑丝,在瞬间向唐武林笼罩了上去。 唐武林也是吓了一跳,身体表面的那层金光也骤然变得强烈起来,与此同时,他右脚猛然跺地,伴随着嘹亮的龙银声,八条金龙升空而起。 这些金龙根本看不出有半点是能量形成的意思,全都犹如实质一般,在他们出现的刹那,瞬间盘绕而起,阻断了后续的剑丝,同时,金龙汉帝产生的剧烈震荡,直接就向五长空脚下蔓延了过去。 虽然五长空已经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了,但唐武林也并不是没有和这种层次强者交过手。 当初在血神军团的时候,血九也是封号斗罗层次,因为小看了唐武林,甚至还栽在了唐武林手下。 而那时候的唐武林又远不能和现在相比了。 所以,虽然他惊讶与五长空此时的修为,却没有半点惧怕。 从他身上绽放的那层光芒,正是龙刚。 龙刚和龙威,并不是突破第十一层封印带给他的,而是完成五魂真身之后,让他的身体与金龙王血脉进一步融合之后而出现的。 面对五长空,唐武林直接就将龙刚用了出来,没有半点药藏丝的味道。 伴随着金龙汉的发动,唐武林整个人的气势也是骤然一变。 在五长空的感觉中,当唐武林右脚跺地的那一瞬间,他身上仿佛有一股金色气流骤然炸开,而这股金色气流令他微微一致,连精神仿佛都迟钝了,在他眼中的唐武林也似乎在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就是这么一恍惚的瞬间,脚下的震荡就已经到了。 五长空何等修为,还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脚下蓝光一闪,他已是腾空而起,在他原本站立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根冰锥,推动着他的身体升空。 但那八条金龙却是不依不饶,直奔他扑了上来。 唐武林身上龙刚震荡,剑丝落在其上,伴随着一声声震暴,被纷纷化解。 这正是龙刚与金龙震暴相结合的巧妙作用。 龙威和龙刚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乃是金龙王的天赋能力,能够完美的结合在金龙王任何能力之上。 而经过这么多实战,再加上精神力的大幅度提升,现在的唐武林,自身修为早就已经到了反扑归真程度,一身金龙王的能力已经能够非常灵活的运用,而不需要每一个技能都分开使用了。 武长空身在空中,天双剑骤然变大,瞬间一分为八,八道剑光从天而降,将八条金龙瞬间劈飞,然后再化为剑轮,接着从天而降的气势,直奔唐武林斩去。 真不愧是武老师,唐武林心中这个念头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他也在这时发动了,一圈金色光环在脚下迅速绽放开来,与此同时,身上的五个金色光环瞬间切换成了七个魂环,闪烁着的是第三魂环。 正是蓝银金光阵。 蓝银金光阵除了控制之外,最大的特性就是元素剥离。 而天双剑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冰元素的加持。 他这是要剥离五常空的元素属性。 远处观战的洛贵星不禁皱眉,武林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面对武老师他还顾得上做这些。 在他看来,唐武林这简直就是找死的行为。 武老师何等实力? 还能等到他完成元素剥离的效果? 天双剑从天而降的剑轮怎么抵挡啊? 而就在这时,唐武林展现出了让众位同窗震撼的一幕。 他的双眸猛然亮了起来,仰头望天,双眸之中金光暴射,眼角处甚至仿佛有金色光芒流淌一出一般。 黄金龙枪悍然入手,一枪刺出,千夫所指。 万千道金芒绽放,收束,直接迎上了五常空的剑轮,不闪不闭,就是硬汗。 当,轰鸣犹如幽远的钟声荡漾开来,唐武林身体微微一震,全身瞬间蒙上了一层冰霜,但这些冰霜在龙刚的守护和脚下已经开始产生作用的蓝银金光阵作用下,迅速消散。 而空中从天而降的八道天双剑冰轮却在瞬间破碎,化为漫天冰粉,也露出了五常空的身影。 在那一瞬间,就连五常空脸上都流露出了诧异之色。 虽然他早就知道唐武林的修为达到了七环,而且以他的金龙王血脉层次,实力肯定远在普通七环浑胜之下。 但也没想到,正面硬碰硬,大家都是强攻系战魂师的情况下,他竟然能够接下自己的剑轮。 要知道,他确实是没有留守,这可是封号斗罗腾刺的攻击。 唐武林那一枪之中蕴含的恐怖穿刺力,还有枪中代表的攻击力与穿刺,连他都不得不避其风锐,这是何等强悍的表现呢? 修为相差那么多,在刚刚的碰撞下,唐武林丝毫不落下风。 旁边的伍斯朵,洛桂星等人也都看呆了,他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这种程度吗?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居然,居然就挡住了伍老师的全力一击。 他们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第1171章段 唐武林千夫所指完毕,脚下蓝银金光阵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元素剥离的效果瞬间出现,周围的兵航感觉大幅度下降。 与此同时,唐武林背后双翼拍动。 并没有再多等蓝银金光阵起效,而是直接发起了进攻。 他从来都没想过要依靠蓝银金光阵来完全限制住武长空,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他要做的,是通过蓝银金光阵的效果来影响武长空,扰乱他的发挥和能力释放。 这就已经足够了。 而此时此刻,唐武林无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武长空受到千夫所指的冲击,再加上蓝银金光阵的影响,原本的攻击衔接微微一顿。 也就在这时,唐武林已经升空而起,背后双翼拍动,金龙飞翔,瞬间化为一道璀璨的金色光影,以黄金龙腔为风锐,直奔武长空冲去。 与此同时,他身上一根根蓝银黄藤蔓蜂拥而出,盘绕在黄金龙腔周围,血魂融合计。 武长空在受到影响之后,也是瞬间做出了调整,没有硬碰,而是在空中改变方向,一拧身,人就到了数十米外。 但他这一退,无疑让唐武林的气势更胜,金龙飞翔在空中一个转折,就追到了他面前。 感受着黄金龙腔上疯狂攀升的气势,武长空第一次动容了。 身上的第六魂环悄然亮起,改为双手握剑,做出一个赏撩的动作。 对于武长空的第六魂技,唐武林可是印象深刻的,这是一个叙事的魂技,叫什么唐武林技不清了,但他只是知道,武长空这一剑非常强。 念头一闪而过,天双剑和黄金龙腔就已经再次发生了碰撞。 当 唐武林身上金光瞬间暗淡,一层冰霜覆盖,甚至周围的空间都迸发出一层浓烈的白色气流, 但武长空的身体却是如同炮弹一般倒飞而出,直接飞出了百米开外。 无疑,唐武林被天双剑冰冻了,但是,令观战的众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正面碰撞的情况下,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的天龙兵武长空,天兵斗罗免夏,竟然被唐武林一枪轰飞。 他,他才是魂圣啊。 武老师可是封号斗罗呀。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相差得如此之多? 双方在都没有动用窦凯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这样? 武思朵,洛桂兴,徐渔成,杨念夏和郑怡然都已经看傻了。 这还是人吗? 他们原本的信心,在这一瞬已经荡然无存。 哪怕是武思朵之前在外面被唐武林压制时,他还认为自己凭借武魂融和既幽名白虎也不见得就弱于唐武林多少。 可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和唐武林相比,自己差的根本不是一点半点,这简直就是鸿沟一般的差距啊。 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了? 那一枪,如果换作是他们,有可能抵挡得住吗? 而就在这时,唐武林身上金光突然燃烧到了极致,他整个人在空中就像是化为了一颗金色太阳一般,手中黄金龙枪指向武长空。 金光瞬间爆射,在空中留下了一条耀眼的金色光幕。 自创魂迹,金龙九世第七世,王者之路。 面对武老师,对他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早在这场切磋开始之前,唐武林就深深的明白这一点,所以,此时此刻,他没有半点保留。 直接就将自己最强大的攻击手段用了出来。 武长空在被震飞的同时,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他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 被震飞那一瞬间,他就清楚的明白,比力量,自己虽然已经是封号斗罗了,却依旧远不如唐武林。 而且,他也被唐武林的血魂融合剂深深的震撼了。 可就算如此,他也没有半点惊慌和恍惚,在被轰飞的瞬间,身上的第七魂环就亮了起来。 武魂真深,天霜。 他整个人的身体突然拉长,当他被震飞出百米时,人已经变得足有四米高,而手中的天霜剑,更是恐怖的变成了六米长。 身在空中的武长空,此时看上去就像是一尊白色冰雕一般,看不到相貌。 而他手中的天霜剑,也已经完全变得一片洁白。 这才是天霜剑的最强形态,武魂真深。 与此同时,武长空身上的第八魂环也亮了起来,第八魂环闪烁,他手中天霜剑高举,在空中瞬间迸射出无数冰花,而这些冰花在战放开的瞬间,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 天霜之绝对零度。 武长空洞了,在空中,他依旧是那么潇洒,哪怕是宛如冰雕一般,也依旧给人一种奇异的感受。 绝对零度的超低温被他控制在小范围之中,骤然凝聚成一个冰球,向唐武林的王者之路迎了上去。 绝对零度状态下的天霜剑,无坚不摧。 轰,二者碰撞。 这一切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 换了普通的封号斗罗,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连续施展武魂真身和第八魂技。 但武长空做到了,他用自己的最强状态,迎上了唐武林的会心一击。 昂昂昂。 在碰撞的瞬间,武长空听到的,是无数激昂的龙吟声,他感受到的,是一股仿佛天地治理般的恐怖威压。 而就是在这份威压面前,他的天霜剑依旧坚定,依旧稳固。 为了史莱克的复兴,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信念。 碰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那一瞬间,所有人的情绪似乎都变得恍惚了。 在众人的视线中,武长空所画的白色冰球竟然被那金色的光芒完全渲染,化为铜色,白色冰球在那金光渲染之中,竟然是在飞速的融化着。 但也就在下一瞬,冰球猛然炸开,漫天剑芒在空中爆射,飞散。 刺耳的碰撞声,恐怖的能量波动肆虐着整个炎武场。 幸好,炎武场的防护罩从来都是针对于封号斗罗层次存在的。 此时此刻,观战众人甚至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恐怖的能量碰撞在防护罩上,已经让防护罩的光芒变得太强,太强,以至于他们都无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况了。 光芒持续,久久不衰。 终于,光幕逐渐恢复正常,里面的两道身影也已经重新出现在那里。 唐武林和武长空交换了彼此的位置,他们背对着对方。 唐武林手中黄金龙枪挟指地面,而此时的武长空,也已经从武魂真身状态中解脱出来。 但是,在众人吃惊的注视下,他们清楚地看到,在武长空身上,竟然多了一层冰蓝色的甲咒,那层甲咒微微发白,内部仿佛有冰雾流转一般。 可不正是他的三次窦凯天龙兵吗? 武老师,武老师竟然被逼迫着用出了窦凯。 坑! 就在下一瞬,一声脆响传来,清脆悦耳,每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 然后在他们震撼的注视下,武长空手中的天双剑,断了。 大约四分之一长的剑刃坠落,掉在地上。 武长空的身体也随之晃动了一下。 断了! 天双剑断了! 第1172章 仰望 那可是武老师的武魂啊! 身为魂师,自己的武魂被毁,绝对算得上是重创了。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出来。 一对一,七环对九环,剑断。 而唐武林呢,他身上金光阴晕,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覆盖着全身的金色鳞片缓缓退去,站在那里,依旧犹如冤婷月志一般,窥然不动。 武斯多呆呆地看着他,在他的眼中和心中,那个身影都在不断地变大。 他一直都是那么优秀,却没想到,现在的他,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骆桂兴和徐愚成的眼神完全呆滞了,杨念夏更是毫无形象的张大了嘴,而那些年轻的学员们,一个个无不目瞪口呆,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充满了灼热。 这,这个人是谁呀? 他那魂环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两种相互切换,可就算是切换着,最强的也只是七个魂环而已。 却战胜了武老师。 在他们心中,武老师是不可战胜的存在呀。 可武老师却输了,甚至最后还释放出了自己的三字窦楷,这才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那么,如果这个一身金色甲皱的青年也释放出窦楷呢? 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黄金龙枪轻微的嗡名着,仿佛是在欢呼雀跃,能够清楚的看到,在那枪间最丰锐处似乎完全是透明的,甚至无法真正看清他是否真的存在。 经过斩龙刀宛如磨枪时一般的打磨,现在的黄金龙枪比以前更加丰锐了。 天双剑的无间不摧遭遇到这神器的丰锐时,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而且唐武林自己也没能完全掌握住王者之路的奥义,能发不能收,最后关头,如果不是武长空感受到危机,唐武林自己也有些无法收手了。 幸好,在他的控制下,黄金龙枪收敛了吞噬的能力,否则,武长空必遭重创,那时候就算是释放三字窦楷的来不及。 因为就算是三字窦楷,正面也很难挡住黄金龙枪的风锐。 呼! 一张嘴,唐武林口中喷出一股白烟,整个人的脸色也是一片苍白。 击败武长空绝非易事,龙刚也没能完全挡住绝对灵度的威胁。 毕竟,他才刚刚拥有龙刚,距离完全控制还差得远。 足足数秒之后,唐武林和武长空几乎是同时转身,看向对方。 武长空身上的三字窦楷天龙兵宛如冰雪融化一般褪去,他的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眼神中却充满了欣喜,向唐武林点了点头,很好,你没有让我失望。 现在我可以完全认可你的计划了。 在他看来,唐武林正是经过了魔鬼岛和军队的磨练,才有了今天的实力。 而这份修为,足以让他欣慰了。 武长空自己也同样没想到,不过是魂圣修为的唐武林竟然能够击败自己,但还有什么比这让他更兴奋的事情呢? 有途如此,夫妇何求? 通过这一战,他才真正意义上的在唐武林身上看到了希望。 唐武林收回黄金龙腔,攻身向武长空一礼,没有询问武长空的身体情况,那才是对武长空的不敬。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落脚? 武长空问道 在天窦城锻造师协会 锻造师协会会长神将郑华勉夏是我师伯,我的另一位老师牧尘圣将也在那里。 武老师,是不是将圣灵斗罗勉夏也接过来?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武长空点了点头,好,尽快接圣灵斗罗勉夏过来吧。 阁主的死,一定对他打击很大。 和大家在一起,或许会好一些。 圣灵斗罗,可以说是之前史莱克学院高层硕果仅存的一位了。 唐武林的眼神顿时有些黯然下来。 武长空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无论如何后悔都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前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去吧,和你的同窗门在一起,我会尽快做出方案规划,送第一批人去魔鬼岛特训。 魔鬼岛那边,你去一趟。 唐武林点点头,还是我亲自去一趟比较好。 好。 武长空向唐武林点点头,转身而去。 唐武林的到来,也带来了复兴史莱克的希望,他现在已经八步的赶快将规划完成。 尽可能早一些将第一批学员送去魔鬼岛历练,以增强他们的实力。 目送武长空离去,杨念夏率先怪叫一声,大踏步的就朝着唐武林冲了过来,他的身材和以前相比更加高大了,宛如一头巨熊一般。 几步就到了唐武林面前,一低头就向他冲撞了过去。 唐武林微微一笑,右手抬起,直接按在了杨念夏头上,看起来,杨念夏要比他高大得多,可仅仅是一只手,却让杨念夏完全无法再靠近唐武林半分。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其他人也已经都围了上来,那些年轻学员们看着唐武林,眼中充满了好奇,尤其是他的陌生。 洛桂星微微一笑,学弟,学妹们,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们或许没见过他,但却绝对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就是咱们史莱克学院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龙岳唐武林。 龙岳是窦凯名称,唐武林是真名。 听到这个名字,众多年轻学员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是啊。 这个名字他们当然听过,而且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当初,在海神员相亲大会的时候,他们甚至曾经远远的看到过这位学长,只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有些忘记了。 更是完全想不到,这位并没有比他们大多少的学长,个人实力居然已经成长到了能和武老师抗衡的程度。 大家好,我是唐武林。 唐武林微笑着向学弟学妹们打了个招呼。 学长,你好厉害呀。 连武老师都。 一名年轻学员刚说到这里,却被唐武林打断了,那是武老师刻意让我的,我怎么会是武老师的对手。 武老师的魂力连武成都没有施展出来。 看着唐武林一脸的真诚,年轻学员们这才恍然,原来如此,难怪学长能和武老师抗衡呢。 原来武老师是限制了自己的魂力输出。 看着年轻学员们恍然大悟的模样,武四朵等人的表情却有些怪异起来,年轻学员们分不清武长空是否用了权力,他们又怎么会分不清楚呢? 武林这家伙。 事实上,连唐武林自己都有些惊讶于自己的能力。 他当然知道自己绝不是普通魂圣所能相比,七环魂力修为加上十一层金龙王血脉,足以让他对抗普通封号斗罗了。 但他自己也没想到,连武老师这样强大的封号斗罗居然在正面的碰撞下都弱于自己。 这固然和黄金龙腔现在的无双丰锐有关,但也和自己的修为分不开。 刚刚的碰撞,武长空的绝对灵度确实影响到了他,大有几分血脉凝结的感觉。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在自己血脉凝结的同时,自身的龙和和心脏几乎是同时急剧跳动起来。 原来如此。 唐武林恍然大悟。 并不是武老师的实力不济,而是自己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克制了武老师的绝对灵度。 金龙王带给他的是超强的身体素质,而本体宗先天秘法也是如此,在二者相加的情况下,令他在瞬间对于超低温的抵抗比普通人不知道要强大了多少倍,更何况还有一身的黄金龙体,金龙鳞片,龙刚等能力抵挡。 所以,绝对灵度对他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才能够让他在碰撞时发挥出超强威力。 而武长空在他的王者之路覆盖之下,瞬间就感受到了生死危机,自身的三次窦凯天龙兵应激而发,这才抵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但天双剑还是在和黄金龙枪的正面碰撞下吃了大亏。 简单来说,武长空就不应该用绝对灵度来对付唐武林,使用其他魂技的效果要明显更好一些,谁胜谁负就不好说了。 第1173章那是个很好的地方 唐武林迅速在心中总结了这一战的得失,灵欲镜的精神力让他大有掌控全场的感觉,对于每一个细节都记忆得非常清楚。 他一直都在成长,尤其是在和深渊卫面一战之后,成长的速度大幅度提升,快得令人震惊。 看了他和武长空一战,原本还有些跃跃欲似的骆桂星等人早就打消了念头。 武老师都打不过他,他们又怎么可能是唐武林的对手。 别后重逢,唐武林将自己的遭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当众人听到擎天斗罗为了守护他们而慷慨赴死时,所有人都不禁沉默了。 学院虽然被毁,但史莱克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都一定要重建史莱克。 杨念夏狠狠的说道。 唐武林点了点头,道,武老师刚才和我说过,之后可能要分期分批的让大家除外历练,历练地点已经选好了。 你们应该会是第一批。 哦? 去什么地方? 武思朵好奇的问道。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道,天机不可泄露,说出来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历练效果了。 反正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是个很好的地方。 看着唐武林脸上流露出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洛贵星心中突然有些打鼓,他总觉得唐武林的笑容中有点不怀好意的意思。 显然,这历练并没有那么简单。 其他人倒是没有发觉,他们现在都是七环修为,对自身实力那是相当有信心的,就连修为最弱的郑怡然,现在也已经六十八级了。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无时无刻的都在刻苦修炼,没有半分的松懈。 学长,那我们呢? 我们也可以去历练吗? 一名年轻学员问道。 唐武林微笑汗手,当然可以,所有人都会有去的机会。 但是,首先你们要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一定程度才行。 是,学长。 唐武林向武思朵道,你们现在都还是二字窦凯师吧? 三字窦凯有想法了吗? 武思朵道,还没有。 你也知道,在这里,根本没办法的。 我们弄不到足够的稀有金属。 珍贵的稀有金属数量稀少,而且都是在联邦有登记记录的,我们这么多人,想要获得足够的稀有金属来融合窦凯,非常困难。 现在只有设计图,具体的,还没发操作。 说到这里,他也很是无奈,扬念下道,最重要的是没法锻造。 你也知道,窦凯从二级提升到三级,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卡,成为三字窦凯师,那基本上就能够达到当前魂师界的一流强者程度了。 但三字窦凯需要魂断才行,全大陆才多少圣将啊? 想要找一位圣将来帮我们,太难了,只能是从长计议。 唐武林道,我记得你也是锻造师,你现在的锻造水平如何了? 扬念下苦笑了一下,道,不咋地。 灵断太难了,还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在这次大灾难来临之前,我才刚刚突破到五级,但我的灵断成功率就只有不到四成。 而且,心急之下,我自己的窦凯在提升到二字窦凯的时候,都不是我自己锻造的,锻造师这条路,实在是太过难走。 原来我还对你很不服气,但自己真正冲击灵断的时候才明白,你在那么早就成为五级锻造师是多么不容易了。 唐武林申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如果不是他拥有金龙王血脉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再加上自己刻苦修炼和精神力的强大,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提升到现在的程度。 更何况,教导他锻造的,可是足足有两位圣将和一位神将啊。 可以说,他有着全大陆最好的狮子力量这才能够顺风顺水的达到现在的程度。 设计既然有了,锻造这方面交给我吧。 你们在提升到三字窦凯的时候都需要什么金属,能不能先告诉我,我们讨论一下方案。 然后我帮你们解决。 至于具体的窦凯制作,就要依靠你们自己了。 希望你们能够在去历练之前,先拥有几件三字窦凯的配件。 听唐武林这么一说,众人不仅大喜过望,就连徐渔成和洛桂星对唐武林的极度都明显降低了几分。 身为魂师,窦凯师,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强大呀? 尤其是三字窦凯师这个层次,一旦进入三字窦凯师,他们甚至就可以和不使用窦凯的封号窦,乃至于超级窦罗碰一碰了。 三字窦凯提供的领域,会对他们的实力有非常巨大的帮助效果。 众人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设计图取了来,带着唐武林来到了扬念下用来练习锻造的实事之中。 年轻学员们被伍斯朵命令去自己修炼了,三字窦凯这个层次,还不是现在他们需要考虑的地方。 唐武林先是仔细的听了众人的想法,尤其是对自己窦凯金属融合构造的想法,然后再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在符合他们各自窦凯属性的前提下,从金属融合本身方面,对他们的窦凯品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但无疑也极大程度的增加了锻造难度。 原来金属还可以这样融合,你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 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我认为是完全可行的。 扬念下充满赞叹的看着唐武林。 大家都是锻造师,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单是眼光方面,自己就已经和唐武林差得远了。 洛贵星有些担心得到,只是这样一来,在锻造的时候,难度就会增大很多。 所需要的稀有金属数量也会更多。 恐怕我们会更难成为三字窦凯师了。 扬念下哈哈一笑,道,贵星,你如此聪明怎么糊涂了? 你没看武林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吗? 他肯定有办法的,他的老师可是圣将,师伯更是神将啊。 唐武林微微一笑,道,是的,这个问题让我来解决吧。 关于稀有金属方面,锻造师协会的稀有金属确实是有登记造册,联邦也会定期查阅。 但是,协会那边还是有自己的稀有金属私人仓库,我们可以想办法弄到一些。 而更多的稀有金属,可以通过唐门来提供。 唐门的稀有金属数量,是联邦也不清楚的。 唐门的资源究竟有多少,只有唐门最核心的高层才知道,唐武林也不清楚,他离开血神军团的时候,曹德志只是告诉他,需要资源的时候让他去找赃心,无论要什么,赃心都会想办法给他解决。 唐门上万年的积累,而且还是横跨几片大陆的积累,具体有多少财富无人得知,但唐武林相信,只是武装几个人,为他们提供三字窦凯的稀有金属,那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至于锻造,他一个人足以完成了。 经过这几个月给自己以及阿如恒,司马金池锻造三字窦凯所需要的魂断合金,他在锻造方面已经在上层楼。 虽然还没有去明确的定品,但唐武林相信,自己现在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八级圣将的素质。 就算不如牧尘老师,也不会差太多了。 第1174章迈出第一步 给五四朵他们锻造三字窦凯的金属,就相当于是进一步练习混沌了。 唐武林向杨念夏道,你们的窦凯我来想办法,但学弟,学妹们的窦凯,就要你来了。 你现在已经是五级锻造师,想要提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多多练习,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稀有金属。 好。 杨念夏大喜过望,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窦凯未来能够由自己来锻造金属,虽然现在看上去有些不大可能, 可已经是五级锻造师的他,对于锻造还是非常热爱的,唐武林能够提供稀有金属,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他的锻造停滞不前,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 学院避难所内只有基本的生活用品,资源方面就差得多了。 在明白了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唐武林这才离开了海神湖下的避难所,重新回到地面上。 龙雨雪一直在等他,再见到唐武林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唐武林不一样了。 梅雨间的一丝阴郁似乎已经消失了似的,整个人的情绪都有些亢奋。 发现了史莱克学院活下来的同学,还有五老师。 唐武林心中兴奋可想而知,不只是因为未来重建史莱克会变得更加容易,有更多的人帮助。 更是因为他们还活着呀。 活着就好,这简单的四个字,真的是只有经历了生死大恐怖之后,才能真正的理解和体会。 回到锻造师协会,唐武林整个人的情绪依旧还处于亢奋之中,他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拨通了魂导通讯器上的号码。 多久道? 简单的问了三个字,在得到了答案之后,唐武林继续道,好,我等你们。 快一点,等你们来了,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之后,他又拨通了几个号码。 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万丈高楼平地起,重建史莱克的第一步终于要迈出了。 之后几天,唐武林迅速投入到锻造之中。 或许是因为受到心情的影响,他的魂断锻造成功率竟然变得越来越高。 为伍斯多他们锻造的魂断金属终究没有给唐武林自己锻造三次豆楷时那么困难。 最多的伍斯多,也只是用了四种金属融合进行魂断。 而唐武林的豆楷,却是八种金属的组合。 不同熔断一个是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特性不一样,另外也是因为唐武林自己有了那一块金水相寒。 哪怕是身为神将的振华,都没办法再拿出一块金水相寒了。 凭借着那块稀有金属,唐武林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三次豆楷金属金属锻造。 就连振华在看了他的三次豆楷基础金属熔断完成之后,都忍不住感叹, 哪怕未来提升到四次豆楷时不再加入任何稀有金属,只是纯粹将魂断提升到天段,唐武林的四次豆楷几乎都能关绝天下了。 金水相寒的作用虽好,却也有极限,九种金属融合就是极限了,而它又只能在魂断层次采取作用。 因此,到了四次豆楷熔断的时候,唐武林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能力。 身为神将,振华在熔断方面当然比唐武林更强,但是,多种金属融合的豆楷却不是适合所有人,准确来说,豆楷的强度要和魂师身体强度有关。 没有足够强大的身体,也是没办法支撑豆楷的。 就像唐武林竭尽全力为阿儒横打造的三次豆楷基础金属就是六种金属熔断,而司马金池的身体最多,也只能支持五次熔断的稀有金属。 就算是唐武林现在的体魄,他都没法完全支持八种金属的熔断,但他有信心,当自己吸收了第十二层金龙王封印中的精华之后,应该就能够驾驭得了了。 在修炼了本体宗的先天秘法,并且基本完成了第一层贯体之后,唐武林对自己的身体强度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他相信,只要这样修炼下去,自己吸收第十二层封印应该问题不大。 生命之中极大程度的帮他稳固了封印,现在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封印也不会轻易动摇。 至少十年之内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这就让唐武林对自己越发信心十足。 他一边锻造一边进行着之后复兴史莱克的规划。 一个是要尽可能的提升目前二百多位史莱克学院学员们的整体实力,帮他们调配够足够的资源。 同时,他自己也要积累资源、财富。 给未来重建史莱克做准备。 既然是要重建史莱克,就绝不能比以前的差。 原本的史莱克,可是一座城市,更是大陆第一城市啊。 建立这样一座城市所需要的资源可想而知。 更何况原来的地方都已经不在了,剩余的,只有一片汪洋。 所以,积累资源,将变成重中之重。 其次就是解决海神湖中的生态问题,要彻底去除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留下的后遗症,让生命之中真正的化为生命古术,作为未来史莱克。 这二者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却又迫在眉睫。 但无论怎么说,至少他有了目标,再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唐武林先为武斯朵武人每个人都锻造了一块稀有金属,并且帮他们完成了和原本二次斗铠的熔断,之后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完成二次斗铠向三次斗铠提升的融合。 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地方,唐门,天斗城分布。 自从唐门总部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之后,整个唐门都进行了急剧收缩,明面上的实力大幅度削弱,很多城市原本在明面上的分布甚至都关闭了。 唯一一个还在明面,并且保持着极大规模的,就只有唐门在天斗城的分布了,准确的说,现在这里才是唐门的总部所在地。 唐门起源于天斗城,万年前重建唐门的时候,总部就设置在这里。 与史莱克学院的总部可以说是双合的存在。 唐武林在回到天斗城之后,从未来过这里,就是为了怕引人注目。 毫无疑问,现在唐门总部,早已被无数势力盯着,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这里。 不是没有势力想要撼动唐门天斗分布,却都被唐门自行挡住,再加上莫兰几乎相当于天斗城执政官,对于唐门这个分布多方照顾,这才让这个分布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整个唐门分布都显得非常低调,就连人流都不知道比以前少了多少。 任何人都看得出,经过了那次大难之后,整个唐门都在朝着衰落的方向发展。 唐武林乔装改办之后,来到了天斗城唐门大门外。 看着那古朴的院落,高大的匾额,他眼眸中一色一闪而过。 没有犹豫,直接走了进去。 走进唐门总部,古朴味道变得更加浓郁几分,这里的建筑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但却维护得非常好。 不知道有多少唐门仙辈在这里成长。 传灵塔没有针对这里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当初传灵塔的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浩,最初就是在这里成长的呀。 也是他和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重建的唐门。 所以,就算传灵塔对于现在的唐门恶意十足,明面上也不会对这里有任何打压。 这是对于历史乃至于灵兵斗罗的敬意。 至于其他实力,虽然也有想动这里的,可是,面对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唐门仙祖唐三创立的唐门,传灵塔创始他驻霍宇浩成长在这里。 而这两位是历史学家能够完全确认,确实是已经成为神底的存在。 所以,哪怕是联邦政府鹰派,在内部讨论之后,也决定不对唐门这个重新成立的总部有任何行动。 毕竟,现在唐门已经十分收敛了,也不能过于逼迫,否则的话,一旦唐门反弹,问题也会不小。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唐门还是很实实物的。 并没有要对抗联邦的意思。 和如日中天的传灵塔相比,现在的唐门也确实是相差甚远。 唐武林一直向内走去,还没有穿过第二个院落,就被人拦住了。 两名身穿唐门服饰的青年挡住了他的去路。 第1175章 道氏无情却有情 请问,您找谁,有什么事? 一名青年沉声问道。 现在的唐门,早已经乏人问津,虽然联邦从来没有颁发过针对唐门的法令,可事实上,所有大实力都明白唐门的落魄是因为什么。 自然而然的,唐门就变得门可罗雀了。 唐武林今天化妆成了一名四十多岁,身材,相貌都非常普通的中年人。 我是来谈一笔生意的。 道氏无情却有情,多情自古空于恨。 他面带微笑的说道。 听了他后面这句话,两名青年脸上都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先前说话的那人向唐武林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请跟我来吧。 说完,就带着唐武林向里面走去。 而此时,就在唐门总部外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民房之中。 民房内外截然不同,外面看上去再朴素不过,就是天窦城很常见的俄民居,可是,房间内部却是如同科幻世界一般,摆放着各种复杂而精密的仪器。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房间内有三个人,盯视着面前的屏幕。 如果唐武林能够看到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个屏幕上呈现出来的景象,正是唐门内部院落的样子,看上去,像是高空俯瞰的样子,却非常清晰。 不知道,没见过这个人,应该不是唐门的人。 看上去都很普通,但正因为太普通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要不要向上面汇报一下。 不用急,太风声鹤立了你。 观察,观察再说。 进屋后我们就很难观察到了,唐门内部有屏蔽系统。 我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次潜入进去安装侦察设施,但都失败了。 开启热成像分析仪,趁着他还没进屋,分析一下他的生命体征以及自身能量波动。 坐在后面的一名中年人吩咐道。 是。 前面两人立刻开始操作起来,唐武林的身体在屏幕中开始变成了红色,这是热成像的典型特征。 气血旺盛,比普通人要强不少。 心脏跳动有力,每分钟的心跳是四十五下,这基本上是非常健康的人类了。 没有魂力波动存在,精神波动也很正常,处于正常人范畴内。 感觉上应该是一个经常运动的普通人。 好了,那就继续监视吧。 后面的中年人重新闭上双眼,闭目养神。 他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监视唐门总部的一举一动,有任何异动都要在第一时间向上面回报。 虽然现在的唐门已经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但终究还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总会有些人流往来的。 因此,上面给出的意思是,尽可能监视所有修为高深的魂师,凡是超过六环以上修为,都要跟踪监视,看其来自什么地方。 这样的监视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但事实证明唐门现在真的是非常低调,并没有任何行动,甚至很少有他们需要跟踪的强者出现。 唐门内部自己的人更是身居简出,就像是在隐居室的。 而且,唐门现在所有商业活动似乎都停止了似的。 唐门总部虽大,但却就像是一户人家,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 可越是这样,这些负责监视的人上司却越是认为唐门有什么阴谋。 以唐门的底蕴,固然总部被炸损失惨重,但也不应该是如此应对呀。 他们还是应该有反击能力才对。 唐武林在青年的带领下进入了后面的房间,他被带到了一个空房之中。 来到这里,唐武林眼中闪过一抹放松。 在他灵欲镜的精神修为下,所有探测装置都在他的感知之中。 简单来说,任何探测装置都会有能量波动,再细小的波纹也无法逃过唐武林的灵欲镜精神力感知啊。 在这种感知之下,他能够轻松的发现所有对他的探测。 至于之前对方谈查不到他身上的能量波动,自然是因为他在刻意的掩饰,通过自身从老魔鬼们那里学到的模拟能力,忽用了探测装置罢了。 有着强大精神力做后盾,遭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唐武林面旁上,他坐在这里默默等待。 时间不长,旁边一个书柜突然横移开来,从里面走出一个人。 看到这个人,唐武林脸上顿时流露出了笑容。 中年人相貌极为英俊,尤其是一双眼睛,长长的睫毛,澄澈的眼神,相貌丝毫不比唐武林差多少。 可不正是那位唐门斗罗殿副殿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情斗罗吗? 看到唐武林,多情斗罗赃心向他轻轻的点了下头,然后一招手,重新向书柜后的暗门走了进去。 唐武林赶忙跟上。 他一点都不为赃心能认出他而惊讶,不是因为这位极限斗罗的修为,而是在他来之前,就已经请振华跟赃心打过招呼了。 走进暗门,暗门后竟然是一个电梯,电梯下行。 赃心这才面带微笑的向唐武林道,你这伪装的能力已经是出神入化了呀。 连我都没有认出来。 还是你的气息没有完全收敛,才有了确定。 电梯速度非常快,唐武林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在飞速下行,但奇异的是,居然没有什么失重感出现。 如果不是他的精神力足够敏锐的话,甚至不会发觉自己的下降速度居然快到了如此程度。 这是唐武林坐过最快的电梯,哪怕是传灵塔或者是锻造师协会都不能比拟。 只不过是十几秒的时间,电梯至少下降了超过两百米。 而且还在一直下降。 看到唐武林面露惊讶之色,脏心微笑道,不错呀。 能够发现这个秘密的人可不多。 唐武林苦笑道,勉下,您有读心术吗? 您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脏心呵呵一笑,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你还有什么可惊讶的。 武林,你很不错。 短短一年,你竟然已经成长到了如此程度。 唐武林道,是无情斗罗勉下告诉您的吗? 听唐武林提到曹德志,脏心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冷哼一声,道,那个家伙才不会跟我说话呢,不过他有办法通知我就是了。 电梯终于停下了,唐武林完全可以肯定,这电梯至少深入的下超过五百米,这个深度,甚至超过了史莱克学院在海神湖下的避难所。 这让唐武林甚至有些怀疑,唐门当初在遭遇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轰击的时候,真的是全军覆没吗? 在天斗城分部都有这么深的地方,那总部那边会没有。 电梯门开,多情斗罗赃心率先走了出去,和史莱克的避难所相比,唐门这边就完全不同了。 一走出电梯门,唐武林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高科技的气息。 宽阔而巨大的金属空间,周围到处都是各种混导器,有些唐武林认识,有些他也没见过。 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混导器,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穿过一扇大门,唐武林更是被吓了一跳,放眼望去,居然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巨大工厂。 工厂内生产的,赫然是机甲。 第1176章唐门的真正底蕴 没错,就是机甲呀。 而且还是流水线生产。 里面的工人数量足足超过了一千人以上。 天呐! 唐门竟然在各大势力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工厂存在,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脏心带着唐武林从工厂侧面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微笑道,唐门真正的总部从来都不在史莱克学院那边。 那边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象征意义,显示着我们和史莱克学院彼此的亲密关系。 而这里,才是唐门真正的总部所在。 你所看到的,只是唐门总部很小的一部分,像这样的工厂,在这五百米深的地下,我们一共有十六个。 这是经过了唐门和史莱克学院整整三千年才逐步建成的。 简单来说,天窦城,地面五百米以下的世界,是整个属于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 这里的外部防御等级,就是按照防御弑士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来设计的。 唐武林震惊了,他虽然一直都知道,唐门有着丰厚的底蕴,绝不会被这么容易打垮,但却也没想到,唐门的底蕴居然深厚到了如此程度。 整个天窦城的地下世界都是属于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 等等,为什么还有史莱克学院? 免下,您是说,我们学院在这里也有份。 唐武林吃惊地问道。 脏心含笑点头,一万多年前,唐门曾经遭遇过最严重的问题,甚至险些灭门。 那一代的唐门,甚至只剩下几个人。 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唐门又一次崛起了,而在整个崛起的过程中,可以说都是史莱克学院一手支撑。 才有了那样的奇迹。 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几乎都是唐门中人,其中有个名字你一定熟悉,就是后来传灵塔的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号。 当时的灵兵斗罗,为了寻找唐门发展的契机,研究出了唐门暗器与魂倒器相结合,这才有了后来的诸葛神弩炮,也就是现代高频连发魂倒炮的雏形。 从那时候开始,唐门凭借着魂倒器的制作,开始重整旗鼓。 而在这背后,全都是史莱克学院支持的结果。 没有史莱克学院在资源以及教学方面的大力支持,唐门根本就不可能中兴。 当时的唐门众位高层在商量之后,决定将唐门所经营的所有产业一部分股权赠予史莱克学院。 尽管学院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这部分股权却一直存在着,知道万年后的今天。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事实上,都有史莱克学院的一半。 也包括唐门在星罗大陆和斗灵大陆上所拥有的一切。 上次,在你离开之前我并没有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你是否能够带领史莱克学院回来。 但现在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已经让我们相信,就像当初灵兵斗罗霍与号乃是唐门的中兴之主一样,你也必将成为史莱克学院的中兴之主。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让你看了。 当初史莱克学院如何支持唐门恢复荣光,今天,唐门就将如何不遗余力的支持史莱克学院的重建。 史莱克学院与唐门之间的联系,只会比你想象中更加紧密。 说到这里,唐门抬起手,拍了拍唐武林的肩膀,所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唐武林深吸口气,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些。 唐门沉声道,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你,唐门虽然积蓄了足够多的力量,但我们的对手却要比我们更强大的多。 一旦你要重建史莱克,那么,就必将是和大陆上所有的大势力抗争。 而在没有足够把握的前提下,我们是不会轻易支持你这么做的。 因为,机会只有一次,唐门的底蕴一旦暴露,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唐门也必将不史莱克的后尘。 唐门一直在积累,传灵塔万年来又何尝不是。 不得不说,灵兵斗罗留给了传灵塔最宝贵的东西,魂灵的出现,魂兽的濒临灭绝,都是成就传灵塔的重中之重。 他们积累的财富实在是太庞大了。 用复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 就像没有人知道唐门底蕴有多么深厚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传灵塔这万年来的积累会恐怖到什么程度。 我甚至怀疑,大陆目前资源匮乏,就是因为被传灵塔隐藏起来的资源太多所致。 复可敌国 听到这四个字,唐武林不禁悚然一惊。 碾下,传灵塔如此处心积虑,甚至在这次灾难背后都有可能会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脏心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冷笑,千古东风那个家伙,我太了解了。 他乃是一代枭雄。 他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传灵塔达到两万多年前,被牵手斗罗唐三击溃的武魂殿那样的高度。 号令天下魂师,掌控天下之力。 唐武林眼神一宁,千古东风。 传灵塔塔主,千古家族当代族长。 极限斗罗,四字斗凯师。 恐怖而强大的存在,传灵塔真正的支柱。 毫无疑问,他未来必将成为自己复兴史莱克学院时最重要的对手。 传灵塔有如此野心,但联邦是民主的,难道各方势力就没有发掘吗? 联邦不是还有战神殿。 战神殿中也同样是强者如云。 还有那么多隐士宗门,难道就会任由传灵塔这样发展? 唐武林问出了自己心中疑惑,多情斗罗赃心却是叹息一声,本来各方势力是相互制约的,传灵塔虽然强大,但有学院在,有我们在,他们也不敢过于放肆。 只能是暗中积聚力量。 可伴随着这次的灾难,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没有人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圣灵教突然大举发动,并且发射了两枚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针对我们。 这次袭击实在是太突然了,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千古东风太擅长于隐忍,可是,谁能想到,这个家伙就是一头豺狼,竟然敢冒天下大部位和圣灵教合作。 说到这里,桑欣的眼神也变得冷立起来。 唐武林一愣,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所猜测,可是,当这番话真的从桑欣口中说出的时候,他多少还是有些疑惑。 免下,您是说,我们史莱克学院和唐门总部被炸,真的和传灵塔,和千古东风有关。 桑欣点了点头,不是和整个传灵塔有关,是和传灵塔的某些人有关。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经过调查发现,在当时,史莱克城外围一些重要的道路检查上,都有问题出现。 虽然他们销毁了绝大部分证据,包括当时过往车辆的录像,甚至负责检查的人员也人间蒸发了。 但这其中,绝对有问题。 而能够掌控这些路口的,除了联邦之外,就只有传灵塔才有这样的影响力。 一些细微的线索侦查下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东西都和千古家族多上有一些关系。 他们掩饰的再好,也不可能将一切证据完全泯灭。 尽管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就是他们干的,但至少,我们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若非如此,你以为两枚是神级定装魂倒炮弹是这么容易运送到史莱克城的? 这种具有毁灭性威力的杀伤性武器,一旦进入到距离史莱克城一定范围,史莱克学院的众位大能必然能够发现。 而掩盖这些气息,只是依靠邪魂师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气息太过明显,更容易暴露。 一定有顶级强者帮助他们一起掩饰,才有了后来的大灾难。 唐武林眉头紧皱,那两枚是神级定装魂倒炮弹也是如此吗? 也是被传灵塔的人运送出来的。 脏心摇摇头,这个就不清楚了。 现在我再来回答你之前的问题。 传灵塔太过强大确实会受到各方势力的制约。 但是,当它强大到已经无法制约的时候,就很难抗衡了。 第1177章唐门门主 千古东风在最恰当的时机,宣布人造黑色魂灵研制成功,并且给紫色魂灵,黄色魂灵大幅度降价。 这一举措,实在是太得人心了。 甚至,他还送了一大批黑色魂灵给战神殿和联邦。 以表示自己对联邦的支持。 并且保证将会全力以赴的对抗圣灵教。 除此之外,传灵塔还拿出了一笔天文数字的金钱提供给军方。 并且宣布全力支持军方对另外两片大陆发起战争。 改选后的议会,在短短时间内就被他拉了一大片盟友。 而且明面上看去,传灵塔因为这些巨大的,无私的捐献,实力也随之下降了不少。 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他们付出的这些,黑色魂灵会在很短时间内都帮他们赚回来。 更何况,没有人知道,传灵塔究竟积攒了怎样的财富。 千古东风已经让传灵塔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到了整个联邦。 试问,当所有魂师的魂灵未来都来自于传灵塔的时候,那么,他们对于魂师界的掌控力甚至还要超过当初的五魂殿。 唐武林眉头微醋,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最主要要面对的对手,除了圣灵教之外,就是传灵塔了。 脏心道,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传灵塔和圣灵教之间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千古东风出身于大家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他怎么利用圣灵教,最终必然是会站在圣灵教对立面的。 圣灵教的存在,面对就是为了毁灭,在毁灭和杀戮中吸收负面能量追求自身超脱。 所以,他们是完全灭绝人性的存在,甚至不可以用人来称呼。 千古东风的目的却是要让传灵塔统治联邦,这二者是矛盾的。 但他们在对付我们唐门以及史莱克学院方面,却是目的一致的。 所以才有了联手的可能。 千古东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完全不择手段了。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的自私,导致圣灵教做大。 史莱克城,天斗城都遭受过圣灵教重创,而在重创过程中,大量的生物死亡,产生的负面能量是圣灵教邪魂师最需要的补品。 我估计,连千古东风也并不清楚,现在的圣灵教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而一旦联邦针对星罗大陆和斗灵大陆的战争开始,那么,必然还会有大量的死伤,这其中最为得力的人是谁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千古东风是为了传灵塔掠夺资源,同时迈出更多的魂灵。 而圣灵教为的,却是看到更多的伤亡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略星罗大陆和斗灵大陆,又让他们能够成为利益共同体。 一旦他们再次联手,不只是带给那两片大陆灾难,更大的问题是,在灾难出现的过程中,圣灵教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对于圣灵教,唐武林绝对是深恶痛绝的,从圣灵教甚至要放出深渊未免就能看出,他们绝对是灭绝人性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盟友。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向赃心说道。 赃心赞许的点了点头,没错,就是如此。 所以,我有个想法。 我希望你能去一趟星罗帝国,再去一趟斗灵帝国。 唐武林愣了一下,代表学院吗? 可是,学院已经…… 如果史莱克学院还在,当然还说,但现在史莱克学院已经灭亡。 无论是星罗帝国还是斗灵帝国,还会在乎他们吗? 会相信他吗? 这都是很麻烦的问题。 赃心却摇了摇头,不,你不是代表学院去的。 你代表唐门,同时也代表联邦歌派。 啊? 听赃心说自己代表唐门,唐武林还能理解。 可代表歌派,这个他就完全不懂了。 赃心微微一笑,歌派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到,在如此烈士的情况下还能和鹰派抗争。 背后怎会没有支持的力量? 至少有七家隐士宗门是支持歌派的。 军方也有至少两个派系支持他们。 而我们,就是歌派背后最大的金主。 千古东风认为将我们唐门的议员赶出议会就行了,可他却不知道,事实上,歌派背后那些宗门,包括歌派本身,甚至支持歌派的两个军方派系,背后的金主都是我们。 不仅如此,连鹰派那边,也有一个军方派系是我们唐门支持的。 唐武林目瞪口呆的看着赃心,这些可都是绝对的秘心啊。 甚至说出去都未必有人会信的秘心。 多情斗罗赃心眼中闪过一抹傲然,早在传灵塔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唐门就已经在发展魂岛科技,并且通过其赚取大量的金钱了。 我们唐门甚至在万年前就有着自己的军团。 虽然传灵塔后来发展迅猛,但是,你想想,在大陆上,在联邦中,是对魂岛气需求大呢,还是对魂灵需求大? 唐武林一呆,这个问题无庸置疑啊。 需要魂灵的只有魂师,而需要魂岛气的,却是全人类。 不只是武器,还有众多民用的魂岛气。 脏心淡淡的道,当今联邦生产魂岛气的最大几个生产商,乃至于最大的几个经销商,都和唐门有关系,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有我们控股,另外三分之二中的百分之六十都有我们的股份。 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唐门的全部财富加起来究竟有多少。 但如果我们真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场战争的话,甚至可以做到让军队后继乏力。 千古东风有他的后手和底蕴,我们自然也有。 财富 唐门的底蕴并不是实力,竟然是财富。 唐武林一下就明白了。 那您希望我去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对他们说什么? 作为唐门使者的话,我们要提供给他们怎样的帮助? 对他们又有什么要求? 唐武林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问道。 脏心道,很简单,促成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联盟,卖给他们拥有足够威慑力的武器。 让他们拥有和联邦对峙的实力。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场战争不能真正的发生。 只有在双方实力非常平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峙的情况。 唐武林吃惊的看着脏心,眼下,您的意思是,让我来促成整件事。 脏心笑道,没错,当然是你。 作为一个领袖,不只是要个人实力强大。 还要有足够的个人魅力,更需要有足够多的盟友。 这些盟友,是需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的。 而不是我们所能给予的。 可是,我只是个后辈。 我可以吗? 唐武林今年才二十几岁,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被两大帝国认可呀。 哪怕背后有唐门的力量在支持,可是,他如此年轻。 又怎能让两大帝国相信自己? 这其中要面对的,更不知道会是多少问题。 他并不胆怯,但却担心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而影响整件事。 当然可以,在你听了我所说的刚才这些之后,就在没有人能小看你。 难道你认为,没有足够的身份地位,你能知道唐门这些核心机密吗? 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个无情无义的家伙想法是一样的。 从今天开始,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就是当代的唐门门主了。 当当心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唐武林瞬间如遭雷击。 这位无情斗罗说得轻飘飘的,可这句话的意义却是何等重大? 唐门门主 简单的四个字,却代表着当今天下最大的势力之一啊。 传承两万年,古老程度足以和史莱克学院媲美的唐门,门主。 哪怕是史莱克七怪之首这个身份,也远远不能和唐门门主媲美啊。 唐门门主,那是和海神格格主地位齐平的存在。 唐武林万万没想到,脏心居然会给他一个如此巨大的惊喜。 我不是在做梦吧,勉下。 或者是,您说错了。 唐武林试探着说道。 第1178章 从今天起,唐门之主 脏心呵呵一笑,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唐门门主了。 历代唐门门主,大多数都是由斗罗殿殿主兼任的。 这一代也不例外。 所以,一直都是那无情无义的家伙做的门主。 但因为深渊那边的需要,再加上那个混蛋无情无义,跑得远远的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想要群策群力罢免了他。 现在好了,他主动辞去唐门门主之位,并且推荐了你。 我和唐门高层已经商量过了,他们都没有意义。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唐门门主了。 以唐门门主的身份出示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 还有谁会质疑你的身份吗? 问题迎刃而解。 说到最后,脏心一脸轻松血液的笑容。 不,不对,不是这样的。 唐武林吞咽了一口唾液,他怎么看,都觉得面前这位多情斗罗有些推卸责任的味道啊? 这什么情况? 自己就这么成为唐门门主了? 甚至连斗罗殿都在自己挥下的唐门门主。 怎么不是? 属下斗罗殿副殿主脏心,拜见门主。 一边说着,多情斗罗脏心,直接双手抱拳,向唐武林攻身行礼。 唐武林吓得像个兔子,一个纵月就跳到了旁边,免下,您别开玩笑了好不好,我。 住口! 这种事,你认为我会和你开玩笑吗? 脏心脸色一沉,武林,你应该知道自己肩膀上背负着多少责任。 没有足够的力量,你认为凭借你们现在这点人就能完成重建史莱克学院? 重建学院,需要你首先做到的,就是有和所有反对势力对抗的能力。 你拥有吗? 就算你慢慢积累,未来有一天成为像我这样层次的修为,凭借你一人之力,或者说是你们那些人,就能做到了。 你们要面对的,是整个联邦。 唐门门主,固然会带给你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责任,但同样的,只有你成为门主之后,你才能随意调动唐门所有的资源,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你又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手。 唐门的所有资产都有一半是史莱克学院的。 你一人身兼二职,才能完全调动这所有的资源。 我们的决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 我们都会在背后支持你,但真正走出去,并且能够在最后登高一呼,重见史莱克的人,却只有你。 你现在需要的,是尽快让自己站在人类巅峰,不只是实力,更是实力。 到了那时候,你登高一呼,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听着脏心的话,唐武林的眼神有些凝固,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这位多情斗罗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只是依靠自己这些人,哪怕加上学院那二百多位学员,他们需要多久的积累,沉淀,才能真正恢复学院。 等这些人融入社会再建立势力。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就算成功了,恐怕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到了那时,他们同样也没把握重见史莱克。 这件事还不急,你有最多三个月的思考时间。 我们也不勉强你,如果你最终决定不接受唐门门主的位置,我会亲自前往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 但是,你要明白,我毕竟是唐门的人,不属于史莱克,对于重建史莱克,在资源方面我们可以支持,但却不能是以我们为主。 我答应您。 唐武林沉生说道。 简单的四个字,从他口中说出却是沉淀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已是心念电转,思考了很多,很多。 他明白,赃心说得很对,想要重建史莱克,首先就要自己和自己掌控的实力变得更强才行。 好。 男子和大丈夫,就要当仁不让。 赃心赞赏地看着唐武林,既然如此,这件事已早不宜迟。 三个月后出发,这三个月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而且你放心,你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这次来,是来接回圣灵斗罗的吧? 还有个惊喜给你。 跟我来吧。 唐门的地下世界确实非常大,唐武林在赃心的带领下又乘坐了两次电梯,穿过了两条隧道,期间还做了一次类似于小火车之类的东西,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身处于何地的时候,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当唐武林在赃心的带领下穿过一扇金属大门后,下一刻,他整个人的身体都僵硬了。 他先是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紧接着,他激动得快速上前几步,眼中已是一片模糊。 圣灵斗罗在这里,圣灵斗罗亚历和当初相比,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那一头长发早已经洁白如雪,虽然看上去青春依旧,可整个人却似乎少了光彩。 晴天斗罗云鸣的陨落,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可此时此刻,圣灵斗罗却并非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他正在和身边一人在说话。 此人白发苍苍却精神绝朔,一身惊差不一,看上去就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妇人模样。 可当唐武林看到他的时候,却险些再圆地跳起来。 因为他正是史莱克学院辈粉最长,有着日月升辉,光暗龙皇之称的光暗斗罗龙夜月呀。 史莱克学院当初威震天下的两大极限斗罗之一,和晴天斗罗一样,也是四字斗凯师的,就是这位呀。 那天,在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爆炸之前,这位光暗龙皇就已经腾空而起,去面对强敌了。 之后唐武林以为他也在那场大战之中陨落,却万万没想到,这位光暗斗罗竟然会在这里,和圣灵斗罗在一起。 一位极限斗罗的存在,对于史莱克学院的复兴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看到他,唐武林又怎能不激动。 更让他震惊的是,在场的还不只是两位封号斗罗,他还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为他们主持的蓝木子和唐阴梦,这两位内院大师兄,大师姐。 还有众多位当初应该是在内院,与海神岛共同灭亡的内院学长,学弟,学妹们。 他们数量不多,大约有不到三十人,可是这三十人的平均年龄却也在三十岁以上了。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当初内院的中流砥柱啊。 他们,他们竟然也还活着。 桑欣拍了拍唐武林的肩膀,早就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战斗的问题了,光暗斗罗龙夜月还在,还有这么多当初学院的内院学员,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唐武林的学长。 这份力量已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他们在,史莱克学院的复兴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啊。 他看到了众人,众人自然也看到了他,这边的众人自然和湖底的那些幸存者们不同,他们是知道唐武林还活着的,见他到来,无不面带微笑。 光暗斗罗龙夜月似乎变得更加苍老了,唯有那双眼眸,还是一如既往的澄澈。 第1179章 龙夜月的讲述 见过两位勉下,各位学长。 唐武林的声音中充满了激动。 圣灵斗罗亚历的情绪似乎比当初要平静了许多,向唐武林微微汗手致意,光暗斗罗龙夜月看到唐武林后,眼神却是微微一亮,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紧接着,唐武林就感觉到自己身边的空气凝固了,并不是时间停顿,而是在他感知中的所有属性元素分子在这一瞬全都停滞了。 这是。 紧接着,这些元素分子就向他压迫了过来,唐武林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指挥着这些元素分子停顿。 一时间,周围空气中的元素顿时变得混乱起来。 而带给其他人的感觉,则是空气中出现了能量波动,似乎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了似的。 圣灵斗罗原本无神的眼眸中闪过一抹一色,也是诧异的看着唐武林。 站在唐武林身边落后半步的多情斗罗脏心嘴角处则是浮现出一丝微笑。 空气中的能量波动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正常,光暗斗罗龙叶月向唐武林点了点头,很好。 没有辜负云民的期望。 你很好。 唐武林此时怎能不明白,刚刚的元素变化乃是面前这位史莱克学院颠顶大能的试探。 毫无疑问,龙叶月也是灵欲镜的精神力,同一境界,却又不知道比他要强大多少倍。 立刻就感觉到了他此时的精神力层次。 经过这些日子的修炼,唐武林的灵欲镜精神力早已经稳固下来了。 但他目前为止,也依旧不知道未来灵欲镜究竟能够提升到怎样程度。 毕竟,这并不在他之前学习的知识之中,以前的他,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蓝木子和唐因梦主动走上前来,作为内院大师兄,蓝木子微笑道,武林,欢迎回来。 唐武林几乎是脱口而出,能见到学长真的是太好了。 蓝木子和唐因梦相视一笑,但在两人眼底深处,也不约而同的闪过一抹悲色。 龙叶月向唐武林道,你这次所为何来? 唐武林道,我本来是想要接圣灵缅下离开的。 没想到唐门这边是如此情况。 以唐门地下世界这边的条件,不知道要比海神湖那个避难所强出多上了。 无疑留在这里是更好的选择,更何况,光暗斗罗和众多学长的存在,就更没必要接他们离开了。 去哪? 武长空那里? 龙叶月道 唐武林一愣,缅下,您知道武老师那边的情况。 龙叶月道,作为史莱克学院最老的一个,我会不知道有避难所的存在吗? 他们那边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注视之中。 武长空那小子做得很好。 之前没有带他们前来,是担心那些外院弟子之中有不成熟或者是不稳定的存在。 一年多了,是时候可以把他们带过来了。 是啊,把避难所中的史莱克学院弟子们带到这边来,不知道会比留在那边强多少。 唐门这边资源丰富,一切都不再是问题。 唐武林大喜,太好了。 那我这就回去请武老师他们过来。 龙叶月摆摆手,不急。 你跟我过来。 说完,他转身走向旁边的一个房间,圣灵斗罗亚历向他点了点头。 唐武林跟着光暗斗罗走进房间,房门自动关闭。 说说你的灵预警,是怎么达到的? 龙叶月十分直接的问道。 唐武林道,是在血神军团那边,当下,他将自己在血神军团的遭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只是没有提到生命之种。 毕竟,生命之种实在是太敏感了。 这个秘密在生命之树没有成长起来之前,还是要保留下来的比较好。 听了他的讲述,龙叶月少有的流露出了惊讶之色,难怪,难怪了。 您指的什么? 唐武林疑惑的看着龙叶月。 龙叶月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笑容,难怪那天赃心告诉我,你将成为当代唐门门主。 我说他跟曹德志两个鸡腓怎么会这么大方呢,让你来调动所有资源,原来是看中了,你是未面认可的对象。 唐武林愣了一下,看中我是未面认可。 龙叶月道,看来你还不明白被未面认定是什么情况。 任何一个未面,都是独立存在于世间的个体,哪怕神界也是一个未面。 未面有高地上下之分。 诞生了高级智慧生物的未面,就被称之为高级未面。 而能够同时统治和掌控三个以上高级未面的更高层次存在,就可以被称之为神界。 唐武林心中一动,聚精会神的听着龙叶月讲述。 作为史莱克学院的元老,甚至可以说是魂师界最老的前辈,光暗斗罗达到极限斗罗这个层次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毫无疑问,他对于有关于更高层次的存在理解和经验绝对是最丰富的,听他讲述一番,对于自己未来的修炼和目标是有指导性意义的呀。 而任何一个未面的存在,都是整个宇宙能量分裂的结果。 这些分裂的能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些就会直接消亡了,有些变成死记的存在而最终消亡。 也有一些会变成像我们斗罗星这样的星球。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是数以亿万年来计算的。 而当有一些未面最终开始诞生自己的意识时,它就有着晋升为高级未面的可能,高级未面最大的特点,我刚才说了,就是拥有智慧生命。 而在这个过程中,未面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智慧才行。 这个过程就叫做进化。 我们斗罗星就是这样一个未面,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诞生了魂兽,诞生了我们人类,一直发展到今天。 而未面之主,实际上就是整个斗罗星,斗罗星在未面中,算是高阶存在,它不但诞生了生命和智慧,更是创造了属于斗罗星的法则。 那就是武魂,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武魂,魂兽所拥有的力量。 都是受到未面法则影响而存在的。 而这份法则也掌控着整个星球的智慧,促进着星球的发展。 按照进化的正常情况,人类会持续进化,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升入神界,以斗罗星的底蕴,甚至不排除在无数年之后,从斗罗星升入神界的人类真正掌控整个神界,从而反馈斗罗星,让斗罗星化为神界的一部分。 这是斗罗星未面选择的进化方向。 而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大约在万年前,却出现了变故。 神界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了,或许未面之主知道,可我们却并不清楚。 只是知道神界消失之后,对于我们斗罗未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最近一万年来,出现的极限斗罗数量要比之前一万年多得多,虽然未必能够和那个英才辈出的年代相比,但人类确实是变得更加强大了,混导科技的高速发展甚至导致了人类资源开始匮乏。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与未面之主有关,正是未面的力量在悄然推动的情况下,人类才会发展的这么快。 尤其是最近一千年,伴随着飞行魂倒气,机甲的完全成熟,人类已经开始有了向外太空方向发展,去探寻其他星球存在的想法了。 而这一切,都是未面之主在背后推动。 第1180章 未面秘心 唐武林听着光暗斗罗的话,整个人都有些呆滞了,这些说法,已经完全站在了另一个层次。 在自己还在思考如何重建史莱克的时候,光暗斗罗免下思考的竟然是未面与未面之间的问题。 龙叶月继续道,失去了神界,我们斗罗星未面的进化方向必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才导致未面之主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选择很可能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他的判断。 浑倒科技的高速发展,极大的影响了整个星球的生命力,以至于现在星球资源匮乏,尤其是我们斗罗大陆上的资源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斗罗大陆上的资源已经完全无法和以前相比了。 甚至未来有枯竭的可能,魂兽灭绝,生态恶劣,如果当所有智慧生命最终走向毁灭的时候,那么,斗罗未面也就要彻底消亡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未面之主做出了调整。 虽然我们都不清楚具体调整是什么。 但却很可能就落在你们这一带身上。 向外太空发展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未面之主应该也想要控制生态了。 或者是,去掠夺更多的生命能为自己所用。 我们史莱克学院大约在十五代以前的海神格格主甚至曾经大胆推测过,深渊未面之所以能够连接到我们斗罗大陆未面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斗罗未面低未面之主刻意为之。 就是为了要寻找机会,掠夺深渊未面低未面能量来补充自身。 这个言论对于唐武林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一般的震撼,什么? 您是说? 深渊未面竟然,竟然是我们未面主动引来的。 龙夜月摇摇头,道,这只是个猜测,具体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 更大的可能是深渊未面找上了我们,主动要吞噬我们。 毕竟,从未面之主的层次来看,深渊未面要更强。 但从整个未面的角度来看,我们斗罗未面又要比他们强一些。 唐武林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龙夜月的话,您的意思是说,深渊未面的那个什么圣君要比我们的未面之主强大,但从整个未面来看,我们却要强一些。 龙夜月点点头,可以这么理解。 从宇宙能量分裂的角度来看,深渊未面更强,因为深渊未面在分裂出的同时,几乎就诞生了自己的意识。 这个层次上,就要比我们斗罗未面强多了。 直接诞生出指挥的他,开始不断通过吞噬来获得更多的能量,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一步步走到现在。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以能量形态来存在的效果是最好的,最有利于他的大力发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弊病存在,首先的问题就在于,深渊未面这种发展方式,没有亿万年沉淀而来的本体,也就是我们斗罗星这样的真实星球。 为什么那些深渊生物在死亡后能够变回能量返回到深渊未面之中,重新诞生出新的战斗力? 就是因为,深渊未面本身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星球,整个未面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体,每一个深渊种族,都是通过深渊未面未面之主的意识而产生的。 它将自己的能量分成无数个部分,诞生出这些能量智慧生命后,让它们自行发展。 从生命层次上,深渊未面更强。 但因为没有实质的原因,当它到了临界点之后,却很难升华。 说的再简单一点,像深渊未面这种高层次的能量未面,是最容易直接成为神界的。 而我们斗罗星这种层次的实体智慧未面,却只有通过各种复杂的手段向神界靠拢。 这就是二者的差距。 但是,我们斗罗未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是深渊未面所不具备的。 那就是实体化。 实体化的未面要比能量未面稳固的多。 很多宇宙中的灾害能够作用于在能量未面上,实体未面却能够免疫。 我们的层次虽然不如深渊未面高,但从安全程度来说却要高得多。 我们的未面之主不像深渊未面那样有形有质,但它基础却更加扎实。 所以,无论是深渊未面想要吞噬我们,还是我们想要吞噬它们,都很困难。 同时,我们未面还有一个深渊未面不具备的最大优势,那就是实体未面诞生的生命体都是独立存在的,虽然受到未面秩序的影响,但却有超脱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有魂师能够修炼成神,升入神界的原因。 但在深渊未面,想要超脱深渊圣君的掌控范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每一个生命体,都相当于是深渊圣君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龙夜月停顿了一下,让唐武林思索了一会儿之后,才继续道,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明白未面的不同和存在的意义与目标。 作为斗罗未面选中的人,你必然会受到深渊未面的极度杀意,因为你之所以能够被选中,就是因为你具备着毁灭深渊未面的潜力。 所以你才会被深渊圣君不惜代价的直接攻击。 而且,很可能这不会是唯一一次。 深渊未面会不惜代价的毁灭你。 唐武林忍不住道,既然我有毁灭深渊未面的潜力,他们不会跑吗? 断开和我们未面之间的联系不久可以了。 我总不能跨越未面的去追他们。 龙叶月摇摇头,你想的太简单了。 两个未面的连接,哪里是那么容易断开的? 就算现在深渊未面想要主动断开,我们斗罗未面都未必愿意。 而且,我们的未面之主必然已经有了深渊未面的坐标。 如果你真到了那个能够毁灭深渊未面的层次,相信我,未面之主一定会有办法让你踏足深渊的。 连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你想想,深渊圣君会不明白吗? 所以,他只会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杀你。 唐武林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笑,当初在深渊通道的时候,通过血神大阵他还能够借助未面之力,再加上当时古月娜的出现,发动龙神变,才勉强挡住了深渊圣君的隔空出手。 如果未来深渊圣君再次攻击自己,那又用什么来抵抗呢? 这不是有没有把握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他根本就不知道深渊圣君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手。 龙叶月道,你也不用郁闷,刚刚说的都是不好的地方。 但既然作为未面之主选择的人,你也必将会是得天独厚的存在。 未面之主选择了你,那么就会不遗余力的栽培你,让你更早的成为能够对抗深渊未面的存在。 就像我们猜测,唐门和史莱克先被牵手斗罗唐三,灵兵斗罗或羽浩很可能都是未面之主选中的人一样,你也是如此。 你的修炼将变得更容易,同时最重要的是你的气韵将变得更好。 悟性更高。 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下受到未面之主的庇护。 当深渊未面想要毁灭你的时候,未面之主也一定会尽其所能的对你有所提示和帮助你。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你需要做的,就是快速成长,尽可能的早日成长到足以自保的程度。 你想想,为什么你能够在机缘巧合下突破灵欲境? 为什么你能够得到生命之种的眷恋? 这都和你是未面之主选择的对象有关。 听着龙夜月的话,唐武林心头微动,眼神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自己是未面之主选择的对象。 自己的提升,和未面的眷恋有关。 如果是以前,他真的没有这种感觉,可自从突破了七环魂圣修为之后,这种感觉就真的出现了。 最有直观感受的一点,就是在生命之种在海神湖湖底种下之后,对他的生命反馈直接加固了剩余七道金龙王封印。 就像是生命之种本身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是的。 第118181 传承 晴天神枪 生命之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未面之主的一部分。 更何况,在突破七环之后,自己的修为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更是在师伯那里得到了金水相寒。 是啊。 自己的运气似乎真的是变好了,修炼速度也变得更快乐。 连本体宗先天秘法似乎都能够顺利突破。 这些,都是被未面选中的好处。 你应该也想到了一些吧。 这也是为什么唐门下定决心让你成为唐门门主的原因。 龙叶月道。 唐武林道,面下,我,我已经答应了。 他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龙叶月道,答应得好。 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要告诉你唐门是要利用你,而是要告诉你,我和他们的意思一样。 从现在开始,你不只是唐门的领袖,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新一代的领袖,我们都将不遗余力的支持你。 啊? 唐武林看着面前这位苍老的封号斗罗,一时间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龙叶月笑了,伟大的时刻,必然需要伟大的领袖带领。 我已经老了,难道你还指望一个年龄超过两百岁的老人来做这些吗? 我或许可以带来一些胜利,但我却无法给史莱克的未来带来希望。 但,你可以。 唐武林的心有点乱,今天来唐门,一下受到的冲击对他来说着实是有点大了。 我们都将辅佐你前进。 我告诉你这些,还有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明白,接下来你要走的路,一定要和卫面本身的需求相契合,这样才能更加的顺畅。 否则的话,就算你是被卫面选中的人,也有可能最终会被抛弃。 是。 唐武林答应一声。 好了,回去吧,把武长空他们都接来。 当唐武林从唐门离开的时候,整个人还有点晕晕的,虽然这并不妨碍他规避了外面的各种探测,以普通人的身份远离,再消失在跟踪者的视野范围内。 但是,他整个人还是有种如在梦中的感觉。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自己竟然已经成为了唐门门主,史莱克学院新的领袖。 尽管这两大组织从表面上看,和巅峰时期远远不能相比,可是,现在的自己才二十一岁呀。 在历史上,身兼二职者都没有。 哪怕是唐门先祖唐三,传灵塔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浩,这两位最终成神的存在,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而自己在一天时间内,却竟然做到了。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可事实却就是摆在面前。 再次来到海神湖避难所,找到武长空。 将光暗斗罗和内院弟子们还在的消息告诉他。 武长空也同样是惊喜莫名,但在仔细思考之后,却并没有带着二百多名学员跟唐武林一起去唐门。 而是孤身一人和唐武林回到唐门之中。 龙老,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让大家重聚在一起的好时候。 武长空恭敬的向龙夜月行礼之后,开门见山的说道。 龙夜月道,理由呢? 武长空道,您之前的担心是对的,这二百多名学院虽然深受学院大恩,都愿意未来为学院付出一切,但他们毕竟还太年轻,经历过的东西太少。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历练之后,才能成为学院未来的中间力量。 因此,武林提出的历练我认为是必须的。 只有通过魔鬼岛的考验之后,他们才能算得上是成熟,才有资格知道这里的秘密。 龙夜月想了想到,也有道理。 那就按你所说吧。 分城两边也能够分摊风险,万一有了变化,至少还有希望。 就在武长空拜见龙夜月的同时,唐武林也在和内院大师兄蓝木子闲聊。 从蓝木子这里,他才知道当初内院学员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海神阁诸位素佬,在世神级定装浑倒炮弹到来之时,拼尽全力抵抗,给他们带来了活下来的机会。 就像是外院弟子一样,众位海神阁长老们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们。 内院没有避难所,但却有一个奇异的半卫面传送阵。 及时的发动,将众人传送离开。 而光暗斗罗则是在爆炸的外围,凭借着自身修为,强行抵挡住爆炸的余波,受伤远顿。 回忆起当初的一切,众人都是不胜唏嘘。 正在这时,龙夜月和武长空走了出来。 他嘴唇温明,像在大厅一侧,正在指点两位治疗系浑尸的圣灵斗罗说了几句什么。 圣灵斗罗亚历就来到了他身边。 看到龙夜月到来,众位内院弟子们赶忙起身,恭敬的站在他身前不远处。 龙夜月沉声道,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使来客学院重建。 武长空为外院院长,我为内院院长。 亚历为海神阁副阁主,唐武林,武长空,蓝木子,唐阴梦,以及使来客七怪另外六人为海神阁长老。 听着龙夜月的话,众人的表情不约而同的都变的亢奋起来,用力的攥紧了拳头。 是,阁主。 众人齐声说道。 不。 龙夜月却摆了白手,我依旧是副阁主,海神阁阁主,从今天开始,由使来客七怪之首,唐武林继承。 此言一出,除了已经知道的唐武林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吃一惊,就连武长空眼中,都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唐武林作为海神阁阁主。 他才二十一岁呀。 就算是为了将来更有希望,从资历以及各方面能力来说,无论武长空还是蓝木子,似乎都比他更合适。 一时间,众位内院弟子们看着唐武林的目光都有些变了。 面露惊讶的同时,多少还有些不解。 就算他是当代的史莱克七怪,但这也太年轻了呀。 可是,龙夜月的威压太重,他的话哪里有人敢于反驳呢? 亚历缓步走到唐武林面前,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闪烁着白赤色光芒的长枪,就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赫然正是当初擎天窦罗云明在临死之前以自身精气神融入武魂之中留下的那柄擎天神枪。 武林,这是云明留下的。 你也用枪,今天我将它交给你。 希望你能继承它的遗志,让史莱克重现辉煌。 看着圣灵窦罗手中的这柄长枪,一时间,唐武林心头五味杂沉。 晴天神枪通体散发着白赤色的光彩,枪身仿佛透明的一般。 它并不是黄金龙枪那种两端都是尖锐的存在,只有一端有枪刃,但枪刃却特别长,几乎占据了晴天神枪接近三分之一的长度。 风锐上光焰吞吐。 在枪刃下方连接的枪赶出,有晴天两个鼓桌的字鸣刻齐上。 以唐武林的精神力去感知,感受到的,是一股无穷无尽的滔天枪翼。 不,准确的说,应该是枪之神髓的意境。 上一次见到晴天神枪的时候,唐武林的枪法还没入门,感受不深刻,而此时此刻,哪怕只是看着这柄神枪,她的感觉都截然不同。 面下。 唐武林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第1182章 汉海乾坤水晶 雅丽脸上流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虽然她的眼眸之中早已没有了神采,但在此时此刻,她的笑容依旧是那么温柔。 叫我师母吧。 传承她的晴天神枪,也算是我带她收你为徒。 她的传承,尽在枪中。 雅丽将晴天神枪托送到唐武林面前。 唐武林双手抓握住枪杆,一时间心中百感焦急。 双膝跪倒在地,将手中晴天神枪高举。 武林,拜见师母。 一边说着,她就那么托举着晴天神枪,向雅丽磕了三个头。 雅丽眼中早已经没有了泪水,有的只是欣慰。 我一定努力看着那一天的到来。 当时来客重建的那一刻,相信,你也一定能够让我从你身上看到他当初的光辉。 云鸣这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在学院被毁的那一刻,但我却从来都不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海神格格主。 我永远都以他为骄傲。 不要辜负了晴天枪。 希望他能帮你做晴天玉柱,重新支撑起是来客。 是,师母,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辜负老师的晴天神枪。 云鸣曾经是那儿的老师,从这一刻开始,他也是唐武林的老师了。 唐武林重新起身,手持晴天神枪,蓝木子面带微笑来到他面前,主动道,见过阁主。 其他内院弟子们也才如梦方形一般,同时向唐武林攻身行礼,见过阁主。 是的,从唐武林接枪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是当代史莱克学院海神格阁主,代表着史莱克真正的领袖。 龙叶月微微一笑,向唐武林点了点头,从现在开始,你以名正言顺。 我也有一样东西给你。 一边说着,他来到唐武林面前,伸出手,递到他面前。 那是一块通体透明的菱形晶体,呈现为蓝色,晶莹剔透,里面仿佛有水波荡漾一般。 这时,唐武林的视线几乎是瞬间就被那蓝色的菱形水晶所吸引了。 在那水晶之中,仿佛有着庞大的吸引力一般,他的视线刚一凝聚,顿时感觉到自己原本能够感受到整个周围世界的精神力瞬间就被那水晶中的吸力所牵引,顷刻间全部融入到那菱形水晶之中。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了,唐武林吃惊的发现,自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蔚蓝色的世界。 这蔚蓝色无边无际,一片呈现为晶莹蓝色的小鱼从他身边游过,整个蔚蓝色的世界之中仿佛都充斥着无尽的生命力。 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美妙了,他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沐浴在那浓浓的生命气息之中,说不出的舒畅。 这个过程似乎过了很久,又像是只出现了一瞬间,当唐武林一个恍惚,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依旧是呆呆地注视着光暗豆罗龙夜月手中那闪烁着奇妙光彩的晶体。 唐武林抬头看看其他人,似乎所有人都没有和他一样的感觉。 每个人都只是惊奇于这枚菱形水晶的绚丽而已。 他名汉海乾坤,一直是镇压于海神阁之中的西式之宝。 也是学院的镇院之宝。 说到他的来历,非常久远,要追溯到两万年前。 唐门第一代门主,也是史莱克学院第一代史莱克七怪的灵魂人物,牵手斗罗唐三身上。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唐三先祖是如何获得这枚汉海乾坤的,只是知道,这枚汉海乾坤在先祖成神的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咱们学院,只有修为达到了极限斗罗层次的强者,并且经过了足够的考验,才有资格来体会他的奥妙。 从而寻找那一丝通往神界的路。 这枚汉海乾坤水晶平时就镇压在海神阁之中,那天大难来临之时,阁主将他交到我手中。 让我见机行事。 论年龄,本应该是我作为最后镇守史莱克之人,但当时他说,作为阁主,他则无旁贷。 所以,却是我这老朽活了下来。 今天,我将这枚汉海乾坤水晶代替他传给你,希望你能完成他的遗志,也像历代海神阁阁主那样,守护史莱克的一草一木,守护史莱克两万年来的光辉荣耀。 是。 唐武林真儿重之地将这枚汉海乾坤水晶接了下来,眼眸终满是郑重。 汉海乾坤水晶入手冰凉,但却有一种柔软的质感,它似乎不是实体,更像是一块儿果冻式的。 握在手中,十分奇异。 龙夜月晨声道。 接下来,就按原计划进行,长空,你亲自送第一批学员前往魔鬼道。 人选名单我们刚刚已经敲定了。 武林,最近这三个月,你就哪也不要去了,就留在唐门之中进修,三个月之后,前往兴罗,斗灵两国。 是。 唐武林点头答应。 龙夜月却突然脸色一沉,严肃的道,武林,你现在已经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阁主,是学院真正的领袖,更是唐门当代门主, 要注意你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所代表着的,都是唐门和史莱克学院,无论是面对我,还是面对脏心或者是曹德志,都不能再表现出以前的态度。 唐门和史莱克学院需要的是你作为领袖的气场,而不是作为一名学员或者是一名唐门门众的谦逊。 唐武林愣了愣,苦笑着点点头。 坦白说,这两个身份对他来说都有些突如其来,以至于到现在他都还有些不适应呢。 龙夜月收回目光,好,那接下来就按计划行事。 具体事务,依旧由海神阁会议来决定。 除了唐武林之外,一众史莱克学院众人同时向龙夜月供身行礼。 唐武林被安排在了一间单独的静室之中,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截然不同,房间也自然是这里最好的。 近两百平米的房间,有专门的书房、浴室、修炼室,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锻造室。 所需一应俱全。 唐武林回到房间后,直接就到了静室,当他盘膝坐下之后,依旧有种如在梦境的感觉。 自己就已经成为了唐门和史莱克学院的双重掌控者了吗? 这样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第一人哪。 哪怕是唐门中最传奇的两位,牵手斗罗唐三以及灵兵斗罗霍宇号,都没有达到过的程度。 他毕竟才只有二十七岁,如果说心中一点自豪感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除了自豪感之外,更多的却是强烈的责任感。 原本他还觉得,光暗斗罗龙夜月还在,自己肩头的责任也能轻一点,还有武老师在。 他们能够承担起重建史莱克学院的重担,可现在看起来,最沉重的那份责任依旧还在自己身上。 这固然是因为龙老和武老师他们都很看重自己,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将要承担更多。 但是,和以前相比,他的心情还是大大的不同了。 至少,现在自己不再孤单。 史莱克学院终究没有被完全毁灭,有着这么多内外院的优秀学员们还在,史莱克学院的基础就还在。 不久的将来,当他们完全成长起来之后,必然会让史莱克拥有当初的底蕴。 或许这个过程会长一些,但史莱克的传承没有断,海神阁还在。 想到这里,唐武林就不禁莫名的有些亢奋,甚至有种要仰天长啸的感觉。 自从当初他前往血神军团的时候开始,他的情绪就一直是非常低沉甚至是抑郁的。 学院被毁,家没了,他怎能不抑郁? 怎能不痛苦? 现在,他终于看到了曙光,至少,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着唐门的底蕴,有着史莱克留下的种子,一切皆有可能。 他甚至想得更多。 重建史莱克,绝不是最终的目的。 毕竟,大陆还是在联邦政府掌控之中的。 未来,史莱克想要重新屹立,不只是要重建史莱克,更是要得到整个联邦的支持。 自己和伙伴们未来要面对的敌人非常之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圣灵教,之后甚至还有支持鹰派的背后势力,其中最难对付的很可能就是传灵塔。 他们的威胁甚至要比圣灵教更大。 第1183章在哪? 等我。 除此之外,还有不知道多少隐藏在背后的阴暗实力,更有着联邦军方这个大麻烦。 所以,多情斗罗他们才想出要联合斗灵,兴罗两大帝国。 遏制这场战争。 想到这里,唐武林心中不禁浮现出一副令他有些心惊胆战的景象,就是当初他在面对深渊圣军时候的那一幕。 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深渊圣军对他的滔天杀意。 现在,深渊潮汐被打退了,封印也重新变得稳固了,可是,这真的就能阻挡深渊卫面的下一次进攻吗? 唐武林不知道,甚至可以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但如果深渊卫面不惜一切的话,说不定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出现深渊潮汐。 所以,深渊卫面也同样是自己将要面对的大敌。 作为被卫面选中的对象,自己同样是首当其冲的要承担最大的压力。 甚至,深渊卫面才有可能是自己将要面临的最大敌人。 所以,提升自我,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近这三个月来,唐武林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修为的提升速度有多快。 在之前三个月闭关的过程中,第一个月他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血神军团修炼这些日子所有的收获里顺, 尤其是在与深渊圣军那一战之中的感受完全通过精神力的感悟顺利的融入到自己的能力之中。 然后就是全力修炼。 他能够在和武长空一战中战胜对方,绝非侥幸。 这是沉淀,同时也是他真正实力的展现。 凭借着黄金龙枪,金龙王血脉的增幅,虽然修为只有七环的他, 现在在整体的战斗力方面,已经完全不逊色于一般的封号斗罗层次强者了。 当然,这是在双方都不使用斗铠的情况下。 事实上,唐武林现在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斗铠了。 他的三次斗铠金属雏形已经完成,但却还没有进行核心法阵的明刻。 七十三级了,现在他的魂力修为已经七十三级。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提升两级。 这在七环以上修为中,简直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而且唐武林还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修炼速度还在得进一步的提升之中。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最多再有一年左右,他就有信心达到八环魂斗罗层次。 最多三年,封号斗罗也不是问题。 而那时候,他也不过才二十四岁罢了,二十四岁的封号斗罗,哪怕是在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上,都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唐武林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当自己突破魂斗罗境界的时候,就同时冲击金龙王第十二道封印,按照之前的规律,他将拥有第六个金色魂环。 第五个金色魂环带给他的金龙阵暴几乎是相当于将他所有能力都提升了,那么,第六个金色魂环带来的能力,只会更加恐怖。 而一旦当他成就封号斗罗,以他的身体强度和承受能力,几乎就可以开始考虑四字斗凯的制造了。 一旦他成为四字斗凯师,唐武林就有信心面对当今天下任何一位强者。 对自己的修炼过程,他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自从成就魂盛以来,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层次,从那时候开始,他才真的能算得上是一名强者了。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他盘膝坐好,刚开始准备修炼,突然,手腕上的魂倒通讯器响了起来。 唐武林抬手看了一眼,眼神就变了,变得有些亢奋。 接通魂倒通讯器,另一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在哪? 好,等我。 唐武林只说了五个字,就迅速起身,从房间中窜了出去,是的,只能用窜这个字来形容他此时的速度。 唐门总部几乎遍布了整个天斗城地下世界。 所以出口也是四通八达。 几分钟后,唐武林就出现在天斗城的街道上。 因为太过亢奋,他甚至没来得及乔装改办。 只是脸上戴了个口罩,头上再戴个帽子,尽可能地掩饰了自己的相貌。 双眼微眯,精神力在无形中散开,近乎是肆无忌惮地向周围蔓延开来。 到了他这种精神层次,除非同样是灵欲净强者,否则是不可能感觉到的。 而且,他现在的心情,也有些顾上了。 毕竟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一身普通装扮的中年人正准备走进天斗城最大的拍卖场时却停下了脚步。 这中年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有一点却是和唐武林一样的,他脸上也戴着一个口罩,只是头上没有帽子罢了。 跟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人,如果唐武林此时看到他的话,一定会更加激动,甚至是激动得无以复加。 他也戴着口罩,遮盖住了自己的容颜。 但是,他却有着一头绚丽的银发,和一双勾魂夺破的紫色眼眸。 不错的精神力。 中年人喃喃的自言自语道,纳尔,你感受到了吗? 他向身边的女子说道。 银发子眸古月娜轻轻的摇了摇头,没有开口。 中年人双眼微眯,你的精神修位应该已经到了灵欲镜边缘吧,不用急,等你突破了那层限制之后,自然就能感受到了。 塔主,您是说,刚刚有灵欲镜精神力的强者在释放自己的精神力。 古月娜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动听,但却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在其中。 嗯? 似乎是在找寻什么,并没有战意。 走吧,我们进去。 天窦城,本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若非今天要帮你拍那件东西,倒是要去看看,是每位大能在这里。 说完这句话,他率先向拍卖场内走去。 古月娜却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后的空中,眼底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手,眼眸深处的冲动,一闪而眉。 找到了。 唐武林的精神力猛地一收,四慢十快地在街道上行进,三绕两绕之后。 他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唐武林脸上的笑容就变得浓郁了。 大步向对方走去。 而此时此刻,那人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存在,猛地转过身来,目光也瞬间凝聚在了他身上。 和唐武林不同的是,这人没有戴口罩。 他有着一张看似普通的面庞,但身材挺拔,一头金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翼翼。 嘴角处带着一抹有些邪魅的微笑,大步向唐武林迎了上来。 眼看着,两人就面对面了。 唐武林却突然出手,向对方胸口处拍去。 那金发男子也同样出手,两人的右手在空中碰撞,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然后再紧紧地抓握在一起。 唐武林用力一拉,毫无疑问,这金发男子在力量方面和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被唐武林用肩膀撞击了一下胸膛。 但下一瞬,两人却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欢迎回来。 唐武林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是不是太激情满满了? 幸好我家小颜没在。 金发男子呵呵笑道。 第1184章兄弟重逢 唐武林道,对了,小颜呢? 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 我都没来得及问你们。 金发男子毫无疑问正式化了妆的乐正语。 他微微一笑,道,他有他自己要走的路。 他在离开的时候甚至没有告诉我他去了哪里,但我大概能猜到一些。 放心吧,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他也是这一两天就到了。 老大,虽然你在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上获得了冠军。 但是,我们也都有不小的提升哦。 别到时候都打不过我们了。 唐武林白了他一眼。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上试试。 乐正语眼睛一亮,这可是你说的。 别到时候被我们打哭哦。 唐武林有些惊讶的看着他,道,看起来,你倒是信心十足的样子啊。 七环突破了吧。 乐正语一脸傲然的道,那叫适儿吗? 小意思。 唐武林道,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说完,他松开握住乐正语的手,两人并肩而行。 乐正语不时看看街道两侧的景物,回来的感觉真好。 可惜,这不是史莱克城。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不禁暗淡了几分。 不只是唐武林对史莱克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事实上,当初他们在史莱克学院的时间比唐武林还要多三年,心中对史莱克的依恋还在唐武林之上。 否则也不会在这段时间里如此拼命的努力了。 对了,我已经是上校了。 完全凭本事在南方军团魂出来的。 连我爷爷那老古板都没说什么。 你咋样? 乐正语用肩膀碰了碰唐武林。 唐武林笑道,你挺跳嘛。 看来在南方军团憋得有点厉害。 乐正语耸了耸肩膀,每天就是修炼,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小颜走了以后,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当然,我那时候也没时间跟谁说什么。 你说我能不憋得慌吗? 对了,谢谢,圆恩他们呢。 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星兰和励志他们俩? 也还没到吗? 我不会是第一个吧? 唐武林道,第一个怎么了? 这才显得你积极向上。 他们应该也都是这几天就会到了。 乐正语突然沉默了,足足数秒之后,财长出口气道,能和大家在一起,真好。 唐武林没吭声,只是用肩膀撞了撞他。 是啊。 能和伙伴们在一起,感觉真是太好了。 尽管他现在身边已经有了血龙小队,有了史莱克学院的支持,有了唐门的支持。 可是,无论是谁的支持,也比不上一直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伙伴啊。 他们才是当今的史莱克七怪。 哦,对了,正语。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已经是海神阁长老之一了。 可以参加海神阁会议。 乐正语愣了一下,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开心之色,反而是苦笑道,海神阁长老。 我们自己封给自己的吗? 是啊。 除了我们,也没什么人了。 为了给大家个惊喜,唐武林并没有在魂岛通讯中将唐门还有这么多人活着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乐正语也觉得自己说的有些沉重了,转而笑道,那身为当代史莱克七怪之手的你,岂不是应该就是海神阁阁主了? 唐武林点了点头,是啊。 乐正语笑道,也好,就让我们兄弟联手,撑起海神阁。 撑起史莱克,我们一定能够重建学院的对不对? 一定。 唐武林用力的说道。 乐正语压低声音道,老大,趁着他们都还没回来。 这副阁主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归我? 另一个给原恩或者是星兰都可以。 海神阁一般都是两位副阁主吧。 唐武林似笑非笑的看向他,道,等海神阁会议的时候,大家讨论就是了。 你也知道的,海神阁会议一项以公平,公正为主。 大事都要共同讨论而定。 乐正语耸了耸肩膀,就不能走走后门吗? 也就咱们这几个吧。 哦,对了,还有圣灵斗罗免下,他老人家难道不愿意做阁主吗? 还没有从痛苦中恢复过来。 唐武林叹息一声,哪有那么容易恢复,他的心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惦记着重建史莱克,我真怕。 乐正语的脸色也变得黯然下来,坦白说,重建史莱克真的很困难。 我爷爷在我临出发之前,跟我说了许多。 有关于当前形势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看好我们。 唐武林心中一动,南方军团应该是属于鹰派的吧。 乐正语点了点头,南方军团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因为距离其他军团都比较远,而且地处富饶之处。 一般来说是不参与政治斗争的。 但我乐家的前身,曾经是武魂殿殿主一脉传承下来的。 家训中,对于星罗帝国是有仇的。 所以,如果是对星罗帝国用兵,南方军团一定会支持。 嗯? 唐武林点了点头,那我们重建史莱克呢? 南方军团会支持我们吗? 乐正语苦笑道,很难。 虽然这话有些打击你,但我还是要实话实说。 我爷爷在我出门之前就明确的告诉我。 他和南方军团都不会支持我们重建史莱克的。 因为那很可能会带给家族巨大的影响。 虽然已经猜到了会是这样的情况,但唐武林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失望。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我爷爷说,至少南方军团在我们重建史莱克的时候,不会撤走。 还有两种情况,他可以考虑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 一个是我们在重建的过程中展现出能够对抗反对势力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支持。 另一个就是,我能够成就四字窦凯师。 那样的话,我将会成为南方军团下一任军团长的继任者。 为了我个人,军团也会一定程度的向我们倾斜。 但这二者,显然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听了乐正宇的话,唐武林微微汗手,确实,都不容易。 想要成为四字窦凯师,除了自己这种身体特殊的存在之外,一般来说,魂师修位至少要达到超级斗罗层次才会去冲击。 而事实上,仅仅是超级斗罗很多时候都不够。 因为想要成为四字窦凯师,就需要神将的天段。 超级斗罗数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而每一次天段,对于神将振华来说都是巨大的消耗。 想要完成一套四字窦凯,都需要在完成后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已经很少接这样的天段任务了。 总会有办法的,一切有我。 唐武林拍拍他的肩膀。 乐正宇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因为他发现,在知道了这样的坏消息之后,唐武林表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双眸依旧炯炯有神,似乎是充满了信心。 老大,这次夺得了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的冠军,你似乎更是信心十足了呀。 必须要赞一个。 唐武林笑道,自信源自于实力。 这边走,一边说着,他扯着乐正宇进了旁边的一个胡同。 在通过精神力感受周围没有任何窥探之后,拉着他进了一个小院子。 当乐正宇跟随着唐武林进入到唐门地下世界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 这,这是。 灰红的地下世界,让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看着那众多正在忙碌中的工人,流水线生产中的机甲。 乐正宇不禁吞咽了一口唾液。 这都是唐门的。 乐正宇吃惊得问道。 唐武林点点头,也是我们的。 唐武林带着他来到一处房门外,还没等他按响门铃,房门就自己打开了。 蓝木子刚好从里面走出来,见到唐武林,他微微一笑,躬身道,阁主。 蓝师兄,不用多礼。 唐武林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有龙夜月的提醒之后,他现在已经会自重身份了。 蓝木子很快就看到了唐武林身边正目瞪口呆,张大了嘴看着自己的乐正宇。 正宇学弟,好久不见了。 乐正宇此时都已经有些口吃了,蓝,蓝师兄。 你,你没死,你,你。 第1185章是不是很惊喜? 唐武林笑道,别你了,是不是很惊喜? 乐正宇此时已经快步上前,近距离的打量着蓝木子,唯恐自己认错了人。 你真的没死? 确定不是鬼魂吗? 乐正宇张口结舌的说道。 蓝木子不禁有些哭笑不得的道,你就那么希望我是鬼魂吗? 我好好的,你放心吧。 唐武林看不下去了,向蓝木子欠然致意后,就拉着唐武林走进了房间。 此时,房间之中,龙叶月和武长空正在讨论着第一批前往魔鬼岛的名单。 看着唐武林进来,武长空率先站起身,然后龙叶月也随之起身,同时向唐武林微微躬身道,阁主。 之前蓝木子叫唐武林那一声阁主的时候,乐正宇还没怎么注意。 此时此刻,他亲眼看到武长空和龙叶月这二位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猛了。 龙老,武老师。 乐正宇比当初刚刚见到武长空时候的唐武林还要不堪,尽管在刚刚见到蓝木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些意识到了什么,可当他真的看到武长空的时候,情绪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他虽然不是和唐武林,谢谢他们那样,一直跟随着武长空成长起来,但跟随武长空也有不少年了。 此时此刻,再次见到原本以为必死的武老师,他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的感情。 泪水几乎是瞬间喷勃而出,一个箭步他就冲到了武长空面前,一把抱住了他。 放声痛哭。 武长空一向冰冷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笑容。 劫后重逢,尽管有了唐武林的先例,但他也是终于看到了乐正宇呀。 脸上笑着,眼圈却已经红了。 笑中有泪。 只有失去过,才知道拥有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龙夜月向唐武林点了点头,再看看乐正宇,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他乃是光暗斗罗,论修为,就算是晴天斗罗云鸣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同时他又掌控着光明的力量,自然能够感受得到乐正宇那一身犹如实质一般的光元素波动。 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光元素凝结体式的。 而对于神圣天使武魂来说,进入七环境界,成就魂圣,将是巨大的跨越,实力将有致的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乐正宇那么信心十足的原因。 他不只是突破了魂圣,更是完成了神圣天使家族非常艰难的第二次神圣洗礼。 这在神圣天使家族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怎能不兴奋呢? 足足半晌,乐正宇才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抬头看向唐武林的时候,表情已经变得不同了。 恶狠狠的道,你早就知道了,怎么不告诉我? 唐武林怂怂间,早告诉你,还能看到你哭吗? 乐正宇看看他,再看看武长空,突然破涕微笑,如果哭就能让武老师活过来,就算是哭一百次我也愿意。 此言一出,连唐武林的眼圈都有些红了,是啊。 如果哭就能让武老师活过来,他也愿意哭一百次。 唐武林这才将现在学院的情况告诉了乐正宇,当他知道连武斯堡他们都还活着,还有那么多内院学长们也都在的时候,简直是兴奋得不能自已。 对了,武老师,龙老。 之前正宇跟我说,他想,唐武林话才说到一半,乐正宇就意识到他要说什么了,一个箭步就窜到了他身边, 一把捂住他的嘴。 不许说,老大你再说下去,我就跟你绝交哈。 乐正宇恶狠狠的说道。 唐武林总算是没把乐正宇要当副阁主的话说出来,但却还是有些忍俊不禁,正好,最近我比较缺少对战的对手,你也回来了,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提升很有信心,不如,我们切磋一下。 也让龙老指点,指点我们。 乐正宇眼巴巴的看着唐武林,道,不是说好了,等小颜回来了二对一的吗? 他虽然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他也是亲眼看着唐武林是如何多的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冠军的。 还没自信到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唐武林的程度。 唐武林转向龙夜月道,之前正宇有个请求。 嘴再次被捂住了,乐正宇咬牙切齿的道,好。 切磋就切磋。 我认了。 龙夜月点点头,道,也好。 他已经从武长空那里得知唐武林之前战胜武长空的事情了,是在双方都没有动用斗铠的前提下。 所以,他道,正宇可以用二字斗铠,武林不能动用斗铠。 乐正宇听了这话却并没有多开心,苦着脸道,龙老,我的二字斗铠上次被武林重新铸造了三字斗铠雏形,在之后,我一直修炼,还没来得及制造成三字斗铠呢? 暂时还用不了。 当初七人分开之前,唐武林就帮他们把斗铠都完成了三字斗铠的基础锻造。 但大家都一直在修炼,三字斗铠制作也没那么容易的,在没把握之前,他们都没有完成。 尤其是在唐武林现在魂断已经又有所提升之后,早就分别用魂导通讯通知过他们,不要急于制作三字斗铠,等他帮他们再完善一下金属锻造之后,再来制作。 所以,这次回来,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锻造的同时制作三字斗铠了。 他们都已经七环,足以承受三字斗铠。 到了那时候,实力都会有极大的飞跃。 龙夜跃道,那你就自求多福吧。 唐门地下世界的炎武场规格就要比避难所那边高多了。 足有五百米直径的巨大炎武场足以容纳机甲对阵了。 巨大的炎武场比起一般的体育场来都不遑多让。 而且所有的防护设施都是针对封号斗罗以上层次的。 三字斗铠师也无法在这里真正的造成破坏。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看着乐正宇,他心中只有亲切。 乐正宇一进入炎武场,整个人的气场就变得不一样了。 先前他似乎还有些惧怕,可真正到了这里之后,他整个人的眼神和气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双眸之中,光芒闪烁,似乎是充满了必胜信念。 身体周围隐约有光运波动。 唐武林能够明显感觉到,在他身边,有着强烈的光元素波动。 就连他自己的身体都如同浑倒灯泡似的,光芒若隐若现的变化着。 两人相隔百米对视,龙夜跃,武长空,以及众多内院弟子们。 全都聚集在外面观战。 对于唐武林突然成为史莱克学院海神阁阁主这件事,在内院弟子之中,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心中不服气的。 尤其是那些和蓝木子关系较好的。 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封号斗罗层次的蓝木子,才更有资格接那个位置。 蓝木子的资格甚至一点都不比武长空低,论修为,他也不逊色于武长空,甚至有有过之。 当为第一人选。 可圣灵斗罗和光暗斗罗却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的唐武林,年仅二十一岁的他。 第1186章 神圣天使乐正宇 蓝木子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正值人生巅峰。 为什么学院不选择他呢? 非要选择唐武林。 就算是蓝木子自己,要说心中没有一点想法那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他也知道,成为当代海神格格主要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可是作为内院大师兄这么多年,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他也同样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所以,当龙老召集大家观战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就都来了,一个不少。 就连圣灵斗罗也来了。 他的到来,是担心在切磋过程中有人受伤。 而有他在,就算是有人受伤了,也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就得回来。 龙老的声音传遍全场,准备。 无规则战斗,直到一方失去战斗力为止。 唐武林看了龙老的方向一眼,他明白,之所以龙老将大家都叫过来。 也不无让自己立威的意思。 这一场,不能以普通切磋是之。 开始。 伴随着龙叶月一声开始,乐正宇身上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变化,七个魂环宛如颈喷一般从他脚下攀升而起。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这七个魂环竟然都是金色的。 没错,就是金色。 唐武林看得出,他这是用了从魔鬼导学的障眼法,就是为了不让人认出他的魂环颜色究竟是什么。 不仅是魂环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那宛如颈喷般的金色光芒。 刹那间,乐正宇的身体就变成了灿金色,浓郁无比的光元素让他整个人变得如同小太阳一般。 好强的光元素。 众位内院弟子们看得都有些呆滞。 此时,伍斯朵等人也被叫了过来,他们也同样是内院弟子,之后也要在这边修炼,同时准备前往魔鬼导了。 感受着乐正宇身上绽放的浓郁光元素,他们脸上神色也不禁微微发生了变化。 虽然这家伙看上去只是七环修为,但在没有动用窦凯的情况下,竟然能够释放出如此强大的能量波动,这哪里是魂胜层次就能达到的。 乐正宇沐浴在光的海洋之中,向唐武林道,老大,你可要小心了,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一边说着,乐正宇动了,他只是一抬手,一道金光就瞬间从天而降,直接轰炸在了唐武林身上。 圣光顺发,甚至没有看到魂环光芒波动,唐武林就挨了一记神圣之光。 与此同时,乐正宇身上的光芒变得更加璀璨了,在他身后,一个巨大的光影浮现出来。 这光影高度大约在十五米左右,通体散发着灿烂的金色光辉,背后,十二只羽翼轻轻拍动。 看不到相貌,但当他出现的那一瞬,乐正宇整个人的身体都变得透明了。 这一次众人能够看清楚,他直接点燃了自己的第七魂环,五魂真身,或者说是,神圣天使真身。 乐正宇跟唐武林做伙伴这么多年了,他对唐武林的能力再了解不过。 深深的知道唐武林的爆发力是何等恐怖。 所以,才一上来,他就毫无保留的释放出了自己的光明之力,为的就是不给唐武林有通过爆发瞬间击败自己的机会。 神圣天使真身释放,乐正宇自身背后也出现了两对洁白的羽翼。 羽翼拍动,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得透明了。 此时唐武林还在被圣光轰炸之中,看不到他的身影,毫无疑问,在那浓郁的光元素遮挡之下,他也看不到外界。 甚至受到光元素的影响,他想要感受到外界的能量变化都做不到。 也就是说,他是不知道乐正宇现在已经释放了五魂真身的。 无疑,乐正宇一上来就占据了主动,而且在战术的运用上非常巧妙。 观战的都是史莱克学院内院学员,每一个都是天赋卓绝的存在,至少都是二字窦凯师以上境界。 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暗暗点头,乐正宇把自己的能力释放得非常完美。 而且,他在释放出五魂真身之后,光明能量竟然强大到如此程度。 真是令人震惊啊。 下一瞬,他们就看到,乐正宇宛如一颗金色流星一般向唐武林冲去。 而他背后的十二亿天使光影却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唐武林背后。 审判 低沉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整个空间仿佛都在这一瞬凝聚了似的。 而乐正宇身上亮起来的则是第三魂环,也是他的第三魂迹,审判之光。 原本照耀在唐武林身上,刚刚开始变弱的圣光瞬间变成了金色。 无尽的威严哪怕是在比赛场地之外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在审判之光的沐浴中,唐武林的身体似乎都变得扭曲了,在神圣天使真身作用下的审判之光太强了。 那是无尽威严的神圣打击。 以至于唐武林都发出一声闷哼。 场地外,看着这一幕的龙叶月不禁点了点头,他虽然是双生武魂,被誉为光暗龙皇,同时掌控光明圣龙和黑暗圣龙两大武魂。 但要说在光明属性的神圣层次上,终究还是不如神圣天使武魂的。 神圣天使武魂是绝对最巅峰的光属性武魂,而它最大的效果,就是在面对邪魂师的时候。 此时龙叶月就已经看出,乐正宇是完成了第二次神圣洗礼的,而有了这种层次的神圣气息,哪怕是面对封号斗罗层次的邪魂师都能让其非常头痛。 这样的审判之光,足以越级去消灭一些邪魂师了。 而且,这还是在没有穿戴窦凯的前提下。 一旦乐正宇拥有了三次窦凯,无疑,他将随之拥有一个神圣属性的领域,那时,他的神圣之光会变得更加可怕。 唐武林在审判之光的打击下,整个人似乎都变得迟缓了。 而此时此刻,乐正宇却已经冲击到了他身前。 手中一柄金色圣剑在飞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凝聚了出来。 毫无保留的直接批斩在了审判之光中的唐武林身上。 唐武林受到审判之光影响,整个人就像是被定住了,被圣剑批在胸前,顿时全身燃烧着金色的神圣火焰被批飞了出去。 看上去,此时的这位海神格格主竟然像是毫无还手之力啊。 但乐正宇可不是这么认为的,此时的他,看上去就像是和唐武林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批非唐武林的同时,他身上的第四魂环就亮了起来,之前在唐武林身后释放审判之光的十二亿天使瞬间和他融为一体,让他整个人都变得高大起来。 背后除了四片实体羽翼之外,还多了一对光翼。 手中圣剑瞬间凝聚为实质的金色圣剑。 双手握剑,乐正宇抱喝一声,斩。 天地之间仿佛出现了一道金色,这道金色似乎要将整个世界都展开。 金线瞬间追向唐武林的身体。 这一瞬没有任何光元素外溢,但观战的内院弟子们却无不色变。 好强大的攻击。 他这还真是手下不留情啊。 也就在这时,唐武林那边终于出现了变化,燃烧在他身体周围的金色火焰骤然炸开,化为无数光点向四周扩散,他也随之在里面显现出自己的身形。 一层灿烂的金色鳞片覆盖全身,手中多了一柄长枪。 黄金龙枪看上去有种晶莹剔透的质感,之前接连承受了乐正宇三次攻击的他,此时看上去竟然仿若无是一般。 面对那一道金线的到来,唐武林的眼神看上去也十分凝重,激昂的龙吟声随之从他身上响起,下一瞬,背后一双金色龙翼猛的拍动。 他只有一双翅膀,但他这双龙翼却要比乐正宇任何一对羽翼都大得多,猛的一拍,顿时推动着他的身体宛如一道灿烂金光一般。 正面迎向了那道金线。 金光一闪而眉,看上去完全像是从唐武林身上掠过。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金线命中在他身上那部分,竟然被唐武林撑了起来,而不是从他身上斩击过去。 第1187章 圣荣术 黄金龙枪贬在那道金线之上,支撑着他撑起,与此同时,唐武林身上迸发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场。 轰,阵暴声中,金线轰然炸碎,同时炸开的,还有那满天枪芒。 唐武林不只是用金龙阵暴破掉了乐正宇借助天使降临释放的这一击,同时还直接通过金龙阵暴带动黄金龙枪,释放出了千夫所指这一事。 千百道枪芒充斥在每个人的眼眸之中,向乐正宇淹没而去。 乐正宇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背后的三对翅膀同时张开。 手中金色圣剑迟缓的挥动,身上的第五魂环也随之亮起。 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化为最大的愤怒,周围的空气中突然出现了无数小天使,每一个天使都轻轻地拍动羽翼,发出着愤怒的咆哮。 无数道金色圣光也随之出现在空中。 就像是每一个光元素都被点燃了一般,化为尖真,朝着唐武林暂射而去。 天使之怒 在天使降临,神圣天使真身增幅下的第五魂祭天使之怒。 每一道天使之光都准确地命中在唐武林的一道枪芒之上,抵挡着他的攻击。 唐武林在学会千夫所指之后,也还是第一次面对如此针锋相对的抵挡,心中不禁大为赞叹。 郑宇果然是不一样了,他真的成长了很多,很多。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乐正宇身上的第六魂环也亮了一下。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唐武林立刻警觉到有问题。 一声激昂的龙吟声随之从他口中迸发而出,巨大的金色龙头随之覆盖了唐武林全身。 龙威夹黄金龙吼。 刹那间,整个天空中的所有能量都在瞬间停顿了。 观战的内院弟子们在听到这一声滔天怒吼时,只觉得自己心跳都要停顿了似的。 而就在此时,出现在唐武林身后那么多小天使之中,有一道身影突然放大,变成了和乐正宇一模一样的样子。 只是在黄金龙吼的作用下,他和乐正宇都是迟滞了一瞬间。 下一瞬,两道神圣天使身影才同时朝着唐武林冲去,前后夹击。 有了那瞬间的停顿,突然性自然就大幅度的降低了。 一抹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唐武林面旁上。 先夫所指瞬间收回,左脚在虚空一踏。 轰,剧烈轰鸣在空中乍响。 众人看到的是,在半空之中,唐武林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黑洞的边缘是金色的,就像是一个剧烈旋转中的金色光圈。 而从那光圈之中,骤然甩出八条金色小龙,同时朝着四面八方冲去。 而当那黑洞出现的一瞬间,以唐武林的身体为中心,直径百米范围内的空气完全扭曲起来。 两道神圣天使身影也随之扭曲,动作瞬间僵直。 这是。 一直沉默观战的蓝木子,瞳孔骤然收缩。 这是怎样的力量? 竟然能够虚空一踏,镇破空间。 正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才更加明白这一下有多么恐怖,多么强悍。 乐正宇也是大吃一惊,但在这个时候,他就展现出了这次闭关苦修之后的成绩。 所有的金光瞬间溃散,竟然全都化为了无数小天使,就在那八条金龙的冲击之下,在那扭曲的震暴光运之中,四散纷飞,同时朝着外面逃逸了出去。 就连那黑洞,都无法将他们吞噬。 唐武林眼中也流露出一丝惊讶,要知道,刚刚这一下,他可是用的金龙震暴加金龙汉地的结合。 就是为了在空中限制住乐正宇。 却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如此巧妙的逃脱之法。 金光重叠,乐正宇重新在远处显出身形,但脸色却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 外面观战的人只是看到他们精彩的战斗,而真正身处于战斗之中的他自己,才更加能够体会到面对唐武林是怎样巨大的压力。 从最初第一道圣光落在唐武林身上的时候,他就有种感觉,自己的攻击伤不到他。 直到审判之光落在唐武林身上,再到他把唐武林劈飞的时候,也同样都是这样的感觉。 唐武林在他面前,如山如月,如冤如玉,似乎无论怎样都无法撼动。 就算是他的神圣光元素,在落到唐武林身上的时候,仿佛都会自己变得虚弱。 这究竟是怎样的能力啊? 为什么他任由自己攻击,都无法伤害到他呢? 他又哪里知道,唐武林现在已经是灵欲镜的精神修为,在他发起光元素攻击的时候,唐武林虽然没办法控制住乐正宇释放的光元素,但将其削弱一些还是能做到的。 再加上龙刚的防御,和他自身超强的防御力。 乐正宇这种程度的攻击还真的伤不了他。 准确的说,到了唐武林这个层次,同等级的对手想要伤害到他实在是太难了。 乐正宇有些喘息,唐武林身体周围的异想也随之消失了。 正面带微笑的看着他,天赋能力。 唐武林向乐正宇问道。 乐正宇微微汗手,神圣天使真身还有种称号,叫做神圣不死身。 只要神圣之光还在,拥有神圣天使真身的他,几乎就是不死的存在。 只要有一道光线,他都能够通过其逃逸出去。 唐武林道,还有别的手段没有? 没有就结束吧。 再来。 乐正宇的好胜心也被激发出来了。 他猛的深吸口气,全身再次变得通透了。 然后所有人就看到了震撼的一幕,乐正宇身上的七个魂环,从第一个开始,竟然如同阴阶一般,接连亮起。 几乎是转瞬之间,七个魂环就变得完全闪亮。 从乐正宇脸上的表情能够看得出,他现在是有些吃力的。 但也正因如此,唐武林才有些吃惊的看着这一幕。 这是。 正在这时,乐正宇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魂环竟然动了起来,它们叠加在一起,竟然化为了一个魂环。 什么情况? 魂环融合了? 这是。 龙叶月也是吃了一惊,双眸瞬间变得更加清澈了,这是,神圣天使家族的圣荣术,它竟然炼成了。 哪怕只是刚刚炼成了一点。 这一幕着实是相当的震撼,别说是看到,就算是听都没听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可事实摆在眼前。 乐正宇手中圣剑缓缓提起,此时的圣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唐武林此时的感觉,就像是乐正宇突然领悟了剑魂一般,那圣剑之上,蕴含着一股极致的恐怖气息。 神圣之光,圣剑,审判之光,三大魂迹融合吗? 难道说,他这也是自体武魂融合剂? 但却并不是两种武魂的融合,而是自己魂迹之间的融合。 唐武林当然不会认为这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这种叠加,一定是几何倍数提升的。 不能让他这么融合下去。 唐武林第一次主动出手了。 手中黄金龙枪前指,金龙升天。 一根根蓝银黄藤蔓蜂拥而出,瞬间融入黄金龙枪,血魂融合剂。 蓝黄龙升天瞬间化为一条蓝金色巨龙,直奔乐正宇冲去。 第1188章龙王真身 但乐正宇此时的情况似乎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一个奇妙的状态,在他身体周围,一道道金色电光不断闪烁,手中圣剑无比沉重。 而在他身后,之前已经融入他身体消失的十二亿天使再次出现了。 面对那蓝金色巨龙,乐正宇眼中神光闪烁,此时的他,就连双眸都已经变得纯粹透明了。 似乎他本来就是真正的天使,只是落入凡尘。 圣剑猛的虚幻了,一道巨大的金色剑影也随之出现,天空骤然变得虚幻了一下,整个地下演武场在这一瞬似乎都要为之颤抖。 怎么看,那虚幻如同透明一般的金色剑影和那蓝金色巨龙似乎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当二者碰触在一起的刹那,却出现了令人极其震撼的一幕。 吃! 一声诡异的声音中,蓝金色巨龙在空中凝滞,要知道,这可是唐武林的血魂融合剂啊。 但下一瞬,这条蓝金色巨龙从头到尾,却都出现了一道金线。 而那似乎是被削弱了一些的金色剑影,就已经劈在了唐武林身上。 在他命中唐武林的一瞬间,略微旋转了一下,原本应该是剑刃劈在唐武林身上,却因为旋转变成了剑戟瓶拍在唐武林身上。 轰,唐武林整个人被瞬间车飞,远远地砸在地面上。 扑! 在拍飞唐武林的同时,乐正宇在空中也是喷出一口鲜血,然后从天而降,在下落的过程中,全身光环进阶消失。 直接砸在地面上。 他这剑绒术只是刚刚领悟不久,使用起来还十分困难,刚刚在最后关头更是强行改变攻击角度,改斩围拍,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畴,顿时遭到了反噬。 全场鸦雀无声。 这一战,可谓是跌宕起伏,最初乐正宇向唐武林发起攻击的时候,那一波又一波强悍的攻击宛如面对仇敌,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毫无保留,一上来就用出了神圣天使真身,之后更是绽放出极其强悍的实力。 几乎打得唐武林毫无还手之力。 可很快当唐武林开始反击的时候,众人却又发现,乐正宇那么强悍的攻击,落在唐武林身上竟然没什么效果,而唐武林又迅速展开了极其恐怖的反击,压迫得乐正宇似乎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时,乐正宇居然又用出了这个他们闻所未闻的技能,居然将自己的三个魂技相互融合在一起,魂环重叠融合,最终发出惊天一剑。 这还是剑剑,就把唐武林劈飞了,如果是剑刃呢?会不会直接就击杀了唐武林?或者至少逼迫他用出窦凯? 乐正宇最后一击的强度,绝对已经是封号窦罗那个层次的了。 在场众多内院弟子之中,虽然进入那个层次的人不多,但大家都是在史莱克学院超过十年以上的,见多识广,自然感受得到那一瞬间的风锐有多么强大。 就在他们满心震撼的时候,被砸落地面的唐武林已经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从地上爬起来了。 就像是没事儿人似的。 刚刚那一击拍在他身上的声势那么强烈,可此时除了有些灰头土脸之外,一点都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伤势。 一闪身,唐武林就到了乐正宇身边,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一道圣光也在此时从天而降,落在乐正宇身上,令他苍白的面庞上多了一丝血色。 厉不厉害? 乐正宇向唐武林黑黑笑。 唐武林点点头,厉害,如果是用剑刃,估计能伤到我。 三世正面展开蓝黄龙升天,就足以见得这一击的强势了。 对此,唐武林不但没有半点郁闷,心中反而充满了欣喜。 看着伙伴们变得强大,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呢? 越是强大的伙伴,未来也越能帮他分担的更多呀。 嘿嘿,怕了吧。 乐正宇不禁有些得意。 已经多久没有过能够战胜唐武林的情况了。 唐武林看了他一眼,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 乐正宇挺了挺凶,难道不是吗? 唐武林不禁笑了,就当你赢了吧? 乐正宇瞪大了眼睛,道,老大,你不会输了不认吧? 唐武林看看他,再看看远处观战的众多内院弟子,他站直身体,向光暗斗罗龙夜月的方向道,龙老,能否请您帮我各忙? 龙夜月身上光芒一闪,下一瞬,人就已经来到了比赛场地之中。 唐武林道,正宇之前手下留情,以至于我们的切磋胜负不好确定。 我也用一击,能否请您代替他接下,然后帮我们评判胜负。 龙夜月似笑非笑地看着唐武林,你认为自己的这次攻击会超过圣荣术? 唐武林自然猜得到龙老口中的圣荣术就是刚刚乐正宇用出的能力,轻轻地点了点头。 龙夜月道,好。 那你放手攻击吧。 全力以赴。 唐武林上前几步,表情也随之变得严肃起来,一层金蒙蒙的光雾也随之从他脚下向上蔓延而出。 低沉的龙吟声围绕着他身体盘旋往复,他整个人的气势顿时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暴增,飙升。 唐武林本身是个好胜的人,但在最亲密的伙伴们面前,他原本不需要这样做。 更无需证明自己比乐正宇强。 但在刚才那一刻,当他看到内院弟子们略带质疑的眼神时,他想起了龙老的话,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史莱克学院学员和唐门弟子了。 他现在乃是史莱克学院海神格格主,更是唐门门主。 要让两大顶尖势力的强者们信任他这个新的领袖,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展现出足够的实力才行。 所以,他才有了向龙老的这个请求。 他要让所有人看到,他真正的实力。 他要让自己的领袖地位实至名归。 黄金龙枪握在手中,此时的唐武林整个人仿佛都进入到了一种空灵状态。 金蒙蒙的光雾渐渐变得凝实,令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厚达三寸开外的龙缸之中。 龙老本来嘴角上还带着笑容,但很快,他的表情就变得惊讶起来,因为他惊讶地发现,从唐武林身上释放出一种无形的威压,竟然让他非常压抑。 这是…… 尚未龙族的血脉镇压。 龙威 要知道,他可是拥有双圣龙顶级传承,当初在大陆上纵横无敌的光暗龙皇啊。 可此时此刻,身为极限斗罗的他,在唐武林面前,竟然感到了压力。 这种情况光暗龙皇从来没有遇到过,哪怕是在年少时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来自于武魂的直接压力。 哪怕是身为极限斗罗,血脉上的差距还是会影响到他。 这小子…… 倒是要看看,他能做到哪一步。 唐武林的双眸突然亮了起来,两道金色冷电从眼眸中喷吐而出,下一瞬,他左脚向前一步跨出,激昂的龙吟声响彻全场。 哪怕是在面对武长空的时候,他也没有动用过的龙王真身终于绽放。 刹那间,他整个人的身体迅速变得高大起来,没有化身成为龙形,依旧是人类模样,但整个人却变得虚幻了,头上仿佛有了冠冕,更有着无穷无尽的龙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宛如万龙朝拜。 龙威,也在瞬间提升到了顶点。 第1189章叙事一击 万龙泛唱的场面实在是太惊人了,声浪滚滚,弥漫在整个直径五百米的演武场上。 不只是面对唐武林的龙夜月感觉到了压力,就算是不在比赛之中,只是在防护罩外的内院弟子们,也无不感觉到自己的血脉波动,恐惧暗生。 普通魂狮之中,拥有龙内血脉的少之又少。 可史莱克学院内院可是曾经最强年轻一代的聚集地,拥有龙内,内龙血脉的内院弟子数量相当不少。 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恐惧,听着那万龙泛唱的声音,自己也想要拜倒在唐武林面前似的。 仿佛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一名魂师,而是一位帝王,更是掌控龙族的帝王。 金龙王 他是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那个冠军金龙王。 一位内院弟子突然失声喊道。 为了隐藏身份,这些内院弟子们全都没有参加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但他们心中又怎能不对这年轻一代的最高赛事有所期望呢? 对于赛程之中的一切他们都看了,却没想到,那最终夺得冠军,力压无数强者的金龙王竟然就在他们面前。 而且只是用眼睛去看也能分辨得出,现在的唐武林比当初参赛时候又不知道要强大了多少。 当初的金龙王似乎才只有六环修为吧,现在却已经是七环魂胜了。 光暗斗罗龙夜月本来是副手而立,此时双臂却已经不自觉的在自己身体两侧垂下,这完全是两百年来无数经验积累下意识的动作。 很显然,他从唐武林身上感觉到了威胁。 手中黄金龙枪缓缓抬起,伴随着这简单的动作,唐武林身上的气息依旧在疯狂提升。 空气中的能量分子,无论是何种属性,竟然像是万流潮海一般向他奔涌而去,而他自己则像是一个黑洞般疯狂的吞噬着这些能量。 正常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这样战斗的,因为准备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但今天为了能够展现出自己未来能够带领史莱克和唐门的实力,唐武林选择了叙事。 此时此刻,他的精神意识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空冥境界之中,只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的膨胀。 而在他脑海深处,观想着当初在和深渊卫面那一战之中,自己得到卫面之主的眷顾,全身吸收庞大的天地原力转化为自己的能量大战黑帝等无数深渊强者的一幕。 那时候,哪怕强如黑帝,在他面前也无法抗衡。 如果不是深渊圣君出现,仅仅凭借唐武林自己的实力,就足以将深渊潮汐击退了。 没有血神大振,他当然不能像当初那样吸收天地原力那么恐怖,但凭借着灵欲镜的精神修为,他也同样能够调动一部分天地原力了。 至于身体的承受力,那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以他现在的身体强度,就算是超级斗罗也无法比拟,这也是他最大的优势。 事实上,先前勒正宇的圣荣术虽强,但就算是剑刃落在他身上,最多也就是让他受到一些轻伤罢了。 轰,唐武林身体周围的光芒突然乍响,所有龙刚化为火焰一般,与那震天龙微融为一体。 一声无比洪亮,乃至于震天动地般的龙吟声从唐武林身上响起,在他身后,一头巨大的金龙突然升空而起。 首先出现的是龙头,巨大的金龙头栩栩如生,扶摇直上,眼眸之中充满了凶利之气。 紧接着是长达近百米的巨大龙身,当他完整的出现在炎武场上的时候,整个炎武场都被他身上的颜色映照成了金色。 龙夜月的脸色终于发生了变化,他虽然此时很欣慰的看到唐武林展现出如此庞大的能量波动,但同时他心中的恐惧感也提升到了极致。 双方的修为差距在飞速拉近,此时此刻唐武林身上的能量波动就已经超过了封号斗罗,而他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魂力在压力面前,竟然明显被削弱着。 好强大的血脉。 他在星斗战网比赛中那金龙王的称号难道是实至名归的? 难道传说中龙神一分为二,化为金龙王和银龙王也是真的? 而他身上,传承的竟然是金龙王的血脉。 是啊。 以自己光暗圣龙武魂,就算是面对普通的元素龙王,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 他真的是金龙王血脉的拥有者。 龙涅月没有再试图硬扛唐武林一次攻击,他的右手缓缓抬起,掌心之中,光明与黑暗两色不断的交替闪烁,具象是一个奇妙的漩涡,吸收着空气中的能量分子。 不愧是当时最顶级的强者之一,史莱克学院的中流砥柱。 他只是一抬手,唐武林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法再吸收空气中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元素了。 而伴随着抬手,龙涅月自身的气息也稳定了下来。 毕竟,双方的修为差距是巨大的,身为极限斗罗,唐武林带给他的血脉威压再强,也不可能真正的制约他。 也就在这时,唐武林手中的黄金龙枪也已经抬到了和自己身体齐平的位置。 激昂的龙吟声在他口中响起,在他身后巨大的金龙盘旋一周,悬浮在他身后。 当唐武林用力拍动自己背后金龙双翼的时候,那巨龙也同样拍动双翼,两道身影瞬间融为一体。 在他们融合的刹那,周围突然出现了一圈黑色光环。 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空间破碎了,他们完全沉入了黑洞一般。 昂! 龙吟声直到此时才传遍全场。 比赛场地之中的防护照瞬间剧烈的扭曲起来,承受力几乎是刹那就达到了上限。 观战的众人看到的,只是一道虚幻的光影,金色巨龙仿佛是从那黑色光环中挣脱出来一般,在空气中只是闪烁了一瞬间。 整个比赛台沸腾了,大地瞬间反卷,防护照似乎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能量波动,宛如玻璃破碎一般的声音不断响起。 要承受不住了? 防护照都要被震破了吗? 史莱克学院众多学员们纷纷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准备进行防御。 而他们心中,更是怎样的不可思议啊? 这还是人吗? 他真的只有魂胜层次吗? 这还是在没有穿戴窦凯的情况下呀。 他所发挥出的爆发力,已经不只是封号斗罗级别所能解释的。 就算是超级斗罗的权力一击也就不过如此吧。 乐正宇也同样早就看傻了。 他知道唐武林很强,也明白就算凭借圣荣术,自己也不一定能打得过唐武林。 但此时此刻,真的看到唐武林发威时他才明白,原来自己和唐武林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拉近,似乎还变得更远了。 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类呀。 一道虚实相间的光幕事实的笼罩了整个比赛场地,将内部能量完全隔绝。 无数金光暴射,最终停滞在龙老的右手掌心之前。 那看上去,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内部不知道蕴含着怎样恐怖力量的漩涡,漩涡的核心尖端,就在龙叶月的掌心前方。 第1190章拍卖场的古月娜 同样是虚实相间,光明与黑暗转化中的光幕,看上去不大,以龙叶月的掌心为原心,只有直径一米左右。 却就是那么挡住了唐武林这孤注一掷的攻击。 巨大的金色巨龙在漩涡中缓缓显现出身形,他是如此的瑰丽。 尽管他被挡住了,但却依旧震撼着在场每个人的心。 蓝木子的脸色变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挡不住这一击的,哪怕是身穿豆铠,也未必能够挡得住。 唐武林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吗? 谁能想到会是如此结果? 试问,在场众人之中,除了龙老,谁挡得住这一击? 圣灵斗罗或许可以,但他根本不是战斗类魂师,想要对付这样的能力,更多是闪避。 实力越强的内院弟子,越能感受到唐武林刚刚那一击的恐怖。 眼看着那金光渐渐首席,唐武林重新出现在场地之中。 众人看着他的眼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就在这时,他们更看到了震撼的一幕。 龙夜月上身晃了晃,向后微微退出了半步。 什么? 他竟然击退了龙老半步。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龙夜月是什么人? 当世最顶级的极限斗罗。 双生五魂。 也是最资深的极限斗罗。 如果非要评选当世第一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眼前这位呀。 除了年老之外,他的一切都近乎于无敌。 但他竟然被只有七环修位的唐武林击退了半步。 这怎么可能? 黄金龙腔落地,支撑着身体,唐武林胸前剧烈的起伏着。 可此时此刻,他心中却充满了畅快淋漓的感觉。 叙事之后的孤注一掷,将自身精气神,所有的一切融为一体,发出的最强一击。 他完全可以肯定,自己刚刚这一击的威力足以和超级斗罗媲美了。 自从修为提升之后,他还从未像此时这样全力以赴过,不得不说,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仿佛把自身的一切都发泄了出去。 而且,只有在这种极致的状态下,他才能够更加深刻的体悟到自身现在的层次究竟到了怎样水平,更深刻的体悟自己这一身能力的变换,寻找更好的应用方式。 之前的圣容术虽然没有伤害到他,但也给了他不小的启发。 毫无疑问,神圣天使武魂是因为武魂本身的特殊性才能够用出圣容术的,唐武林的蓝银黄武魂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可他的金龙王血脉也是具有特殊性的,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圣容术呢? 从恶正宇的情况就能看出,圣容术是一种对身体负荷非常巨大的能力,而唐武林最不怕的就是身体负荷。 比负荷,谁能比得过他? 刚刚如果他身穿豆铠的话,攻击力肯定还会更加强大。 这一枪,绝对是他有史以来的最巅峰之作。 龙夜月收回手掌,向唐武林点了点头,你能够挡得助胜容术。 不错。 恶正宇此时哪还有心思去和唐武林比较,哭丧着脸道,你不是人,不是人。 我不想和你说话了。 唐武林玩耳一笑,然后恭敬的向龙夜月微微恭身,多谢龙老。 阁主不用客气,看到阁主有如此能力,老身只会开心。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都散了吧,各自去修炼。 说完这句话,龙夜月就走了。 目送着这位光暗斗罗离开的背影,唐武林心中暗叹一声。 龙老为了成全自己,真的是不遗余力啊。 别人看不出,他怎么会感觉不到呢? 龙夜月最后后退的半步,根本不是因为他冲击所致,而是自行后退的。 要知道,在那时,这位光暗斗罗还有余力来掌控整个炎武场的防御,避免能量外泻,又怎么可能挡不住自己的攻击呢? 在和龙夜月碰撞的那一瞬间,唐武林感觉到的,是自己仿佛面对了整个天地的核心,如果说那时的他已经身高百米,那么,在他感觉中的龙夜月就像是万丈深渊。 无论他的攻击有多么强横,都会被龙夜月轻而易举的挡住。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实力问题了,完全是层次上的差距。 自己想要达到龙老这种层级,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行。 今天这一战,可谓收获良多,不只是惊喜地看到了乐正与圣荣术的强大,更是在和龙老的这一番碰撞之中,释放了自我,同时也感受到了自己未来的路还要走很长,龙夜月的一掌看似简单,却让他明白,无论自己成长得多快,都要借交借造,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谷月娜坐在千古东风身边,眼神突然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紫色的眼眸中,瞳孔突然竖起。 因为就在刚刚那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那熟悉的咆哮。 血脉的沸腾。 他竟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吗? 眼神顿时变得有些迷离了,距离如此之近,但自己却不能去见他。 真的好想他呀。 娜儿,到了。 正在这时,耳边传来千古东风的声音。 谷月娜这才回过神来,目光向拍卖台上看去。 一个金色推车被推上了拍卖台,上面蒙着红布,这本来有些恶俗的颜色,在拍卖场金碧辉煌又不失雅致的大厅之中,显得非常融洽。 老年拍卖师脸上流露着亢奋之色,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这一件,可以说是我们拍卖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拍品。 为了这件拍品,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 今天这场拍卖会,几乎集中了我们全大陆最重要的各位贵宾。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天豆拍卖场感谢各位的到来。 相信各位也已经等极了。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 虽然各位贵宾应该已经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了一些这件拍品,但作为拍卖师,我还是要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可以用神器来形容的至宝。 说着,拍卖师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大厅中的灯光也变得暗淡了许多,只有一道金色光束照耀在台上那个推车之上。 在那红布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这件拍卖品的来历本拍卖会必须要保密。 但它的存在,可以说是足以影响到未来。 它不是天才地宝,更不是稀有金属。 而是一块最初来历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存在。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冰神之心。 一边说着,拍卖师猛的掀开了身边的红布。 在它掀开红布的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被红布下的事物所吸引。 每个人的眼神都不禁变得凝质起来。 那是玻璃盒子,至于这玻璃是什么材质不得而知? 在盒子之中,有着一枚看上去如同宝石般的存在。 它只有大约龙眼大小,呈现为水滴形,上面有着无数细小的切面,通体冰蓝色。 虽然它的体积并不算太大,但当金色光线照耀在它上面的时候, 顿时反射出无数规律的光芒,而且不再是金色,而是变成了冰蓝色。 那璀璨的冰蓝色光芒,在空中化为一道道射线一般,纵横在整个拍卖台上。 只是光线的折射,竟然让人有种通体森寒的感觉。 虽然它看上去只是如同一颗钻石,但相信众位贵宾从光线的折射中就已经能够看出它有多么与众不同了。 为了得到它,至今已经有九位封号斗罗送命。 这一点是经过我们详细核识过的。 相信众位贵宾从它的名字上也能够猜到一些它的作用了,是的,它的能力就是寒冷,极致的寒冷。 我们用仪器测试过,冰神之心周围的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200度到零下237度之间。 也就是说,它的温度适中都是在绝对零度周围徘徊。 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寒冷的核心,应该是来自于极北之地。 而它所蕴含的能量也经过了详细的检测后发现,其能量之庞大,应该是介于九级定装混导炮弹到十级定装混导炮弹爆炸核心的能量强度。 第1191章 冰神之心 不仅如此,冰神之心本身的能量还极为纯粹,就是最纯粹的冰属性。 为它而死的封号斗罗门,除了因为拼杀之外,还有三位是因为接触了它之后,最终被寒流攻心而亡。 所以,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人知道它该如何使用,又该如何利用它的能量。 但是,我们大胆预测。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想要制作出第四枚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话,它将是最好的核心材料。 没有之一。 此言一出,整个拍卖场顿时变得议论纷纷起来。 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有多么恐怖已经证明过了。 整个史莱克城被两枚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诈平。 史莱克学院,唐门那么多强者,都没能阻止这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恐怖威能。 可想而知,它的作用有多么恐怖了。 制作出另一枚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核心。 这句话的吸引力足够巨大。 今天有资格来参加这场拍卖会的,无不是各大势力的巅峰人物。 要么是一代大能,要么代表一方势力。 谁都明白,如果能够拥有一枚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意味着什么,这完全是战略性的巨大威胁呀。 千古东风听着拍卖师口莫横飞的介绍,嘴角处却流露出一丝冷笑。 如果不是因为天斗拍卖场背后真正的主人他也不愿意随意招惹,乃是军方集团的话。 这枚冰神之心,哪需要他亲自来拍卖。 他更知道一些拍卖师绝对不会说出来的秘心。 这枚冰神之心早就经过军方和联邦政府无数研究了。 拍卖师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有成为士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核心的资格。 可事实上,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因为他不只是超低温,更是会自行隔绝与任何其他能量的接触,内部能量根本无法通过任何混导器,混导法阵来调动。 若非如此,这枚冰神之心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拍卖场上。 当然,千古东风既然来了,为他来了。 自然知道他的真正使用是如何的。 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谷月娜,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拍卖师的介绍总算是差不多了,无论这枚冰神之心是否能够使用,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绝对是一件冰属性神器层次的存在。 好,拍卖马上开始,起价为五十亿联邦币,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亿联邦币。 毫无疑问,这是个天价。 联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拍卖价了。 而且,这还是在不能确定冰神之心是否真的是一件神器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是神器,也不可能拿出来拍卖。 拍卖场就是为了吸引各大势力来赌,赌自己能够研究出冰神之心的使用方法。 无论是制作式神级定装混导炮弹,还是另做他用,只要能用,这东西的价值就远非起拍架所能比你的了。 各位贵宾可以开始竞拍了。 拍卖师面带微笑的说道。 但他说完之后,却冷场了。 没有人开口,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拍卖台那冰神之心上。 五十亿联邦币,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哪怕对于很多大势力来说,调动这么多现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拍卖师也不着急,这种超等的拍卖品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拍卖成功的。 这个拍卖价格对于冰神之心本身蕴含的能量来说,不算高。 就算最终流拍也没什么。 上年并没有硬要他拍出去不可。 足足三分钟之后,他才再次提醒,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 五十亿 这次,终于有人开始出价,是坐在左侧阴暗角落中的一名镜拍者。 好,五十亿 拍卖师一听有人出价,顿时变得精神起来,立刻做出了回应。 五十一亿 又一个出价声响起 冰神之心拿回去,最重要的是研究,研究它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 今天来到这里的镜拍者,并不只是千古东风才知道冰神之心军方没有研究出奥秘。 很多人也同样知道。 但他们还是希望拿回去研究一番。 千古东风说的没错,这冰神之心如果被研究出使用方法,那么,其价值就算是千亿也不为过。 神气乃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千古东风并没有急于出价,只是冷眼旁观。 看着其他人镜拍。 这么高价值的东西,自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参与到其中。 四家镜拍者出价。 价格一直向上,很快就过了六十亿联邦币。 这个价格对于冰神之心蕴含的能量来说并不算多。 但这冰神之心因为没有确切的使用方法,实际上,参与镜拍者也并不是太过积极。 拍卖师一边报价,一边不断的介绍着冰神之心的种种好处。 什么有一颗冰神之心在身,能够让任何事物万年不符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 千古东风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笑容,又不是买棺材,要万年不符有什么用。 古月娜目光平淡,似乎这枚冰神之心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可是,实际上他今天和千古东风出现在这里,正是因为他告诉千古东风,如果有了这枚冰神之心,他就能够用其镇压心神,在最短时间内突破到灵欲镜精神层次。 他的武魂乃是元素掌控,能够同时掌控多种元素,精神力对他的意义比对任何魂师都更加重要。 甚至可以说,精神力的强弱,决定着他自身修卫的提升速度。 虽然他是天凤斗罗冷瑶珠的弟子,但自从他顺利通过预备传灵史考核之后,就被千古东风所看中。 他太年轻了,年仅二十一岁,修卫竟然就已经突破了八环。 这绝对是传灵塔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古月娜的一项研究,让传灵塔才有了现在的声势。 就在一个月前,鉴于古月娜对于传灵塔的贡献,尽管他还没有达到封号斗罗层次,千古东风力排众议,提升他为传灵塔四大传灵史之一。 也是传灵塔历史上绝对最年轻的传灵史。 千古东风曾经问过古月娜想要什么奖励,他的那项研究对于传灵塔实在是太重要了。 天赋如此,怎能不笼络。 而且千古东风更加期待着他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那样的话,距离他的目标必然会更加接近了。 到了那时候,就不只是掌控斗罗大陆那么简单,千古东风相信,就算是星罗大陆和斗灵大陆,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同样也成为传灵塔所掌控的地方。 进而掌控整个斗罗星。 因此,在千古东风眼中,此时的古月娜绝对是整个传灵塔的至宝。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口中怕融化。 古月娜本来什么都没想要,直到千古东风将最近天斗拍卖场这次拍卖会告诉他,并且告知他有冰神之心的时候,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虽然只是从图片上去看,但古月娜很快就告诉千古东风,自己必须要拿到这个冰神之心,拿到他,他的精神层次就能突破到灵欲境,从而在一年内就能晋升到封号斗罗层次。 第1192章 老唐苏醒 听到这个消息,千古东风顿时大喜过望,立刻就带着古月娜来了。 他如此不遗余力的培养古月娜自然是有私心的。 传灵塔目前四大传灵史之中,除了古月娜之外,第二年轻的传灵史名叫千古障庭,乃是他的亲孙子,今年31岁,封号斗罗。 千古障庭可以说是千古家近年来最优秀的人才,也是千古东风着力培养未来的接班人。 自从千古家上位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传灵塔的选举制度其实早就已经名存实亡,完全是在千古家的掌控之中。 千古障庭就是千古东风给自己未来接班培养的,乃是他的长孙。 这千古障庭也确实是优秀,自幼就展现出了非人天赋。 二十八岁成就封号斗罗时,就被提升为传灵塔四大传灵史之一。 至今三年。 千古障庭一直没有娶妻,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修炼之中。 直到那年,他见到了十八岁时的古月娜,一见钟情。 千古东风自然也是有意撮合,却被冷瑶珠以古月娜年龄还小为借口挡了下来。 而伴随着古月娜现在被迫格提拔为传灵史,无论是在地位、能力、天赋还是相貌上。 在千古东风心中,这无疑都是自己最好的孙媳妇人选呢。 没有谁比古月娜更加合适的了。 千古障庭最近刚刚出关,三年时间,他一步一个脚印,三十一岁,修位就已经到了就是四级。 有着传灵塔背后不遗余力的支持,距离超级斗罗层次也只是一步之遥。 现在千古障庭正在不遗余力的追求古月娜,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青睐。 在这种情况下,千古东风怎能不住孙子一臂之力呢? 所以今天他就带着古月娜来了,不惜代价也要拿下这枚冰神之心。 未来古月娜也能迅速进入封号斗罗层次,以他的天赋,和自己的孙子刚好是天造的设的一对,未来也正是支撑整个传灵塔的中流砥柱。 每当想起自己的计划时,千古东风都有种老怀大卫的感觉,到了他这个层次,财富已经不重要。 权力只是目标。 看到千古家族后继有人,未来真的有可能成为名传千古的大家族,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六十八亿第一次,六十八亿,第二次。 拍卖师的声音已经接近于嘶吼了。 今天这兵神之心的拍卖价格着实是不怎么理想,按照上面的交代,是要争取拍到百亿这个级别的。 可谁知道,竞拍者竟然出价寥寥,并不怎么热情。 七十亿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令拍卖师如凤伦音。 千古东风手中举着一号牌子,向拍卖师点了点头。 全场鸭雀无声。 每一位拍卖者脸上都戴着面具,但毫无疑问,能顾手持一号号牌的人,身份地位可想而知。 七十亿第一次 拍卖师在询问一圈没人加价之后,开始倒数。 他又开始卖力的介绍,可却依旧没有人在出价。 咳咳 千古东风倾咳一声。 在其他人耳中听到的都只是些微声音,但听在拍卖师耳中却如遭雷击一般。 他只觉得自己体内的血液都要沸腾了似的。 心中顿时大为骇然。 能够成为天斗拍卖场的首席拍卖师,他当然不是普通人,本身修为也是相当不弱的。 可是,面对这一声咳嗽,他却有灵魂都要被震伞的感觉。 七十亿第二次 七十亿第三次 啪 落锤 没有什么比自己小命更加重要的,而且也确实是没有人在加价了。 恭喜一号贵宾,冰神之心是您的了。 千古东风微微一笑,向身边的古月娜道,娜儿,回去之后,我和瑶珠一起为你护法。 预祝你早日突破灵欲境。 多谢塔主。 古月娜向千古东风点了点头。 千古东风微微一笑,他更希望听到的,是古月娜能叫自己一声爷爷。 璀璨的冰神之心被送到了千古东风和古月娜面前。 外面的赵子无疑是特制的,能够隔绝冰神之心的超低温。 而看着这枚冰神之心,古月娜的眼神却变得有些迷离了。 他的脑海中,又开始浮现了那个人的身影。 而此时此刻,古月娜正在想着的那个人,手中也正好拿着一枚晶体,同样是晶莹剔透,却并无寒冷。 正是汉海乾坤水晶。 乐正宇去休息了,使用了圣荣术之后他消耗不小,还受了一点伤,需要调养一下。 唐武林也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修炼之前他突然想起了被龙老称为镇院之宝的汉海乾坤水晶,这才将他拿出来。 能够被称之为神器,当然不会是那么简单的吧。 可是,他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真的只是帮助顶级强者领悟吗? 唐武林还清楚的记得,自己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被他带入了海洋世界。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仿佛自己整个人都被滋润了似的,神清气爽。 可现在他已经看了这汉海乾坤水晶半天了,却再没有进入到那种奇妙的状态。 他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一边想着,唐武林尝试着将自己的魂力缓缓注入汉海乾坤水晶之中,打算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魂力缓缓注入,汉海乾坤水晶果然有了反应,一层蓝蒙蒙的光运从水晶表面释放出来,向外绽放,令他看起来更加规律。 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反应了。 哪怕唐武林加大了自己的魂力输出,也依旧没有其他反应出现。 奇怪! 注入魂力不行吗?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汉海乾坤照。 声音中带着几分奇异的味道,而这熟悉的声音也吓了唐武林一跳。 老唐! 唐武林在心中呼唤。 是的,这声音可不正是来自于老唐吗? 只是现在的他,听起来有些惊讶。 上次和老唐见面,还是传授他千夫所指,正是这一式枪法,令唐武林开始走上了用枪的正轨,以至于后来自创王者之路和千夫所指,开始逐步进入枪魂境界。 老唐纳惠尔跟他说的是,当他练会了千夫所指之后可以呼唤他。 但后来经历了那么多事,唐武林还一直没来得及呼唤老唐。 或者准确的说,他提升的速度太快,自己的各种能力修炼都忙不过来,把呼唤老唐这时而给忘了。 您说的是这枚汉海乾坤水晶吗?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 怎么水晶到了老唐口中,变成了汉海乾坤照? 老唐的声音突然多了几分亢奋,快,把它贴合在你的额头上,快,快。 唐武林从未感受过老唐的情绪如此急切,他对老唐的信任是绝对的。 立刻将汉海乾坤水晶向自己的眉心处贴合了上去。 水晶清凉,刚刚贴合上去的那一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可就在唐武林心中还在想着,是不是汉海乾坤水晶能够再一次将自己带入到那奇妙的海洋世界时? 变化出现了。 第1193章 乾坤融合 唐武林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之海突然一片灼热,周围都变成了一片金蒙蒙。 紧接着,他就感觉到,原本冰凉的汉海乾坤水晶,猛的贴合在了自己的眉心处,就像是粘在了上面似的。 他的精神力已经到了灵欲净层次,庞大的精神力早就已经汇聚成海。 可此时此刻,他感觉到的却是仿佛有无穷的精神波动在自己脑海之中迸发。 因为是手持汉海乾坤水晶贴合在自己眉心处的,所以他此时能够清晰的感觉到这枚水晶的变化。 他吃惊的发现,汉海乾坤水晶竟然在变小,不断的变小。 原本足有巴掌大,但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变得只有龙眼大小了。 再一会儿,更是变得只有指甲盖大小。 直到此时才停止了变化。 而唐武林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除了思维之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似的。 但他能够感觉到,从自己身上似乎正在向外释放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这些波纹仿佛在朝着遥远的地方蔓延开来。 汉海乾坤水晶就是这个波纹的起点。 而他看不到的是,此时此刻,在他的额头上,一个金色符纹缓缓缓浮现而出,这符纹呈现为金色三叉戟模样, 而那缩小后的汉海乾坤水晶,正是镶嵌在这三叉戟符纹正中利刃的下方一点。 也似乎是整个符纹的核心处。 金色光焰在那金色三叉戟符纹上盘旋,升腾。 不断的变化,可唐武林自己却是什么都做不了。 体内的魂力,精神力还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着。 但空气中的各种属性元素却也非常迅速的向他涌来,补充着他自身的消耗。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算太明显。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元素汇聚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快。 甚至让唐武林感觉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初自己在血神大阵中面对深渊众多强者时的感觉。 这是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自己的身体就这么奇妙的出现了一个平衡。 而在这奇异的平衡之中,唐武林整个人已经变成了雕塑一般。 能量注入,再通过输出莫名其妙的波纹向外输出。 这些都是老唐做的吗? 难道说,他能掌控自己的身体? 这个发现和感觉,不禁让唐武林心头一紧。 毕竟,对于他来说,一直以来老唐都是那么的神秘。 是老唐告诉他金龙王封印的存在,也是这些能力成就了自己。 可此时此刻,老唐却突然反过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怎能不让唐武林有所担心呢? 能量在变化,他自己的身体之相是个媒介,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在短暂的担心之后,唐武林也渐渐放开心神。 想那么多也没用。 如果老唐真的有掌控他的能力,想的太多也改变不了。 而且,从之前和老唐接触这么长时间来看,老唐对自己似乎之后关爱,并没有任何不利的地方。 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吧。 有了这个念头,唐武林的心神也就放松了下来。 既然什么都做不了,他就默默地感受着自身周围各种属性元素的变化。 去观察每一种元素,去体会他们的奥妙。 这本就是灵欲境之后的精神力修炼方法,既然做不了别的。 唐武林所幸就修炼起了自己的精神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唐武林只觉得头皮一紧,刹那间,他的满头发丝根根树立。 也就在这一瞬间,那之前一直向外扩张的波纹突然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精神之海剧烈地震荡了一下,仿佛在那一刻,有什么外来的东西注入了似的。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令他头痛欲裂,整个精神之海仿佛都要炸开了似的。 但这种感觉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就停顿了下来。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整个人都随之放松了几分。 但与此同时,他心中也充满了震撼。 这,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波纹不再向外扩散了,可唐武林却冥冥之中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和自己的精神之海联系在了一起似的。 这种感觉很奇妙,非常虚幻,可他却又偏偏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定存在的。 我需要沉睡一段时间。 你好好保重。 等我醒来,再跟你说。 老唐的声音终于又一次响起,但此时的他却显得很疲惫。 可疲惫的声音之中,却多出了一份和以前不同的感情色彩。 孩子,我会在你脑海中再留下一式枪法,你自行领悟。 说完这句话,唐武林只觉得全身一松,终于又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了。 他下意识地凝神内视,去感受老唐的存在。 可是,老唐却像是完全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气息。 但这凝神内视的一瞬间,唐武林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似乎上涨了一大截。 比自己过去三个月修炼的总和还要多上几倍。 内视时甚至能够看清自己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他赶忙又抬手去摸自己额头上的汉海乾坤水晶。 却吃惊地发现,自己额头上一片光洁,什么都没有了。 飞速冲到卫生间镜子前,果然,额头上空空如也,没清楚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 唐武林不禁苦笑。 这是什么情况? 龙老刚把汉海乾坤水晶给自己,自己竟然把它给吃了,要知道,这可是史莱克学院的镇院之宝啊。 自己这海神阁阁主实在是…… 不,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老唐给吃了。 这让自己怎么向龙老交代? 怎么向史莱克学院的伙伴们交代? 经历了这么多事,唐武林心智早已沉稳,在短暂的焦躁之后,他渐渐冷静下来。 想要拿回汉海乾坤水晶显然不是现在所能做到的,但他那神奇的眉心也不是第一次进去东西了。 当初的生命之种还不是钻入其中,后来又钻出来了吗? 现在只能等待老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之后,跟他问个清楚。 龙老平时应该也不会问自己汉海乾坤水晶的去处,如果询问的话,自己就实话实说,就说汉海乾坤水晶和自己的眉心融入了。 有些无奈的摇摇头,他这才盘膝做好,还是先修炼吧。 精神力莫名其妙的提高了一节,也要感受一些变化,以适应。 盘膝冥想,只是意念微动,体内的魂力就已经按照玄天宫的运行轨迹运转起来,魂力如液体,在原本的纯白色之上,更是蒙上了一层金蒙蒙的光泽。 唐武林的本体宗先天秘法第一层灌体已经炼成了。 现在正在巩固阶段,他一点都不着急,经过了和金龙王封印相互适应这么多年,他深知提升身体强度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不断的稳固自身,每次提升后都让其有足够时间温养,同时也让自身更加适应。 当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利于进一步修炼。 几乎只是呼吸之间,唐武林就已经进入到了空明的冥想状态之中。 意识沉入体内,同时发散于外,默默感受着外界空气中的变化。 各种属性元素分子全都在他的感知范围内,精神力提升之后,这种感知变得更加清晰了。 尝试着去控制,去剖析,更加深刻的感受他们。 感受每一点细微之处。 随着一时的沉浸,唐武林整个人都已经进入到了修炼的奇妙状态之中,而且这次分明还有更大的进步。 正在这时,突然间,唐武林精神之海一震,隐约中,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好像有一个极为遥远的声音在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不断地呼唤着。 他听不清那呼唤声,但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那种深入骨髓中的亲切感。 猛地睁开双眸,骤然从冥想中清醒过来,唐武林吃惊地感觉到,自己背后的衣巾竟然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以他的修为,出现这种情况近乎是不可思议的呀。 那声音,那个声音是…… 第1194章父母的消息 突然间,一种极其强烈的情绪骤然冲入心间。 爸爸、妈妈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紧接着,强烈的思念宛如颈喷一般蜂拥而出,一时间,他只觉得心头压抑得仿佛无法呼吸。 面对唐门,史莱克学院的众多压力,唐武林的一切时间都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延长。 而在原本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寻找父母啊。 可随着这次史莱克学院众人的死而复生,惊喜之下,他将这件重要的事情淡忘了。 而就在刚刚,那突然出现在精神世界的呼唤,让他猛然惊醒过来。 是啊,自己还要去寻找爸爸,妈妈。 左手在地面上轻轻一按,弹伸而起。 当这个念头出现的同时,他的心情就有些抑制不住的激荡。 抬起手腕,按动浑倒通讯器上的号码,唐武林的呼吸也随之变得有些急促起来。 通讯足足响了半嗓,另一边才随之接通。 武林 熟悉而有些沧桑的声音传来。 唐武林赶忙急切的道,盲天老师,是我。 您还好吗? 是的,另一边的声音,正是来自于唐武林的锻造启蒙老师盲天,六星宗将级锻造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一直都是六星,始终未能踏入圣将的层次。 唐武林一直都和他有联系,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打电话问候,同时也询问是否有自己父母的消息。 但每次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我还好。 你怎么了? 听起来情绪有些不稳定。 你不是在参军吗? 盲天有些疑惑的问道。 因为血神军团的秘密,唐武林只是告诉他自己在血神军团,却并没有说过军团是在哪里。 唐武林道,盲天老师,我已经从军团出来了,要执行一些任务。 有我爸爸,妈妈的消息了吗? 盲天沉默了一下,还没有。 十几年了,整整十几年过去了,始终都没有父母的消息,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的心如同针扎般剧痛。 尤其是在先前那仿佛听到父母的呼唤声后,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为什么,为什么爸爸,妈妈始终没有联系我们。 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我好想他们。 当初,他们说过,等我达到七环魂圣以上层次就可以去找他们吗? 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可是,我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说到这里,唐武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变得有些哽咽了。 什么?你已经达到魂圣层次了? 盲天的声音中充满了诧异和不敢置信。 毕竟,唐武林才不过二十一岁呀。 二十一岁的魂圣。 就算他曾经在史莱克学院之中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但他也知道唐武林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一,在诧异的同时,更多的是惊喜。 是的,我在军队中,提升到魂圣层次了。 可这又有什么用,还是不能。 唐武林刚说到这里,却被盲天打断了,武林,你等一下。 唐武林一愣,随之如遭雷击一般,盲天老师,难道说? 盲天叹息一声,是的,既然你已经到了魂圣层次,那么,也可以告诉你了。 对不起,一直骗了你。 但这是在你爸爸的强烈要求下,我只能答应他。 他联系过我。 什么? 唐武林的声音瞬间拔高,甚至有些颤抖。 十多年了呀。 这还是他第一次得知竟然有父亲的消息。 盲天老师,我不怪您,您赶快告诉我,他们,他们在什么地方啊? 唐武林带着魂倒通讯器的手腕都不受控制的在颤抖了。 盲天道,你先别激动,你要冷静一些。 正是因为担心你的冲动,你父亲才不让我将他们的情况告诉你。 首先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很好,都还活着,没有什么危险。 唐武林微微松了口气,他们被限制了自由。 稍微平稳了心态后,他的智商也随之恢复了正常。 是的,没错。 所以,你爸爸每一次打魂倒通讯回来都不安全。 但他却依旧每隔一段时间冒险打魂倒通讯给我。 为的,就是知道你的近况。 事实上,每一次我主动给你打通魂倒通讯的时候,都是他给我刚刚打过通讯不久。 每次我都将你的情况告诉他。 他知道你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很开心,非常开心。 所以,他更要求我保密他联系过我的事。 他唯恐因为他们而影响到你。 他希望你能在史莱克学院成才。 所以,你也不要怪他,他这都是一番良苦用心。 孩子,我知道这些年你很苦,但他们又何尝不苦呢? 就像你思念他们一样,他们也一直都非常,非常思念你。 说到这里,芒天明显有了情绪波动出现。 唐武林道,那他们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芒天沉声道,他们在一个研究所,具体的位置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这个研究所和传灵塔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你爸爸都不让我告诉你他们情况的原因。 传灵塔,乃是大陆第一组织。 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涉及到非常危险的武器。 所以,并不在咱们斗罗大陆上,而是被送到了斗灵大陆。 你爸爸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地势很高。 是一座地势很高的城市,然后他们就被关进了研究所之中。 斗灵大陆 唐武林眉头紧促,他怎么也没想到,父母竟然根本不在斗罗大陆之上了,居然是在斗灵大陆,而且还和传灵塔有关。 对于传灵塔,唐武林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 听了盲天的话,他不禁下意识的攥紧了拳头。 真是天助我,三个月后,正是要前往斗灵大陆和兴罗大陆之时。 武林,你千万不要冲动。 你虽然已经有了魂圣级别的修为,但你势单力薄,如何能和传灵塔抗争? 你爸爸在一个月前来过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研究最多再有一年就能够完成了。 传灵塔承诺,完成研究之后,就会送他们回来。 送他们回来。 听了这几个字,唐武林不但没有兴奋,反而是悚然一惊。 如果放在以前,他当然会十分开心,可是,自从了解了传灵塔和鹰派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传灵塔很有可能是在史莱克学院那场大灾难背后的主使者之一,他就对这个大陆第一组织再没有任何期望。 一项秘密研究终于有了成果,为了保密,传灵塔什么事做不出来。 更何况父母本来就是被他们秘密带走的,还有什么比让他们人间蒸发更好的保密方法呢? 想到这里,唐武林心头大紧,盲天老师,我拜托您一件事,如果下次爸爸再打来魂倒通讯的话,您无论如何,也要告诉他,千万不要急于完成他手上的研究,尽可能拖延时间。 还有,把我的通讯号码告诉他,让他务必想办法和我通话。 三个月后,唐门高层将前往窦灵帝国访问,到时候我会跟随一起去。 我现在在唐门已经有一定地位,我会拜托唐门的前辈们出手,救援他们的。 第1195章幻觉 他没有对盲天说自己现在已经是唐门门主,这话实在是太难以令人置信,但把唐门这个曾经不逊色于传灵塔的强大宗门提出来,果然让盲天放心许多。 武林,你是担心传灵塔会,可他们是大陆第一组织,应该。 唐武林冷笑一声,我对他们没有半点信任感。 如果他们还有一点大陆第一组织的责任感,也就不会抓走爸爸,妈妈了。 好,如果你父亲再打来通讯,我会把你的话都转告他。 你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 你应该知道,就算你爸爸妈妈拼了性命,他们也更希望你能平安。 对了,纳尔那丫头怎么样? 上次你爸爸听说你找到了他,也是大为惊喜呢。 听盲天提到纳尔,唐武林不禁心中一痛。 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弄清楚纳尔和谷月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纳尔他,挺好的。 犹豫了一下,唐武林还是没有实话实说。 挂断了通讯,唐武林的情绪已经无法平静下来。 终于有了父母的消息,至少父母现在还活着。 在兴奋的同时,他对传灵塔的憎恶感也是直线上升。 不能再等下去,这次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救回父母。 只是,想要救回他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线索太少了,这也是最大的问题。 至于传灵塔,唐武林倒没有太多担心,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更何况他身边还有这么多伙伴。 传灵塔最强的势力在斗罗大陆那边,斗灵大陆相对来说肯定会薄弱一些。 现在,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能够在斗灵大陆顺利找到父母了。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地势很高的城市。 斗灵大陆的情况对于唐武林来说宛如两眼一抹黑,但他还有唐门的帮助。 唐门同样是横跨三片大陆的大组织。 自然对斗灵大陆有所了解。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唐武林就找到了多情斗罗赃心。 将有关自己父母的情况讲述了一遍。 听了唐武林的描述,赃心思考片刻后,道,斗灵大陆是三片大陆之中最小的,而且整体地形狭长,多丘陵地带。 要说地势较高的城市,大约有三个。 而这三个城市之中,有两个都是边陲小城。 最大的一座城市是在斗灵帝国首都同样名为天斗城旁边的陵波城。 那边刚好有一个传灵塔的重要分布。 难道是在那里? 唐武林闻言大喜,有了脏心的指引,这方向性就清楚多了。 虽然不一定就在那里能够找到父母,但至少有了一定的方向之后,总不至于像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了。 得到了这些可靠的消息,唐武林也随之恢复了冷静。 回忆起昨天晚上做的怪梦,他总觉得那个梦境非常真实。 难道说,这是因为自己的精神力提升到一定层次之后,对父母有了感应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在之后寻找父母的时候,一定会相对容易的多。 或许,自己在集中精神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呢? 有些迫不及待的再次开始冥想,集中精力去感觉,将精神力提升到极致。 可是,那呼唤声在他的刻意去感知下并没有再次出现。 没有了。 难道真的只是幻觉? 在疲惫的状态下,唐武林不得不进入正常冥想,渐渐的入定。 意识朦胧,全身仿佛都包覆在各种各样的元素之中,承受着他们的滋润,感悟着他们带来的变化。 唐武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的提升着。 不得不说,精神力的突破对于他的魂力修炼好处实在是太大了。 有着精神力自行调动天地原力为己用,令唐武林的修炼速度极快。 就像他自己判断的那样,按照这样的速度修炼下去,以他的身体承受能力根本不需要考虑瓶颈的问题,一年时间就足以让他冲击到八环魂斗罗层次了。 孩子,孩子,武林。 呼唤声又一次出现了,依旧是那么的虚无缥缈,依旧是遥远的仿佛在另一个世界。 可却真真切切的出现了。 唐武林的意识几乎是瞬间就被唤醒,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没敢睁开双眼,而是迅速凝神,感受着远方的呼唤声。 可是,当他主动的去感受的时候,呼唤声却是戛然而止,就像是被阻断了似的,完全消失的一干二净。 这! 唐武林睁开双眼,一脸的郁闷。 刚刚明明感受到了的,怎么会突然又没有了? 难道说,只有在自己的无意识状态中,才能听到那个声音吗? 那就再试试。 重新冥想,这次入定就有些慢了,心中有视而,令他很难安静下来。 好不容易才开始入定,可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一早。 整整一晚,都没有再听到那个呼唤声了。 是不是自己的精神修位不够强? 所以才会这样,如果只是听到这种虚无的呼唤,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父母的位置啊。 为此,他找到了光暗斗罗龙夜月,将自己的情况和这位极限斗罗说了一遍。 在修炼经验上,恐怕全大陆都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位的了。 听了他的描述,龙夜月眉头微皱,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是来自于你父母的呼唤。 你也说过,你父母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精神力是非常有限的,这首先就断绝了你所说的这种可能。 没错,人类的精神力层次达到灵域境之后,确实是会有不小的变化。 而且会出现种种神奇的情况,在这些神奇情况之中,确实是有可能出现精神感应。 也就是说,加入你用精神力去呼唤,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可能让人感受到的。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至少你现在还远远做不到。 就算是已经进入了灵域境超过百年的我,精神领域已经成型的情况下,想要做到也非常勉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点效果。 对了,正好你问到这个问题,我要好好给你讲一讲有关于灵域境精神力的知识。 相信你在这方面之前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指导。 唐武林精神一震,是,之前还没有。 有龙老在真的是太好了,有这位当时顶尖存在的指点,自己修炼必定能够少走很多弯路。 龙叶月道,修炼意图,贵在坚持,但胜在天赋。 你很有天赋,又能坚持,所以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灵域境和之前的精神层次任何一个都不同,它可以说是独立于外的存在。 在精神力达到灵域境层次之前,可以说都是一种虚无的感知,也就是说,你自身感知的扩大,就是精神力的提升了。 感知越强,精神力也越强,所以,才有了那些数值的屏幕,看你的感知强大到多少。 可灵域境却不一样,灵域境是精神力实质化的象征。 正是因为精神力实质化,所以你才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外界的一切元素,甚至去调动这些元素。 可以用来施展自己的能力,也可以用来补充自身。 从而真正反馈影响到你自身的一切。 灵域境最强大的地方,就是通过修炼,能够形成自己的精神领域。 当这个领域形成之后,你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在这个小世界之中,你的精神就是主宰,可以主宰这个世界的一切。 予取予求。 甚至可以用它来进行攻击、防御、控制、所有的一切、一切。 而精神领域的形成,是进入半神境界的基础。 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你的精神力层次已经进入到灵域境范围了,但因为没人指点,所以你的精神领域还没有形成。 在之后的三个月时间内,我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多做努力,越早完成精神领域,对你的帮助就越大。 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本无法控制的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容易起来,在你的思想中,就能精微的控制很多东西。 第1196章 精神领域 精神领域吗? 这个名词唐武林当然是听说过的,但却从来都没见过。 是,就像这样。 你感受一下。 一边说着,龙夜月的双眸突然亮了起来。 在唐武林的注视下,他只觉得龙夜月的双眼仿佛突然变成了一双星辰,无比的璀璨夺目,令人无法直视。 紧接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变成了满天星斗,在这一瞬间,他仿佛置身于星空之中。 周围都是虚无缥缈的,所有的一切都渴望而不可及。 但也就在下一瞬,强烈的窒息感随之传来,他就像是来到了真正的太空一般,空气消失了,完全是真空状态,所有的元素也全都消失了。 几乎是自行引发的,唐武林体内的血脉波动骤然变得强烈起来,筋萌萌的龙刚透体而出,护住全身,令他稍微好受了一些,但无论他如何去感应,也无法发现半点周围的各种属性元素。 就在他吃惊莫名的时候,突然,周围的星空消失了,变换成光怪陆离的彩色世界,先前消失的元素突然变得浓烈起来,而且无比的浓郁,全都朝着他的方向蜂拥而来。 但这些元素却不是涌入他的体内,而是都像是带了愤怒的情绪,对他充满了排斥。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排斥出这个世界似的。 唐武林身上的龙刚开始出现剧烈的波动,他的身体也开始晃动。 如果不是他自身足够强悍,似乎就要被这些元素撕碎了似的。 在下一刻,这些多种颜色的元素迅速汇聚,盘旋着化为龙卷风一般,其他属性全都消失了,剩余的只有光明和黑暗。 龙老仿佛出现在遥远的天边,而这些光明与黑暗两种元素在他身边交替闪烁,最终形成恐怖的光暗风暴。 那种仿佛能够摧毁整个世界般的感觉,唐武林只有在当初面对弑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时才感受过。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他那强大的精神力,一点也控制不住外界的一切,甚至连将他从这个世界带出去都无法做到。 昂,唐武林口中忍不住响起激昂的龙吟声,龙威震震。 可那光暗风暴却疯狂地冲击着他身上的龙缸,令他苦不堪言。 这,这就是极限斗罗的实力吗? 只是精神力的压迫。 那天他全力以赴攻击龙老一次,虽然明知道龙老是有意提高他的威望,但那次之后,唐武林心中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 可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和极限斗罗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如果龙老真的想要杀他,不会比拈死一只蚂蚁困难多少。 他的修炼之路,还要走很远,很远。 所有的光芒都在下一刻收敛,龙夜月依旧在他面前,这也还是龙老的房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又像是过去了一整个世界那么久远。 这,就是精神领域。 唐武林吃惊地看着龙老。 龙夜月点了点头,感觉到了吧? 在你的精神领域之中,你就是主宰,能够主宰一切。 只要对手的精神修为不如你,尤其是没有精神领域的情况下,面对你精神领域的覆盖,战斗力都会大幅度下降。 精神领域一向都是极限斗罗的象征。 就算是超级斗罗也很少有人能够拥有。 在当今斗罗大陆上,能够拥有精神领域的人,不超过十个。 而一旦进入这个层次,那么,几乎就意味着,未来你必然能够成就极限斗罗,而且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对于绝大多数魂师来说,都是在先成就极限斗罗之后,精神力才能逐渐达到这个层次。 但在你身上,这种情况却反过来了。 受到未面的眷顾,你的精神力出现了超越常人的成长,也就造就了你能够在修为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精神力先达到了这样的层次。 既然未面对你如此厚爱,你又怎能辜负它呢? 你要尽快达到精神领域这个层次,它对你的修炼帮助会更大。 只要能够完成精神领域,按照你现在的基础和修炼速度,三十五岁之前,一定能成就极限斗罗。 而且很可能是千年来最强的极限斗罗。 唐武林深吸口气,眼中闪烁着狂热之色,是。 龙老,那精神领域该如何修炼? 龙夜月淡淡的道,每个人的精神领域都是不一样的,从没有谁和谁的精神领域相同。 所以,精神领域修炼,完全是私人的事情。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感受你自身。 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领域,你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这个领域的一切,当你能够将自己从实体投射到精神层面时,那么,你的精神领域就会。 你自身反馈于精神世界。 唐武林眉头紧簇,确实是一点头绪都摸不到。 剩余的就没办法教你了。 形成精神领域这个过程,我用了十七年。 当初云明用了十二年。 每个人都不一样。 也曾经有先辈在成就极限斗罗那一瞬间,就成就自己的精神领域。 这都是际遇,或者说是顿悟。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够教导你什么,你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好好的去感受你自己,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宝库,尤其是对于我们魂师来说,更是如此。 你受到未面的眷恋,你身上有金龙王血脉,你的身体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神秘。 那么,当你将它反馈到现实之中时,你所能够获得的精神领域一定会非常强大,连我都很希望能够看到。 谢谢龙老指点。 精神领域的修炼,确实不是刻苦努力就能够完成的。 脑海中回荡着龙叶月的话,唐武林回到自己的房间中继续修炼,感受自己,观想自己。 那么,就从内室做起吧。 传灵塔总部 谷月娜盘西坐在镜室之中,如果有人看到她坐在这里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这间镜室本来是属于传灵塔塔主千古东风的。 也是整个传灵塔安保等级最高的存在。 可现在千古东风却将这间镜室给了谷月娜。 给她的理由,就是她要通过那枚冰神之心来突破灵欲镜精神层次。 谷月娜身前不远,就放着那个隔绝了冰神之心和外界的盒子,冰神之心在透明的罩子中闪烁着若隐若现的光芒。 她看上去就像是最瑰丽的宝石,可只有真正知道她的人才明白,一旦她出现在外面的世界,立刻就会将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冰天雪地。 谷月娜闭合着双目,一头银发从肩膀一直披散到背后,直到垂在地面上。 她整个人似乎都进入到了另一个层面,另一个世界之中。 突然,整个房间内变了,低沉悦耳的龙吟声回荡,整个静视的光线都变得昏暗起来。 就像是她的身体突然将光线全都吸走了似的。 就在下一瞬,点点彩色光芒开始出现在她身体周围,这些彩色光芒出现得非常有规律,均匀地排列在她身体周围,围绕着她的身体悄然旋转。 第1197章歌 如果让千古东风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震惊莫名,因为谷月娜根本就没有动用冰神之心精神力层次就已经达到了灵欲境。 而且,以千古东风的修为,在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低沉的龙吟声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千古东风这间竟是可谓与世隔绝,内部的任何能量波动和声音都绝对不会传出去。 伴随着龙吟声响起,那些彩色元素开始出现变化,同样颜色的元素分子开始凝聚,凝聚成一条条奇异的小龙,它们围绕着谷月的身体欢快地游动起来。 蓝色的是水元素龙,红色的是火元素龙。 还有青色的风元素龙,黄色的土元素龙,黑色的暗元素龙,银色的空间元素龙和金色的光元素龙。 其中不同颜色的元素龙围绕着谷月娜的身体纵横游动,就像是进入了龙族的世界一般。 而就在这时,谷月娜缓缓张开红唇,轻轻的呼出一口气。 这股气流呈现为韭菜色,在它呼出这口气的刹那间,周围的各种元素龙突然凝固了似的。 紧接着,整个房间完全变成了银色。 各种元素龙也都随之变成了璀璨的白金色,在这银色的世界中荡漾,游动。 谷月娜缓缓缓睁开了双眸,紫色的双眸成澈的就像是太空一般,围绕着它身体旋转的一条条白金龙倒映在它的眼瞳之中,宛如点点星辰。 在它额头正中,一块九彩晶体缓缓凸显而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威势随之出现在它身上。 周围的银色和白金色,也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九彩光运。 谷月娜的胶躯缓缓悬浮而起,它再次轻轻的呼出一口气,在它身前的光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化为一片银白色光幕,光幕内,虚幻的光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呈现出的,正是潘西坐在那里,冥想着寻找自身精神领域奥妙的唐武林。 看着它,谷月娜原本高贵冰冷的眼神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嘴角处也随之流露出淡淡的微笑,歌。 精神领域的修炼依旧没有任何头绪,但唐武林此时已经无心再修炼下去了,因为,他又接到了魂岛通讯。 郑宇呢?这小子跑哪去了?唐武林在乐郑宇的房间中没有找到他。 这家伙还真是不靠谱,算了,我自己去吧。 是的,他们回来了,而且是约好了一起到的。史莱克奇怪,终于将再次聚首。 乐郑宇的回归,带来了的是二次神圣洗礼之后的圣容术,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在这些事件中,又成长到了怎样的地步? 星蓝的剑魂修炼得如何了?还有袁恩叶辉的拳法又如何了?他们两个的实力唐武林在星斗战网拳联邦挑战赛上还见过,而其他人的情况他就更不清楚了。 也不知道现在伙伴们都成长到了怎样的程度。真的好想他们呢。这次没有再匆忙的出去,而是化了妆,变成个普通中年人的模样离开唐门地下总部。 直奔天斗城混岛列车站。距离伙伴们到达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天斗城混岛列车站依旧是热闹非凡,自从史莱克城被毁之后,天斗城就成为了更加重要的枢纽。更因为这里算得上是戈派总部,所以天斗城的恢复建设完成得非常好。而且现在的驻军和以前相比也大大的加强了。支持戈派的军方给予了非常高等级的安防措施。 来到车站出战口,唐武林找了个不显眼的角落站定。大家都要回来了,这种感觉真好啊。经过这次的参军之后,每个人都成长了,自己是,伙伴们也是。接下来的三个月,为大家完成三次斗凯之后,就是他们一起前往斗陵和兴罗两国的时候。想起兴罗帝国,他就不禁想起隆岳和当初那位兴罗帝国的公主殿下。 戴云尔和隆岳还是走了,戴云尔在没能与唐武林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有结果之后,唐武林前往魔鬼岛,他也伤心的返回了兴罗帝国。 隆岳作为他的守护者,不得不回去。 许米尔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情定隆岳,却没有跟他一同离开,他舍不得史莱克,并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放弃自己在史莱克的一切。 而大爆炸之后,他们就更加没有联系了。 为了保密史莱克学院还有内院弟子活下来的消息,许米尔始终没有通过唐门的跨海浑岛通讯联络龙岳。 这些情况都是唐武林从他那里得知的。 再次前往兴罗帝国,不可避免的,他们一定会再次见到龙岳和戴云尔。 回想起以前的种种,真让人有种如在梦中的感觉。 哪怕是现在,回想起史莱克学院被毁一世,唐武林心中还有着强烈的不真实感。 龙骨那个小世界应该再也不能进入了吧。 唐武林看了一眼自己手链上的那枚九彩水晶。 毕竟,在那里他生活了三年的时间。 尽管三年时间中,从未有龙族和他交流过,但在那个过程中,他却明显能够感觉到自己和龙族的关系亲近了许多,许多。 千日葬龙,看上去似乎是耽误了许多修炼的时间,但也正是那千日葬龙的过程,让唐武林的心真正的安定下来,让他有了现在的成就。 他们已经入土为安了,应该能够安静的沉眠下去了吧。 正想着,突然,仿佛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一般,令唐武林下意识地抬起头,朝着出战口的方向看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突出的肚子,然后才是一个肥瘦而熟悉的身躯。 和以前相比,他更胖了,但也更高大了。 身高甚至已经超过了唐武林一些,可见在之前这段时间中,他的营养一定非常好。 脸上始终带着笑容,笑咪咪的,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更让唐武林惊讶的是,在他身上,自己竟然一点也感受不到魂力的存在。 精华内敛。 这可是乐正宇也做不到的事情啊。 从乐正宇身上,唐武林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那满意一般的神圣气息。 可是,从面前这位身上,他感受到的只有何序的气息罢了。 一丁点的魂力波动都没有。 紧跟着这个大胖子出来的,是一名美少女,她依旧清冷,也依旧绝美。 看到他,不禁让唐武林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候的情况。 那时,他代表史莱克学院而来,带着骄傲和强势,更有着强大的剑法。 事实上,那时候唐武林是很羡慕他的,羡慕他能够成为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 羡慕他能够拥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时过境迁,他已是自己的伙伴。 再见到他们,真好。 唐武林主动走过去,哪怕是那么熟悉的伙伴,在他神奇的化妆术面前也无法辨认得出。 凭借着灵欲镜的精神力,唐武林想要隐藏自身气息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镜子走向那胖子,直接向他身上撞了上去。 喂,小心点。 胖子抬起肥厚的手掌,按向他的肩膀。 他的手温暖而宽厚,就像是个软垫子,按在身上,却有种山岳般的凝质感。 如果是普通人,被他挡住,自然就会被拨到一旁。 可胖子感觉到的,却是面前这个中年人肩膀处突然传来的恐怖力量。 那力道,就像是巨龙苏醒一般,恐怖到极致,更充满了压迫力,直接就朝着他的胸前撞击了过来。 在他身后的冷艳美女脸色刚是一变,却立刻笑了起来。 他本就很美,吸引着周围不少人的注意,这一笑起来,顿时如同寒冰解冻一般,春风话雨。 看得周围不少人都呆住了。 砰! 唐武林的肩膀撞在了胖子的胸口上。 胖子的胸口柔软而充满弹性,厚肉在抖动中泄力,他的双手也随之抬起,抓向唐武林的肩膀。 可也就在这时,唐武林却已经张开双臂,给了他那根本无法环抱的肥硕身体一个大大的拥抱。 啊! 老大! 徐立志在糊涂,这个时候也已经认出了唐武林的身份。 你们怎么也不化妆就回来了? 唐武林低声说道。 第1198章都长大了。 徐立志呵呵一笑,我们都长大了呀。 和以前本来也不太一样了。 而且,这里可是鸽派的地方。 唐武林松开手,笑道,走吧。 徐立志和叶星兰,都不是那么显眼。 更何况,传灵塔以及圣灵教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唐武林只是尽可能的小心,但他们毕竟不是那么耀眼。 事实上,就算是他,知道的人也不算太多。 带着两人来到自己先前等待的地方,看看徐立志,再看看叶星兰。 唐武林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掩饰不住。 队长,其他人呢? 叶星兰还是更愿意叫唐武林队长。 郑宇已经来了,不知道去了哪,不然我就让他跟我一起过来接你们了。 就别重逢,三人心中都流露着发自内心的兴奋之色。 恭喜你获得了挑战赛最后的冠军。 叶星兰微笑着说道。 只有在面对伙伴们的时候,他那份冰冷才会消失。 唐武林呵呵一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尤其是机甲战。 叶星兰道,你真的打算向机甲方向发展了吗? 唐武林点了点头,机甲我认为还是很必要的。 窦凯固然是机甲的一种,但是,窦凯却无法取代机甲的地位。 窦凯是强,但如果是同时具备机甲和窦凯的话,持续战斗力和防护力都将大大增强。 机甲是外在的,更有着无限可能。 现代科技研究的方向都是向外太空进发,仅仅凭借窦凯,人类是很难在太空生存的。 但机甲就不一样了,如果机甲强大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在太空之中作战。 所以,我认为机甲方面,我们也还是有所需要。 叶星兰眉头微醋,可是,分心二用,会不会二者都做不好? 唐武林微笑道,肯定会有影响。 但我们可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是史莱克七怪。 主次分清楚就好。 不急,反正这次你们回来,我们先把三字窦凯完成再说。 至于机甲,有充分的时间时,我为大家都先量身制造一身,然后你们慢慢练习。 好。 叶星兰执着于剑,但却绝不迂腐。 尤其是当唐武林说到外太空的时候,真正的触动了他。 唐武林看向徐励志,笑道,是不是很期待? 有了机甲,你也就可以有事实战能力了。 第一个机甲打造就给你。 呵呵。 徐励志笑了笑,脸上却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唐武林和他认识这么久了,对他自然是熟悉无比,心中一动,怎么? 难道你修炼成了什么能够实战的能力吗? 徐励志点点头,基本成熟了,回头跟你试试。 好啊。 看他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唐武林也不惊笑了。 徐励志魂力魂厚,而且因为自身武魂的原因,他修炼一直都很专心,要说对玄天公的理解深度,在史莱克七怪之中,徐励志绝对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就是不知道他除了唐门绝学之外,又修炼成了什么样的手段。 嘟嘟,嘟嘟。 唐武林的魂导通讯器响起。 郑宇? 你这家伙跑哪去了? 老大,你在哪? 唐武林和乐正宇几乎一口同声的在魂导通讯器中问道。 我在魂导列车站呢,刚接到星兰和励志了。 你呢? 唐武林问道。 你在出战口? 等着我。 乐正宇说完,就挂断了通讯。 这家伙,没头没脑的,都不说清楚。 唐武林失笑。 叶星兰微笑道,他还那么毛躁吗? 我听小言说,他受了你的刺激之后,修炼可是相当的拼命。 唐武林点点头,他现在很厉害,尤其是炼成了神圣天使家族的圣荣术,据说,在他们这一脉很少有人炼成。 已经被内定为南方军团接班人了。 你呢? 你的剑魂修炼得如何了? 叶星兰自从输给狂风刀魔司马矜持之后,就一直在闭关修炼。 唐武林自己事情众多,也没来得及问过他。 还好。 叶星兰点点头道。 唐武林微笑道,还记得狂风刀魔吗? 他也在天斗城。 听到狂风刀魔这几个字,叶星兰美眸中顿时光芒一闪,感觉上有几分冲动似的。 他也在。 嗯,他跟我一起来的。 反正也是等人,唐武林当下将司马矜持和阿儒横道血神军团找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听得徐励志笑得打爹,叶星兰也不惊玩耳。 两位年轻一代的大能,竟然在血神军团差点被枪毙,着实是令人好笑。 队长,如果方便的话,有机会我想再和司马矜持交手。 叶星兰认真地说道。 这,唐武林迟疑了一下,如果是司马矜持没有突破之前,唐武林当然不会反对。 可是,现在司马矜持突破到封号斗罗层次,真正与龙族法刀斩龙绒为一体,实力暴增。 甚至已经领悟到了一丝刀之神韵。 比以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他突破封号斗罗了,而且,压抑了这么久突破,他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已经超出刀魂的范畴了。 唐武林如实说道。 可他没想到的是,听了他隐晦的提醒,叶星兰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是眸光大亮,那真是太好了。 我想要挑战的,就是这样的对手。 队长,请你务必为我安排。 唐武林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道,那好吧。 司马矜持现在也是他的伙伴,更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叫他一声主上,相信也不会伤害到叶星兰。 哈哈,你们在这儿。 乐正宇兴奋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你这家伙来得真快。 唐武林一边说着一边回过身去,但当他看到身后的乐正宇时,却有着大大的惊喜。 队长 宛如如燕头怀一般,徐小言扑入唐武林怀中,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是的,乐正宇的失踪,可不正是为了来到列车站接许小言吗? 徐小言跟唐武林认识还是在乐正宇之前,他和谢谢、谷月,当初才是最早和唐武林在一起的伙伴。 隔了这么长时间再见唐武林,他怎能不兴奋呢? 唐武林拍拍徐小言的背,心头仿佛被温热的水流浸润,小言,回来就好。 队长,我们这次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徐小言的声音已经哽咽。 喂,喂,你男朋友还在旁边呢,别说的这么暧昧好不好。 乐正宇已经有些吃味儿了,在旁边恶狠狠的盯视着唐武林,唯恐他有什么亲密之举似的。 徐小言笑脸一红,这才松开给唐武林的拥抱,抬脚踩在乐正宇脚上,还用力的撵了撵,本来挺好的气氛,让你来打扰。 乐正宇一脸的郁闷,就别重逢,你才只是亲了我一下,确保了他这么久,我吃醋行不行? 谁,谁亲你了? 徐小言笑脸飞红,却被叶星兰拉到一旁,姐妹相见,又是一阵兴奋雀跃。 励志,我说你这发育的也太好了吧? 都过二十了,怎么还尝个? 乐正宇看着又白又胖的徐励志,不禁惊叹出声。 徐励志呵呵一笑,吃得好,没办法。 我们食物系浑尸,吃本来就是修炼的一部分。 军队那边又一个劲的给我弄好吃的,我就这样了。 他在军队的受爱戴程度还在叶星兰之上。 作为军团第一食物系浑尸,待遇不要太好。 各种高营养的美食提供之下,这身材真的是有二次发育的迹象。 乐正宇拍了拍他的肚子,你也浑胜了吧? 我很好奇,你这武魂真身的包子是什么样的? 弄一个尝尝。 徐励志呵呵一笑,你不会想吃的。 我的武魂真身有些特殊。 哦! 不只是乐正宇,连唐武林也不禁惊讶起来。 徐励志笑道,这里不适合,等回去之后,我给你们看看。 好吧。 就差谢谢和元恩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真是够慢的。 乐正宇现在的精神着实是有些亢奋。 史莱克七怪,就差元恩叶辉和谢谢两人了。 第1199章 七怪中句 有些人啊,无论什么时候,多大年纪,还是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 这种人,真是不可救药。 幽怨的声音在五人耳边回荡。 听到这个声音,众人脸上都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之色。 可哪怕是唐武林,也没有找到这个声音的来源。 谢谢。 乐正宇一惊之下,转而大喜,你这家伙,赶快出来,藏头鹿尾的干嘛。 就不出来。 有本事你找到我呀。 谢谢嘿嘿一笑。 乐正宇一边听着他的声音,一边向周围看去,可是,这声音似乎就是在身边传来的,却根本没有谢谢的踪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众人脸上不禁都流露出惊讶之色,谢谢这是什么能力? 难道是传音? 不对呀。 传音不会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到。 正在这时,唐武林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突然一探手,朝着空气中抓去。 在众人惊奇的注视下,唐武林的手臂仿佛穿越了空间一般,没入到空气中。 哎呦。 下一刻,他竟然就硬生生的从空气中抓出一个人来。 身形修长,相貌英俊,一身黑色运动装,可不正是谢谢吗? 不可能,老大,你怎么找到我的? 谢谢才一出现,就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唐武林。 唐武林也同样是一脸惊奇的看着他,谢谢,可以呀。 什么时候竟然拥有空间能力了? 这不应该是你的能力吧? 别人找不到谢谢,可精神修位已经达到灵欲境的唐武林却在他第二次开口的时候发现了奥秘。 谢谢第二次说话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了有空间波动存在,这空间属性的波动一出现,唐武林立刻就感觉到了。 通过精神力的引导,这才直接控制空间元素,虽然无法禁锢谢谢,但找到他还是容易的,再加上谢谢没想到有人能够找到自己,这才被唐武林一把给抓了出来。 谢谢在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就变得洋洋得意起来,这是秘密。 回头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除了老大之外,你们估计都不是我对手了。 哦,元恩也除外。 唐武林道,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元恩人呢? 谢谢向周围看了看,然后目光锁定一个方向,抬手指了过去,那不,在那边呢? 众人的视线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元恩依旧是那么不引人注意,依旧是普通的男性模样,此时他也已经看到众人,笑着加快脚步走了过来。 史莱克奇怪,在这一刻,终于重聚,他们终于又在天斗城走到了一起。 谢谢的神奇空间能力,还有元恩叶辉的云窝神拳,全都是在这次分开之后拥有的。 从参军到现在,时间过去的并不算太漫长,可是,史莱克学院被毁,在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而这份压力,也成为了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突破,属于自己的进步。 当代史莱克奇怪,实至名归。 没有急着带大家返回唐门,唐武林带着他们来到旁边接到不起眼的角落中,简单的给他们装扮了一下。 他们毕竟是史莱克奇怪,无论是在传灵塔还是在圣灵教,一定都是榜上有名的,七个人聚集在一起,大部分还没有化妆的话,就有被发现的可能。 简单化妆之后,大家都变得普通了。 只有眼神依旧是亢奋的,怎么也掩饰不住。 我们现在去哪里? 徐小言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看向乐正宇,你没告诉他? 乐正宇嘿嘿一笑,我都被吓了一跳,同样的待遇也不能厚此薄彼啊。 谁都没说,放心吧老大。 唐武林也笑了,好,走吧,我带路。 听了两人的对话,其他众人都不禁一头雾水,叶兴兰是沉浸的性子不会多问,徐励志性格宽厚,大胆咧咧,本身就没怎么在意。 原恩叶辉和叶兴兰差不多,更多的时候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但谢谢和徐小言就不同了,两人都是跳脱的性子,顿时有些心痒难骚了。 老大,到底什么情况啊? 说来听听吗? 谢谢一脸好奇的看着唐武林。 徐小言则是曲线救国。 一只手捏在乐正宇腰间的软肉上,美眸中更满是威胁的味道,大有几分,你不说我就让你好看的意思。 乐正宇一脸冤枉的道,不是我不说,是老大不让我说呀。 我也没办法。 总要听队长的吧。 唐武林微笑道,是好事。 等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不差这一会儿。 而且,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吗? 越是听他这么说,众人心中就越是好奇,连夜星兰都有些奇异的看着唐武林。 乐正宇迅速转移话题,向谢谢问道,你刚才那是什么能力? 怎么会隐藏在空气中的? 以前你可没这本事啊。 谢谢得意洋洋的道,这是秘密,你们不说,我为什么要说? 乐正宇不懈的撇了撇嘴,还秘密。 就你。 谢谢挑了条眉毛,不服回头单挑,打得你满地爪牙,信不信? 乐正宇哈哈一笑,就凭你。 你们俩有完没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是一见面就吵。 袁恩叶辉美好气的说道。 谢谢顿时陪笑道,没有,没有,不吵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说不跟谁一般见识? 乐正宇大怒。 唐武林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听着伙伴们在后面拌嘴。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充满了温暖,他很喜欢这样的感觉,至少,这是大家在一起呀。 转入大街,乐正宇和谢谢才算安静下来,毕竟,在街道上如果被人看到,可是最容易被发现问题的。 徐小妍则是拉着袁恩叶辉轻声交谈着,叶兴兰挽着徐励志的手臂,徐励志笑得温和。 进入民居,和上次接乐正宇走的通道又不一样,进入里间,地下室,电梯下沉。 这是去什么地方? 谢谢一脸惊奇的看着电梯内简单的金属墙壁,他可从来不记得在天斗城还有这样的据点呢。 其他人也无不惊讶,原本他们认为,应该是去住酒店才对。 唐门 唐武林简单的两个字解除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谢谢立刻自以为是的道,我明白了,老大,你说的惊喜就是唐门吧。 看来唐门应该还是隐藏了不少实力的,有唐门的帮助,我们之后就方便多了。 话说,老大,咱们之后怎么办? 唐武林瞥了他一眼,微笑道,等到了地方再说。 谢谢有些不满的道,大家都是自己人,神神秘秘的干嘛。 唐武林笑道,现在告诉你,怕你哭。 我哭?我怎么会哭,我这么坚强的人? 谢谢一脸不以为意的模样,当初学院被炸,那么痛苦,我都忍着没哭。 乐正宇撇了撇嘴,你那时被吓傻了吧? 叮! 电梯声响起,下坠赶消失,两扇金属门向两侧开启。 谢谢,我倒要看看,咱们唐门的秘密据点有什么能让我哭的。 第1200章痛哭 谢谢第一个向外走去,我倒要看看,咱们唐门的秘密据点有什么能让我哭的。 他话才说到这里,声音就瞬间耿住了,也同时停下脚步,整个人的身体都像是僵硬了似的。 原恩叶辉跟在他身后,因为他的身高比谢谢要矮,所以没有看到前面发生的情况,但以他对谢谢的了解,自然感觉到了不对。 赶忙一横身,从谢谢身边走了出去。 也就在这时,只听谢谢一声凄厉的悲嚎响起,五老师,然后,他就如同风一般扑了出去。 白衣飘飘,蓝发飘荡,他的面容依旧冰冷,可眼神却充满了柔和。 他一直静静的等在这里,等着他们回来。 就那么默默的站着。 当谢谢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下一瞬,他内心中的情感却再也抑制不住。 就像乐正宇说的似的,当初在史莱克学院被炸掉的时候,大家真的都吓呆了,以至于内心的情感无法宣泄。 大脑一片空白。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到那么多史莱克学院的同胞们都在那场大劫难中陨落,连武老师也不例外,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而此时此刻,谢谢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武长空,内心一直压抑着的情绪那里还控制得住啊。 瞬间宛如井喷般的爆发出来,让他直接扑了过去,扑入武长空怀中,放声大哭。 在他痛哭的同时,徐晓妍,徐立志,袁恩叶辉和叶兴兰也无不惊呆了。 武老师,武老师竟然还活着。 徐晓妍也是武长空一手带出来的,感情最深,同样也是大叫一声,就冲了上去。 一时间,电梯门外,已经是一片悲乎声。 乐正宇碰了碰身边的唐武林,会不会玩得有点大,老大,你说呆惠尔等他们缓过境来,会不会找我们算账啊? 什么我们? 我又没有女朋友在这里。 唐武林悠悠的说道。 老大,你不厚道啊? 乐正宇惨叫一声。 回想起先前徐晓妍威胁的眼神,一时间大为惊恐。 呵呵。 唐武林顾不上理他,快步走了过去。 生死离别后的重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兴奋和快乐的事情呢? 就连武长空的眼眸也不禁湿润了,能够再次看到这些孩子,他的心情有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激荡。 好了,好了,大家都平静平静。 半晌之后,唐武林才开始劝慰伙伴们。 哭得最厉害的就是谢谢,或许是因为他第一个看到武长空的原因,怎么都止不住泪水。 乐正宇在他身边碰了碰他,刚才谁大言不惭来着? 谢谢扭头泪眼朦胧的瞪了他一眼,我愿意,我就大言不惭,要是大言不惭能够让武老师活过来,多少次我都愿意。 突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猛的站直身体,看向武长空,再看看唐武林,老大,你不会是故意逗我们的吧? 这武老师不是别人化妆的吧? 他们在魔鬼岛都学过化妆术,唐武林学的最好,这要是真用身形差不多的人进行化妆,确实是很难认出来的。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化妆是能化成武老师的样子,但气息也能模仿的这么像吗? 不是化妆的,武老师的眼神不可能化妆出来。 徐小妍一边叫着,一边用力的在乐正宇腰间拧啊拧。 但满是泪水的眼眸中,却充满了兴奋。 就像武长空是唐武林年少时的偶像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徐立志这时候再也忍耐不住,惊喜的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笑了,也正在这时,一道道身影从不远处走过来。 武思朵 徐于成 还有洛贵星,郑宜然和杨念夏 天哪!你们都还活着! 看到这几个人,众人的情绪瞬间被再次点燃了。 尽管曾经他们是竞争关系,但自从进入内院之后,他们的关系早就已经改善了。 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来自于最优秀的一般啊。 武长空微笑道:"如果不是为了等你们回来,我已经带着他们离开了。 看到你们,我也总算是放心了。 看着面前这十几名弟子,武长空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心情这么好了。 这些弟子们未来几乎都能清出于蓝,都是二十出头就已经达到了浑胜层次,哪怕是在史莱克学院,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情况啊。 他们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身为老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呢? 你们要走,要去什么地方? 谢谢好奇地问道。 唐武林瞥了谢谢一眼,他们要去军训,我们曾经去过的那个地方。 听了唐武林这么一说,史莱克奇怪众人就像是当初他们要去之前面对已经去过的内院学长们时一样,脸上流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魔鬼道:"毫无疑问,他们要去的自然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里,可是给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去了好,去了好啊!"勒正宇一脸的坏笑。 看着他们的表情,伍斯朵五人面面相去,扬念吓道:"军训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你们的表情看起来都这么怪?" 徐立志一本正经地道:"没什么,那是个好地方。 相信我们。 你看,我们成长得这么快,都是因为有了那里的特训。 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说不定就追上我们了。 伍斯朵看了他们一眼,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会尽快完成的,然后回来,大家一起重见史莱克。 唐武林微笑汗手。 伍长空道:"阁主,你带他们去休息吧。 我也要准备一下,带伍斯朵他们上路了。 第一批的人选一共十二人。 那边同时能够容纳的人数也不能太多。 好。 唐武林点了点头。 虽然他和武长空是师生关系,但现在他也同时是海神阁阁主的身份,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恭敬了,毕竟,他代表的是整个学院以及唐门。 阁主。 除了勒正宇之外,史莱克七怪其他五人不禁都扭头看向唐武林。 武长空道:"学院已经开始重建,内外院建立,武林现在是海神阁阁主。 作为当代史莱克七怪,你们也都是海神阁的长老。 听了他这句话,史莱克七怪众人在惊讶的同时,脸色却都有些凝重。 学院开始重建了,他们这些年轻人都能够成为长老,可想而知,未来的重建过程会是怎样的艰难。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积极面对。 勒正宇微笑道:"惊喜还没有结束,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们呢。 被徐小言掐得好疼,他可顾不上再隐瞒什么了。 一个小时候,当史莱克七怪被唐武林带到住处的时候,除了唐武林和勒正宇之外,其他五人都有如在梦中的感觉。 外院的学弟学妹们都活下来了,内院的学长们竟然也都还活着。 就连龙老也还在。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呢? 第1201章怎么对付他呢? 没有各自回房,众人先都在唐武林的房间聚齐。 老大,你们太不厚荡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直瞒着我们。 谢谢义愤填膺地说道。 唐武林失笑道:"这不是为了给你们个惊喜吗? 而且,你们在路上,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岂不是会控制不住情绪? 引人注意怎么办?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别这惊喜所震撼。 当多情斗罗勉夏跟我说让我担任唐门门主的时候,我也惊呆了呀。 这事儿我们倒是不怎么惊讶。 元恩叶辉道:"你是我们史莱克七怪之手,是我们的队长。 海神阁阁阁主的位置本来就该是你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如果大家没有活着,那你本来也是海神阁阁主了。 至于唐门门主,我们虽然惊讶,但也没什么不可以。 唐武林苦笑道:"我们肩膀的责任更重了。 刚刚龙老也说了,接下来我们要分别前往星罗和窦灵两国。 当下,唐武林将目前的计划简单的向伙伴们讲述了一遍。 谢谢有些幸灾乐祸的道,他们都要去魔鬼岛了,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呀。 魔鬼岛那地方。 嘿嘿。 元恩叶辉白了他一眼,你老实点。 唐武林道:"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磨炼中有所进步吧。 咱们史莱克总算看到了希望,但是,真正想要重建学院却依旧是困难重重。 在财力和物力上,我们有唐门的充分支持。 但是,在人力方面,却更多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唐门总部被炸,也是损失惨重,很多强者丧生。 同时唐门还要兼顾于星罗帝国和窦灵帝国两边,抽不出足够的强者帮我们。 我们能依靠的,更多的只有自己,所以,在前往星罗,窦灵两国之前,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三个月内,我们争取都要成为三次窦凯师,至少要完成大部分的窦凯制作。 在船上还有一段时间,加起来应该差不多够了。 星兰,元恩,你们现在的机甲制造等级如何? 叶星兰点点头,应该问题不大,我和元恩都是七级机甲制造师了,元恩比我更强一点,接近八级了。 听他这么一说,唐武林顿时松了口气。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窦凯制作。 元恩,星兰,我先为你们打造三次窦凯所需要的稀有金属融合,然后你们各自制造自己的窦凯,完成你们自己的三次窦凯之后,再给我们其他人制作。 有了三次窦凯之称,他们再帮其他人制作三次窦凯自然也要容易一些。 而且在七人之中,论实力,除了唐武林之外,应该就是他们了。 叶星兰和元恩叶辉同时点了点头。 老大,大家都这么久没见了。 我们是不是比划,比划。 先看看大家进步的程度,然后再进行窦凯制作呀。 这样你在帮我们锻造的时候也更有数。 谢谢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兴冲冲的看着唐武林。 乐正宇在旁边说道:"我同意。 你们不知道,现在老大的实力可是了不得。 连武老师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那天跟龙老释手的时候,连龙老这等极限斗罗层次的修为都被他逼得晃了晃,退了半步呢。 我看,我们六个加起来,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唐武林额头上顿时滑落三根黑线,那是龙老故意让我的。 乐正宇耸了耸肩膀,我只是看到了事实。 反正我连一下都接不住。 所以,要是切磋的话,我强烈建议我们六个一起上。 不然的话,保证一点机会都没有。 谢谢眼珠一转,有些不怀好意的看着唐武林,也好。 反正老大这身体素质,绝对扛得住。 也最不容易受伤。 唐武林没好气的道:"你们两个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对呀,对呀。老大,难道你怕了不成? 乐正宇一脸的跳脱。 袁恩叶辉和叶星兰虽然没开口,但美眸中却都是笑意,徐小言则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一对六,不干。 起码给我两个人吧。 唐武林试图挣扎。 三对四我们也没机会呀。 不行,不行,就一对六。 乐正宇在这时候瞬间就和谢谢站在了一个战壕之中。 你们没人愿意跟我一起吗?唐武林无奈的道。 叶星兰道:"队长,不如这样。 你把狂风刀魔司马矜持叫过来,让他跟你一对好了。 唐武林心中一动,二对六,我们也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从乐正宇的圣容术就能看出来,伙伴们都是进步神速。 叶星兰对剑魂的领悟肯定更加深刻了,原恩叶辉自创的云窝神拳再加上他的堕落天使武魂,实力绝不在叶星兰之下。 谢谢那隐藏在空气中的能力还不清楚是什么。 徐晓妍孝的一脸神秘,连徐励志都说过,他在战斗力上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六个联合起来,战斗力之强,可想而知。 老大,这可不像你呀。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胆小了? 谢谢继续刺激唐武林。 唐武林才不上当,我这不是胆小,我的豆楷已经全都用金属熔断完毕了,在没有制作成三次豆楷之前不能使用。 除非你们保证在比试中都不用豆楷,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是对手啊。 你们每个人加上二次豆楷,都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实力了,这也太不公平。 比试起来不是也没意思。 那你说怎么办? 乐正宇道。 唐武林道,不如这样,大力神阿如恒也在,我加上他们两个,对你们六个,如何? 三对六。 阿如恒? 听到这个名字,众人都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位可是唐武林本体宗的师兄。 而且,因为当初关注唐武林的比赛,他们也都看过阿如恒在比赛场上的表演,深知这位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不过,三对六的话,他们还是有些信心的。 就这样吧。 元恩叶辉一锤定音。 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想战胜唐武林,但如果是实力差距太大,那打起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唐武林道,好,那我去将他们带过来。 血龙小队的众人还都在原来的酒店驻扎,毕竟,除了阿如恒和司马金池之外,其他人都是属于血神军团的。 血神军团再怎么说都是属于军方,唐门这地下世界的秘密太过重要。唐武林就算信任这些袍则战友,也不会带他们过来。 阿如恒是唐武林本体宗的大师兄,司马金池现在更是叫他一声少主。 只是带他们两个来,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唐武林本来之前也是一直在跟他们修炼的。 和多情窦罗打过招呼之后,他就前往锻造师协会附近血龙小队的住处去找二人了。 唐武林一走,谢谢立刻摩拳擦掌的道,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要先磨合一下,看看怎么对付老大他们。 血龙小队来到天窦城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外打探各种消息,熟悉天窦城的一切。 第1202章 三对六 他们大都是从小就在血神军团长大的,对于外界都不够熟悉。 天窦城和之前的明都都是大城市,而且风格截然不同。 在这样的地方熟悉起来,对于他们融入社会最是方便。 没等唐武林见到阿如恒和司马金池,他首先就碰上了自己的副队长。 你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也不见人。 到底在干什么? 龙与雪看着唐武林,一脸的疑惑。 自从上次唐武林跟着那个能化身黑猫的女人进入海神湖之后,这段时间就变得神神秘秘的,甚至情绪波动都变得很剧烈。 龙与雪也很少能够看到他,好不容易等他回来了,自然忍不住要问个清楚。 唐武林道,最近确实是事情比较多。 后续的计划也已经有了。 于雪,我也正好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和唐门联系好了,三个月之后,我可能会跟随唐门的人前往星罗大陆和斗陵大陆,去看看那边的情况,也关注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 你要去星罗帝国……去干什么?龙与雪大为吃惊,最多再有一年,战争就要开始了。 你这个时候前往那两片大陆,要是被军方发现了,很可能让你背上背叛联邦的罪名啊。 更何况,也不安全。 联邦的魂倒武器有多么强大你也见过了。 万一你在那边遭遇战争,怎么办? 唐武林道,我去那边,就是为了想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啊。 战争一旦开始,会死多少人?无论是星罗大陆还是斗陵大陆,在那里生活着的,也都是我们人类。 龙与雪沉声道:"我不同意,太危险了。而且,你去能做什么?你一个人难道就能改变战争格局了?就算是唐门,也不可能做到。 唐武林沉默了一下,他不能把所有实情都说出来,我最近刚刚得到消息,我失踪多年的父母,很可能就在斗陵大陆上。所以,我必须去。 龙与雪震了震,看着唐武林坚定而执着的双眸,他深吸口气,道:"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那我也去,你带上我。 唐武林道:"你是联邦军人,你刚刚说的问题,难道你自己就不怕遇到吗?" ,"我不怕。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血龙小队,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你而存在的。你别忘了,你还肩负着对抗深渊未面的重担,如果你出事了,深渊潮汐再次发生怎么办?"龙与雪说得大意凛然,说得唐武林都反驳不得。 ,"好吧,好吧。这件事还有一段时间。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还有三个月,我们从长计议。 龙与雪道:"反正如果你非要去,那么,就带上血龙小队。你总需要人手的。唐武林默默点头。龙与雪说得也有道理,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情况未知,虽然有唐门的接应,按道理来说不会有问题,但自己身边总是需要有一些人手来调配。尤其是营救父母的时候,身边帮手越多,应对起来也就越容易一些。 好吧,有什么变化我及时通知你。 什么?你没成功?看着面前的熊军,中年人黑发中的那一缕金色似乎变得更加明亮了。他脸色有些阴沉。双手背在身后,来回踱步。 你还自报了名号?你是不是傻?旁边一名看上去有些邪气的青年忍不住向熊军讥讽道。你少废话。熊军熊惊一瞪,谁知道会出现意外,我本来是打算把他们都杀了的,杀人灭口,报名号有什么?只是没想到,人类的科技竟然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武器,居然能够突破我的外层防御,直接作用在我身体里。 我一不小心就着了道。不然的话,一定能杀死他们。够了。中年人冷冷的喝道,没想到,这唐武林的成长速度竟然会如此之快,真不愧是身具金龙王血脉之人。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要尽快解决他。主上始终不愿出手,这件事就由我们来解决。在主上发现之前,绝不能留他活口。只有他死了,主上才能全心全意的带领我们掌控人类,让人类变为奴仆。 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资源。未来主上重新化身龙神之时,就是我们飞黄腾达之日。到了那时候,我们再不会受到这方世界的约束,以主上为核心,重建神界。 没有谁比他更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因为他深知,无论自身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再对抗的了下一次的大劫。错过这次机会,恐怕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老大,难道你要亲自出手?会不会被主上发现? 邪气青年忍不住道。 顾不得这许多了。 这次再不能给他任何机会,这件事不要告诉碧姬和阿邪,就我们三个前往。 我倒要看看,这个唐武林能接我几招。 熊军哈哈一笑,有老大出马,一招之下,必然叫他陨落当场。 他心中也暗暗松了口气。 那天对付唐武林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并没有权利以赴,他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粗豪。 他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自己杀了那个唐武林,主上必然会迁怒于自己,他可不想做替罪羊。 但如果是老大出手的话,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先不说主上会不会杀老大,至少现在的主上,还没那个实力吧? 就算是记恨,也是以后的事了。 只是,我们上哪里去找他呢? 邪气青年悠悠的说道。 熊军,中年人的身体同时一僵。 是啊。 那唐武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中年人冷冷的道,想要找到他,也不难。 他身上有龙神的气息。 在一定范围内,我应该能感应到。 不过,也正因为他身上有龙神的气息,出手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我如果直接对他出手,会受到龙神在他身上的守护气息反噬。 到时候,我会帮你们解决周围的一切问题。 你们两个同时出手对付他一个人,务必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熊军和邪气青年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闹了半天,出手的还是我们。 不是你。 可是,这位老大的理由,确实也是堂而皇之啊。 三对六。 三对六十也没问题。 阿儒恒哈哈大笑。 一听说有的打,他就兴奋得不行。 六十。 有本事你一对六。 我们在旁边看着。 司马矜持不懈地道。 阿儒恒道,那怎么行,好不容易有和师弟联手的机会。 他可不傻。 史莱克奇怪其他六人能够和唐武林并称,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一对六他哪有半点把握。 唐武林向阿儒恒和司马矜持道,二位,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 因为修为上的差距,我们可是不能动用斗铠的。 但他们却可以。 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大意。 阿儒恒和司马矜持现在都已经是三字斗铠师了,如果他们动用斗铠的话,凭借三字斗铠的强大增幅和斗铠领域,对于史莱克六怪来说自然就不公平了。 毕竟,阿儒恒和司马矜持现在可都是封号斗罗,而且都是超强的封号斗罗。 就算是一般超级斗罗都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好。 司马矜持毫不犹豫地点头。 对于这一战,他信心十足。 斩龙刀破风,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真正来历,也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真正与自己的斩龙刀融为一体了。 经过和黄金龙枪的不断打磨,斩龙刀现在锋芒泪敛,神韵自生。 司马矜持的修为更是一日千里,进步速度奇快无比。 但他也明白,因为是唐武林以黄金龙枪为他开封,成就了斩龙刀今日成就,所以,无论怎样,他都要好好守护好唐武林。 一旦唐武林出事,身为龙族法刀,他自己也必然要出大问题。 虽然不清楚会有什么结局,但每当他脑海中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心中就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 第1203章人齐了 所以,司马矜持现在已经任命了,无论什么时候,跟随在唐武林身边就是。 来到唐门地下世界,司马矜持和阿儒恒也是大吃一惊。 唐门竟然有如此地方。 这可是在天斗城下呀。 官方居然一无所知。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如果唐门想要毁灭一座城市的话,恐怕会比上次使来客城被毁更容易吧。 阿儒恒已经深深的被唐门的弟弟世界震惊了。 唐武林晨声道,大师兄,司马兄,唐门地下世界的一切一定要保密,就算是对血龙小队的兄弟们也不能说。 这是唐门最大的机密。 哦,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们。 多情窦罗和血一两位勉下,已经将唐门门主的位置传给了我。 司马金驰和阿儒恒对视一眼,都不禁心神威震。 他们都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唐门能够成为血神军团四大支柱之一,可见他的地位。 相比于传灵塔,唐门要低调的多,万年多来,主要的经营手段都集中在浑倒器的开发和制造中。 也以此为生。 相比于传灵塔,唐门的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和史莱克学院一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但和传灵塔相比,低调的唐门更不显山露水。 所以,没有人知道唐门究竟有多少底蕴。 当唐门总部被炸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唐门完蛋了,尤其是在之后这段时间之中,唐门更是不断的收缩自己的经营范围,甚至在表面都已经不可见了。 可谁能想到,唐门竟然还有如此一个地下世界。 这些老资格的宗门,真的不能以常理度之啊。 其底蕴之深厚,是想象不到的。 他们都知道唐武林回到天窦城的目的,为的就是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光复史莱克学院。 但他们同时也很清楚,这件事是何等的艰难。 但现在当他们看到唐门似乎深不见底的底蕴后,再加上唐武林已经是唐门门主这个事实,他们终于感觉到,似乎唐武林想要做的一切,也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 唐武林用魂岛通讯通知了伙伴们在阎武厂等,所以他直接就带着阿如恒和司马金池来到了阎武厂。 为了众人的安全,他请来了光暗斗罗和圣灵斗罗二位作为裁判和监督。 毕竟,到了他们这个层次,比试过程中想要授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不好,就会造成伤害。 等他们到达阎武厂的时候,圣灵斗罗已经在场地边缘,坐在椅子上似乎是在闭目冥想。 他依旧是那么美。 但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唐武林都不禁心中难过,因为这位圣灵斗罗身上,早已感受不到生机。 他整个人都死气沉沉的。 龙老也到了,正在和徐励志低声说着什么,徐励志听得眉飞色舞,脸上胖嘟嘟的肥肉轻微的震颤着。 当初海神员相亲大会之后,龙夜月就收了徐励志为徒,教导他修炼。 等到从魔鬼岛回来,时间不久就出现了大姐。 实际上他跟随龙老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 再见到师父,徐励志的心情之好,可想而知。 司马金池才刚刚走入比赛场地,突然感觉到了什么,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在另一侧,一名少女正盘膝坐在那里,但目光却落在他身上。 四目相对,司马金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居然略微有些刺痛。 同时也认出了这少女的身份。 可不正是在星斗战网权联邦挑战赛上给自己带来不小麻烦的那位用剑少女吗? 他也是史莱克七怪之一。 原本他的心情和阿如恒一样,都还是很轻松的,但在看到叶星兰之后,不自觉的产生出几分警惕。 虽然他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封号斗罗层次,但今天的这场切磋,他们是不能穿戴斗凯的。 而当初在和自己那一战之中,这个女孩儿竟然领悟了剑魂的奥义,经过这些日子修炼,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对付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也有他这样的水准,那么,今天三对六这一场,也没那么容易打呀。 看到他们到来,乐正宇,原恩叶辉,叶星兰,徐晓妍和谢谢也都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徐立志也和龙老说了一声之后大步而来。 谢谢最先来到近前,看着身形高达壮硕的阿如恒,忍不住道,大力神,你可真是高大,见到真人比在星斗战网里面感觉压迫性大多了。 嘿嘿,阿如恒笑了笑,同时抬起右臂,把自己夸张的肌肉展示出来。 叶星兰的目光却一直都在司马金池身上,又见面了。 稍后领教。 司马金池道,丫头,看起来,你对剑魂的领悟不错。 可惜,你和我的差距,不是这么短时间就能弥补的。 叶星兰没有再开口,反而是闭上眼睛,原本释放在外的风锐气息在这一瞬消失了。 司马金池眼神一动,运见。 好家伙,这丫头真是很不一般啊。 人到齐了,就开始吧。 龙老的声音传来。 此时阿如恒和司马金池才注意到这位。 两人的目光落在龙老身上的时候,都是微微一阵。 龙老看上去老太龙中,似乎只是一个普通老妇人的样子,鸡皮鹤发,身上没有半点惊人的气息。 可是,阿如恒和司马金池现在怎么说也都是封号斗罗层次了,刀神斗罗司马金池,本体斗罗阿如恒。 在同代人中,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 虽然他们看不出龙老身上的气息,可只是远观,却依旧能够感受到龙老身上那种令他们必须要仰视的特质。 那是一种心念感应,正因为龙老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似乎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才更觉得可怕。 这分明就是精神层面远在他们之上的感受啊。 灵欲镜精神力是没跑的了,再加上这年纪。 真没想到,史莱克学院或者是唐门,竟然还有这么一位大能存在。 不用唐武林说,阿如恒和司马金池就已经主动向龙老公身行礼,见过前辈。 龙叶跃道,不用客气,先打了再说。 唐武林看向众人,在场的都是他的好伙伴。 这一场比试,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熟悉。 感受大家的修为都到了什么程度。 之前他和乐正宇那一场,实际上可以说是唐武林输了。 他还是小看了乐正宇的进步程度,没有在第一时间展现出自己真正实力,以至于乐正宇的圣容术直接破掉了他的血魂融合剂。 但同样的错误,唐武林可不会第二次再犯,此时脸色虽然平静,但内心之中,战役却已经熊熊燃烧。 通过这一战,他也要好好看看,伙伴们都成长到了怎样的程度。 双方各自后退,退出到远方。 光暗斗罗龙夜夜似乎迈出一步,下一瞬就到了圣灵斗罗身边,他大手一挥,炎武场的防护罩已然开启,将整个场地覆盖。 不仅如此,还有一层黑白双色的光运出现在防护罩外层。 那是龙老的光暗之力。 第1204章 比试开始 唐武林不禁多看了几眼,虽然他没有和龙老的光暗之力真正碰撞过,但那天感受过龙老的精神领域之后,对他的刺激还是相当不小的。 三对六,在人数上绝对占据下风。 但在个体实力上,毫无疑问,还是唐武林、阿如恒和司马矜持更强。 但个体强大永远都不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利,唐武林深知,在配合方面,自己的伙伴们这么多年的默契会有多大的加成。 双方距离足有两百米站定,遥望远方凝视。 从魂师的类别搭配来看,也是使莱克六怪一边更为合理。 乐正宇,袁恩叶辉和叶星兰三人为强弓系战魂师,徐小言是控制系战魂师,谢谢是敏弓系战魂师,徐立志作为辅助系的实物器魂师。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配置了。 唐武林这边三人,都是强弓系战魂师,唐武林自己可以身兼控制系战魂师。 开始 龙老一向是那么简单直接,没有什么过多的叮嘱,直接宣布了这场比赛的开始。 唐武林第一个冲了出去,左脚跺地,引起震天轰鸣,整个人宛如一道金色剑矢一般,直扑对面的使莱克六怪。 阿如恒和司马矜持在他两侧,也是同时起步,三个人一上来,就将自己的武魂拳都释放了出来。 唐武林身上升腾着七个魂环无庸置疑,尤其是那绿金色魂环和两个成金色魂环分外醒目。 也越发的令人震撼。 说到成金色魂环,实际上他的伙伴们也都能拥有,但因为之前一年大家并没有在一起,他们还是先后突破了七环修为,没有在第七魂环来吸收唐武林身上带着的植物系众位凶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乐正宇是因为家族方面对于第七魂环有非常重要的要求,为了圣荣术的可能,他必须要以原本的天使魂灵为第七魂环。 叶星兰是到了突破剑魂的重要阶段,不能停下来等待吸收植物凶兽,索性就直接突破了。 谢谢的情况和叶星兰差不多,在达到七十级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自己武魂的变异,为了能够成功,第一时间就完成突破。 徐励志本来是想等的,但当时他所修炼的能力自行就引发了原本的魂灵,直接完成第七魂环融合。 原恩叶辉双生五魂,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决定在第八魂环采取融合植物系凶兽。 因此,最终就只剩下一个徐小妍可以融合。 可其他人都提升到七魂了,尤其是看到乐正宇在闭关努力冲击,他去了观星台,在那里完成突破的时候,心急之下也就没有等待。 他那时候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第八个魂环在融合植物系凶兽了,而且植物系凶兽也未必就一定适合他们,那自己所幸也就提前突破得了。 因此,唐武林那六大凶兽还跟随在身边,还没有被伙伴们融合起来。 拥有成金色魂环的,也就只有他一人而已。 唐武林三人以三角战阵的形态向前冲锋,另一边的史莱克六怪经过先前的商议,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阵型。 谢谢只是向侧面跨出一步,人就悄无声息的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袁恩叶辉坐镇中央,乐正宇和叶星兰分别在他两侧,徐小妍在他身后,最后面是徐励志。 此时六怪的腮帮子都在蠕动着,咀嚼着包子,但因为动作隐秘,连唐武林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吃哪一种包子。 想来应该是嗜血豆沙包之类。 除了消失的谢谢之外,面对唐武林的正面冲锋,其他五人都没有动,看上去是以一代劳之势。 唐武林的速度越来越快,金龙双翼在背后竖起,调整着前冲的方向,黄金龙枪已经在掌握之中。 气势之灵力,就连空气仿佛都要被破开一般。 两百米的距离,对他这等修为来说不过就是几次眨眼的功夫罢了。 阿如横和司马矜持落后一步,但两人修为更强,速度也绝对不慢。 阿如横手持斩龙刀,他所面对的方向正是叶星兰,四目相对,他从少女眼中看到了无比强烈的战斗欲望。 看着邪星兰,他仿佛就看到了以前的自己,但和他不同的是,叶星兰并非好战,而是对于剑的极致追求。 他的剑魂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这一战,不会结束得太快吧? 虽然是三对六,人数处于劣势之中,但司马矜持对这一战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他熟悉唐武林的实力,知道他现在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在都不穿戴窦凯的情况下,一对一,他也不是唐武林的对手。 这可是九环对七环。 唐武林的金龙王能力对自身增幅之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阿如恒德想法和司马矜持差不多,他也不认为史莱克六怪六名七环浑胜就能赢得了他们三个。 正常情况下,封号斗罗对阵浑胜,一对七都应该轻松的很才对。 如果不是今天面对的是史莱克六怪,他甚至连参加这场对阵的兴趣都没有。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或许,在三人之中他是唯一一个认为这一战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获胜的人。 因为他太了解伙伴们的实力了。 他们每个人的强大,都是大家一起成长起来的。 参军一年,他自己脱胎换骨了,但伙伴们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他那看似全力的冲锋,实际上还是有所保留的。 而且,他的目光并不是落在袁恩叶辉身上。 而是袁恩叶辉身后的徐小言。 他很清楚,真正能够阻挡住自己全力冲锋的人,是他才对。 当唐武林的冲锋超过百米时,眼看双方距离拉近了,他也刚好看到,徐小言手中星帐光芒闪烁,似乎就要释放魂迹。 正因为太熟悉,所以唐武林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两道紫电般的光芒从他双眸中电射而出。 唐武林的紫迹魔童虽然还没修炼到最后一步的浩瀚层次,但以他现在的精神修为,就算只是第三层次的紫迹魔童,在精神冲击方面也是极其强悍而恐怖的。 换了普通魂圣,就算被他一击抱头都不是没有可能。 唐武林很清楚,徐小言这星帐的能力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绝对成立性。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史莱克七怪的原因。 所以,他绝不能让这绝对成立出现。 那就唯有打断他的出手才有可能。 因此,唐武林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紫迹魔童精神冲击,凭借着灵欲镜的精神层次修为,在突然攻击的情况下,他相信,就算徐小言有所准备也挡不住。 毕竟,伙伴们并不知道他已经是灵欲镜层次了。 紫光一闪,那犹如实质的紫金色光芒哪怕是在唐武林身边两侧的司马金池和阿如恒都清晰地感觉到了。 并且深深地为之忌惮。 如此恐怖的精神攻击,换了是他们,也抵挡不住啊。 从侧面都能感受到。 更何况是正面了。 在和唐武林切磋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在紫迹魔童上吃过大亏。 唐武林最近苦修精神力,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将自己的紫迹魔童修炼到顶级层次,突破浩瀚境界。 到了那时候,他相信,自己也能够更容易获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 但是,另三人都为之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当唐武林双眸之中紫光闪烁,紫迹魔童施展出来的同时。 他却惊讶地看到,对面的徐小妍抬起头来,并且向他露出了一个有些诡异的微笑。 看到徐小妍脸上的笑容,唐武林心头就是一紧。 当初,刚刚来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徐小妍就以演技大师一般的能力在班级中有了立足之地。 更何况是现在,他的笑容绝不会无地方使。 一层金蒙蒙的光幕,也就在这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史莱克六怪身前。 唐武林的紫迹魔童冲击,差之毫离没能越过这层屏障,直接轰击在了这层光幕之上。 第1205章 违攻 按理说,能量形态的防御也不可能挡住精神冲击,可徐小妍这一下却就是做到了。 一层紫色光运在屏幕上扩张开来,向外扩散。 而徐小妍自己根本就没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唐武林本体也已经冲锋到了他们面前,身形闪烁之间,黄金龙枪就刺终在了那光幕之上。 在那一瞬间,唐武林突然感觉到,自己仿佛刺入的不是一个屏障,而是刺入了虚空一般,锋锐无匹的神器黄金龙枪此时感受到的是前方的空空荡荡。 仿佛所有的一切在那一瞬都已经消失了似的。 眼前也似乎在那一瞬失去了对手。 而在其他人眼中看到的是,唐武林的黄金龙枪没入光幕之中消失无踪,他那急速冲击的身体在和光幕重合的时候,也变得恍惚了,仿佛一刹那就已经消失似的。 这 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袁恩叶辉,乐正宇和叶星兰三人同时动了。 袁恩叶辉双腿微弯曲,坐马步撞,同时右拳缓缓的轰击而出。 无数气流瞬间在他拳头表面聚集,飞速外眩,再重新内眩,一个恐怖的正反漩涡随之形成。 然后直接朝着唐武林当胸轰去。 叶星兰身形一闪,人已经化为星光,无与伦比的剑翼化为剑魂,身剑合一,直奔唐武林。 乐正宇也是毫不示弱,背后十二亿天使光影出现,圣剑瞬间与天使融合, 天使降临,审判之光。 三个人的攻击,完全是朝着唐武林去的,对于阿儒恒和司马金池,却是连看都不看。 而也就在这时,两道光环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司马金池和阿儒恒脚下。 光环出现的太突然了,令他们避无可避。 两人那原本宛如混倒坦克一般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甚至向前扑跌,就那么被定了一瞬间。 一道道星光锁链盘绕而上,困住了他们。 尽管只是一瞬间,两人就挣脱了锁链。 但是,一秒钟绝对成立的僵持却依旧产生了作用。 一秒,在战场上只需要一秒的时间,就足以扭转战局。 只是一秒,就让史莱克六怪完成了一次对唐武林的完美围攻。 那层金色光幕实际上也只是阻挡了唐武林一秒而已,可是,也正是那一秒,化解了唐武林的精神冲击和全力以赴的一击。 这就是实力,真正恐怖的实力。 六对一的局面,就在这一瞬形成了。 在身体僵持那一秒,阿如恒脸色变了,司马金齿脸色也变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竟然还有一个控制力如此之强的存在。 而也就在同时,他们看到的,是唐武林身上暴闪的光芒。 他全身金色鳞片在这一瞬仿佛都变成了镜面一般,急速闪烁。 首先落在他身上的,就是云窝神拳。 剧烈的轰鸣声中,唐武林身上金光暴射的同时,气势也随之暴增。 金龙霸体 在自己感觉到攻击落在空处,或者说是看到精神冲击落在空处的那一瞬间,唐武林就把自己这个魂迹释放出来了。 他那敢等待。 此时此刻,他面对的,可是自己最强的伙伴们呢。 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面旁上,唐武林面对围攻却从容不迫。 云窝神拳的强大,不只是在于本身的攻击力,更在于对力量的掌控。 如此沉重的一拳轰击在身上,却并没有将唐武林轰飞出去,反而像是把他的身体粘住了似的。 令他整个人都停滞在半空之中。 审判之光就在这时落下,狠狠的轰击在唐武林身上,光的速度总是比叶星蓝的星神剑更快一分。 唐武林右手一挥,黄金龙枪上金光璀璨,一层金灿灿的龙刚透体而出,借助金龙霸体反馈回来的能量骤然向外膨胀开来。 不仅如此,他身上排在第五位的金色光环也随之光芒大放,赫然正视金龙震报。 龙刚加金龙震报的效果超强,竟是一下把乐正宇在武魂真身状态下释放的审判之光震散了。 与此同时,他那高举的黄金龙枪瞬间幻化出万千道光影,不只是挡向叶星蓝的星神剑,更是将面前的元恩叶辉,乐正宇和叶星蓝三人全都笼罩在内。 这就是唐武林,和以前相比,他早已不同。 丁,翠鸣声中,唐武林惊讶的发现,在自己面前的星神剑似乎变得虚幻了,下一瞬,竟然有投影在自己脑海之中的感觉。 他的星神剑已经能够通过剑魂气息投影,进行精神攻击了。 同样的攻击,唐武林在面对狂风刀魔司马金驰的时候曾经面对过。 虽然熟悉,但却不得不惊讶。 无疑,现在的叶星蓝,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剑魂奥义。 也就在这时,虚幻之中,一道光影悄无声息地找上了他的脖子,这道光影出现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唐武林都没有发现。 龙岗镇报刚刚爆发,正是回收的时候。 这一攻击时间恰到好处,刚好是龙岗最薄弱的时刻到达。 龙岗在他的冲击下,竟然悄无声息地分开,虚幻的荡漾,就像是受到了空间波动的撕扯。 当唐武林感觉到危机的时候,那虚幻的光影已经到了后驳梗。 谢谢。 唐武林一瞬间就知道这攻击是来自于谁了,原来这一轮的攻击,最终收尾的并不是叶星蓝,而是谢谢。 他们竟然没有分出一点力量去对付阿儒恒和司马金石,而是全身心地围攻自己。 这还真是对自己厚爱呀。 真是自己的好伙伴们。 唐武林顾不上无奈,谢谢这一击可不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此时,受到剑魂影响,他的千夫所指并没有完全完成。 更重要的是,深厚的谢谢攻击时机掌控得太好了。 乐正宇的审判之光被自己震散了,但圣剑已经从旁边斩来。 正面的圆恩叶辉,一记云窝神拳被金龙霸体吞没,但第二击又到了。 而且有种一浪高过一浪的感觉,攻势更加强盛。 在这一刹那唐武林就做出了判断,被伙伴们这样围攻,自己绝对坚持不了三轮就要完蛋。 不能正面碰撞,想要战胜他们六人联手,自己必须要和身后的伙伴们会合才行。 阿如恒和司马金石此时刚刚挣脱了星轮锁链的控制,正要向前冲锋。 可就在这时,徐小妍的控制又到了。 星光璀璨 无数星光积射而出,分别落在阿如恒、司马金石和唐武林三人身上。 另三人的动作都是一将。 论时机掌控这方面,就算是唐武林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强过徐小妍。 徐小妍的这一下控制实在是太准确了,星光第一个就落在了唐武林身上,刚好是他左手回转,试图去抵挡谢谢攻击的时候。 就是这一下,虽然只能让唐武林停顿一瞬间,可就这一瞬间就已经够了呀。 他们还真是。 唐武林发现,徐小妍的控制比以前更强了,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停顿了,就连思维似乎都同时停顿了似的,暂时失去思考能力,在同时面对这么对强者的情况下无疑是个灾难。 第1206章出圣 唐武林知道,自己终究还是大意了,还是小看了伙伴们的成长。 从一开始,他就不该这么快的直接冲过来。 拉开了和司马金池,阿如恒之间的距离。 以至于孤军深入。 而伙伴们也针对得起自己,他们的战斗目标很简单,就是一上来先把自己解决掉。 然后再对付阿如恒和司马金池。 六个人一条心,而且分明是嗜血豆沙包产生了效果,攻击之强烈,自己竟然也有些抵挡不住。 金龙霸体刚刚用过了,虽然挡住了第一轮攻击,可是,谢谢这一击却实在是太致命了。 此时此刻,哪怕是在场边观战的龙叶月,都不觉得唐武林还有机会。 但他脸上却充满了笑意。 史莱克奇怪,如果只是唐武林一个人强大,那算不了什么? 个人的力量再强也终究是有限的,当同时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总会分身乏术。 史莱克七怪都强,那才是真正的一代强者,才真正能够振行史莱克学院,让学院重新屹立于大陆巅峰。 龙叶月眼看着唐武林陷入困境,怎能不开心呢? 这些小家伙们果然都长大了呀。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唐武林已经无可抵挡的时候。 一声剧烈的心跳突然出现了。 咚咚。 剧烈的心跳声中,周围的所有一切似乎都安静了似的。 正在攻击唐武林,也是距离他最近的谢谢,明显身体停顿了一下。 这心跳声并不是来自于唐武林,而是来自于后方的阿儒恒。 被星光璀璨命中的第一个是唐武林,之后才是阿儒恒和司马金池。 但也就在他们被命中之前的一瞬间,阿儒恒的心脏传出了声音。 团队战之中,如果一方没有控制系战魂师,那就实在是太吃亏了。 阿儒恒本身不是控制系,但他却凭借着本体宗的先天秘法,拥有着一定的控制系能力。 所以,就在刚刚这一瞬间,他将这份控制力释放了出来。 沉重的心跳声,影响到了史莱克六怪每个人。 事实上,他们在观看星斗战网拳联邦挑战赛的时候,都曾经看到过阿儒恒在比赛中通过心跳来影响对手。 可看过是一回事儿,真正在战场上遇到就又是另一回事儿了,更何况,现在的阿儒恒和当初相比,可是从魂斗罗提升到了封号斗罗层次,是真正的本体斗罗了。 先天秘法也在进一步,真正进入到了大圆满境界。 所以,这一声激昂的心跳,令史莱克六怪的心跳都仿佛露了一拍似的。 心脏攻血不足,也让他们的五魂输出出现了停顿。 星光璀璨的效果,背影生生的抵消了。 唐武林笑了,自己终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已经翻转到身后的右手之中,荧光一闪,又是一柄长枪凭空出现,赫然正是当初威震天下的擎天斗罗的那柄擎天神枪。 荧光璀璨,挡住了背后的攻击,叮得脆响声中。 谢谢这一击总算是被化解了。 与此同时,唐武林身上的魂环突然亮了起来,不是五个金色魂环,而是瞬间切换到了自己的七环。 也并非五魂真身,在这时候,他点亮的,竟然只是自己身上的第二个魂环。 史莱克六怪对唐武林都非常熟悉了,自然知道他的第二魂迹是什么。 蓝银突刺阵。 在这个时候,用蓝银突刺阵有什么用? 难道他认为蓝银突刺阵还能控制得住众人吗? 此时,众人都在围攻唐武林,蓝银突刺阵确实是能够将大家都笼罩在内。 但那毕竟只是第二魂迹,就算是笼罩了整个战场又能如何? 以史莱克六怪现在的实力,都有多种办法来应对这样能力较差的控制了。 可就在他们认为唐武林这一下控制并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时候,令他们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一根根粗壮的蓝银草骤然从地面下方冲出,但是,当他们冲出的刹那,原本的蓝色就变成了夺目的蓝金色,并且带着阵阵龙银。 就像是一条条蓝金色的小龙从地面上冲出来似的。 每一根蓝银草的前端都变成了龙头模样,更令人吃惊的是,还带着金萌萌的光滑。 命中是必然的。 因为他已经笼罩了方圆百米范围内。 所有人也都用出了他们自认为能够抵挡的能力,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在第一时间被这蓝银突刺阵控制了。 全身都出现了僵直,甚至连血脉仿佛都被什么压制了似的。 所有人的攻击几乎同时中断,令唐武林身上的压力骤然消失。 一抹诡异的微笑也随之出现在唐武林面庞上,手中黄金龙枪和晴天神枪同时横扫。 分别抽击在了近在咫尺的乐正宇和袁恩叶辉身上,将两人抽飞了出去。 这还是因为是同伴,他手下留情了。 并没有权力以赴。 可就算如此,两人也被远远抽飞。 与此同时,唐武林手中晴天神枪消失,左手闪电般向身后抓出的同时,右脚跺地,金龙汗的。 八条蓝金色巨龙冲出,同时震荡波继续传出。 另想要施展控制能力的徐小岩再次僵直。 就连夜星蓝的星神剑也受到了影响。 被终于从后面冲过来的狂风刀魔司马矜持挡住。 在魂师的战斗中,往往很多时候一个魂技就能改变战局。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魂师在修炼的过程中都必然会追逐强大魂技的原因。 刚刚还处于绝对劣势的唐武林三人,就是凭借着那一个看似简单的蓝银突刺阵瞬间就改变了局面。 作为主要攻击力的乐正宇和袁恩叶辉被抽飞,唐武林面前已经无人可挡。 一闪身就到了叶星蓝面前,抓住的左手之中,一道身影也被他从虚幻的空气中拉拽了出来。 但在被拉出的一瞬间,谢谢竟然在他手中直接虚化消失了。 但是,这已经无法改变此时战场上的局面。 唐武林面带微笑地用右手黄金龙枪在徐小岩的肩膀上敲了敲。 徐小岩的控制是强,可一旦被反控并且被晋身,那他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徐立志在徐小岩身后,看到近在咫尺的唐武林,立刻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投像,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食物系战魂师,在战场上本来就不应该是负责战斗的吗? 另一边,阿如恒已经如同狂风一般冲了出去,挡住了想要回原的乐正宇和袁恩叶辉。 这场比拼,已经没有了悬念。 唐武林长出口气,回身看向叶星兰和司马金池一战。 斩龙刀和星神剑在这短短时间内已经碰撞了数百次,密集的碰撞声中,叶星兰虽然不断后退,但他却就是坚毅地挡住了司马金池的攻击。 好了,停。 龙老的声音适时传来。 刀剑碰撞,叶星兰一个倒翻,远远向后方飘去。 此时他的脸色也是一片沉明。 虽然只是和狂风刀魔司马金池交手很短暂的时间,可就在这短短时间内他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1207章 再战 司马金池比原来更加强大了,而且感觉上似乎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了似的。 他那斩龙刀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刺耳的龙银声,令他的心神为之震荡,甚至都险些无法调动出自己的剑魂。 而碰撞中,斩龙刀更是威能巨大,每一次碰撞,都让叶星兰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星神剑在悲鸣。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断裂式的。 这在过去的战斗中还从未有过。 虽然司马金池现在是封号斗罗层次,可是,他这封号斗罗也太强了吧? 怎么会比以前强了这么多? 叶星兰的修炼已经非常努力了,可他却发现,自己和司马金池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像是变得更大了似的,这让他的自信着实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众人分开,谢谢也从虚幻中显现出了身形。 彼此看着对方,眼神中都带着惊讶和不敢置信之色。 龙叶月脸上的笑容此时已经收敛了,事实上,之前根本就没有人看到这位光暗斗罗在笑。 你们都在干什么? 打得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你们修炼的成果吗? 他的话是对所有人说的,毫不客气。 唐武林三人还好些,他们毕竟是获胜的一方,而另一边的史莱克六怪脸色就都变得有些难看了。 原本是占据了上风的,可就是阿儒恒那一下剧烈的心跳声却搅乱了整个战场。 谢谢忍不住向唐武林问道,老大,你的蓝银突刺阵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强大了? 唐武林微微一笑,那根本就不是蓝银突刺阵。 是我将金龙王血脉之力和蓝银草武魂相互结合来催动魂剂,我称之为血魂融合剂。 蓝银草武魂的力量可以作用在金龙王的血脉之力上,同样的,反过来也可以。 没错,那看上去简单的蓝银突刺阵,实际上应该称之为金银突刺才对。 使唐武林将自己的金龙王血脉气息注入到蓝银黄之中,才使用出的蓝银突刺阵。 二者结合,这乃是不逊色与五魂融合剂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猝不及防,伙伴们自然就被控制住了。 觉得输的冤枉。 这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们几个必死无疑。 龙夜月冷冷地说道。 史莱克六怪的脸色都显得有些难看,尤其是叶星蓝,低下头,作为主控魂师,他则无旁贷。 战术本来就是他制定的,可最终却输得这么惨。 你们是不是认为,人数多就能够战胜他们了? 在修为明显有差距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移上来就动用你们的斗铠? 难道你们的二次斗铠都是摆什么? 龙夜月毫不留情地斥责着。 是的,在之前的战斗中,史莱克六怪都没有动用斗铠,而在比赛之前是说好了他们可以使用斗铠的,而唐武林三人却不行。 如果阿如恒和司马斤只使用三字斗铠,那比赛就太不公平了。 但心高气傲的史莱克六怪却并没有再移上来就动用他们的斗铠。 这才导致了最终的溃败。 如果有斗铠的话,唐武林抵挡他们的攻击绝不会那么容易。 再来。 龙夜月丢下两个字,转身向场边走去。 再来。 唐武林看向阿如恒和司马斤铠。 阿如恒黑黑一笑,好啊。 我正好还没过瘾呢。 小家伙们,赶快穿上你们的斗铠,不然待会儿输了可别哭哦。 说完,他转身向最初的位置走去。 乐正宇咬牙切实的道,别得意,我们穿上了斗铠,你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司马斤铠的目光却一直都落在夜星蓝身上,沉声道,如果你有斗铠的增幅,或者,我可以考虑使用权力。 夜星蓝脸色有些发青,虽然没说什么,但很显然,他的心情也不会太好。 六怪聚集在一起,说了几句什么。 唐武林和司马斤铠,阿如恒则退回到之前的位置。 虽然最后赢了,但赢得也算不上轻松。 史莱克六怪无论是战术还是配合,其实都没有出什么差错,只是对于唐武林和阿如恒的能力判断不足,这才输掉了这场比拼。 说起来,在战斗中,双方都有不小的收获。 尤其是夜星蓝的群控能力,给阿如恒和司马斤铠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居然能够控制的他们毫无办法,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唐武林依旧坐镇中央,阿如恒和司马斤铠分别在他两侧,另一边,史莱克六怪也依旧排出了和先前一模一样的阵型。 开始。 龙老还是那么干脆。 双方的第二次比拼,开始了。 刚刚的交手对于他们来说都消耗不大,大家都是凝聚了魂合的强者,魂力恢复速度非常快。 不影响再战。 唐武林这次就没有先前那么冲动了,释放武魂的同时,黄金龙体也随之释放,右手握着黄金龙枪,和阿如恒,司马斤铠三人并肩而行,直奔对面走去。 同时,自身气势也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 另一边,史莱克六怪果然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战斗,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二次斗铠。 他们每个人的斗铠都有自己的名字,也都和身边的爱人有关。 六人依次是星智叶星兰,守星徐立志,龙叶谢谢,天霜元恩叶辉,星宇许小颜,天言乐正宇。 窦铠光芒璀璨,穿戴在身上,顿时令他们的气息飞速提升,和之前迥然不同。 七环魂圣加上二次窦铠,那可是九环封号斗罗层次修为。 虽然因为少了魂迹,不可能真正的和封号斗罗一样。 可对于史莱克六怪来说,他们现在任何一人的实力都绝对不逊色于封号斗罗了。 唐武林三人顿时感觉到压力大增,但越是如此,三人的情绪都变得越亢奋。 无论是唐武林还是阿如恒和司马金池,都是面对强敌才能最大程度压榨潜能的。 此时此刻,面对对面六名二字窦铠尸,他们自身的气息提升得也更加强烈。 咚咚,咚咚,咚咚。 阿如恒的心脏有力的跳动着,身体也随之膨胀起来,转瞬间就变成了高达七米的巨人。 皮肤表面蒙上了一层赤金色,那气势,感觉上比当初的雄军也不差多少了。 司马金池目光森然,斩龙刀宛如秋水一般光芒闪烁,在他身后,各种散发着邪恶气息的巨龙身影不断闪烁,重叠。 似乎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真正的投影一般。 斩龙刀表面的风锐散发着恐怖的威压,他每一步向前走去,似乎都伴随着巨龙的悲鸣。 坐镇中央的唐武林,龙刚闪烁,手中黄金龙枪前端枪芒吞吐。 香魂在脑海中回荡,全身气势提升最厉害的就是他,伴随着龙威的释放,令史莱克六怪的血脉都承受了不小的压迫力。 龙叶月脸上再次流露出了笑容,看着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战斗,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他多想自己也年轻个一百多岁,加入到他们之中啊。 自己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应该还没有他们这样的修为吧。 第1208章 压制 越看唐武林他就越满意,当然,同样满意的还有他的宝贝徒弟。 唐武林越来越有领袖的风范了,渊庭越智,哪怕是阿如恒和司马金驰这样的强者,在他身边,也不能影响到他的耀眼夺目。 双方距离缓缓拉近,史莱克六怪依旧选择的是以以待劳。 谢谢的身影又一次消失了。 徐小妍手中心脏上光芒闪烁,似乎随时都有出手的可能。 此时,在一身二字窦凯星雨的衬托下,他仿佛自身就是星空,无数星光闪耀,令星帐变得意义生辉。 被注意最多的也是他,毫无疑问,双方战斗,碰撞,最终胜负和控制系战魂师有最直接的关系。 徐小妍伴随着修为的提升,他那星帐的绝对成立控制实在是太霸道了。 就连司马金驰和阿如恒都为之深深忌惮。 就在这时,唐武林突然动了,他整个人猛然向前跨出一步。 这一步迈出得很大,而且踩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轰鸣。 对面的史莱克六怪几乎是瞬间就做出了反应,徐小妍手中星帐差一点就直接释放出了技能。 可唐武林这一步跨出之后,脸上却流露出了笑容,别怕。 吓人的! 六怪脸色都变得古怪起来。 可就在下一瞬,唐武林却突然变得虚幻了。 只有他身边的阿如恒和司马金驰才看到,他背后那一双龙翼在小范围内骤然拍动了一下,随之亮起的还有他身上的第三个金色光环,黄金龙飞翔。 之前已经吃过了孤君深入的亏,在六怪想来,无论怎样,唐武林都应该不会再孤君深入了。 而唐武林利用的,也就是他们的思想误区。 利用先前那一下的恐吓,影响六怪的心神变化,然后再突然发难。 这一下,不只是实力的爆发,同时也是心理战的使用。 以至于在他冲出的时候,六怪的反应都慢了半拍。 唐武林身上瞬间就亮起了金龙霸体的光芒,不仅如此,他整个人身上的龙刚也宛如井喷一般向外搏发。 又是龙刚加金龙阵暴,而这次则是一瞬间就用出来的。 徐小言终究还是反应很快,身上第六魂环光芒一闪,那层先前曾经挡住过唐武林的光幕又一次出现。 这层光幕名叫绝对星目,虽然只能维持一瞬间。 但就是这一瞬间,却足以产生超强的防御力。 也是绝对成立,其防御力之强,无论是能量,精神力还是物理攻击,全都能挡住。 上一次战斗,唐武林就是吃了这个亏。 而凭借着二次窦凯星宇的增幅,徐小言的绝对星目维持时间能够再增加一瞬。 但是,令他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唐武林那是在必备的冲击,眼看着就要撞击在绝对星目的刹那,突然停了下来。 只有颈喷一般的龙刚冲入其中。 不仅如此,他手中的黄金龙枪也随之消失了。 下一瞬,金银突刺再次出现。 大片的突刺阵向外迸发。 唐武林要的是一个时间差,就是要和徐小言展开反控。 绝对星目虽然挡住了金银突刺的第一下冲击,但唐武林的金银突刺却可以源源不绝,他的绝对星目却只有两瞬间的时间。 一旦绝对星目消失,那么,金银突刺的反控就会出现,哪怕是身穿二字窦凯,史莱克六怪依旧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阵型也就会被随之打乱了。 在了解了徐小言的能力之后,唐武林一上来就展开了针对性的手段。 史莱克六怪的战斗经验也同样丰富。 六人都没有后退,在这个时候一旦选择后退,后面的阿儒恒和司马金驰跟上来,那么,他们必将处于绝对的劣势。 所以,徐小言手中星帐上光芒一闪,一圈星轮兵链就出现在唐武林脚下。 只有先控制住唐武林,才能让他的控制技能无法发挥出功效。 这完全是控制方面的较量了。 唐武林背后,粉红色大花悄然出现,正是启罗玉金香,吞噬天地释放。 他竟然在和对手近在咫尺的情况下来施展吞噬天地,可见是有多么自信。 吞噬天地是通过启罗玉金香来施展的,就算他自己被控制,也不会影响到这个魂技的使用。 金银突刺被打断了。 绝对星目也同样落幕。 双方近在咫尺,唐武林眼看着就要承受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可就在这时,他的身体却猛然倒飞而出。 地面上,一根蓝银黄也随之绷紧。 谁都没有注意到,在唐武林前冲的时候,他身上竟然还留下了一根蓝银黄在后方,而且就在阿儒恒手中。 在他被控制并且使用出了吞噬天地的同时,被阿儒恒强行拉了回去。 这让正准备爆发的众人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说不出的痛苦。 尤其是乐正宇,他已经都用出五魂真身了,圣剑璀璨的光芒已经斩出,直接落在了空处。 唐武林这一下控制的相当巧妙,相当于是骗了徐小妍一个绝对星目。 唐武林相信,效果如此逆天的控制系能力,就算是徐小妍也不可能连续使用。 用一次之后,一定会需要时间才能再次使用。 而现在六怪虽然都穿上了豆铠,但他们刚刚吃过嗜血豆沙包,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削弱效果的。 所以他不急。 更何况,他承受了一个星轮兵链,却一点都不影响发挥出身上吞噬天地的效果。 空气中的能量分子疯狂的向他用来,令他自身气息持续飙升。 三人重新聚集在一起时,距离史莱克六怪就只有五十米了。 阿如恒大踏步前进,直奔六怪冲去。 司马金池手中斩龙刀升天,一刀斩邪龙,带着恐怖的威势,还是找上了夜星蓝。 硬碰硬,三对六。 准确的说是三对五,谢谢又消失了。 要硬碰了吗? 史莱克六怪之中,元恩叶辉身形猛然膨胀起来,泰坦之力,金刚泰坦,增幅魂技全部用出,一时间,气势暴增。 云窝神拳本来就是他结合自己空气炮创造出来的技能。 此时在泰坦巨元武魂的增幅下,云窝神拳的威力自然也是随之暴增。 轰。 首先碰上的,就是元恩叶辉和阿如恒。 强烈的碰撞声中,元恩叶辉竟然没有后退半步,和阿如恒的一拳拼成了平手。 虽然这是在窦恺增幅下才做到的,但可想而知,现在元恩叶辉的战斗力强悍到了何种程度。 他的云窝神拳又进步了。 竟然能够挡得住大师兄的力量。 唐武林也是一惊。 元恩叶辉和叶星蓝都是在团队中仅次于他的存在,个人战斗力都极强。 而且,他们提升的速度一点都不比自己慢。 连唐武林都惊讶,为什么元恩这一拳的力量会强盛到如此程度? 他不是吃过嗜血漏沙包,身体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吗? 阿如恒哈哈一笑,大叫一声,好。 再接我一拳。 一边说着,他抡起双拳,直奔元恩叶辉杂去。 这一次,他可没有手下留情。 身上青筋暴露,全身赤金色光芒闪烁,仿佛有光雾颈喷出来似的。 深吸口气,元恩叶辉整个人的身体再次膨胀几分,周围的气流变得剧烈起来,宛如盘旋的飓风一般,但在转瞬之间又被他压缩在了自己的拳头之上。 双方再次碰撞。 阿如恒只觉得自己仿佛命中了一个深海漩涡,在那急速的旋转中,他的力量被层层剥离,而在这漩涡的核心处,却有着难以形容的乱流,疯狂的撕扯着自己。 好强的技巧。 而元恩叶辉的感觉则是另一种,他只觉得阿如恒的拳都沉重如山岳,任由自己的云窝神拳如何削弱,似乎都无法降低其威能半分。 轰。 二次碰撞中,这一次,终究还是元恩叶辉在修为上逊色,就算有窦凯的增幅,和本体宗当代唯一修炼成先天秘法的本体窦罗相比,还是逊色了不少。 第1209章领域 元恩叶辉连退三步,阿如恒却是原地未动。 阿如恒眼中却流露着惊喜之色,从唐武灵口中,他早就知道自己面对的可是一个女孩子啊。 一个女孩子在硬碰硬的过程中竟然能够挡住自己的攻击,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另一边,司马金池也同样是惊喜的。 斩龙刀斩落,迎来的似乎是一颗星辰。 刹那间,星辰粉碎,但斩龙刀也随之回弹,同样是势均力敌。 在窦凯的增幅下,叶星兰自身气息飙升,星神剑比之前更稳固了许多。 剑魂绽放,仿佛无孔不入,又如同流星陨落,气势逼人。 刀来剑网,两人碰撞在一起,一时间,叶星兰凭借一己之力竟然挡住了司马金池的攻击。 二女分别挡住了两大封号斗罗,那唐武林所面对的,自然就是乐正宇了。 乐正宇的圣剑之前落空,是最难受的一个,眼看着唐武林到来,一道审判之光就轰击在了他身上。 唐武林释放金龙霸体,将审判之光能量吸收的同时,黄金龙枪闪电般刺出,正是老唐传授给唐武林的第一式枪法千夫所指。 万千道枪芒散开再凝聚,向乐正宇压迫而上。 乐正宇在剑法的造诣上远远不能和叶星兰相比,他擅长的是自己的属性。 面对唐武林的黄金龙枪,在千夫所指面前,他的圣剑瞬间就变得有些散乱了。 尽管背后的十二亿天使不断的提供给他增幅,自身还有二字窦凯的提升。 可唐武林通过吞十天的提升起来的魂力强度,再加上有金龙王之力的增值,压迫得乐正宇节节后退。 眼看着就要撞击在身后的叶星兰身上了。 唐武林虽然在攻击乐正宇,但他此时却并未全力以赴。 谢谢消失的很不正常,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动攻击,这家伙找机会的能力意向很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而且,徐小妍在发动了绝对星目和星轮兵炼之后,也已经半赏没有出手了。 以他现在七环的修为,这是不正常的。 但因为有乐正宇张开的双翼遮挡,再加上空气中能量狂暴,唐武林也不知道徐小妍在做什么。 心中还加着几分小心。 此时,可以说唐武林三人已经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优势。 别看比拼是三对六,实际上,六怪之中,有强大战斗力的只有四人,剩余的两个一个是控制系战魂师一个是食物系战魂师,都不能直接的参与战斗。 所以,只要阿如恒和司马金池任何一人得手,那么,这场比拼基本就结束了。 但以唐武林队伙伴们的了解,目前的局势虽然和自己之前用的小计谋有关,但他们应该没这么容易就瓦解才对。 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的提升都不小,但在战术方面不会一下就落下这么多。 从刚刚第一场的配合就能看出,他们还是很默契的。 所以,他一边压制乐正宇,一边在等,等待谢谢和徐小妍出手,一旦他们两人出手还被自己挡住的话,那么,这场比拼基本就结束了。 乐正宇面对千夫所指,真是使尽了浑身谢树才勉强挡住,手中圣剑光芒摇曳,在黄金龙腔的锋芒之中,圣剑随时都有要破碎的感觉。 他真的很强。 那天一对一的时候,如果他一上来就用出这么强的攻势,自己的圣荣术都未必能够完成啊。 可是,这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嘿嘿。 一声怪笑突然出现在唐武林耳边,唐武林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把右手挥了出去。 黄金龙腔在左手掌握之中,又一次用出了千夫所指,将乐正宇笼罩其中。 就算徐小妍在这个时候展开控制,也不会留给乐正宇太多的破绽。 与此同时,唐武林那挥出的右手力爪张开,赫然正是金龙孔爪。 或者说,这一击应该叫做金龙忌灭神抓。 他等的就是谢谢,这一声怪笑正是谢谢发出的。 而且在那一瞬间,他清晰的通过精神力判断出了谢谢的位置。 可是,也就在唐武林这一爪挥出的同时,他瞬间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剧烈扭曲起来,光线随之变得昏暗,炎武场消失了,周围突然变成了满天星斗。 这是。 唐武林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的金龙忌灭神抓自然也落在了空处。 在这无银虚空之中,无论金龙忌灭神抓的攻击力有多么恐怖,也无法展现出全部攻击威能啊。 这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 唐武林在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感觉到压力暴增。 领域 在下一瞬,他就自己给出了答案。 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刚亲自感受过了来自于光暗斗罗龙夜月的领域。 此时自己所陷入的空间,可不正是和领域十分类似吗? 他终于明白徐小妍在释放两次魂祭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控制场面了,他竟然是在憋大招。 他这个领域甚至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武魂真身啊。 应该是需要叙事才能完成的吧? 其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争取时间。 在这一瞬间,唐武林全明白了。 同时也是心头大喜。 虽然此时深陷其中,但一个如此强大的控制系能力,应用在实战中可想而知作用有多么巨大。 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以后他们共同的敌人必然要面对的场面呢。 他怎能不欢心雀跃呢? 就在这时,一股沉凝如山月般的力量突然从旁边出现,悍然轰向唐武林。 袁恩叶辉几乎就像是从星辰中钻出来的一般,云窝神拳连环,直奔唐武林而来。 不好,司马金池和阿儒恒应该是陷入领域之中被迷惑了。 这些家伙要先围攻自己。 唐武林一下就明白了伙伴们的战术,心中不禁暗暗苦笑,他们还真是对自己很好啊。 在这种时候都不忘了先把自己给解决掉。 虽然心中有些无奈,但在这个时候,唐武林就展现出了自身强大的意志力。 深吸口气,手中黄金龙枪刺出,刺目枪芒闪烁,硬挡云窝神拳。 与此同时,一道滔天剑翼从天而降,这次完全是一颗星辰陨落了。 可不正是叶星兰的星神剑吗? 唐武林左手一抖,擎天神枪出手,枪翼绽放。 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力量,挡住了叶星兰的攻击。 可邪星兰的剑魂已经大成,攻击的不只是他本体,还有他的精神。 一时间,叶星兰和袁恩叶辉联手,压制的唐武林大有几分应接不暇的感觉。 如果是公平战斗,唐武林就算是一对二也不会觉得有多困难。 但此时伙伴们身上都穿着二字豆楷,他的豆楷却已经被重新凝结了金属,都还没重新做出来呢。 自然就是大为吃亏。 哈哈! 老大,这次看你怎么办? 乐正宇从天而降。 一道璀璨的审判之光瞬间落下,狠狠的轰击在唐武林身上。 虽然唐武林有办法化解审判之光,但在他内心深处,对审判之光还是非常排斥的。 原因很简单,这种光速攻击根本就没法闪避啊。 只能硬扛,而每次硬扛之后,他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耗。 第1210章 踏出 王者之路 金龙霸体不得不再次用出,幸好之前还有吞噬天地吸收的能量。 一对三,唐武林在节节败退的同时,总算是勉强挡住了。 在这短暂的交手过程中,他心中也有了一定的判断。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在施展了这个领域类魂技之后,徐小妍应该是没法再进一步控制了。 总算是让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其次,现在阿如恒和司马金池应该已经迷失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帮手,伙伴们都穿着豆凯,这自己根本连一丁点机会都没有啊。 唐武林也是无奈。 可无奈又有什么办法呢? 必须要冲破领域才行。 唐武林相信,就算是武魂真身的情况下,徐小妍这个领域应该也无法支撑太长时间才对。 哪怕是有徐励志的孢子支持也是一样。 这毕竟是领域啊。 还要迷惑两个封号斗罗。 再怎么说,现在的徐小妍都只有七环。 尽管如此,唐武林还是为徐小妍高兴,以他现在的修为就能够拥有这样的魂迹了,那么,未来当他成为封号斗罗的时候,他这领域的强度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啊?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虽然抵抗艰难,但此时他却心情大好。 也正因为抵抗艰难,他自身潜能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 体内笼合剧烈的跳动着,心脏也在同步跳动。 唐武林在魂力上不可能比得过面前的三个人,但在力量方面,却是三个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他的。 此时他那一身怪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再加上对枪魂的理解,一人双枪,总算是勉强抵挡住了这凶猛的攻击。 他还有几分后手,两大魂灵还没有出手呢,有霸王龙和金羽在,总能为他抵挡一阵。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一旦领域结束,徐晓妍的战斗力必然会大幅度的削弱。 到了那时候,这场战斗还是他们会获得胜利。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森冷的气息突然出现在身后。 蟹蟹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老大,让你看看我这时空之龙的厉害吧。 风锐而虚幻的能量,又一次撕开了唐武林的护体龙缸。 唐武林吃惊的发现,蟹蟹的攻击和以前变得截然不同,连龙缸似乎都受到了空间波动的影响,可在他身上,又偏偏没有空间元素的展现。 这是什么能力? 尽管这些日子以来他的修为提升飞快,可一对四的情况下,却依旧有些觉得吃不消了。 要知道,这四个人,可都是和他同级别的史莱克七怪呀。 唐武林再怎么强悍,在同时面对四人的情况下,也不禁有些手忙脚乱。 轰,护体龙缸震荡,以龙缸催动金龙震暴,试图震开谢谢的攻击。 背后的风锐果然停顿了一下,但也仅仅是停顿而已,却依旧持续渗透。 史莱克七怪一向配合默契,谢谢背后偷袭时的话可不是提醒唐武林,而是提醒着其他伙伴们。 所以,在他攻击的同时,正面的叶星兰,乐正宇和元恩叶辉三人几乎同时爆发。 叶星兰全身星光大放,星至豆楷上亮起的一个个光点串联在一起,整个人就像是一柄瞬间觉醒的远古神剑一般,神剑合一,向唐武林斩来。 第七魂迹,五魂真身,星神剑体。 元恩叶辉身形暴涨,整个人完全兽化,双拳连环轰出,一团团巨大的漩涡在正面炸开,覆盖唐武林全身。 同样是第七魂迹,五魂真身,泰坦巨人。 乐正宇背后十二亿天使骤然变得清晰,第七魂环光芒闪耀,在他背后的四对羽翼同时长大,全身变得如同黄金胶筑一般。 第七魂迹,五魂真身,神圣天使。 三大强弓细战魂师,同一时间施展出了各自的五魂真身,正面强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唐武林腾步出手来去对付深厚的谢谢。 无疑,谢谢才是这四人合击的杀招。 徐晓妍以强大的领域能力控制住场面,让阿如恒和司马矜持暂时失去帮助唐武林的能力。 几乎是集中了六怪全部的力量,先对付唐武林。 虽然在三人之中,唐武林看上去是修为最弱的一个,可是,史莱克六怪都是他的伙伴,正因为是伙伴,他们才最清楚唐武林的潜能有多么强大,他是一个最擅长于创造奇迹的人,往往能够变不可能为可能。 所以,先解决他,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另外两人,这十六怪异开始就制定出来的策略。 现在看来,马上就要有奇效了。 唐武林一脸的悲愤,至于骂你们。 都穿着二字豆楷,还四个打一个,这也太不公平了。 就算他一身本领,此时此刻,也大有几分无法施展的窘迫。 这种层面的压力,上一次面对还是在面对雄军的时候。 但正像他的伙伴们判断的那样,压力越大,唐武林往往能够激发出的潜能也就越强。 这次他没有再使用金银突刺,面对都有二字豆楷增幅并且施展出五魂真身的伙伴。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就动用了自己最强的战斗能力。 刺耳的龙银声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身上的第七魂环也随之闪耀,五魂真身,蓝黄。 无数藤蔓宛如泉涌一般从他身上奔涌而出,每一条藤蔓都犹如巨龙一般,向外面爆射,同时覆盖向四名伙伴。 唐武林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冲向背后谢谢的蓝银黄在不断地破碎,折断。 但他也明白,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情况。 他的情绪非常稳定而冷静,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难以形容的平稳之中。 通过蓝银黄与金龙王血脉的融合,冲击,判断着伙伴们此时的攻击强度。 五魂真身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能够连带着让所有魂技威力倍增。 因此,激发出五魂真身的六怪还不是最强的时候,最强的是他们通过五魂真身来施展其他魂技。 就像当初乐正宇的圣戎术,就曾经破掉过唐武林的血魂融合激蓝黄龙升天。 因此,在自己激发出蓝黄真身的同时,唐武林身上金光大防,手中黄金龙枪前指,一股威灵天下般的霸道气息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王者之路 金光暴射,向前方蔓延,手当其冲的就是正面的元恩叶辉。 云窝神拳产生的一团团漩涡,在王者之路的金光面前纷纷泯灭,金光更是直接向他那庞大的身体笼罩过去,速度奇快无比。 到了魂胜这个层次,每一名魂师自身都有着超强的实力和感应能力。 元恩叶辉乃是双生五魂,更不例外。 他清楚地感觉到那金光对自己所产生的强大威胁,心头震惊的同时,一个闪身,就向侧面避开。 除了躲避之外,他瞬间判断出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 只能是尝试从旁攻击。 谢谢的攻击终于还是从后方落在了唐武林身上,但在那一瞬间,他只觉得自己命中的是一道金色幻影。 第1211章六怪的底牌 叶星蓝的星神剑体也同样斩击在那金色光芒之上,就像是斩入了熔炉一般,瞬间的精神惊恐令剑魂直接反弹。 乐正宇的攻击也不例外,同样是被弹开。 而在虚余之间,唐武林在王者之路的作用下,就已经到了百米之外。 王者之路 是不可挡。 这是精气神的完美结合,是自身所有能力的叠加。 不只是能产生恐怖的攻击力,同时也是冲出重围最好的技能。 唐武林并没有停顿,在王者之路冲出的同时,他的身体突然变得如同黑洞一般恐怖,在这一瞬,他已经将自己灵欲镜的精神修为提升到了极致,背后再次出现了大花起锣玉金香,吞食天地疯狂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 凭借着精神力的感应和吞食天地的作用,哪怕是在徐小妍的领域之中,也被他借用到了一部分天地原力。 紧接着,左手中的擎天神枪就被他投掷了出去。 不是朝着伙伴们,而是向虚空之中投掷而出。 孤注一掷。 这是除了王者之路外,唐武林领悟的另一招神迹。 晴天神枪爆射而出的瞬间,枪身上骤然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夺目白光。 那白赤色的光芒就像当初的晴天斗罗云鸣最后挡住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时那样,充满了晴天玉柱般的伟暗感。 枪身上诞生出一个个古朴的银色符纹,符纹闪耀,苍茫之气随之出现。 冥冥中,史莱克六怪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守护着他们的身影出现,刺出那晴天一枪的英姿。 轰隆隆。 领域震荡,一枪刺出,星辰灭。 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破碎,毁灭。 领域震荡,一道道裂纹崩溃的同时,周围景物也重新恢复。 依旧还在阎武场,但受到领域的影响,此时的狂风刀魔司马金驰和大力神阿如恒各自冲到了阎武场两侧远处。 不仅如此,两人头顶上方还各自有一道星光闪耀,不断地将一道道光芒照耀在他们身上,不只是侵蚀着他们的身体,也还减缓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行动看上去都像是慢动作似的。 而唐武林自己,则正是在史莱克六怪的围攻之中。 徐晓妍闷哼一声,一屁股坐倒在地,笑脸苍白,地漆浑环光芒暗淡。 显然,领域被迫,也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状态。 伴随着徐晓妍坐倒,阿如恒河司马金驰头上的星光才随之弱化,消失。 两人宛如风驰电掣一般,朝着唐武林这边冲来。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两人可都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呀。 司马金驰更是称呼唐武林一声主上。 可以他们二人的修为,在不能动用窦凯的情况下,居然被一个魂圣级别的控制系战魂水耍得团团转。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唐武林一枪刺破领域,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阿如恒河司马金驰距离他不过百余米,冲过来不过是虚余之间的事情。 自己只需要再挡住一轮攻击就足够了。 金龙霸体瞬间点亮,每一片鳞片都变得光滑如镜。 同时黄金龙枪抖动,以血魂融合剂之威刺出千夫所指。 受到领域破碎的影响,虽然乐正宇三人还在武魂真身状态之中,但攻击却明显慢了一拍。 谢谢身体幻化虚影,宛如一条虚幻的巨龙一般,直奔唐武林当头扑来。 昂,带着龙威的黄金龙吼爆发。 虽然谢谢的能力让唐武林有些头疼,但无论怎么说,他当初可是验证了唐武林的金龙王血脉对所有龙内武魂都有压制效果的。 此时唐武林这一声黄金龙吼爆发出来,强大的压迫力,直接令谢谢闷哼一声,竟是直接显现出身形来。 龙威的压迫实在太强了。 此时唐武林才看清,谢谢原本的龙叶豆铠上,覆盖着一层四针四幻的鳞片,鳞片看不清颜色,似乎在光影之中转化,形状是半圆形的,看上去非常奇异。 受到龙威震慑,他整个人虽然显现出身形,但当唐武林千夫所指的光芒落在他身上的时候,竟然就像是穿越虚空一般从他身上穿过了,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因为伙伴们现在都穿着豆铠,有很强的防御力,所以唐武林的攻击也就不会保守。 全力释放的千夫所指乃是他最熟练的枪法,完全是在枪魂境界上,更何况还是血魂融合剂。 一枪刺出,令伙伴们的攻势全都被挡住。 唐武林心中暗暗松了口气,金龙霸体都白用了,一秒的镜面效果消失。 但总算是挡住了。 阿如恒和司马金驰已经尽在咫尺,三人会合,徐小妍被破了领域,控制能力必然大减,这场胜利终于要拿到手了。 就在唐武林,阿如恒和司马金驰都认为这场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他们谁也没想到的变数突然出现了。 一只手掌,悄无声息的烙印在唐武林背后。 这只手掌的出现非常突然,他看上去胖乎乎的,就像是个大肉包,上面还有几个肉坑,可是,当他拍击在唐武林身上的那一刹那。 唐武林整个人身体瞬间僵硬,还没有力尽的千夫所指更是完全崩溃。 他眼中骇然,满是不可置信。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竟然会是他改变了战据。 恐怖的毁灭气息从背后蜂拥而入,哪怕是黄金龙体的防护和龙钢的抵挡,在这时也只能化解很小一部分毁灭之力。 为了应付其他四怪的攻击,唐武林可以说已经全力以赴了,又刚刚连续释放了极大魂技,无论是王者之路,孤注一掷,血魂融合技版本的千夫所指还是刚刚结束的金龙霸体,每一个魂技都消耗不小。 若非是他的身体强度,普通人早就承受不住了。 背后这一掌不只是来得突然,更是抓住了最合适的时机,是唐武林自身松懈,也是最致命的时刻。 昂,唐武林口中龙银骤然变得凄厉起来,龙合,心脏,魂合同时剧烈跳动。 强行激发金龙王第五魂技,金龙震暴伴随着他身体的剧烈抖动爆发开来。 可背后的毁灭之力也随之骤然变强,轰的一声,直接被轰飞得向正面的圆恩叶辉方向撞击而去。 阿如横和司马金尺脸上尽是骇然之色,在他们的注视中,只见唐武林全身都冒着紫色光芒,就连金龙王鳞片在这一刻都已经变得暗淡无光。 而就在唐武林之前所站着的位置上,一个满脸憨厚,一副人畜无害模样的胖子正站在那里。 他身上的窦楷闪烁着柔和的白色光韵,而他那拍出的宽厚手掌掌心之中,一个暗紫色的光球光芒闪烁。 毫无疑问,就是这暗紫色的光芒重创了唐武林。 唐武林此时只觉得全身麻痹,整个人都有种承受不住的感觉。 一身黄金龙体似乎随时都要崩解。 体内的魂力,血脉之力受到那毁灭能量的冲击,全都被搅动得支离破碎。 根本无法凝聚。 但那毁灭能量却只是在他后背处凝聚,虽然对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却并没有真的爆发开来。 无疑,这是对方手下留情了。 乐正宇,谢谢,原恩叶辉,叶兴兰,甚至是坐在地上的徐晓妍,脸上都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们太了解唐武林了,唐武林不只是战斗力强,而且本身的战役更是非人层次的。 任性十足的他想要被打败,以目前六怪的能力,虽然能够做到,但绝非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完成。 从一开始,他们就制定了针对唐武林的战术,就是要先将他击溃再说。 而分别了这么久,他们也不确定现在唐武林究竟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乐正宇之前把那天他看到唐武林和龙老碰撞的一击详细的分享给了大家,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制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战术。 当初在魔鬼岛学习的可不只是唐武林一个,他们每个人都是在魔鬼岛上被虐过来的。 第1212章 徐立志的争笼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知道,想要战胜唐武林,那么,首先就要给他设计一个让他根本想不到的局才行。 所以,从第一次碰撞,六怪输掉开始,这个局就已经开始了。 而他们所做的所有一切,除了针对唐武林之外,还在迷惑他。 这个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所有的布局都是真实的,如果前面的布局部分就能够战胜唐武林,当然是最好的。 后面就省事了。 而这些布局实际上也都在弱化一个人,弱化那个史莱克七怪之中最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人。 除了一开始,他提供了嗜血豆沙包给大家以外,几乎就一直淡化着自己的存在。 一直在默默的等待机会。 所以,六怪围攻唐武林的杀手锏,并不是那隐藏于虚空之中的谢谢,而是一直隐藏在旁边,一副人畜无害的徐励志,守兴徐励志。 就在唐武林认为已经抵挡住所有人攻击的时候,徐励志才最终出手。 在这最恰当的机会,一掌命中唐武林。 并且爆发出了唐武林难以想象的强大攻击力。 这个局部只是巧妙,更是一环套一环。 叶兴兰绽放出最强烈的光芒,吸引着唐武林三人的注意,再加上其他人都是竭尽全力在战斗。 最终用这个局掩盖了徐励志的最后一击,果然,一击攻城。 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还有大力神阿如恒和狂风刀魔司马矜持没有解决。 可尽管如此,已经解决掉唐武林的他们,无不大大地松了口气。 没有唐武林在,阿如恒和司马矜持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少了主心骨。 龙老一直在旁边观看着这一战,哪怕是徐小妍的领域,也无法阻挡他的视线。 当他眼看着最终出手的徐励志阵飞唐武林,毁灭之力注入的时候,他脸上也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微笑。 这些小家伙们,可真是了不得呀。 这份实力,这份心计。 这才真正不愧是史莱克七怪。 相比于第一场,他对这第二场可以说是大为满意。 而对于唐武林来说,他成长得太快了,一次的失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更何况他还是失败在他身边的这些伙伴们手中。 这些说起来慢,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 史莱克六怪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唐武林有多么重视。 尽管唐武林被徐力智以毁灭之力批飞,但谢谢,乐正宇,袁恩叶辉和叶星兰四人,却同时腾身而起,向他追去。 他们要真真正正的解决了唐武林才行。 可这样一来,党在司马金池和阿儒恒面前的,却只剩下了一个徐力智,还有跌坐在地暂时已经没有战斗力的徐小言。 这是要二换一的节奏。 可是,剩下四个人面对两大封号斗罗,就一定能够获胜吗? 龙叶月心中微动,他隐约猜到不会那么简单,但心中却更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些小家伙们究竟打算怎么做。 而答案,徐力智给出。 他周身肥肉颤抖了一下,漆黑如墨的地漆浑环骤然变大,圆形的浑环向外扩张的同时,他那肥瘦无比的身体就像是坍塌了一般向下沉去。 化为了一个巨大的。 蒸笼。 是的,那就是一个蒸笼,一个十分巨大的蒸笼,就连蒸笼看上去。 都给人一种白白胖胖的感觉。 蒸笼上面还有个盖子,但就像是下面有蒸汽在顶栋一般,盖子不断地抖动着,一个硕大的白白胖胖的包子率先从蒸笼下飞出,直接落在了徐小妍手中。 徐小妍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下,满嘴流油,暖意也随之侵入全身,先前的透支顿时缓解几分。 看到徐励志这个武魂真身,阿儒恒和司马金池虽然气势汹汹,却都不禁呆了一下。 这是什么鬼? 蒸笼。 蒸笼真身。 阿儒恒的第一个感觉是,饿了。 司马金池则是嘴角抽搐了一下。 谁能想到,竟然有魂师的武魂真身会是蒸笼。 可是,仔细想想,徐励志的武魂是包子,这武魂真身是诞生包子的蒸笼岂不是也说得过去。 这胖子这会儿还想着要给伙伴们增幅不成。 阿儒恒一马当先,一巴掌就朝着徐励志所化的蒸笼拍击而去。 但也就在这时,围绕在蒸笼周围的第六个魂环亮了起来。 又是一个包子飞射而出,这次的目标,正是阿儒恒。 阿儒恒顿时笑了,这小子是知道我饿了吧。 这是要给我个包子吃然后拖延时间。 想太多了,哥是那么贪吃的人吗? 是。 吃包子也不影响战斗,反正唐武林那边看上去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一巴掌拍向蒸笼,另一只手则是抓向那个包子。 可是,阿儒恒仔细一看那包子,却是愣了一下。 这包子的卖相有点奇怪呀。 虽然模样周正,可是,这颜色怎么是紫黑色的? 这是什么包子? 难道说是用什么果汁活面的不成? 就在他心中疑惑的同时,那包子中突然传来一股剧烈的能量波动。 不好。 阿儒恒大吃一惊的同时,那紫黑色的包子,爆炸了。 轰。 剧烈的轰鸣震撼全场,阿儒恒面前,那爆炸的包子瞬间化为一个紫黑色光球,在空中不只是炸开,更是维持在哪里。 恐怖的毁灭气息来得太突然了,把阿儒恒直接震得飞了出去。 虽然以他那本体秘法的防御力不太会受到重创,可是,这一下的爆炸力依旧让他震惊了。 尤其是里面所蕴含的毁灭之力,宛如夫骨之躯一般疯狂的向他体内侵入近来,摧毁着他的魂力和体魄。 这是什么鬼? 包子还有这样的? 首星徐力智,第七魂技,五魂真身,蒸笼。 第六魂技,毁灭炸药包。 这是徐力智两大魂技第一次登场,却震惊全场。 魂师界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魂技未知的魂师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今天这一战之中,徐力智将这一点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他的演出还没有结束,伴随着第一个毁灭炸药包飞射而出后,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紫黑色包子从蒸笼下不断飞出,直奔阿如恒和司马金池飞去。 在五魂真身的增幅下,这充满了毁灭之力的炸药包威力着实是恐怖,另外四怪根本就不是放弃了他,而是有信心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暂时抵挡住阿如恒和司马金池。 这份计算,这份配合。 哪怕是阿如恒和司马金池内心如何高傲,此时都不禁大为敬佩。 而就在他们被阻挡的同时,另外四怪却已经到了唐武林身边。 哈哈,老大,你也有今天。 谢谢大笑一声,一只手就朝着唐武林抓去。 只要控制住他,就相当于是唐武林脱离比赛了。 唐武林此时体内还有被徐力智轰入的毁灭之力,虽然被龙刚和黄金龙体消耗了一部分。 可剩余的那部分还在他身体内根植。 只要徐力智一个念头就能爆发。 无论怎么看,这场比试都已经结束了。 第1213章唐武林的底牌 解决了唐武林之后,再和众人之力去对付阿如恒和司马金池。 徐力智的武魂真身蒸笼弄出的包子能够增幅大家, 一旦徐小言恢复战斗力,那么,阿如恒和司马金池被拿下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六怪的计算之中。 砰! 但是,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谢谢的右手即将抓住唐武林的时候,金光一闪, 一条粗壮的藤蔓猛的将他的手掌弹开, 不仅如此,那金色藤蔓还缠绕住唐武林的腰猛的一抖,将他甩飞了出去。 金鱼! 老大,你这是苟延残喘啊! 谢谢惊讶的看着被摔飞的唐武林, 他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唐武林竟然还不肯放弃。 用魂灵来暂时缓解。 其他三人可没闲着,唐武林太容易创造奇迹了,他总是能够让一件事变得有无限可能。 所以三人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拍动着背后的翅膀向唐武林追去。 乐正宇飞得最快,他本身就有飞行能力,一边飞出的同时,还释放出一道审判之光向唐武林身上轰去。 庞大的身影骤然出现在唐武林身前,替他挡住了审判之光,巨大的霸王龙,一下就将唐武林的身体遮掩住了。 而此时此刻,在唐武林的额头上,一点碧绿色的光芒悄然闪烁,浓郁至极的生命气息骤然从他的眉心微中心爆发开来,传遍全身。 徐立志注入在他体内的毁灭之力被迅速消融着。 感应到自己的毁灭之力即将被吞噬,徐立志毫不犹豫地将其引爆,果然对老大还是不能留守啊。 哼!唐武林体内闷响一声,从他身上同时迸发出绿色和紫色气流,他的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显然,为了化解这毁灭之力,还是受到了不惊的伤害。 但也就在这时,他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他的声音也随之传入每个人耳中。 你们的底牌既然都翻开了,那么,该我了。 什么? 史莱克六怪同时一愣。 唐武林的声音太冷静了,丝毫都不像是一个处于劣势,并且身受重创的人啊。 他还有底牌。 难道说,大家所有的设计,都是在他的判断之中。 同样吃惊的还有龙老,龙夜月也想不出,唐武林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办法。 也就在这时,狂风刀魔司马金池身上的第九魂环光芒大放。 全身化为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昂昂昂,激昂的龙吟声,在演武场上的每一个角落响起,在那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龙窝一般,周围近视巨龙。 而那一声声嘹亮的龙吟声中,充满了恭敬与沉浮的味道。 身在空中的谢谢,更是直接从天上就掉下来了。 哪怕是当时最巅峰存在的光暗斗罗龙夜月,在听到这一声声龙吟时也是脸色大变,接连后退术步,自身魂力急速调整,才稳定住自己的身形。 这是。 反应最大的就是龙老和谢谢,其他人相对来说好一些,但在那激昂的龙吟声中也不禁血脉沸腾,一时间有种全面被压制的感觉。 一层金蒙蒙的光韵从唐武林身上向外扩散,不是先前的龙刚,而是一种无比威严的气息。 一道七彩光影随之出现在他身后,那七彩光影看似只有十米高,可却给人一种顶天立地般的感觉。 仿佛世间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似的。 唐武林在金光环绕之下消失了,没入七彩身影之中。 在他融入之后,那身影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可不正是唐武林的模样吗? 他身穿七彩华丽长袍,头戴龙冠,全身散发着无比威严之气,仔细看就能看出,那七彩长袍上布满了七彩巨龙的刺绣图案,才散发出的七彩光韵。 唐武林手链上的七彩晶体也散发出淡淡光韵,与他身上这华柜七彩长袍交映生辉。 低沉悠远的声音随之响起,刀来。 斩龙刀此时已经出现了变化,巨刀在空中变化,原本的粗犷变得滑贵,通体散发着七彩光芒,刀身周围,仿佛有无数巨龙悲鸣之声。 此刀一出,万龙屁翼,正是,龙族法刀。 无论是冲向唐武林的四怪,还是在下面的徐小妍与争龙状态徐立志,看到这一幕都不禁呆滞了。 此时此刻,唐武林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早已和他们不在一个层次范围。 天哪!这是! 武魂融合技!唐武林和司马精池之间的武魂融合技! 而且,怎么感觉上和武魂融合技还不太一样啊? 手中七彩长刀轻轻挥动,一道七彩刀芒宛如匹炼一般拍出。 没错,就是拍出而不是斩出。 砰砰砰! 三声问响同时传出,乐正宇,叶星兰和袁恩叶辉三人宛如炮弹一般被这一道七彩刀芒抽飞了出去,直接烙印在了远处的防护罩之上。 七彩身影从天而降,手持龙足法刀的他,给人的感觉看似实体,却似乎又在不断的扭曲,似乎要从这个空间正脱而出似的。 龙夜月子时的双眸变得异常清澈,一瞬不瞬的看着唐武林,这是,这分明是神的气息啊。 早就已经触摸到了半神层次的他,分明在唐武林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神体才有的味道,尽管非常微弱,并不是真正的神体,甚至和自己也相差甚远。 但仅仅是从层次来说,那一缕气息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真正的神体一般。 光影闪烁,七彩身影分化,唐武林和司马金池重新显现出本来身形。 司马金池还好一些,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唐武林却已是脸色一片苍白,身体摇摇欲坠了。 他中了徐力智一掌,再加上和司马金池完成五魂融合剂。 他毕竟才只是魂圣修为啊。 借助封号斗罗层次的斩龙刀来融合,自身消耗瞬间抽空了他剩余的魂力。 在司马金池的辅助下,才没有一屁股做倒。 唐武林一方圣。 没有了龙族法刀的压抑感,就连光暗斗罗龙夜月都有了松了口气的感觉。 看着唐武林的目光也不禁随之变化了许多。 真不愧是未面眷恋之人,他刚刚的气息,难道,是和龙神有关不成? 倒在地上的众人先后爬起来,谢谢,乐正宇,袁恩叶辉和叶星蓝四人的脸色也不比唐武林好看多少,受到龙族法刀的镇压,他们自身的魂力险些崩解。 如果那时刀芒直接斩击过来,他们瞬间就一刀两断了。 他们的底牌终究还是没能战胜唐武林,而唐武林的底牌却顺利的解决了他们。 这怎能不让人郁闷呢? 可却偏偏又毫无办法。 老大,你是不是早就发现我们的计划了? 谢谢忍不住问道。 唐武林瞥了他一眼,有一点吧。 励志被你们掩饰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一开始隐约猜到他可能有问题。 但小颜的领域太强,以至于我在那时候都忽略了,一味自己猜测错了,励志之前是一直在给小颜辅助。 所以,还是中了那一掌。 你们的计谋可以说是成功了。 第1214章 魔高一仗 但我之所以忽视励志,是因为我知道他就算有新能力,应该也是和毁灭之力有关,而我身上有能够对抗毁灭之力的能力,所以才故意露出破绽,等你们爆发。 事实上,今天你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赢的,只是能够将我逼到这份上,我自己也没想到。 是的,当狂风刀魔司马金驰跟他一起来的时候,史莱克六怪就不可能赢了。 司马金驰的第九魂迹,就是化身为真正的龙族法刀,展现出自身威能。 虽然他现在也只是能发挥出龙族法刀很小一部分作用,但对付六怪却已经足够了。 唐武林的底牌实在是太强,以至于无论他什么时候翻牌,都能直接结束战斗。 这就是双方之间的差距。 史莱克六怪从来都没有机会。 乐正宇一脸悲愤的道,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我们不服。 有本事,你一对六。 连呢? 唐武林鄙视的瞪了他一眼,但眼神中却充满了笑意。 伙伴们的成长比他想象中更要大得多,而且他也相信,在刚刚的战斗中,大家多少都还是有些保留的。 六怪的保留更多的是为了接下来对付司马金驰和阿如恒。 像乐正宇的圣荣术就没用出来,他也相信,叶兴兰,元恩叶辉也还都有绝学。 但最让他惊喜的还是许小妍,刚刚在战场上,许小妍的控制能力展现的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防御有龙缸,金龙霸体,黄金龙体等多种能力保护,阿如恒,司马金驰又是封号斗罗,尤其是阿如恒防御极其惊人的话。 在他的控制下,六怪一个爆发,就有可能解决他们中的一两人。 同时,这毕竟也只是一场切磋,大家都不可能真正伤人,不然的话,这场比拼还真有些不好说呢。 除非自己一上来就动用龙族法刀这样的大招,否则的话,他们三个想要战胜六怪全身而退,还真的很有难度。 没什么比伙伴成长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唐武林此时心中只有兴奋。 龙夜月目光有些怪异的看着唐武林,暗暗点头。 原本,他是打算不辞劳苦,这次陪唐武林他们一起前往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的。 可看了刚刚这一战之后,他已经决定,让这些雏鹰自己去展翅翱翔。 总是在自己的羽翼中保护,他们的翅膀何时才能硬朗。 而一旦他们成就三字窦凯师,修位在上层楼后,会达到怎样的实力还很难说。 就像今天,如果唐武林身上有二字窦凯的话,对抗六怪就不会这么艰难了。 正如乐正宇所说的那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终无论是在实力还是在心智上,获胜的都是唐武林,他这个史莱克七怪之手实至名归。 接下来,就看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赶上历代海神格格主的层次了。 到了那一天,自己才能真正的松口气吧。 更让龙夜月惊喜的是,当唐武林动用龙族法刀的时候,他隐约感受到了一丝契机。 这丝契机似乎和触动他向神底层次迈进有所帮助。 所说现在感应不到神界了,但身为半神层次的存在,哪怕是一点细微提升,也能让他原本就已经十分悠久的生命变得在长一些。 阿如恒和司马金池来到唐武林身边,看着唐武林这些伙伴,这一刻,他们心中已经完全认可了面前这些年轻人。 都不禁心中暗叹,真是后生可畏呀。 他们自问,在史莱克七怪这个年龄,他们可没有他们这样的实力呀。 两人尤其对徐小妍很感兴趣。 之前他们被徐小妍控制的团团转。 就算有窦凯增幅,徐小妍也毕竟是魂胜,可没有第八、第九魂技。 就算这样他们都大有几分抵抗不了的感觉。 有这么一位核心控制系战魂师,唐武林他们这时莱克七怪小队的战斗力,简直是逆天一般。 任何封号窦罗遇到他们都要掂量掂量。 毕竟,窦凯的存在,实际上是相对拉近了高阶魂师之间的差距。 无法想象他们七个达到封号窦罗层次之后,会爆发出怎样的光辉。 原本看似不可能恢复的史莱克学院,在他们见到众人,尤其是还有龙老坐镇的情况下,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呀。 我回去修炼了。 叶星兰淡淡的说道,然后转身而去。 徐励志依旧笑的憨厚,却毫不犹豫的跟着叶星兰就走。 谢谢一脸悲愤的道,其实,我今天还没完全发挥出实力呢。 老大,不是我说,要不是怕伤到你,你真未必会赢啊。 我的时空之龙可是很厉害的。 唐武林失笑,那来单挑。 我不。 元恩,咱们也修炼去吧。 一边说着,他就拉起了元恩叶辉的手。 元恩叶辉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却并没有挣脱。 在徐小妍的惊呼声中,他被乐正宇从地上抱了起来,老大,我们也走了。 我们会努力追赶你的,你可也要努力了。 话说,啥时候给我弄三次豆铠呀? 要不下次三对六,我们六个三次豆铠,你们不穿,怎么样? 快走,快走。 看着伙伴们纷纷离开,显然是去感悟这一站的收获,唐武林在心头温暖的同时,也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他们都有爱人,可自己呢? 自己的爱人,又在什么地方? 今日一战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都有着不小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在战斗中他们更清晰的了解到了伙伴们提升到了怎样的状况。 如果唐武林不是有着龙族法刀这个恐怖的五魂融合技存在,三对六,他们真的未必能够战胜的了史莱克六怪。 而且,这还是在六怪彼此之间因为多出新能力,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的情况下。 默契出问题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几名强攻系战魂师身上,袁恩叶辉,叶星兰和乐正宇因为修为的提升,攻击力和攻击范围也都相应的有所提高。 所以,当他们同时发起攻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而一旦相互影响,就会给唐武林带来机会。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令他们不得不在战斗的过程中轮换攻击,虽然依旧宛如狂风暴雨,但却没有将能够叠加的优势爆发出来。 否则的话,一对三,唐武林肯定扛不住那么久。 而给唐武林惊喜最大的,还要说徐小言和徐励志。 徐小言的控制力堪称恐怖,就连阿儒恒和司马金池都被他控制的团团转,在第二轮战斗中,基本就没有发挥出相应的战斗力,否则的话,单纯实力相加,还是唐武林三人更占上风才对。 徐励志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毁灭之力的运用,加上那个有点搞笑,但实际上威力无穷的蒸笼武魂真身,竟然在短时间内以一位食物系战魂师挡住了两大强者,给同伴们制造机会。 他那紫黑色的毁灭炸药包可谓别出心裁,就像是一颗颗炸弹一般,效果绝佳。 如果不是唐武林依仗着自身有生命之种眷恋,并不怕毁灭之力的话,挨上徐励志那一掌,他直接就要失去战斗力了。 而且大家是伙伴,徐励志那一掌本身也没用全力。 后来唐武林仔细思考之后,大概明白为什么邪星兰和徐励志变化会这么大,当初,在冰火两一眼的时候,他们分别服用了星罗灵珠和魂元仙草。 除了对魂力的提升之外,对根基和武魂应该都有着不小的变化,那毕竟是最顶级的天才地宝啊。 当然,在唐武林震惊于伙伴们实力的同时,大家也无不为他现在的实力所震撼。 血魂融合计让他在不穿窦楷的情况下就能抵挡住众人的攻击,还有他对战局的掌控,自身强大的攻防能力,龙威,龙刚的控场。 今日这一战,在很多时候都相当于是他在一对六瓦。 不穿窦楷的情况下他都能挡得住。 这实在是令六怪震惊的同时大呼怪物。 第1215章抵达天海城 毫无疑问,史莱克七怪参军归来,所有人在心智和能力上都在上层楼,整个团队的实力,已经连光暗斗罗龙叶月都要为之赞叹了。 在龙叶月看来,这一代的史莱克七怪虽然未必都能成为极限斗罗,但却绝对都有成为四字斗凯师的底蕴。 假设史莱克学院能够有七位四字斗凯师的话,未来学院重新崛起自然不在话下。 暗中重建的史莱克学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进入了沉默期。 伍斯朵等人已经被送走了,伍长空亲自带他们前往魔鬼岛。 对于他们的遭遇,唐武林七人只能表示同情。 这次同去的,还有内院中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弟子。 无疑,魔鬼岛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之中都会变得热闹起来。 而唐武林他们这边,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多情斗罗赃心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在做什么,史莱克内外院弟子们每天都在刻苦修炼。 伍长空不在的时候,外院那边的教导任务主要就落在兰木子和唐因梦夫妻身上。 唐门的资源也被用各种手段运送过去。 按照唐武林和龙老的商量,只有能够达到内院实力的学员,才能到唐门总部这边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重建史莱克才刚刚开始,还是要尽可能的保密,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七怪开始了和练,而他们和练时针对的目标对象可不是阿如恒和司马金池他们,而是来自于光暗斗罗龙夜月。 这让七怪仿佛又回到了当初魔鬼岛上的日子,只有真正面对一位极限斗罗的时候,才能明白对方有多么强大。 他们在不断的磨合中前进,同时也在磨合的同时,开始打造他们的三自斗铠。 按照唐武林的规划,他本来是打算自己来制造自己的机甲的,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时间方面实在是有所不足。 所以,他只是将自己所需的机甲金属打造出来。 他每天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上午锻造,下午时站,晚上和唐门的众位机甲制造大师沟通。 真正和唐门地下世界的势力接触,唐武林才更加明白,唐门的底蕴有多么深厚。 为他们打造机甲的,包括十六位九级机甲设计师和二十一位九级机甲制造师。 唐武林很怀疑,联邦是不是也能拿得出这样的阵容。 没错,打造机甲的不只是他自己,同时还包括了另外六怪。 司马金驰和阿如恒也在内。 他们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套唐门出产的,最为高精尖的黑级机甲。 之所以是黑级而不是红级,是因为金属本身的品质达不到。 红级机甲理论上用混缎金属就能制造的出来,但实际上,按照最为严苛的方式来评估的话,一台机甲的核心部分如果不是以天断金属来制作,那是没资格称为神级机甲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上神级机甲如此稀少的缘故。 但黑级机甲事实上也有不同层次,唐门为唐武林九人来打造的,无疑是最高层次的代表。 而这其中,就需要大量的沟通。 每个人适合的机甲都有所不同,顶级机甲的作用,就是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魂师的战斗力,要与自身完全契合,就像是身体的延伸。 所以,在机甲制造之前,唐武林一边自己努力的打造更多的混沌金属,以满足机甲制造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也和伙伴们不断的和众位顶级机甲设计师、机甲制造师沟通。 让这些大师们更加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能力,以便于制造出最为适合他们的机甲。 其他人每天上午的时间表中,机甲操控已经提上了日程。 对此,司马金驰和阿儒横其实是最为不适应的。 他们都是以自身为核心的战斗方式,一直相信魂师永远都在机甲师之上,对于拥有机甲是有些不愿意的。 但在唐武林的劝说之下,才算勉强答应。 但唐武林很快就明白,强大的魂师在机甲操控天赋上未必也强,最为笨手笨脚的,竟然是狂风高魔司马金驰。 以他九环封号斗罗的修为,在操控机甲协调方面,居然适应了相当长的时间。 而阿儒横和他正好相反,这位本体斗罗因为对自身强大的操控力,适应飞快,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机甲操控的感觉。 机甲的力量感和人本身是不同的。 所以,他对自己的机甲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绝对的力量。 每天忙碌到晚上,当唐武林能够盘膝坐在房间中休息的时候,几乎都是瞬间就进入冥想状态。 以他的体能都会如此疲惫,可想而知每天的强度有多大了。 他一直都是最辛苦的一个人,要做太多的事情了。 豆凯开始制作,如同唐武林说的那样,最先开始制作的,是叶星兰和元恩叶辉的豆凯,他们各自为自己打造。 混沌金属优先供应。 奇怪无部队自己的三次豆凯充满了期待,但这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还需要不短的时间来完成。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 东海城 这座海滨城是一如既往的沉静,作为东海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一直都是重要的海洋资源集中地。 而距离东海城不远的天海城,则是整个大陆最大的码头,那里也驻扎着联邦最强海军东海舰队。 自从鹰派占据了议会上风之后,东海舰队的演习就变得频繁起来。 哪怕是普通民众,在海边都能经常看到远处一艘艘巨大的军舰在大海中劈波斩浪。 有时隐约还能听到阵阵轰鸣。 东海城浑岛列车站 一行九人大步来到站台上,在贵宾车厢登车站台停下脚步,等待着浑岛列车的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相貌清秀的青年,身材修长而高大,温润如玉,给人一种闲静的感觉。 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看上去相貌普通的青年,从他们的衣着上看,更像是某所高等学校的学生。 仔细看还会发现,他们那统一的着装上,印有天海学院的暗闻。 站在为首青年身边,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不时摸摸头,拽拽衣服,嘴里还嘟囔着,真是不舒服哀。 他有着一头长发,长发从两边劈散在面颊两侧,遮盖住了原本刀削斧凿般的面容。 旁边另一名壮硕青年嘿嘿一笑,该!谁让你原本没头发的? 长发青年瞪了他一眼,你好,你看你那脸,胡子刮了以后,跟包了皮的鸡蛋似的。 你很有像小白脸发展的味道啊。 靠,你说谁是小白脸? 你们两个够了。 为首青年没好气得到。 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各自别过头去,令旁边的其他人都不禁面露笑意。 这两个家伙,就从来没有不吵闹的时候。 为什么非要坐混岛列车呀? 我们直接开车过去多好。 长发青年扭了扭粗状的脖子。 为首青年道,天海城周边一直都在军事演习,盘查非常麻烦。 尤其是对各种车辆。 我们坐列车过去,直接可以到达天海城市中心,然后自然有人接应我们。 第1216章 严格盘查 他嘴上一边说着,心中却不禁怅然。 之所以经过东海城前往天海城,又何尝不是想要回来看看。 这是他当初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或者说,这是他的起步点。 当初,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最初的伙伴,也认识了他。 再次回来,东海城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十几年的时间并没有让他出现任何改变。 可在他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变了。 他强忍住回自己家的念头,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带你们回来的。 浑倒列车呼啸而至,众人登车而上,贵宾席确实舒适,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宽阔区域,还有各种饮料和食物可选。 上了车,为首青年坐在最前面的位置,眼神也从先前的怅然变得风锐起来。 要开始了。 鹰派终于占据了议会绝对上风,出兵已经箭在弦上,各种发动远征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也是为什么天海城的防卫变得如此严密的原因。 各种进出的车辆都要经过严格盘查,或许是因为当初史莱克学院被定装混岛炮弹轰炸给联邦留下了阴影的缘故。 混岛列车驶入天海城车站,当一行九人下车之后,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安检。 虽然没有车辆安检那么严格,却也要用特殊的扫描仪器整体进行一次扫描。 平安无事的通过扫描,众人才算真正的进入了天海城。 走在最前面的围首青年,赫然正是唐武林,而跟在他身边的长发高大青年毫无疑问就是阿如恒了。 他的光头太过显眼,所以唐武林在为他化妆的时候,特意给他弄了个假发。 效果很不错,至少让他的气质看上去柔和了很多。 司马金池的化妆最简单,一脸胡子刮了,再简单的把眉毛拔掉一些,让他整体看上去柔和几分,自然而然的就大变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阿如恒说他像小白脸的原因。 其他人也都是简单的化妆,把他们出众的相貌遮盖住。 因为家人的缘故,他们首选前方的国家是斗灵。 斗灵帝国相比于兴罗帝国,更加孱弱,也更需要来自于唐门的支援。 先去斗灵帝国也更为合适。 对此,唐武林早就已经跃跃欲试了。 只要他们能够和斗灵帝国达成协议,那么,在斗灵帝国寻找父母自然就会容易得多。 喂!你们是哪个系的? 唐武林正领着伙伴们向外走,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一道身影也随之挡住了他的去路。 唐武林停下脚步,看到的是一张巧笑嫣然的笑脸。 只是看了对方一眼,他就明白为什么人家会拦住他们的去路了。 那是一名看上去十八、九岁的少女,身上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天海学院校服。 少女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青春活力。 天海学院的校服属于正装,唐武林虽然化了装,但身材却没有可以改变。 右手简单的拎着个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简单的搭在肩膀上,修长的身材配上合体的校服,同样很容易吸引少女的目光。 之所以拿包,是为了更好的掩饰身份,如果只是空着手坐浑倒列车,会显得有些显眼。 一个学生,连包都没有算什么呢? 唐武林的眼神变得略微有些古怪,天海学院的校服只是他们用来隐藏自己身份的。 却没想到,真的在这里碰到了一名天海学院的学生。 天海学院是天海城最大的学院,里面覆盖了全年龄层次的学院,其中也专门有魂师分院,机甲分院。 乃是斗罗大陆东海这边最强大的学院。 我们是魂师分院的。 唐武林淡淡的说道,表情有些冷漠,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摆出一副别理我,烦着你的样子。 主要是不想和这少女纠缠。 可认他如何擅长隐藏自己,却也不了解少女内心,看着他这酷酷的样子,少女眨了眨眼睛,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学长吧。 我是天海的新生,也是魂师分院的哀。 学长,我不认识路,你能不能带我去。 唐武林心中不禁一阵无语,其他人看着他们的表情也不禁有些古怪。 这是儿闹的。 抱歉,没时间,你自己想办法吧。 说完这句话,唐武林转身就走。 其他人自然跟在他身后,鱼灌而过。 那少女站在原地,顿时撅起红唇。 这是什么人啊? 我有那么不招人待见吗? 不过,他那冷冷的样子,真的好酷哦。 反正也是魂师学院的,早晚能见到,哼。 队长,原来你也有吃瘪的时候啊。 徐小妍低笑着说道。 谢谢叹息一声,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 都化妆成这样了还能勾打小姑娘。 你想勾打谁? 原恩叶辉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谢谢机灵灵打了个寒颤,没有没有,我这辈子只要勾打你一个就行了。 自从看了不该看的之后,我的心和灵魂就都已经被那不该看的俘虏了。 你是不是想死? 杀气虽然。 唐武林心中也有些无奈,不知道自己的冷漠会不会给那少女带来一些心理阴影面积,但他确实是不愿意耽误时间。 正在这时,他手腕上的魂倒通讯器响起,唐武林接通通讯,另一边传来龙雨雪的声音,队长,情况不太好。 天海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加强了检查力度,尤其是对各个交通枢纽,安检强度大幅度增强。 新增了魂力探测装置。 所有修为超过三环以上的魂师,都需要经过详细的身份核查。 你们应该到了吧,出关的时候要小心。 嗯? 唐武林眉头微醋,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唐门的行动被发现了? 魂力探测装置,这可有点麻烦。 联邦最新型号的魂力探测仪非常先进,能够探查到细微的魂力变化。 唐武林虽然能够通过血脉之力来隐藏自己的魂力波动,但其他人却有些困难了。 虽然他们都有身份掩护,但修为毕竟太高,一旦有人被查出超过七环以上修为,很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没有暴露史莱克学院开始重建的消息,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我们会在门口接应你们,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负责断后。 龙与雪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用那么紧张,我来处理。 唐武林说了一句后,挂断了通讯。 另一边,龙与雪收回魂倒通讯,脸上闪过一丝怅然,他的话总是那么让人安心,而且似乎越来越能影响到身边的人了。 一句简单的我来处理,就让自己觉得他一定能够处理好。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 他并不知道的是,当魂师的精神修为达到灵欲境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释放出一些细微的精神波动影响周边。 本身也会看上去更有魅力。 怎么了队长? 叶星兰问道。 唐武林道,有魂力探测仪,你们等我一下。 说完,他迅速转过身,向来时候的方向走了回去。 之前那位天海学院的少女正在原地跺脚,准备向外走,却突然看到了回转过来的唐武林。 走吧,我带你去学院。 唐武林来到他面前,淡淡的说道。 看着他高大的身形,少女不禁笑脸微红,心脏不争气的跳动起来。 啊,学长,我叫丽娜。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谷月。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你是从别的城市考到天海学院的。 是啊。 从东海城,我以前是东海学院的。 因为成绩优异,被天海学院魂师分院录取了。 丽娜巧笑奄然的说道。 东海城来的。 还真是巧。 看来,这姑娘是和自己等人一辆列车过来的。 唐武林点点头,道,那走吧。 你的身份证明带好了吧,最近这段时间天海城的安检非常严格。 需要严格检查身份证明,尤其是对我们魂师。 第1217章 丽娜 她的精神力略微覆盖了一下面前这少女,惊讶的发现,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姑娘,修卫竟然已经到了三环巅峰,距离四环也只是一步之遥了。 这种层次在史莱克学院同龄人中不算什么,但在一般的地方,可是相当优秀了。 带了,带了。 丽娜快速的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身份证明卡,学院把校服、入学手续和身份证明都寄给我了。 也提醒了我现在天海城这边安检严格,什么都要带好。 所以我都准备好了。 但我第一次单独出门,还是有点害怕,幸好有学长你肯帮我,学长你真是太好了。 看着他活泼的样子,唐武林的眼神柔和了几分,那就走吧。 他带着丽娜重新回到伙伴们身边,主动和丽娜走在最前面。 果然,正如龙与雪所说的那样,在列车站出口的地方,摆放着魂力探测仪,所有人在离开列车站之前,都会从仪器前经过,被扫描一遍。 唐武林简单的观察了一下周围,精神力随之张开,化为一张大网,向外界探查。 要知道,他现在的精神修为可是能够和超级斗罗媲美的。 很快,列车站周围的情况就在我他的脑海之中了。 列车站附近有一个机甲中队在巡逻,出口处有超过三十名联邦士兵。 魂力探测仪这边,有一台机甲,还有十名士兵。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就会进行盘查,核实身份。 唐武林向身后的伙伴们比了个手势,其他人顿时放慢了一些脚步,唐武林和丽娜主动走向外面。 同时暗暗调整着自己的魂力波动。 当两人跟着前面的人流经过魂力探测仪时,魂力探测仪顿时发出了温明,士兵们立刻注意到了他们。 魂倒射线枪抬起,对准二人的方向。 两位,请过来一下。 丽娜吓了一跳,喂,你们干什么?怎么能用枪对着我们呢?我们可是天海学院的学员。 例行检查,请你们过来核实身份。 几名士兵已经走了上来。 丽娜似乎受到了惊吓,有些惊慌失措的道,学长,怎么办? 让他们核实就是了。 唐武林显得很淡定,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会有事。 两人跟着士兵来到魂力探测仪旁边,士兵们手中的魂倒射线枪也放了下来。 出示你们的身份证明。 丽娜看了一眼唐武林,在她点头示意下,才把自己的入学通知书和身份卡递了过去。 唐武林也是如此。 她的证明当然也是真的,以唐门的能力,弄一份真的证明不是问题。 详细检查之后,负责核查的士兵温和的道,没事,只是例行检查,你们可以走了。 一个三环,一个四环,不错,年轻有为,继续努力。 丽娜瞥了一眼身边的唐武林,心中暗响,学长是四环修为,可真棒啊。 看起来她似乎也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样子。 唐武林向士兵点了点头,这才跟随丽娜一起向外走去。 人流继续向外涌去,正在这时,先前负责监视魂力探测仪的士兵突然惊讶的道,怎么回事? 怎么黑平了? 是不是电源断掉了? 几名士兵手忙脚乱的检查起来,而这个时候,史莱克六怪和阿如恒,司马金池刚好已经走出了出口。 一切都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出了车站,丽娜向身边的唐武林道,学长,幸好有你在,刚刚吓死我了。 现在天海城怎么这样,士兵懂不懂就用枪? 听说要打仗了。 是真的吗? 唐武林道,那你希望是不是呢? 丽娜摇摇头,当然希望不是了。 打仗最可怕了。 我看小说上说,一打仗就会失衡遍野,好可怕。 唐武林微微一笑,道,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已经进入天海城了,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边有出租车,我给你叫一辆,直接送你到学院那边,咱们有缘再见。 丽娜惊讶的道,学长,你不跟我一起去学院呢? 言语中充满了失望的味道。 唐武林道,我还有点重要的事情处理。 以后有机会,如果能在学院碰上,请你吃饭。 好吧。 丽娜撅起红唇,明显有些不满意,学长,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嗯? 唐武林向他挥挥手,带着伙伴们向一侧走去,龙与雪和接应的血龙小队队员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了。 目送着他们离开,丽娜一脸不满的走向不远处的出租车,而在行走的过程中,她的眼神却变得澄澈起来,在眼底深处,隐隐有一抹绿色闪过。 两个封号斗罗,七个魂胜。 有意思。 难道是站神殿那边的? 乘坐龙与雪他们早就租好的车,唐武林众人来到了一家天海城市中心中等规模的酒店入住。 当唐武林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多情斗罗脏心,早就已经等在了那里。 面下。 唐武林向脏心行礼。 脏心也站起身来,门主。 唐武林苦笑道,我到现在都还是有些不适应。 脏心笑笑,露出一口白牙,如果不是眼神有些沧桑,唐武林真的会认为面前这位大能和自己是同龄人,毕竟,他的外表看上去可是真的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啊。 总会适应的。 出发时间在三天后,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脏心言简意该的的说道。 唐武林道,虽然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但真是由衷的佩服,我听说,码头早就已经封闭了,不允许任何商船前往斗陵帝国和兴罗帝国方向。 所有针对于两片大陆的消息全部封锁。 您这是怎么变出来一条远洋巨轮前往那边的? 脏心微微一笑,唐门三地经营,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那我们这万年发展不是都白费了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次行动,事关重大,斗陵,兴罗两国就靠你了。 唐武林点点头,免下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为了唐门,也为了史莱克。 更为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尽可能避免这一场大战。 脏心道,一切按计划进行。 到了那边,会有我们的人接应。 唐武林道,好。 免下,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脏心沉吟片刻后,道,还有一点就是,你不只是将我们提供的武器送过去。 同时,还要尽可能的保证这些武器并不会真正作用在联邦军队身上。 否则的话,唐门就是罪人了。 斗灵帝国,兴罗帝国与联邦的矛盾由来已久,骤然得到了这些强大的武器,如果不是用来威慑,而是用来攻击。 必将会让联邦军队损失惨重。 而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这其中的平衡关系很重要。 虽然唐门在斗陵,兴罗两片大陆话语权很强,但也难保一些激进派不会直接发起战争。 所以,该力威的时候不要手软。 要让他们明白,我们能够支持他们,也同样能够让他们覆灭。 第1218章阵容 唐武林眉头微醋,这个度可不好掌控啊。 脏心道,因为总部被炸,我们腾不出太多的人手帮你们。 只有到了那边,两片大陆分布的供奉门才能提供给你们帮助。 一路小心。 全力以赴。 唐武林郑重的点了点头。 他们此行,将要面对的是两个国家的高层,面对斗陵帝国,兴罗帝国内部清亚,甚至还有可能面对传灵塔,圣灵教,可以说是步步艰难。 想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绝非易事。 计划早已制定,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门主,如果是不可违,记住,一定以保全自身为重。 你是唐门的希望,更是史莱克的希望。 尤其是面对圣灵教强者的时候,更要注意保护好自身。 圣灵教很有可能已经在两大帝国之中渗透了。 就连联邦军队中也是一样。 而且渗透的必然是圣灵教强者,一旦战争开始,大量伤亡出现时,就是他们兴风作浪的时刻。 而你做的事情就是阻止这一切发生,因此,你必将会面对大量圣灵教强者。 圣灵教 面倒着这三个字,唐武林眼中已经充满了杀鸡。 他与圣灵教之间,可谓血海深仇。 史莱克学院那么多老师,就是葬送在圣灵教的那次大爆炸之中啊。 送走了多情斗罗,唐武林在心中梳理了一下思路。 这一次,他要做的事情,很可能改变整个大陆的格局。 心中有些兴奋,但也有沉重。 如果不是有过往那么多精力,或许自己根本就没资格来做这件事。 龙老,多情斗罗,无情斗罗都在自己身上寄予厚望,无论如何,这次都只能成功。 这次他们出访两大帝国的阵容也可谓强盛,当代史莱克七怪,大力神,本体斗罗阿如恒,狂风刀魔,刀神斗罗司马金齿。 血龙小队全体成员。 还有圣灵斗罗免下跟随。 虽然龙老和多情斗罗都没有参加行动,但为了他们的安全,圣灵斗罗亚历主动要求要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这位可是大陆第一治疗魂师。 有他在,极大的增强了整个团队的安全性。 要知道,圣灵斗罗可是九十八级封号斗罗,具体他有多强,唐武林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却知道,这位在面对邪魂师的时候,绝不逊色于一位极限斗罗。 当初如果不是圣灵教弄来了弑神级定装魂倒炮弹,以史莱克学院的实力,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毁灭的。 除了他们这些强者之外,还有唐门斗罗店一个机甲大队跟随一同前往。 这是唐门隐藏在暗处的战力。 全都是最精良的配置,全部有五环以上魂师当刚机甲师。 机甲大队一共一百二十台机甲,包括二十台黑级机甲和一百台紫级机甲。 战力强悍。 整个斗罗联邦,一共有六个机甲军团,每个军团满边机甲三千台。 一个军团之中的黑级机甲也就是二十台左右。 每个机甲军团的后勤保障就足有两万人和各种后勤保障车辆,装备不计其数。 唐门这个机甲大队,足以媲美三分之一个机甲军团的战斗力了。 当今斗罗大陆现代化战争中,机甲主要负责的是地面和低空战斗,高空则是战机的天下。 目前斗罗大陆一共有三个混导战斗机大队,总共大约有一千架混导战机。 这才是他们完全能够压制另外两片大陆最大的优势。 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在战机,机甲科技明显落后。 尤其是混导战斗机,星罗帝国满打满算,也只有不到二百架,而且在技术和科技方面,要逊色于斗罗大陆这边一带以上。 斗灵帝国的战机也就一百架,技术水平还不如星罗帝国。 唐武林和唐门,史莱克学院高层研究过。 如果战争发生,联邦这边,首先就会歼灭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所有空中战力,然后抢占制空拳。 虽说机甲也能在空中飞,但在速度方面,除非是达到黑级机甲层次,否则还是要远远逊色于混导战斗机的。 而且机甲的能量消耗也要比战斗机更大。 目前混导战机科技在高速发展,甚至已经开始结合一些正在研究中的太空科技。 相比于机甲,混导战斗机的造价也要更加高昂一些,可它的发展方向却更加广阔。 毕竟,机甲想要上太空,至少目前还做不到。 只有神级机甲才有尝试的可能。 唐门这次除了机甲大队之外,同时随行的也有战机,都是最新科技产物。 但却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在事不可为的时候,给唐武林他们用来跑路的。 考虑的相当周全。 于雪,有时间吗? 我们去海边看看。 好啊。 唐武林没有惊动其他人,和龙于雪两个人悄然出了酒店,叫了辆出租车,向海边方向而去。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三次斗铠的制作还没有完成,越是高层次斗铠,混倒法阵的设计和刻画就越是艰难。 而现在史莱克七怪面临的就是没有斗铠用的尴尬境地,所有机甲的金属都已经混沌完成了。 因此,可以说,袁恩叶辉和叶星兰每制作出一件斗铠,团队的实力就能增强一分。 到了三次斗铠这个程度,制作过程不只是需要本身的实力,和运气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想要将其完美呈现出来绝非易事。 尤其是唐武林几乎是用最极致的方式打造出了制作三次斗铠的金属,这就让三次斗铠的制作变得更加困难。 袁恩叶辉和叶星兰已经全力以赴了。 但想要将所有人的三次斗铠都完成,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略微打开一些出租车的车窗,感受着窗外吹来的略带咸星味道的海风,唐武林难得的感受到了一丝放松,双眸正正的有些发呆,对他来说,能有个放空的时候真是很难得。 离家的时间这么长了,他对于家的概念甚至都变得有些淡化了,但闻到熟悉的味道,却依旧令他有些如在梦中。 唐武林突然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最幸福的时候并不是一天天变得更强大,而是在当初,自己和父母,那儿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那段日子。 尽管对他来说,那段记忆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可每当回想起来,却依旧充满了幸福感。 无论如何,都要将爸爸妈妈找回来,把那儿也找回来。 古月变成了那儿的模样,甚至连名字都改成了古月娜,自己一直在回避,可是,回避不是办法,唐武林内心深处也明白,那儿的失踪一定和古月有关系。 等这次出使两国回来之后,相信自己的实力必能再上重楼,到时候无论如何也要去找古月娜问个清楚,问问他那儿究竟去了什么地方,也问问他。 长出口气,唐武林呆滞的目光开始变得有些迷惘,每当想起古月娜的时候,他的心就无法平静。 龙与雪坐在唐武林身边,唐武林看着窗外,他却一直都在看着他。 他的睫毛真的好长,哪怕是身为女人的龙与雪看到都有些嫉妒。 他的眼睛长得太美了,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放空的状态下,眼神柔和的令人心疼。 渐渐的,他的气质多了几分忧郁,或许,其他人看到的都是他的优秀与强大以及天赋异柄。 可或许是因为太过关心的缘故,龙与雪却从唐武林身上看到了许多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背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和他的女朋友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否则的话,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为什么一直都不在他身边? 他这么好,他那女朋友为什么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呢? 唐武林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谜团,又像是一个陷阱。 明明知道接近的越多,自己越不可自拔,可龙与雪却就是不受控制的会被他所吸引。 喜欢上一个这样的男人,真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啊。 可是,遇到他,却是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事情吧。 龙与雪知道,自己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喜欢上身边这个男人。 第1219章 爆炸 到了 出租车停下,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坐在后座的这一堆青年男女。 那女孩子可真漂亮,而且有一种海边女孩儿所没有的英气,还带着几分冰寒。 那青年长得就普通了些,只有那双眼睛给人深刻的印象。 龙与雪赴了钱,唐武林率先下车,面前已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龙与雪从另一边下车,走到他身边。 这时,司机突然从车窗中探出头来,小伙子,男人要大气点,吵架了要主动点。 女人都是要哄的哦。 哈哈。 丢下这句话,司机一脚油门,出租车搜的一下,远顿而去。 唐武林呆了呆,扭头看向龙与雪。 龙与雪笑脸微红,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被人误会成吵架的情侣了吧。 唐武林有些尴尬的挠挠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这有点萌的动作,龙与雪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都已经化了妆,为什么还这么吸引资金额? 难道真的是因为,在自己心中,他的身影早已烙印得太过深刻吗? 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对于海滨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天海城是我们东海这边最大的一座城市了。 小时候,我还在这里参加过比赛。 星兰,励志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们的。 那时候他们就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来的。 那时候,星兰可是厉害得很啊。 就是你们史莱克奇怪的人。 龙与雪只是见过几次史莱克奇怪其他人,并不熟悉。 唐武林点点头,一转眼,都差不多十年了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 喂,你才二十出头好不好,别说的自己像是老人家似的。 唐武林道,这是成熟才对吧? 你看,那边就是天海城著名的港口了。 是东海最大的港口,天海城也正是因为它才会如此的繁华。 现在很大一部分都被征用作为了军港。 不久后,一场侵略战争就会从这里发起。 龙与雪道,你似乎很厌恶战争。 唐武林道,战争会死很多人,会有很多人变成孤儿,很多人失去亲人。 战争都是为了利益,可为了利益却要牺牲他人的生命,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 你说的没错,我非常讨厌战争。 更讨厌强权。 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被不知名的强大势力带走了,为他们工作。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没错,小时候的我,确实是很希望能够成为一名魂师,可是,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又何尝不是因为父母离开带来的迫不得已呢? 联邦一直崇尚平等,自由,可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却从来都没有过平等和自由出现。 龙鱼血道,那你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唐武林苦笑道,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实话。 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减少一些痛苦。 龙鱼血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上次深渊未免的入侵,如果不是你,或许我们血神军团已经抵挡不住,现在深渊大军已经入侵联邦,那才是真正可怕的生灵涂炭。 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我却很清楚,你是英雄,你是拯救了联邦的英雄。 唐武林师笑道,做不做英雄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现在只有几个心愿,找回爸爸,妈妈。 重建史莱克学院和唐门总部,然后。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然后什么? 龙鱼血虽然猜到了一些,但却依旧忍不住问了出来,而这句话问出之后,他就有些后悔了。 然后和他在一起,有个家。 唐武林的眼神变得温柔了。 是的,他真的只想有个家,这就是他最大的梦想。 能够和爱的人,和父母,甚至是以后的孩子们在一起。 龙鱼血的双眸瞬间就变得模糊了,他看到了他眼眸中的雾气。 尽管他从来都没想到过,他竟然还有如此脆弱的一面,但在这一刻,他心中出奇的没有嫉妒,而是充满心疼。 他上前一步,紧紧的抱住他,此时此刻,他心中想的,竟然是只有将自己的温暖传递给他,他真的好想对他说,如果那个人不能给你一个家,我愿意给你。 唐武林被龙鱼血抱得有些愣住了,可也就在这一刹那,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骤然传来,令他全身汗毛随之炸起。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唐武林一只手搂住龙鱼血,身体猛然向侧面腾起,一个飞跃就落在了一个沙丘后面。 轰! 剧烈的轰鸣声,从远处的海面上传来。 唐武林和龙鱼血只觉得耳朵瞬间就变得温明起来,周围的其他声音都随之消失。 紧接着,在他们身边的沙丘骤然化为漫天黄沙,剧烈的冲击波,直接撞击在了他们身上。 唐武林的反应非常快,一身金色鳞片瞬间附体,同时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了龙鱼血的身体。 借助冲击波的冲撞,整个人飞射而起,向较远的地方落去。 换了普通人,在这宛如摧枯拉朽一般的冲击波面前,恐怕直接就要被撕碎了。 可唐武林和等身体素质,这种程度的冲击,对他来说也就是一股巨大的推力而已。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龙鱼血却都看到了滔天的波浪。 在这一瞬间,他们视野中的景象是非常奇异的,仿佛天空变成了海洋,而他们正在海洋下面的空旷世界中飞行。 唐武林背后黄金龙一张开,借着冲击波的推力猛然一拍,带着龙鱼血宛如箭矢一般向前飞射。 可是,那漫天波涛却来得太突然,覆盖的范围也太大了,终究还是从天而降,将它们砸在其中。 但蓝色的光照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海水落下的瞬间,就将它们笼罩其中,龙鱼血吃惊的发现,周围的海水竟然不能侵入分毫,而在唐武林的额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个三叉戟模样的符纹,符纹正中,淡淡的蓝色若隐若现。 唐武林自己也同样有些莫名其妙,但却并不影响他的应变,黄金龙一再次拍动,带动着他们的身体破水而出,升入空中。 身体并没有被海水侵染。 此时唐武林的眼神已经变得锋芒毕露,先前的迷惘和软弱荡然无存。 大意了,刚刚情感波动太剧烈,以至于自己原本应该非常敏锐的精神力都没能发现这场危机的到来,这固然是因为危机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可却确实是不应该呀。 此时此刻,大海之中宛如海啸一般掀起层层巨浪,远处核心所在,能够清楚的看到,大海正中,剧烈的轰鸣声中,恐怖的能量波动在空气中不断乍响。 空中有无数碎片正在若隐若现的暗紫色光芒中再次破碎,大海中更是多了一个直径超过千米的巨大漩涡,暗紫色光芒若隐若现。 第1220章 危机突袭 定装混导炮弹 只有定装混导炮弹才会有如此恐怖的破坏力呀。而且这应该还是9级的定装混导炮弹,否则的话,威力绝对没有如此恐怖。 一艘停靠在港湾之中的黑级战列舰直接被9级定装混导炮弹轰击成了碎片。远处还有两艘紫级护卫舰被巨浪掀翻。幸好,战舰群停靠的并不算太密集。 袭击 竟然有人袭击了联邦舰队,而且还是用9级定装混导炮弹袭击的。 联邦舰队中,包括有红级母舰,黑级战列舰,紫级护卫舰,黄级炮舰和白级巡逻舰这几大类。 同级别战舰也有不同装配。多种战舰组成战舰群,以母舰为核心。 此时,停靠在天海城附近海域的,足有三个母舰战斗群,而整个联邦也不过只有六个母舰战斗群而已。 这三个母舰战斗群都是为了不久之后向另外两片大陆发动战争准备的,全都是最顶级的配备。 谁能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会有人挡感发动袭击,而且,还是直接动用了九级定装混导炮弹这种禁忌武器。 一时间,海水奔腾,宛如末日一般,冲击着海岸,大海中央,更是迸发着强烈的能量风暴。 唐武林当初在史莱克学院是曾经亲自承受过九级定装混导炮弹威能的,所以深深的知道这种人类研究出来的顶级武器有多么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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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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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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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感渐渐消失,唐武林也暗暗松了口气。 但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怀中的龙与雪有些不对了。 刚刚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从冲入地下,受到强烈震荡,到后面的窒息,龙与雪一直都在默默的承受着。 他虽然是魂帝修为,但身体强度和唐武林差的太远了,魂力调节固然能够让他较长时间避弃,但现在显然已经有些超过这个范围了。 尤其是受到那么强的震荡,再加上心神之间的变化,都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有些僵硬了,身体的生命波动明显开始减弱。 不好。 唐武林吃惊的同时,赶忙低头向龙与雪看去,凭借着紫急魔童,他看到龙与雪此时双眸紧闭,笑脸苍白如指中还带着几分清紫,显然是窒息的征兆。 不敢怠慢,在这个时候唐武林也顾不上其他了,赶忙一低头,吻在龙与雪方唇之上,将一口精气度过去。 他本身修炼的玄天功就以生生不息而知名,再加上他本体宗的出身和修为的强悍,两大核心在体内形成的自我循环就算是闭气个半天,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得到唐武林这一口精气的补充,才算是把龙与雪从危险边缘带了回来。 他的身体明显松弛了几分,胸前的起伏也开始变得剧烈起来。 他的唇软而芬芳,唐武林却顾不上去品味这些,加快速度,凭借着记忆,朝着他们住处的方向快速移动。 以精神力为目,观察着地面的情况,终于找到一条较为天僻的街道,带着龙与雪钻了上去。 二人破土而出,随之纯分。 唐武林顾不上自身狼狈,立刻拉着龙与雪躲避到建筑物旁边,同时收敛自身魂力,以免被高级雷达中带有的魂力探测装置发现。 龙与雪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但眉眸却一直都盯着唐武林看。 他亲我了,他竟然亲了我。 尽管他知道那是世纪从全,可此时此刻,他的心头却充满了荡漾与摇曳。 窒息的痛苦,在这一刻早就已经被他望得如同飞入九霄云外去了。 唐武林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不能动用魂力,想要把这些泥土弄干净可不容易。 而此时,警报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天海城。 用脚去想都能猜得到,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天海城都会变成军事管制,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先回去再说。 唐武林打开魂岛通讯器,略微犹豫了一下后,发出了让大家集合的信号。 你没事吧? 唐武林向龙鱼雪问道。 龙鱼雪摇摇头,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那份异样沉浸在自己心底。 咱们赶快回去,计划恐怕要有变化。 无论这次袭击是针对谁,咱们都必须要隐藏起来了。 唐武林沉声说道。 嗯? 此时,更多的民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声传遍全城的剧烈轰鸣之后就是刺耳的警报声,难免会造成恐慌,一时间,街道上所有的人都显得匆匆忙忙。 唐武林和龙鱼雪也趁着混乱,快速返回到了酒店。 得到唐武林的召集,大家已经都回来了。 队长,什么情况? 乐正宇看着唐武林一身狼狈的样子,忍不住开口问道。 唐武林沉声道,来不及多说了,我已经联系了唐门的人,我们必须转移。 刚刚在军港那边,有人用九级定装混倒炮弹袭击了联邦舰队。 一艘黑级战猎舰被击沉。 短时间那天海城恐怕会风声鹤唳。 我们需要更好的隐蔽起来。 九级定装混倒炮弹。 听到这个名字,史莱克七怪其他六人无不色变。 当初在史莱克城被毁的时候,他们就都险些丧生在这恐怖的攻击之中啊。 没想到九级定装混倒炮弹竟然又一次出现了。 正在这时,门被推开,多情斗罗赃心从外面走了进来。 赃心道,你们跟我来。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唐门的,所以,他们所有的入住资料都是不存在的,在赃心的带领下,顺着酒店后面的一条管道。 他们再次进入到了地下世界。 不过,和天斗城相比,这里就简陋的多了,地下只有一个有些阴暗的避难所。 史莱克七怪,阿如恒,司马金池,再加上血龙小队成员,都陆续被带下来。 短短一个小时,众人已经完成了集结。 正如唐武林所料,此时天海城已经宣布进行军事管制,并且全程搜索歹徒。 并且对外封锁消息,除了天海城本身之外,不让这个受到袭击的消息过于外扩。 很快,消息传回来。 军方展开全面搜索,动用了各种大型探测装置,天海城内,一切三环以上浑尸都需要受到军方的严格盘查,以确认身份。 而多情斗罗带回一个让唐武林深思的消息,按照目前军方的调查情况来看,发动这起袭击的,是来自于星罗帝国的秘密部队。 这不可能。 唐武林断然说道。 星罗帝国既然决定跟我们合作,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激化矛盾? 九级定装混倒炮弹固然威力非凡,但实际上,面对一个母舰战斗群,至少在摧毁方面,只是一发炮弹,根本不足以做到什么。 反而更让联邦对他们产生仇恨。 甚至会让战争提前出现。 而且,想要运送一枚九级定装混倒炮弹到联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还是在天海城。 多情斗罗脏心点了点头,我们都明白袭击几乎不可能是星罗帝国发动的,但军方可不这么想。 一艘战裂舰造架高昂,此时军方肯定是一片沸腾,所有冒头都指向星罗帝国方面了。 唐武林眉头紧簇,如果不是星罗帝国,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圣灵教? 桑心沉声道,我也认为是圣灵教的可能性大,但根据目前军方那边传来的消息看,没有发现任何与圣灵教有关的情况,反而是种种迹象都表面,袭击来自于星罗帝国军方。 唐武林眉头紧簇,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引导? 第1222章应对 桑心沉声道,不好说。 但袭击确实损失惨重,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有效消息就是,那艘战裂舰当时正在检修,战舰上的只有基础维修人员,所以,人员损失相对小,大约有二百多人阵亡。 如果是满边人员到位的话,那可是会超过三千人的。 唐武林眼中光芒一闪,难道是军方自导自演的? 脏心摇头,不,不会。 代价太大了。 这艘黑级战裂舰确实是属于鹰派控制的,一艘战裂舰的造架之高昂,绝不会是鹰派愿意承受。 所以,攻击者一定另有其人,而能够动用九级定装混导炮弹发动袭击,想来也就只有那些人了。 唐武林想了想,道,我们先静观其变吧。 如果这件事是为了故意引发矛盾,让战争尽快开始。 那么,一定会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尽快让袭击这件事发酵,在舆论上制造声势。 您和兴罗,斗灵两边联系了吗? 咱们先确认不是他们发动的袭击才好。 龙雨雪在一旁道,这件事很难说,就算是兴罗帝国和斗灵帝国发动的袭击,恐怕他们也不会承认吧。 一时间,地下室陷入沉默之中。 袁恩聂辉问道,免下,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我们前往斗灵帝国? 脏心点了点头,肯定会有所影响的,海域被全面封锁了,我们的船想要出海虽然也可以,但被发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恐怕要等一等。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等下去,而另一边联邦又加快战争速度的话,很可能会来不及。 除非 唐武林双眼微眯,除非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证明,这次袭击与兴罗,斗灵两国无关,转移公众和联邦的视线,证明这是一场栽赃嫁祸。 勒正宇皱眉道,我们自己的身份都已经很敏感了,连调查都没办法去做,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唐武林在房间中来回踱步,多情斗罗赃心也是眉头紧簇,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却让计划很可能会被打破,从而无法阻止战争的开始。 足足半赏之后,唐武林突然抬起头,看向龙鱼血,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但如果我们是以咱们血神军团的名义呢? 血神军团是秘密军团,只有联邦高层知道。 但是,血神军团也是联邦军队,甚至同等职位级别更高。 现在只能冒险一事了。 鱼血,你联系一下军团那边,请他们配合我们一下。 我跟明镜斗罗勉夏说。 好。 似乎对于唐武林的要求他从来都是无条件支持的,立刻毫不犹豫的答应一声,到上面去打魂岛通讯了,地下室是没有信号的。 脏心看向唐武林,武林,你可不要冒劲啊。 唐武林微微一笑,道,现在只能是火中取栗了。 否则的话,变化如此之大,会让我们的努力白费。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过早开始。 他们不是要推波助澜吗? 那么,我们就给他们来个转移视线。 相比于星罗,窦灵两国来说,民众们最为仇恨的,还是那些多次发起恐怖袭击的圣灵教协魂师。 老大,你有证据。 谢谢问道。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不管是谁做的这件事,从现在开始,就都是圣灵教做的。 证据,会有的,无论是从何而来,无论是真是假。 栽赃嫁祸这种事儿,可不只是他们才会用。 整个天海城在那一声大爆炸之后,已经完全陷入紧张气氛之中。 民众们闭门不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战争气息。 尽管东海舰队一直都是停靠在天海城这边的,可对于绝大多数民众们来说,他们又何尝感受过战争味道啊? 那一声轰鸣,还有险些冲入城市的海啸,无不让他们充满了恐惧。 更多的人是留在家里,观看着昏倒电视播放的新闻,随时关注着这次事态的发展情况。 根据已经发现的线索显示,这次袭击很可能来自于兴罗帝国的秘密部队。 对此,联邦表示强烈谴责。 军方有关人士表示,如证据确凿,必将采取更加激烈的报复行动。 新闻层出不穷,除了对本次袭击的袭击者进行谴责之外,还有专家分析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于联邦和兴罗帝国方面的兵力对比,军事对比分析等等。 所有的新闻,似乎都在透露着一个信号,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东海军团联合指挥部 联合指挥部的成立还不到半年,是北海舰队,东海舰队以及排名联邦第一的海神舰队在东海集中之后才成立的。 联合指挥部管辖范围包括三支舰队以及三支舰队所在集团军,总数超过四十万军人。 整个斗罗联邦号称百万大军,其中,海军总兵力三十万,而这里,就聚集了超过一半的海军。 可以说,目前建立在东海军团之中的联合指挥部管辖着整个斗罗联邦近乎一半的军事力量。 此时,联合指挥部内的气氛一片肃然,主位上,端坐着一名高鼻深目脸色沉明,肩扛三颗江星的老者。 其气息如鸢如玉,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整个指挥部内的压抑气氛,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位身上。 坐在长桌两侧的众位军人,无不是将兴奕奕的军方高层,少将军衔者,只能敬陪莫坐。 在他下守卫的两位,更和他一样,也是上将军衔。 可哪怕同为上将,在气场上,他们却要弱得太多了。 按照斗罗联邦的军职,除了联邦元帅挂大将军衔之外,上将就已经是最高军衔了。 而根据职务的不同,哪怕同为上将,也会有高下之分。 毫无疑问,能够在这里端坐主位的,自然是军方最颠顶的高层。 也是当今联邦跺跺脚四海阵战的大人物。 总指挥,根据目前所有情况显示,都锁定了发动袭击者有可能来自于星罗帝国军方。 目前我们已经展开了全面侦查,搜索一切可疑人物。 坐在下守卫的一名少将恭敬地说道。 星罗帝国 坐在主位的总指挥官脸色冷峻,眼神中却多了几分计较,目光从长桌两旁的军官们脸上扫过。 是你们的智商低,还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目的性的,好吗? 你们倒是告诉我,星罗帝国在这个时候向我们发动袭击,目的性何在? 还有,为什么被袭击的那艘战猎剑刚好所有人员都不在,他们也太会挑选了吧? 老徐,战舰是你的,你说说。 总指挥官向下守卫的一位上将说道。 这位上将的脸色也同样难看,一艘黑级战猎剑的价值何等高昂,哪怕是在没有装弹的情况下,想要建造这样一艘战猎剑也是天文数字。 身为北海军团刚刚到任不久的军团长,曾经的联邦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的徐扬云上将,此时的心情绝对不止是用糟糕就能够形容的。 严查,必须严查,无论是谁,一查到底。 徐扬云直接就拍了桌子。 总指挥官看着他长红的脸,点了点头,这件事情确实要严查,首先,从自查做起。 负责联合舰队雷达部门的是哪位将军? 坐在靠后位置一名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将站了起来,行了军礼,报告总指挥官,是我。 抓起来。 总指挥官脸色平淡的说道。 立刻,两名身形彪悍的士兵从外面走了进来,直接将这位少将就架了起来。 总指挥,我冤枉啊。 这和我无关啊。 少将顿时慌了,对于这位总指挥官的铁血,他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要是被抓走了,自己就完了。 独职,就这两个字就够定你得罪,带走,审讯。 总指挥严谨一概的判了这位的刑罚。 一时间,其他将军不由自主的全都坐直了身体,挺起腰板,但不少人都是额头见汗。 就连之前那位长红了脸的北海军团军团长徐阳云上将的脸色也是变了变。 第1223章 相毙了你 毕竟,到了将军这个级别,就算是上级想要处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眼前坐在主位的这位却不一样,他虽然只是上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有些时候,他甚至要比联邦元帅的权威都更大,因为,他有几个足以震慑整个联邦的身份。 海神军团,军团长 战神殿殿主 极限斗罗 这三个身份无论是哪一个,摆出来都是联邦最颠顶的存在呀。 更何况多重职务疾于一身。 这位总指挥官更是当今军方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哪怕同样是鹰派,也分为不同派系。 这位绝对是最为强硬的一派。 无论是谁,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党敢袭击联合舰队者,毕竹,一查到底。 报告 正在这时,一名警卫员在门外高喊。 总指挥官脸色一沉,什么事? 警卫员快步走进来,立正行礼,报告总指挥官,营地外来了一对军装奇特的士兵,他们说是联邦总部特派过来的监察员,得知舰队被袭,特地前来调查。 联邦总部特派监察员? 陈欣杰脸色一沉,把手脑带进来,我倒要看看,联邦是谁派来的监察员。 其他众位联合舰队的将军们也都有些莫名其妙,联邦派遣监察员。 难道说,是专门针对联合舰队指挥部的? 按照军方的规定,一般来说确实是会有专门负责监督作战部队的特殊部门存在。 可是,这次的联合舰队规格不一样啊。 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官可是当代战神殿殿主,汉海斗罗陈欣杰。 谁敢抚这位的虎须?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位正在气头上,这不是找死吗? 以陈欣杰在军方的地位,要真是找理由枪毙一两个人,那还真没有谁敢吭声的。 时间不长,一名身穿白色军装的青年在警卫员的带领下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名青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相貌堂堂,很有几分威严的味道,看上去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一身雪白色的军装笔挺得毫无褶周,肩膀上更是扛着一枚江星,鹰气逼人。 跟随在警卫员身后走进指挥部,尽管呈现在他面前的,乃是多达数十位将军,可他却没有丝毫动容,大踏步的走到陈欣杰面前五米外立正,右手握拳,垂击胸前。 行了一个有些特殊的军礼。 当陈欣杰看到他这身军装的时候,眼中闪过一抹恍然之色,尤其是当他在看到这位所行的军礼之后,更是明白了眼前来者的身份。 但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这支军队的人什么时候和监察部混到一起去了? 您好,尊敬的指挥官,我来自于联邦军总部监察部,特派员,我的代号是血龙。 和大多数将军们预料之中的爆发不同,陈欣杰上将不动声色的看着面前这名年轻人,陈声道,你所为何来呀? 血龙道,我们本来并非负责监督联合舰队,但联合舰队的预袭我们怀疑与我们所调查之事项有关,目前天海城封锁,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影响,所以特来求见。 如果可以,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此言一出,其他将军们大都松了口气,如果真的是联邦监察部派来监督他们的人,这未免来的也太快了,毕竟爆炸才刚刚出现。 如此年轻的少将,究竟是从何而来? 看他能够在面对汉海斗罗陈欣杰时居然也能做到不卑不亢,但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他们为之侧目了。 哪怕是在座的诸位,也不是谁都能在这位汉海斗罗面前如此自如的。 陈欣杰道,先带他下去休息,会后再说。 一边说着,他挥了挥手,警卫员将血龙带了下去。 徐扬云看向陈欣杰,总指挥,这是那里的人。 少将,中将们看不出那血龙的身份,但同样身为少将,他已经能够知道很多联邦机密了,自然认出了一些。 陈欣杰点了点头,应该没错,稍后我问一下,看看是不是来自于那边。 如果是的话,倒是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能为这次袭击提供一些线索。 徐扬云点点头,如果是那里的人,倒是不能怠慢,他们对联邦的贡献极大。 我听说。 陈欣杰抬起手,阻止他再说下去,徐扬云也一时过来,坐在他对面的,东海军团军团长,刚刚身为上将的朱明上将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但他也意识到,刚刚这个身穿白色军装的少将,身份应该和军方密新有关,自己刚刚到了这个位置,所以还没有接触得到。 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内,血龙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四下打量着这个房间。 房间内的布置算不上奢华,但也可以说是考究。 石墓雕花的门框,全都是石墓制作的家具,看上去很有几分古朴的味道。 不像是一位将军的办公室,反而是像是告文化方面的。 血龙闭上双眸养神,心中思索着自己从来到这里之后的种种表现,自问没有任何破绽之后,这才安静的入定。 无疑,血龙自然就是唐武林,这次前来,看似冒险,但他还是有相当把握的,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让事态按照军方鹰派的剧本发展下去,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大胆的来了,带着伙伴们一同前来。 在来之前,他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联合指挥部的会议并没有再进行太长时间,基调已经定下了,彻查。 一定要找到歹徒。 而联邦方面,有关于这次的袭击,却已经是一面倒的指向了遥远的兴罗帝国。 毫无疑问,鹰派的民众支持率必将大幅度上升。 战争的硝烟味道已经开始弥漫。 当陈欣杰走进自己办公室的时候,看到的是静静坐在那里,呼吸均匀的唐武林。 他腰杆挺得笔直,在白色军装的衬托下显得鹰气逼人。 从之前开会时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陈欣杰暗暗点头,不愧是血神军团出来的人,不焦不燥,难怪如此年纪就能成为少将。 但让他有些惊讶的是,他有些无法看清楚唐武林的修为,忽而感觉到他的魂力波动似乎只有八环以下,可似乎他身上还有更加强盛的其他能量波动存在,不同的能量有些晦涩,难以探查。 但精神波动却绝对是不弱的。 从气血波动和骨骼的细微处就能看得出,面前这个年轻人是真正的年轻人,以如此年纪,有这样的成就,是相当的不错了。 冥冥中有所触动,唐武林气息内收,睁开双眸,正好迎上了汉海斗罗陈欣杰风锐的眼神。 总指挥 唐武林立刻站起身,再次向陈欣杰行了个军礼。 年轻人,你知道你自爆家门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陈欣杰的声音有些阴冷。 唐武林摇摇头,不知道。 相比了你。 简单的四个字,从陈欣杰口中说出,却宛如真的有一柄浑倒射线枪已经顶在了唐武林额头上似的感觉。 第1224章 你的身份是假的。 强大的精神威压瞬间降临,压迫得唐武林有种喘不过起来的感觉。 仿佛面前乃是滔天巨浪。 无边无际,要彻底将自己摧毁成碎片。 精神领域 唐武林立刻就判断出眼前这位极限斗罗释放出的乃是精神领域。 如果不是当初他曾经在光暗斗罗龙夜月释放的精神领域中感受过,此时恐怕真的会有无法阻挡的可能。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修炼,已经达到灵御境的精神力持续提升,虽然唐武林还没有领悟出自己的精神领域,但在对抗方面已经相当不弱了。 精神威压制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陈欣杰脸上闪过一抹亚异之色,灵御境,你竟然有灵御境的精神力。 唐武林心头一紧,在对方精神领域的压迫下,他的灵御境精神力藏不住了。 这可真是有些麻烦,被这位极限斗罗关注太多可不是好事情。 这位可是当代战神殿店主啊。 自己脸上的化妆虽然已经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被一位极限斗罗关注太密切,露现的可能还是相当大的。 陈欣杰目光锋如刀,如果说鹰派军人每人都是一头苍鹰,那他就一定是众多苍鹰之中的鹰王。 在他面前,别说是少将,就算是同级别的上将,也很难在他的强大威势下坚持住。 但面前这名青年却大有几分不卑不亢的平静。 陈欣杰气息依旧强势,但心中也同样吃惊,这小子显然还不到三十岁,不到三十岁就能够拥有灵御境的精神力,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哪怕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要比他的境界差得多了。 精神力提升还和魂力提升不一样,魂力修为提升,有的时候还能够凭借服用一些天才地宝来进行辅助。 可精神力却是需要实打实的积累和修炼,并且需要非常强的天赋才有冲击灵御境的可能。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提升精神力,至少在已知的天才地宝中,能够直接提升精神力的也就寥寥数种而已。 而且面前这个名叫血龙的年轻人,精神修为尘厚,稳重,显然不是出入灵御境,而是对于灵御境已经有了一定的领悟,这就让陈欣杰更加的惊讶了。 这种层次的精神力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只要不出意外,这个年轻人未来必然会步入顶尖强者的行列。 作为联邦真正的高层,他战神殿殿主的位置甚至要比上将更高一层,战神殿代表着联邦所控制的最强战力。 有一些外界所不知道的秘心存在,譬如,联邦所控制的神级机甲只会配备给战神殿。 这都是一些隐秘了。 联邦对于战神殿的投入之大,每年都是天文数字。 无论联邦意愿如何换界,战神殿的地位都是窥然不动的。 除了汉海诱罗陈欣杰之外,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战神殿真正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战神殿十八战神,这是外界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了。 你是张焕云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还是血衣的继承者? 陈欣杰淡淡的问道。 唐武林道,总指挥,我此次前来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有关于这次袭击,您不想听听我们的调查吗? 陈欣杰眉眺微挑,敢和自己这么说话的人几乎没有, 从唐武林的双眸之中,他也看到了一份强势与自信。 小子,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陈欣杰冷冷的道。 唐武林淡然一笑,这里是您的办公室。 陈欣杰冷笑一声,你的身份是假的,什么特派员,联邦监察部根本不可能派人来我这里。 除非他们不想魂了。 唐武林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陈欣杰的江湖气息会如此浓郁,同时也暗暗吃惊这位鹰派大佬的强势。 在来之前他已经对陈欣杰的性情有所了解了,虽然这位是鹰派领袖,但却刚直不阿,绝不会搞些下作的小动作。 所以他坚定了要走这一趟。 血神军团也不可能和监察部搞到一起去。 所以,在你自爆家门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枪毙了你。 你胆子不小啊。 居然敢骗到联合指挥部来,而且居然还能蒙混过关的见到我。 这算你有点本事,所以我才给你这个机会。 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 在张焕云咄咄逼人的目光之下,唐武林却依旧显得十分淡定从容,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语而出现任何惊慌的表情。 我当然知道,我的身份是蛮不过您的。 您也一定会看出,我并不是来自于什么监察部。 我之所以用监察部的身份,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面见您的机会而已。 唐武林很自然的说道。 哦! 陈兴杰眼神微动,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我已经可以将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唐武林微微一笑,我知道您不会的。 说吧,你只有一次机会说服我。 陈兴杰走到沙发处坐了下来。 唐武林暗暗松了口气,这位果然如自己所知道的那样,在强势的同时也非常理智,看上去刚愎自用,实际上却是狡猾如虎。 乃是当时最顶尖的大能之一。 乃是和当初史莱克学院海神格格主擎天斗罗云鸣,传灵塔塔主千古东风,唐门斗罗殿殿主无情斗罗同等层次的存在。 这件事我只能对您一个人说,如果您这个房间中有任何监听设备的话,我建议您关闭,是关联帮最高机密。 我也是得到了写意和张团长的授权,才能告诉您的。 唐武林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目光沉明。 陈兴杰淡淡的道,我这里没有任何监听设备,我做事更从来不需要证据。 所以,你尽管大胆的说出来就是了。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光芒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会轻微的波动。 总指挥,有关于深渊未面存在的情况想必您一定知道。 不久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深渊潮汐出现,军部方面应该也得到了消息吧? 我们血神军团曾经向军部求援。 陈兴杰点了点头,但之后很快又解决了问题,不是吗? 和过往的深渊潮汐有什么区别? 唐武林眼神一凝,有区别,区别非常大。 这次参与到深渊潮汐,并且不惜代价来到通道的深渊王者超过十位,还包括地级强者。 更可怕的是,就连深渊未面之主,那位深渊圣君都出手了。 陈兴杰猛的坐直了身体,这件事他是真的不知道。 至少血神军团没有上报,或者是上报到了医院,被列为最高机密。 深渊圣君 唐武林用力的点了点头,是的,哪怕是在六千年前,深渊通道刚刚成行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深渊圣君,这次出手了。 血神军团险些全军覆没。 深渊圣君代表的,乃是整个深渊未面的力量。 这不可能。 陈兴杰断然说道,毕竟是两个卫面之间的争夺,我们又是主场,卫面本身的压力就让深渊方面没可能带来这么多强者。 第1225章说服 唐武林沉声道,如果是李应外合呢?如果是不惜代价呢?李应外合?瞳孔收缩,沉心节目光冰冷,哪里来的李应外合?难道你们血神军团有内鬼不成? 唐武林摇摇头,军团之中当然没有内鬼,每一位能够进入血神军团的军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但是,有些想要毁灭整个卫面的人,却用各种办法来挑动这场大灾难。 如果深渊潮汐冲破了我们血神军团的阻隔,必然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一旦生灵涂炭出现,从中有可能得力的,也就只有那些人。 你是说? 邪魂师? 陈兴杰对唐武林的情绪明显出现了一定的缓和,显然是对他的话信了几分。 唐武林点了点头,就是他们。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邪魂师是如何潜入的,但深渊通道内部封印被他们破坏了一点,而深渊卫面方面,也正是借助着这一点破绽,不惜代价的强行突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场大战联邦方面并不清楚,可实际上,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 不只是血神大阵全面启动,我们还要面对圣灵教强者的偷袭。 危急关头,我们得到了来自于卫面的眷恋,才勉强抵挡住了这次潮汐,将他们压迫了回去。 但也正因如此,军团却有了不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些圣灵教的邪魂师存在,就像是一柄悬在空中的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再来一次和深渊卫面低勾结。 你等一下 陈欣杰打断了唐武林的话,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的性,那么,你告诉我,深渊卫面如此不惜代价的想要攻击我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如此的急切? 深渊卫面应该也知道,想要攻占整个斗罗大陆没那么容易,一旦他们冲过来,必然会受到卫面压力。 一个不好,就会让他们损失惨重。 唐武林道,深渊卫面一直都想要吞噬我们卫面的生命能,坦白说,从根源来看,深渊卫面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卫面在变得衰弱。 我们人类过度的对斗罗星进行开发,资源逐渐匮乏,这也是现在您所代表的鹰派之所以要发动攻势,取掠夺星罗,斗灵两国资源的原因吧。 同时,星球资源匮乏,也导致整个星球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史莱克学院被十二级世神级定装浑倒炮弹毁灭,同时毁灭的,还有守护着海神阁的黄金古术。 可是,你可知道,黄金古术代表着的,就是我们斗罗星整个卫面的生命之术,是大自然的核心。 它被毁掉,进一步导致了星球的整体状况变得恶劣。 卫面之力有所下降,这是深渊卫面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强大攻势的根本原因,他们就是希望趁着我们衰弱,要将我们彻底毁灭,吞噬。 从而让深渊卫面随之升华。 听了唐武林这番话,陈欣杰有些心神震荡的感觉。 是啊。 为什么鹰派要支持战争,要急于发动战争侵略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就是因为现在联邦资源匮乏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而联邦高层制定的计划,就是殖民。 不是在斗罗星殖民,而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向外面的星球进行殖民。 联邦秘密研究所研制出的小型太空飞行器已经发现了一些有可能让人类生存的星球。 但想要进行星际移民,就需要大量的资源进行科技研发。 现在斗罗大陆这边的资源,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研发了。 这是要发动这场战争,进行资源掠夺的根本原因,对于唐武林刚刚所说的这番话,陈兴杰触动很大,唐武林相当于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解释了目前斗罗大陆面临的情况。 史莱克城被炸这件事,虽然没有联邦方面的直接出手,但其中不无默许,因为史莱克学院的地位实在是太崇高了,以至于任何战争都必然会受到以史莱克学院为首的中间派影响。 这也是联邦走向未来的绊脚石。 所以,一些激进派就与某些势力勾结,发动了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史莱克学院彻底毁灭,唐门总部被毁的情况。 陈兴杰有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人类真正的开始星际移民,给斗罗大陆的人类找到更多的生存空间,为此,就算付出一切他也在所不惜。 但他也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被毁竟然会导致整个未面的情况恶化。 深渊未面发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血神军团掌握了一种秘密武器,终于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毁灭深渊生物所带有的深渊能量了。 这让他们感到恐慌,这意味着他们如果持续和人类战争,也会真正的消耗。 未来如果无法占领我们斗罗星,在持续消耗之后,深渊未面甚至有被我们反攻的可能,甚至是彻底被毁灭。 你说什么? 如果说唐武林前面的分析只是打动陈兴杰,那么,后面的这番话却极大程度的触动了陈兴杰的神经。 血神军团研究出了能够毁灭深渊能量的武器。 陈兴杰身上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威压。 唐武林勉强抵挡着他的精神气息,却是认真的点了点头,是的,我们研究出来了。 而且,我可以肯定的是,他非常有效。 这次我们甚至真正意义的杀死了三名深渊王者,让深渊108层彻底毁灭了三层。 陈兴杰用力的深吸口气,目光闪烁,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深渊未面的巨大威胁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难怪他们会发动如此规模的潮汐, 真没想到,血神军团竟然能够研究出这样的武器,这意味着,血神军团本身的地位必将大大提升啊。 而且,我们还有可能将深渊未面的能量转化成生命能,带给我们斗罗大陆新生。 从而解决我们日益枯竭的生命能问题。 陈兴杰的呼吸变得粗重了几分,你说的都是真的。 唐武林道,相信您一定有张团长的联系方式,不如您问问。 这件事也是他特许我可以告诉您的。 这也是我们血神军团的最高机密。 血神军团本来就是由史莱克学院、唐门、战神殿和传灵塔四方组成的。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提升,战神殿一直都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 陈兴杰在短暂的震惊之后,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你和我说这些,与你本次前来的目的有什么关系? 陈兴杰沉声问道。 唐武林道,我和我的同伴们,组成了血龙小队。 确实是被军团特派出来的。 我是血龙小队的队长。 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圣灵交的邪魂师。 因为,他们也已经知道了我们那秘密武器存在的事实。 而未来,圣灵教必将成为我们的大敌。 我们不希望在和深渊未面大战的时候,再被人从后面捅上一刀。 所以,一旦我们发现了圣灵教的踪迹,那么,军团将不惜代价的和圣灵教开战,将这些肮脏的家伙彻底清洗。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深渊。 从理论上分析,星罗帝国和斗灵帝国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联邦军队发动攻击的,他们在明知力量不如我们的情况下,对于这场战争必然只有恐惧,而不是挑衅。 那么,在这个时候,挑起这场战争对于谁更加有利呢? 除了让舆论支持战争之外,一旦战争发生,圣灵教必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死亡能量。 所以,虽然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猜也能猜得到,这次定装魂倒炮弹袭击军舰和他们有关。 所以,我希望您能允许我们,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找出这些圣灵教的邪魂师。 找到这些真正的凶手,最好是能够顺藤摸瓜的找到圣灵教老巢。 第1226章 十天 陈欣杰陷入了沉思之中 毫无疑问,唐武林所说的一切有理有据,事实上,在来之前, 唐武林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并没有什么虚构成分在内,寻找圣灵教总部,本来也是他的任务之一。 只不过他隐藏了和唐门之间要避免这场战争的目的而已。 看到陈欣杰陷入思索,唐武林知道,他被自己说动了。 接下来,就看这位联合舰队总指挥官如何做决断了。 陈欣杰脑海中回荡着自己在来办公室之前拨打的那个电话。 大哥,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嗯,血龙,你听过这个人吗? 你们那里出来的? 血龙? 你说的是血龙小队? 你怎么会遇到他们的? 浑倒通讯另一边传来惊讶的声音。 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的详细情况。 陈欣杰陈生问道。 浑倒通讯另一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半晌之后,那边的声音充满了感慨,那是个极其优秀的年轻人,不久前那场大战,如果不是他,或许,我们都已经死了。 至少你侄子是必死无疑。 他的详细情况是军团最高机密,我没法告诉你,但我可以说的是,他绝对值得信任。 他也是我们血神军团未来真正的中流砥柱。 大哥,无论什么情况,你都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受到一丁点伤害,否则,会是全大陆的损失。 亲弟弟的话还在耳边回荡,至少陈欣杰在今天之前,从未从自己这个性格倔强的弟弟口中听到过对任何其他人有过这样的评价。 哪怕是对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代大能的无情斗罗曹德志也同样没有过这种评价。 可想而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他心中的地位有多高了。 你需要多长时间? 你不希望这场战争太快发生? 陈欣杰和等老奸巨华,一下就把握到了唐武林话语中的含义。 唐武林也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不错。 至少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邪魂师,将他们毁灭。 而不是战争发生后,因为战胜死去的生命被他们所利用。 而事实上,我从来都不觉得这场战争是有必要的。 复兴联邦,不只是侵略一条路。 如果我们能够毁灭深渊未免,将深渊未免的能量转化吸收,那么,就能达到他们想要吞噬我们的同样目的。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已,我也知道自己的想法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圣灵教是我这一生的敌人。 陈欣洁道,我给你十天时间。 记住,你只有十天。 十天内,如果你不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圣灵教发动的,那么,我也无法阻止战争提前的到来。 事实上,这场战争本来我就是倡议者之一。 只不过,我也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发动这场战争。 你还年轻,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很多时候,局部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唐武林看向陈欣洁,看着他坚定无比的眼神,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很清楚,自己基本不可能劝说这位鹰派领袖放弃战争。 好,十天内,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陈欣洁手上光芒一闪,一枚外面包覆着金属的晶体就飞到了唐武林面前。 这是我的海神令。 你拿着。 有它在,你可以在天海城内畅通无阻。 十天内,军团会彻底封锁天海城。 配合你们寻找。 但舆论压力,我也只能压制十天。 谢谢总指挥。 唐武林输了口气,向陈欣洁行了个军礼后转身而去。 在来之前,他其实已经考虑过最坏结果了,如果陈欣洁真的刚毕自用到把自己拿下,他也有办法脱身。 这次,同行而来的,包括多情斗罗这位极限斗罗免下。 幸好,一切情况都在预料之内,他给自己和伙伴们争取到了十天的时间。 出了陈欣洁的办公室,唐武林的精神才放松了几分,他在来之前,和张焕云以及曹德志都进行了详细的沟通。 然后才制定了谈话策略。 当然,跟那两位他也没说自己要阻止这场战争,只是说不希望战争太快开始,希望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找到更多圣灵交的人。 张焕云和陈欣洁是认识的,而且很熟悉。 事实上,当初他们同时在战神殿出身。 陈欣洁无论是修为还是影响力都还在张焕云之上。 后来张焕云选择了血神军团这条路,而陈欣洁则成为了战神殿殿主。 算得上是老交情了,而血二,正是陈欣洁的亲弟弟。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关系,张焕云才肯定唐武林来见陈欣洁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至于监察部的文件这些,想要得到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有了陈欣洁的海神令,至少唐武林和血龙小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了。 接下来的十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场战争提前。 带着伙伴们返回住处,唐武林没有透露和陈欣洁交谈的细节,让其他人先去休息,他单独和多情斗罗赃心商议。 免下,咱们唐门在天海城能够调动多少资源? 我们只有十天时间,现在天海城全面封锁,那些邪魂师也应该还没走,只是隐藏得很好。 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 寻找他们的存在。 唐武林虽然心中有一些想法,但还是先问了赃心。 赃心沉声道,十天看上去不短,实际上也不算太长,我们要抓紧每一刻。 现在有军方的支持,对于我们的行动非常有利,天海城这边我们能够调动的人手是很充足的,但却不能调动的太多,毕竟,你在军方面前带去的,只有血龙小队,一二十人还好说,如果人太多了,难保不会被军方怀疑我们的目的性,有暴露咱们真正目的的可能。 所以,我们的人手需要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至于从哪方面寻找,邪魂师就像是隐藏在地穴中的毒蛇,在这么大的城市中,想要将他们找出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隐蛇出洞。 唐武林眼睛一亮,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多情斗罗的想法和他差不多。 圣灵教的邪魂师最擅长的就是隐藏,茫然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引蛇出洞,让这些毒蛇自己走出来,无疑才是最好的办法。 想要将他们吸引出来,就需要有让他们心动的东西才行。 武林,你有什么想法吗? 脏心看向唐武林。 唐武林微微汗手,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而对于圣灵教来说,他们却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现在所有的舆论,都将这次袭击指向了兴罗帝国那边,但汉海斗罗却很愤怒地表示要彻查此事。 我觉得,首先要请军方放松一些队内的严查,我也相信,这次袭击,内部肯定有军方鹰派的人在配合。 如果汉海斗罗表示默认了这件事推动战争,那么,圣灵教那边就会有所放松。 再加上有足够吸引力的东西出现,他们一定会露头的。 到时候,我们只要以意待劳,一定能有所收获。 脏心满意地点了点头,微笑道,好,那你就执行吧,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这些天我会一直跟在你身边。 跟着唐武林不是不放心他处理这件事,而是要确保他的安全。 无论是对于唐门还是对于史莱克学院,唐武林都实在是太重要了,不容有失。 唐武林并不知道的是,光暗斗罗龙夜月虽然这次没有跟过来,但私下里却专门拜托了脏心,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唐武林。 从天海城军港被袭击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天时间,事件充分发酵,国内开战呼声高涨。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次袭击来自于星罗帝国军方。 后续据说还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星罗帝国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行动,各方面媒体争相报道,舆论呼声极高。 第1227章车队 天海城方面经过了一轮大搜捕之后,渐渐放松了戒备,军事管制解除,但对于进出入天海城的各大交通枢纽进行严格盘查,以确保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海面上的母舰战斗群防卫变得严密了许多,各种探测雷达无序开放,随时进行着监测,以确保不会再出现问题。 之前的袭击之所以能够成功,和雷达监测部门的读职有着密切关系,相关人员已经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有汉海斗罗,战神殿店主陈欣杰的亲自关注,这件事谁说情都没用,相关人员在短时间内就会被宣判,而且必定会被严惩。 而就在这时,一共20辆大型浑岛汽车正平缓地行进在前往天海城的高速路上。 这些大型浑岛汽车的长度都超过30米,高度也有8米开外,每一辆都有着超过30个巨大的轮胎来支撑它恐怖的重量。 通体涂装为暗蓝色,车厢上标记有骷髅头的危险信号,并且有军方特殊标志,显示这是危险的军用物资。 天空中,以两台黑级机甲为首的足足一百台机甲进行空中护航,毫无疑问,这是军方的重要军用物资。 类似的军用物资调动,从几天前就已经开始了,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无疑,这是三大舰队联合指挥部进行的军事物资调动。 车队有序前行,空中的机甲较为分散,一边探查着周围的情况,一边不时和总部联系,进行着汇报。 坐在第一辆车内副驾驶的是一名大校军官,连驾驶员都是一名中校。 在大校面前,电子屏幕上显示着目前20辆军用运输车的状态,以及放在车顶的探测雷达对周围的一些监测数据。 老大,总部那边调动物资调动得这么急,真的要打仗了吗? 驾车的中校向身边的大校问道。 大校一边看着屏幕,一边道,说不好。 在没有真正下达战争令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中校翻了个白眼,哥,能不能别说的那么官方? 大校和中校是表兄弟,这一点,在军队内部都很少有人知道。 大校美好气的道,好好开你的车,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开战。 说实话,我挺盼望早点开战的。 以我们联邦军队的强大,根本不是斗灵,兴罗这两个国家所能抵挡的。 在我看来,早就应该开战,早日统一了整个星球,资源就更多了。 联邦就是因为受到鸽派和中立派的影响,这么多年才一直都没有动作。 毫无疑问,这位大校是位鹰派的代表。 中校撇了撇嘴,打仗有什么好的? 打仗就要死人,我对打仗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才刚结婚,老婆又怀孕了。 这种时候,战争离我越远越好。 行了,少说点废话吧。 我还不知道你刚结婚,要不怎么会把你安排在后勤运输这边? 到时候,就算是战争开始了,也不会让你到前线去的。 大校美好气的说道。 中校哈哈一笑,哥,还是你好。 说起来,咱们这次运送这批定装混导炮弹数量有多少啊? 足足二十车,真是太可怕了。 这要是引爆了,恐怕瞬间就能将一座城市化为灰烬。 说到这里,他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他可是很清楚后面车厢中运输着什么东西。 定装混导炮弹乃是联邦战略性武器,这玩意儿的威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作为军人,他们都深知定装混导炮弹的威能。 万年前,定装混导炮弹就已经被研制了出来,经过上万年的研究,现在的定装混导炮弹无论在威力、射程、种类、作用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但可以进行精确制导,远程打击,更是将种类分得五花八门。 什么雷达信号干扰,攻击破坏的,大范围杀伤的。 针对生命体杀伤的,针对建筑的,什么类型都有。 和万年前相比,同等级的定装混导炮弹威力几乎提升了数倍之多。 现在已经没有四级以下的定装混导炮弹了,所有定装混导炮弹都是联邦最重要的物资,也是管理最为严格的。 你说点极力的行不行? 什么就爆炸了? 少废话,这些烫手山芋早点入库才是正经。 这二十车定装混导炮弹,足够装配好几艘战列舰了。 中校对于大校的斥责不以为意,说说而已吗? 哎,这不是那年史莱克城被轰击吗? 以史莱克城的防御,只是两枚啊。 竟然就将这大陆第一城市移为平地,简直是难以想象。 哥,你说,这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防御应该是全联邦最严密的吧,怎么就会被人给偷走了? 这简直是。 闭嘴。 大校突然立声喝道,这是你该问的吗? 好好开你的车。 有关于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被偷走一事,在联邦军方内部是绝对的禁忌,这件事,直到现在联邦都没能给民众一个交代。 而邪魂尸之后对天斗城的袭击,也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民众视线。 鹰派崛起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两年军方大力发展,扩军,增加军费预算。 而圣灵教果然也销声匿迹不再出现。 至于当初的士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究竟是如何被偷走的,却依旧没有任何调查结果。 至少,联邦议院承担了所有责任,进行了整体的换界。 可是,凶手是谁? 在哪里? 新的联邦议会虽然表示要彻查,可现在还没有结果。 像忠孝这样心存疑虑的大有人在,只是,在军方内部,这是个严禁讨论的问题。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大校的声音缓和了几分,而且,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不只是一次恐怖袭击,也必然和政治因素有关。 好了,这种事不是我们能够关注的。 还有多远道基地? 还有三百多公里吧,按照现在的速度,大约还需要三个半小时左右抵达。 车太重了,根本不可能开得快,只能是保持匀速稳定的前行。 嗯,好,打起精神来。 这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运送,在你的履历上会留下很漂亮的一笔。 好。 忠孝不再说话,认真开车,大校则是不敢有半点疏忽地观察着面前的一个个屏幕。 事实上,只有他知道,这一批定装混导炮弹之中,除了常规的四级到六级的大量混导炮弹之外,还有三枚列装于母舰之上的九级定装混导炮弹,以及超过三十枚七级,八级的定装混导炮弹。 空中,除了一个营的机甲编队之外,高空中,还有至少一个大队的战机护航。 那可是三十六架战机啊!可见这批物资是何等的重要?说不定,还有什么秘密物资也在这次的运送之中,但以它的级别,也无法得知。赶快送到地方才算安稳,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不过,有这么多战机和机甲互送,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毕竟,这可是军方的力量。距离天海城三百多公里看上去不近,但对于超音速战机来说,那就是几分钟的事情罢了。 那就是几分钟的事情罢了。 第1228章 地下突变 想到这里,大笑略微松了口气,这种特殊运送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同样的,也会有不小的功劳。 所以,在综合考虑之后,他才把自己的表弟带入了任务。 又仔细看了一遍屏幕,屏幕上的数据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存在。 为了这次运送,这条高速公路都已经封路了,不允许任何民用车辆行驶。 还有三个多小时,赶快结束吧。 正在大笑准备略微放松几分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出现。 嗯? 大笑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很快就警惕起来。 高速公路极为平坦,车辆怎么会出现震动的情况呢? 作为司机的忠孝也发现了端倪,心中刚刚产生疑惑时,周围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轰,剧烈的震动从车下传来,紧接着就是强烈的失重感。 平坦的高速路突然炸开,而且爆炸安排的几位巧妙,并没有影响到上面的车辆,只是下面的道路猛然炸碎。 二十辆军用运输车几乎是同时下线,向下方坠落。 这些运输着军用物资的运输车重量和等沉重,这突如其来的坠落,顿时令所有人都吓得脸色惨变。 这里面可是定装混导炮弹啊。 只要引爆一枚,那么,所有定装混导炮弹都会爆炸。 而那个时候,恐怕周围方圆百里内都会被备为平地。 因此,当二十辆军用运输车突然下坠的刹那,空中的机甲编队都傻眼了。 在那一瞬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冲下去救援。 机甲师对于建筑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并不多,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判断这是人为的爆破,还是说高速路承受不住这些大家伙的重量,自行锻炼了。 一时间,几乎在场所有军方的人,都是大脑一片空白。 坐在投车之中的大笑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因为他听到了令人牙酸的滋滋嘎嘎声。 周围是坠落的土石,但他却还是透过车窗清晰的看到,一条条钢索就在车窗外。 那刺耳的声音就是钢索承载了军用运输车的重量发声摩擦而产生的。 失重感也在短时间就受到了抑制。 嫡妻,嫡妻。 不是意外。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他几乎是用嘶吼的方式向通讯器中呐喊着。 但是,在他声音刚刚发出的一瞬间,面前的所有屏幕就都已经变成了雪花,无比强烈的干扰信号瞬间让所有车内的电子设备失灵。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嫡袭,来得非常突然。 天空中是有战机护航,还有机甲编队。 可是,谁能想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是来自于大地之下呢? 车辆很快就稳定住了,然后大校和中校就发现,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了,周围是一片灰色,不知道是强烈的尘土还是浓雾。 但无论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都绝不是个好消息。 钢索将整个车辆已经包覆在了其中,就像是巨大的蜘蛛网,承载了重量,也囚禁了他们。 砰!一声低沉的轰鸣声中,车头仿佛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令整个车身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拉力就从前方传来。 拉拽着军用运输车向前行进。 空中的机甲已经反应过来了,作为联邦军人,他们的素质非常之高。 虽然短暂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但为首的黑级机甲还是一声令下,空中上百台机甲迅速向下方扑去。 因为尘土的关系,他们无法看清下面的情况,强烈的干扰信号不只是干扰了下面车辆,同时也干扰了他们的探测系统和通讯系统。 下面的混导汽车中装载的可都是定装混导炮弹哪。 在这种时候,谁也不敢冒大不韦的直接发动攻击,只能是向下扑去。 而就在这时,上百道光束突然从那巨大的坑洞中爆发而出,电射空中机甲编队。 这些袭击来得非常突然,那一道道混导射线直径都超过了半米,一时间,空中轰鸣阵震响起。 超过十台黄级机甲被轰成了碎片。 四级,黑级机甲的防护罩也是光芒摇曳,一时间,上百台机甲的机甲编队被硬生生的挡住了,并且还有几分被击溃的味道。 毕竟,他们是不敢向下发动直接攻击的,可下面的炮火却毫无顾忌。 迪席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迪席。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到根本做不出反应。 就连空中的战机大队,在这个时候也才刚刚发现下面的情况不对,但他们的信号也受到了严重干扰,无法向总部求援。 似乎方圆这百里区域范围内,都被一种特别强大的干扰信号影响了。 周围一片黑暗,但灰色的雾气却渐渐淡化了,军用运输车的自适应大灯伴随着对光线的适应自行开启,照亮了前方黑洞洞的涌道。 头车中的大笑和中笑都有些惊魂未定,但他们都没有盲目行动。 大笑乃是一位魂圣级魂师,此时他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不是逃跑,而是不惜一切也要保住这车上的定装魂倒炮弹啊。 而就在这时,在那大灯照亮的漆黑涌道之中,一道身影,正缓缓朝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 那是一个人,一个身材窈窕,看上去充满奇异美感的女人。 她全身都覆盖在铠甲之中,那应该是她的豆铠,豆铠通体呈现为漆黑色,但是,在每一块豆铠的相连的缝隙处,都有紫色光运溢出,从而将她那瑰丽的豆铠颜色完全呈现出来。 漆黑的豆铠看上去并不是金属打造而成,而是一块块漆黑的晶体,在紫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淡淡的暗紫色。 在她的头顶上,是一个铜色的冠冕,冠冕正中,是一只凤凰的雕像,凤凰的双眼适量紫色的,通体同样漆黑,她的面庞上,也带着一个黑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双紫光闪烁的眼眸。 巨大而华丽的翅膀在背后下垂,翅膀弯折处露出尖头,后面下垂的一直拖拽在地面上。 每一根羽毛之间都有紫光流淌,在地面上拉拽出一道道光纹,而在她脚下,更是有着一个直径超过二十米的巨大光环,光环之中,是无比规律的图案,仿佛是一只紫色凤凰在纵横飞翔。 她的左手下垂,右手是掌心向上横在自己胸前的,在她的右手掌心之中,拖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枚通体呈现为缩形的晶体,晶体长约一尺,通体呈现为奇异的银色,那是一种有些深邃的银色,在她那一身紫色豆铠的硬衬下,更显得绚丽夺目,也更加照亮了她那近乎完美的身材。 银色晶体中心处,似乎有一个漩涡,漩涡的光运在不断向外扩张,以至于将她那一身流光一彩的紫色都遮掩住了。 这是。 脚下光环。 三字豆铠。 可是,三字豆铠能有这样的华丽吗? 她那一身豆铠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普通铠甲,更像是一个无比恐怖的黑暗生命体啊。 无论是大笑还是中笑,都有种咽喉被卡住一般的感觉。 下一刻,他们就看到,刺目的荧光绽放,然后眼前一花,两人就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 中笑直接摔晕了过去,大笑因为释放着武魂,凭借着一身魂胜的修为,勉强控制住了身体。 可是,在刚刚那一刻,她能够感觉到的就只有天旋地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她就看到了令自己终生难忘的一幕。 一辆辆巨大的军用运输车,就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带着他们明亮的车灯凭空飞起,投向那远处的银色漩涡之中。 当他们也被照耀成银色的时候,车内的驾驶员和押运人员都被直接从荧光中排斥出来,摔在地上。 而那一辆辆军用运输车,则是直接投入到那巨大的银色漩涡之中消失不见。 天哪!那是什么东西?空间储物魂倒气吗? 可是,怎么可能会出现能够储存如此巨量物品的储物魂倒气?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吗? 第1229章时空神缩,黑暗凤凰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有预谋的,计划好的一次袭击,目标就是这二十辆魂倒汽车之中运送的物资啊。 超过三百枚定装魂倒炮弹的价值本身就是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破坏力。 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 大笑咬紧牙关,从地上爬起来,尽管他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敌人的对手,却还是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能够在四十多岁就成为大笑,他本身也是一名二字窦凯师,暗红色的窦凯迅速覆盖全身。 火焰随之从身上释放而出,背后一对翅膀张开,第七魂魂毫不犹豫地释放出光彩,化身一头背生双翼的火焰巨狼,直奔那荧光耀眼的方向冲去。 一只覆盖着黑色甲皱的手,凭空出现。 在大笑眼中,这只手飞速放大。 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得凝固,在这一瞬,他不再觉得自己是施展了武魂真身的一头火焰巨狼,反而像是一只黏在蜘蛛网上的苍蝇。 身上的窦凯传来令人牙酸的嘎嘎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在揉捏,下一刻就会像是一颗被捏爆的葡萄一般,彻底破碎,化为肉泥。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啊? 就在这时,周围的一切黑暗仿佛都变得明亮了起来,恐怖的压迫力在瞬间展现。 一道璀璨的剑芒从天而降,仿佛展开一切虚妄,展开一切痛苦的根源。 所有牵扯着火焰巨狼的压迫力戛然而止,那只覆盖着黑色甲皱的手猛然握拳,向上空轰击而去。 低沉的轰鸣声中,伴随着月耳的剑鸣响起。 温鸣声中,一道流光闪退,而空中的车辆轰然落地。 只有最初三辆军用运输车消失在那银色漩涡之中。 在车灯的照耀下,两道身影遥相对望,大笑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截后余声令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在站立着。 黑暗凤凰。 带着几分疑惑的声音响起,更有着许多的不敢置信。 多情变成了多管闲事吗? 悦耳却充满冰冷的声音,从那一身黑色甲皱覆盖下的女人身上响起。 大笑看向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看到的,是一身白色甲皱。 甲皱宛如白色水晶雕琢而成,内部却阴晕着淡淡的金色雾气,充满了缥缈的味道,背后一双巨大的水晶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晶莹剔透的水晶翼雕刻着一根根晶莹剔透的晶体状羽毛,哪怕只是有些许光线照耀其上,都会带来流光溢彩。 他脚下的光环是金色的,没有特别多的花纹,只有一个仿佛是仙女般的身影在光环中游荡。 光环直径超过三十米,要比对面的黑暗凤凰更大一些。 虽然大笑对于颠顶强者的能力了解不多,但也隐约知道,光环越大,意味着三次以上级别的领域威力越大。 在窦凯的华丽程度上来看,当眼前这位出现的时候,对面的黑暗凤凰就明显差了一筹。 这,这难道是四字窦凯? 是的,那身穿白色甲皱的,正是多情窦罗脏心。 此时,在他手中,一柄晶莹剔透的多情剑光芒若隐若现,他身上甚至没有魂环出现,或者说不知道他的魂环隐秘在什么地方。 但在他出现的那一瞬,局面仿佛就已经逆转。 黑暗中,一道道身影浮现出来,从四面八方向脏心这边包围,一道道光束依旧在不断的冲天而起,抵挡着随时会从天而降的机甲编队。 时空神缩,没想到竟然在你手中。 只是,你什么时候加入了圣灵教? 如果你姐姐知道这件事,想必会非常痛心。 脏心眼神凝重的看着面前这位。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统帅圣灵教前来劫车的竟然会是他。 引蛇出动计划是完美的。 在汉海斗罗陈欣杰的主控下,无论是对于鹰派引导舆论,还是对于天海城的防御逐渐放开,全都是为了今天。 甚至为了能够将这些圣灵教强者牵引出来,连车上的定装混导炮弹都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当然,九级定装混导炮弹是肯定没有的。 就算是陈欣杰也不会用这个东西来冒险。 但在很多有心人眼中,一切却都是真实的。 只是,脏心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居然会是这位黑暗凤凰,暗凤斗罗。 我们撤。 暗凤斗罗手中的时空神缩光芒收敛,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掌中。 以他的眼界,在多情斗罗脏心出现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这是个陷阱,针对于圣灵教的陷阱。 无论车上的定装混导炮弹是真是假,他都不可能带得走了。 周围的黑影重重瞬间向暗凤斗罗的方向靠拢。 暗凤斗罗手中则多了一根漆黑如墨的修长陵羽,黑暗凤凰陵。 脏心却无动于衷,只是充满感叹的说道,早就听说圣灵教有一地两皇四天王,七大颠顶强者。 看起来,你应该就是四大黑暗天王中的一位了吧。 你应该明白,既然设置了这个陷阱,就不可能给你们逃走的机会。 黑暗凤凰冷冷的道,你还是和当年一样,废话真多。 多情斗罗赃心突然道,你们圣灵教袭击我们唐门,我能理解。 毕竟,我们已经是多年的老对头了。 可是,难道轰击史莱克学院你也有参与? 当年,你为了云鸣要死要活的,比你姐姐还要严重几分。 你如此痴恋着他,可他却死在圣灵教手中啊。 这也是你愿意看到的。 暗凤斗罗郊区微微的震战了一下,原本充满暴力之气的气息明显出现了片刻的紊乱,闭嘴。 是,我就是要他死,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任何人得到。 谁都不行。 他的身体已经肮脏了,被那个贱人污染了。 只有死亡,才会让他的灵魂变得更静,我会一直守护着他的灵魂,让他的灵魂一直都和我在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抛却了世间一切肮脏的爱情。 他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听着他近乎歇斯底里一般的呼喊声,脏心脸色大变,什么? 云鸣的灵魂? 难道,你剥离了他的灵魂? 让他连转世都做不到? 你怎么会变成如此恶毒的女人? 多情剑光芒骤然爆发,恐怖的能量风暴以脏心的身体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一味极限斗罗,四次斗凯尸的爆发是何等的恐怖? 周围的灰尘,雾气顷刻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一切都变得瞪净起来。 恶毒 我为了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就是恶毒。 那些抢走了我爱人的人就不恶毒了。 你们这些伪君子,都去死吧。 暗凤斗罗手中凤凰灵骤然抖动。 万千道剑气迸发而出,刹那间,在他身后,一只通体散发着紫色光韵的黑凤凰腾空而起,嘹亮的凤鸣声在整个的回荡。 一股强大的牵引力出现在大笑身上,下一瞬,他的身体就被甩飞了出去,不至于暴露在两大巅峰强者的战斗之中。 第1230章 多情斗罗的魂迹 那万千道剑气纵横百合,瞬间就覆盖了脏心的身体,百鸟嘲讽。 每一道剑气都带有特殊的迟缓特效,一旦被命中,就将如同陷入淤泥一般。 面对脏心,无论暗凤斗罗处于怎样的心境之中,都不会有任何保留。 他修为97级,超级斗罗中的顶尖强者,更是获得了一些圣灵教秘法。 可他很清楚,和脏心相比,自己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圣灵教本身无法制造四字窦凯,这是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所以,他的窦凯还是三字程度,尽管已经提升到了三字的顶端,却依旧和四字窦凯有着质的差距。 这也是为什么圣灵教曾经无数次想要对神将振华下手的原因,没有神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制作出四字窦凯的。 但哪怕是暗中支持圣灵教的势力,也明白绝不能让这些疯子拥有四字窦凯这样的颠顶战力。 所以,明面上,暗中保护神将振华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以至于圣灵教始终都没能得逞。 直到目前为止,大陆上还没有第二位神将出现。 凤凰灵也是剑的一种,是传说中真正凤凰的灵羽制作而成,本身并不丰锐,却能释放出宛如坚真一般的剑气,剑气夹带凤凰的气息,拥有超强的穿刺能力。 暗凤斗罗这黑暗凤凰灵虽然还没有达到神器层次,却也是极其巅峰的武器,本身更是占据了他九个魂技之一,乃是他的超强能力。 多情斗罗冷哼一声,手中晶莹剔透的多情剑悄然挥动,空气中萌萌的仿佛多了一层水雾,那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黑暗凤凰灵箭气在涌入水雾之后,宛如泥牛入海一般,迅速消失着。 不仅如此,这层奇异的水雾似漫十块的向周围蔓延开来,周围所有正在飞快撤退的圣灵教强者都感觉到身体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粘稠起来了似的,速度明显渐慢,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开来。 面对暗凤斗罗这样的顶尖强者,多情斗罗也不敢大意。 唐门,史莱克学院和圣灵教之间,可以说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多些魂师,正所谓除恶无尽,多情斗罗绝没有放过一个的打算。 所以,一上来他就动用了自己斗凯上附带的领域。 多情自古空于恨 唐门两大极限斗罗,无情与多情,有一句传说,多情自古空于恨,倒是无情却有情。 听上去像是一句暗喻,事实上,不止如此,这也正是多情斗罗赃心和无情斗罗曹德志各自的领域名字。 多情自古空于恨取的是,男女之间感情缠缠绵绵之意,领域一经释放,大有几分情感纠缠,不能自拔的感觉。 乃是一个超强的超大范围辅助类领域。 身在领域之中,一切攻击手段都会被削弱,速度会大幅度削弱。 被削弱程度和陷入领域之中浑师自身修为有关。 暗凤斗罗的白鸟嘲讽和等强悍,在多情自古空于恨之中也被瞬间削弱,更别说其他的邪魂师了,他们一个个速度迟缓,就像是在做慢动作似的。 暗凤斗罗不敢怠慢,他和赃心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然知道他有多么的难缠。 他这个领域曾经被誉为全斗罗大陆所有三字以上斗凯师之中最让人厌恶的三种领域之一。 就像是沾牙堂一般,一旦被粘上,想要摆脱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手中黑暗凤凰灵瞬间变化,口中瞬间发出一声尖笑,第六魂环光芒大放,黑暗之中,一道暗紫色光芒突然从那黑暗凤凰尖端处暴射而出,直指多情斗罗。 那紫光横扫之下,竟然将正面的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扫开一片空间,不仅如此,他脚下一顿,自身脚下光环也随之绽放出大片的暗紫色光芒,那是一层层向外释放开来的暗紫色火焰,火焰说过之处,和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碰撞在一起,抵消着一部分领域的威能。 面对那正面而来的暗紫色光芒,脏心的身体突然变得通透了,眼神温润,凝视着暗凤斗罗,仿佛像是在看自己最心爱的女子,眼眸之中更是带着几分哀怨之色,再注视到他眼神的一瞬间,暗凤斗罗飞速闭目,多情斗罗的武魂是多情剑,在很多不了解他的人看来,他怎么都应该是一位强弓系战魂师。 可事实上,多情斗罗却并不是强弓系,而是一位精神控制战魂师。 这也正是他可怕的地方。 他的所有魂迹都与精神控制有关。 同时,他也曾经被誉为当事第一控。 至少在已知的极限斗罗之中,论控制能力,尤其是大范围控制能力,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脏心身上亮起的是第五个魂环,当那暗紫色光芒照耀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人已经虚幻般消失了,暗紫色光芒穿过他的身体,而脏心下一瞬却已经到了黑暗凤凰面前。 追溯 这是一个当初在很多人看来都没什么意义的魂迹,却被那时候的多情斗罗用在自己的第五魂迹之上。 但当他逐渐变强之后,才被发现,这看上去没什么实际意义,只能欺负弱者的魂迹,应用得当却是绝对的神迹。 他的作用很简单,当进入追溯状态之后,他能够在瞬间免疫一切能量形态的攻击。 没错,他那看似虚幻的身影,反而不能免疫物理攻击,也就是实质攻击。 而当能量攻击命中他的身体后,追溯效果会立刻发动,瞬间按照对方的能量攻击轨迹出现在对方面前。 这个魂迹的作用就是如此,之所以在最初被认为无用,就是因为,如果当敌人比自己更强,或者是实力相当的话,作为精神控制系魂师,一旦使用追溯,虽然能够躲开对方一次攻击,可也瞬间出现在对方面前,不是找死吗? 可是,当脏心后来修炼到封号斗罗层次之后,魂师界的强者们才明白他是多么的高瞻远瞩。 当代传灵塔塔主曾经评价过多情斗罗脏心,他的原话是,多情斗罗虽然不是他认识的封号斗罗中最强大的一个,却绝对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 因为他所选择的一切魂迹,都是怎么恶行人怎么来。 其中除了指他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这追溯魂迹了。 追溯能将自己传送到能量攻击自身的敌人面前,在这个过程之后,作为一名精神控制系魂师,脏心有一整套自己的超强控制魂迹,千古东风曾经在一次和他的切磋之中,险些脱层皮。 此时的暗凤斗罗,面对的正是他瞬间开启的强大能力。 追溯将多情斗罗送到了暗凤斗罗面前,脏心的双眸已经变得无限深情,而在那深情中又似乎充满了回忆。 他的声音是那么悦耳,轻声道。 曾经。 第一魂环亮起。 暗凤斗罗的精神瞬间就出现了欢呼,尽管他已经封闭了自己的耳窍和眼窍,面对脏心的轻声细语,却还是出现了恍惚的感觉。 在他内心深处,仿佛瞬间就回到了当初第一次面对晴天斗罗云鸣的时候。 不仅如此,他之前点出的黑暗凤凰灵也在瞬间回到了之前释放百鸟嘲讽的样子,当然,是百鸟嘲讽结束的那一瞬,也就是此时的一秒之前。 第一魂迹,曾经。 整整一百年的时间了,还没有人能够破得了他这一招。 只能是尽可能的调动自身防御。 如果不是多情斗罗这一套连招本身也有一些弊端,不能直接发动攻击,因为自身心情也会受到影响的话,恐怕直接就会造成极其恐怖的灾难,那就真的是天下无敌了。 第1231章 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 但也正因为这两个魂迹的存在,和他同一时代的强者们,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和他交手。 暗凤斗罗欣然中招,最可怕的还不是他自身的凤凰祭灭被收回,而是他的领域也回到了一秒之前还没有释放的状态之中。 所有刚刚恢复了一些行动能力的邪魂师们,瞬间再次陷入泥泞。 多情斗罗眼中的深情突然变成了绝望,身上第三魂环光滑闪耀。 他那眼神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一般,而且永远无法收回。 那亮晶晶的光魂,宛如无数泪水向外扩散,瞬间覆盖全场。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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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闷响声传来。 一颗颗头颅炸碎,化为无数血花四散纷飞。 那一个个邪魂师只觉得自己内心之中最痛苦的懊悔之士被瞬间放大了百倍,千倍,让他们的心灵再也无法承受。 在极度痛苦之中,炸开了头颅,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解脱。 在场足有上百名邪魂师,但就是在那一圈亮晶晶的光魂之中,超过三分之二,头颅炸碎。 而那些就算没有炸碎头颅的,一个个也是鲜血狂喷,脸色苍白。 要知道,能够被批准参与这次行动的邪魂师,修位至少都在五环以上,多情斗罗在面对接近自己同意级数的暗凤斗罗同时,竟然还能够瞬间强控同时大范围杀伤。 这就是当今唐门的颠顶强者之威。 无情斗罗和多情斗罗已经超过五十年没有在大陆魂师界出手过了,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他们的能力,追溯神迹重出江湖,也又一次让人们认识到,唐门的颠顶强者是多么可怕。 悔恨。 这就是脏心第三魂技的名称。 暗凤斗罗同样受到冲击,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初云鸣在史莱克学院上空,以鼎天立地之姿态战死的那一幕之中。 无尽的懊悔冲击心灵。 一时间。 根本没有能力去救援其他的邪魂师。 在同级别魂师之中,邪魂师非常强大,几乎是普通魂师所无法对抗的。 但在强大的同时,他们自身也要承受许多其他魂师所无法面对和承受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心灵漏洞远远超过普通人。 因此,对于邪魂师来说,多情斗罗脏心的破坏力甚至还要超过无情斗罗曹得志。 三个魂技连环释放,没有半分的停顿。 绝望的眼神再次变化,变成了纯粹而真挚的情感波动,手中多情剑终于刺出,剑芒闪烁,璀璨而晶莹的光芒化为一道流光,一片光影璀璨而华丽,剑芒笼罩之下,暗缝斗罗眼前一片虚幻,在他面前的多情斗罗似乎已经变成了云鸣,正在向他诉说着内心的痛苦,抒发着真挚的感情。 脏心的眼睛越来越亮,眼中光芒和手中多情剑的剑芒融为一体,没有半分杀机却就是那么直接而纯粹的刺到了他面前。 真挚,第二魂技 但凡是精神修位差一些的,一旦面对真挚魂技,很可能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个魂技可以单方面影响,也可以影响到全场。能够瞬间让对手敌意大减,而从多情斗罗手中用出,那么,在对手眼中,他就将变成对方最信任甚至是最爱的那个人。 暗凤斗罗毕竟也是九十七级超级斗罗邪魂师,在整个黑暗世界中都是最巅峰的那一层。 隐藏在真挚下的生死危机令他体内魂合瞬间收紧,凝凝看到眼前的似乎是云鸣,而且是对自己真情流露的云鸣,他却不得不咬紧牙关,疯狂的在心中告诉自己不要相信。 身上第七魂环终于忍不住释放而出,低沉的有些沙哑的凤鸣声中,化身为一只巨大的黑色凤凰。 他也很多年没有见过脏心了,早年虽然认识,但实际上他却并没有和脏心动过手,所以并不清楚脏心本身的修为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而今天初次交手,他才真正明白这位成名多年的极限斗罗有多么可怕,以他的修为,竟然有种毫无还手之力的感觉,此时他根本顾不上其他邪魂师了,只想迅速逃离这里,远离这个可怕的家伙。 黑色凤凰用力拍动双翼,黑暗凤凰灵幻化出大片的暗紫色光影,虽然在多情剑面前不断崩溃,但总算是给他争取了一点时间。 没有半分犹豫的,掉头就跑。 你走不了的。 多情斗罗轻声呼唤着。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位圣灵骄的高层,又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逃走呢? 伴随着多情斗罗一声轻叹,他的身影随之消失,但周围的领域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 晶莹剔透的领域突然变得澄澈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曾经的史莱克学院。 那时一株参天大树,大树顶端站着一名青年。 白衣长发,手握长枪。 只是站在那里,他仿佛就是整个世界的核心。 他曾经横压仪式,曾经同代无敌,不知道多少女性顶尖魂师爱慕着他,而他却只选择了自己心中的最爱。 不知道多少强者希望能够将他击败,可却纷纷倒在了他的晴天神枪面前。 巨大的黑色凤凰似乎不受控制的向他飞去,无论他怎么拍动翅膀,都无法离开他身体周围。 而此时如果有人在领域之外,看到的却是飞走的黑暗凤凰又飞了回来,围绕着多情斗罗在旋转。 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又岂是那么容易对抗的,曾几何时,面对这个领域的时候。 不知道多少巅峰强者倒下。 除了斗凯本身的领域效果之外,还有多情斗罗自身的精神领域。 他的斗凯领域准确的说应该叫多情,而自身精神领域他命名为控于恨。 所以,二者相加,才是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的完整版本。 此时,领域全面释放,强如暗凤斗罗,也在瞬间被控制。 大陆第一控制系浑尸的名头又岂是白叫的。 咯咯咯,咯咯咯。 真不愧是最难缠的家伙呢。 黑暗凤凰果然不是你的对手。 虽然我也并不喜欢他,但是,却不能让他落在你手里啊。 多情勉下,小女子这相有理了。 那宛如银铃般的笑声本应悦耳动听,可听在耳中,却充满了阴森的感觉。 脏心眉头微醋,以他的修为,在对方已经接近到一定范围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发现,这已经是相当的不可思议了。 虽然他早就猜到圣灵教在暗中还有强者潜伏,却没想到居然是一位修为不在黑暗凤凰之下的存在。 黑暗之中,一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 他蹦蹦跳跳的,看上去不过是十几岁的模样,一双大眼睛纯真可爱,头上双压剂,看上去更增添几分青春活力。 短衣短裙,露出白皙的手臂和大腿。 他一边蹦蹦跳跳的前行,头上的双压剂也随之散开,从头顶两侧各自垂下一条大辫子,看上去就像是两只拉长的兔子耳朵似的,很快长度就垂到了地面。 第1232章 黑暗铃 看到他,多情斗罗不禁眉头微醋。 他完全可以肯定,这是一位至少超级斗罗层次的存在,而且精神修位同样到了灵欲镜层次,至少在精神层次方面,还要在暗缝斗罗之上。 最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在他的印象中,并没有这么一位强者存在。 也就是说,面前这位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邪魂师绝对成名不久。 圣灵教竟然有如此强大的隐藏存在。 你也是黑暗似天王之一吗? 虽然感受到对方的强大,但多情斗罗依旧淡定从容,甚至陷入他多情自古空于恨领域的暗缝斗罗依旧无法挣脱,还在围绕着他不断的飞翔着。 是呢? 他们都叫我黑暗铃铛。 你也可以叫人家小铃铛呢? 我这么可爱,不如你就放了他,让我带他走。 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自称小铃铛的邪魂师笑嘻嘻地说道。 多情斗罗淡淡地道,朋友! 你认为我们唐门会和你们圣灵教成为朋友吗? 一边说着,他的多情自古空于恨领域自行向外蔓延,照亮了黑暗铃铛的郊区。 黑暗铃铛红唇撅起,你这人,真是没意思呢。 亏你成名那么多年,听说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正好人家也想要见识一下呢。 一边说着,他的右手轻轻在空中一招,脚下随之升起一圈圈魂环,六黑三红九个魂环。 看到他的魂环搭配,哪怕是多情斗罗这等强大的存在,都不禁脸色微微发生了变化,在封号斗罗之中,能够达到这样魂环配比的,几乎都是极限斗罗层次的存在,也就是当今大陆上最强大的那一群人。 圣灵教有一帝二皇四大天王,仅仅是四大天王都有这个层次,那么,更高阶的一帝二皇又要强大到怎样的程度呢? 在多情斗罗的印象之中,那一帝二皇他只能肯定有一位是自己见过的,乃是和他同一时代的超级强者。 当年曾经一朝夕败于晴天斗罗云鸣,但却得以全身而退,从此销声匿迹。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谁能想到,圣灵教在万年沉寂之后竟然会再次出现。 万年前,圣灵教曾经一度带来灾难,可惜,那时的他们碰上了一带天骄,唐门中兴一带的史莱克七怪,尤其是唐门那时候的核心人物,也是传灵塔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号。 灵兵斗罗带领那一带的史莱克七怪,彻底击溃了圣灵教,并将几乎所有圣灵教高层一网打尽。 从而让很多人认为,圣灵教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历史的尘埃,可谁知道。 经过了万年的沉淀,圣灵教竟然再次出现了。 而且才一出现,竟然就用两枚世神级定装混倒炮弹震惊世人。 摧毁了史莱克城和唐门总部,之后又恐怖袭击了天窦城,凶名赫赫。 虽然多情斗罗,无情斗罗他们早就判断出,敢于重新出山的圣灵教必定有恃无恐,积累了极为可怕的实力,但当这些实力真正的开始逐渐呈现出来的时候,依旧让他感觉到了心头沉重。 漆黑如墨的铃铛出现在黑暗铃铛手中,铃铛表面有一个个奇妙的符纹,符纹上绿光闪烁,还带着淡淡的绿色烟云,奇轨无比。 脚下,一圈圈光运随之向外扩散开来,同时一层墨绿色的窦铛也随之向上席卷,覆盖全身。 面对多情斗罗,无论是多么自大的存在,都不敢掉以轻心。 同样是三次窦铛,他脚下的光环比黑暗凤凰还要略微大上几分,诡异的乌叶声释放开来,就像是有无数人在哽咽倾诉。 听说,多情斗罗是大陆第一控制戏战魂师,刚巧,人家也是控制戏呢。 那么,就让我领教一下,多情斗罗的控制和我的控制,究竟是谁更强一些呢? 一边说着,他手中那直径超过一米的大灵档晃动了一下,顿时,叮铃铃一声催鸣,一层音波顿时从灵档上扩散开来,和他脚下光环释放出的光芒融为一体。 那音波呈现为碧绿色,竟然有形有质的向外蔓延,而更随在那音波后面,无数墨绿色的怨灵带着凄厉的咆哮声蜂拥而出,宛如井喷一般向外绽放。 这绿色光环和多情斗罗的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碰撞在一起,顿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那一个个怨灵受到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的影响,不断的爆开,但在爆开的时候,他们释放出的怨气却要比之前强盛十倍不止, 让那黑暗灵档的领域瞬间威力暴增,带着无与伦比的怨恨气息,疯狂的吞噬多情斗罗的领域。 领域受到影响,被多情斗罗控制中的黑暗凤凰顿时出现了波动,黑暗凤凰的身体剧烈的晃动了一下,似乎就要脱离掌控。 阴波控制类邪武魂,而且,多情斗罗脸色凝重,他能感觉到,对方的武魂对于他似乎正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这显然是特别针对的。 圣灵教不可能知道今天自己会来到这里,但他们却有着针对自己能力的邪魂师存在,其预谋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层次上来说,黑暗灵档和多情斗罗还有差距,他是98级超级斗罗,虽然只差一级,但这一级却是天壤之别。 他的斗凯更只是三次层次,三次斗凯和四次斗凯的差距也同样是巨大的。 可他的能力在针对多情斗罗的情况下,凭借着那一个个爆开的怨灵,却硬是把双方领域层次上的差距弥补了,领域对抗大有分庭抗礼之势。 而这就会造成,多情斗罗受到影响。 一旦让他这个音波控制魂师与黑暗凤凰联手,多情斗罗想要同时留住他们两个就很难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团金光照亮了头顶黑暗,宛如一轮金色太阳一般从天而降。 直奔下方轰然砸落。 他落下的方位,正是两大强者领域碰撞的位置。 看到这团金光,先前还巧笑奄然的黑暗铃铛也是脸色一变。 他之前和多情斗罗交谈,其实都是给自己蓄力做准备,他可没想过凭借自己和黑暗凤凰两个人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多情斗罗。 只是希望在干扰之下能够带着黑暗凤凰逃脱。 毫无疑问,今天这是个陷阱,唐门很显然不会是多情斗罗一个人到来。 但在他看来,唐门之中,真正具有威胁的也就是多情,无情两大极限斗罗,其他人不在话下。 可当天空中这团金色身影从天而降的时候,他却分明感觉到一股滔天威压从天而降,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只剧情凶兽从天而降,仿佛要将自己碾压得粉碎似的。 更让他骇然的是,那团金色光芒真的如同太阳一般,释放着炽热的气血,那只杨志刚的浓烈气血波动,对于怨灵来说乃是最怕的事情。 之所以选择地下袭击车队,一个是因为突然性和避免雨空中的机甲,战机部队直接交手。 另一个也是因为怨灵惧怕阳光,在白天战斗,会大幅度被削弱。 而此时这枚金色太阳从天而降,却无形中像是一颗真正的太阳一般照亮地下世界。 他那原本能和多情斗罗分停抗礼的恐惧悲好领域立刻受到了削弱,被多情自古控于恨领域反卷,压迫。 刚刚才有挣脱趋势的黑暗凤凰顿时被再次控制。 帮我争取十分钟。 多情斗罗的声音传来。 而那金色太阳也在这一瞬轰然落地。 就像多情斗罗震惊于黑暗灵档出现一样,黑暗灵档也同样震惊于那团金光的出现,多疑的性格令他不敢正面碰撞,身形一闪,带着一连串幻影已经后退百米。 轰,金光砸落,黑暗灵档首先看到的是一对巨大的金色翅膀,翅膀将那人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翅翼上没有羽毛,却覆盖着金色的菱形鳞片。 每一块鳞片都是棱线风锐,晶莹剔透,光运流转。